开局觉醒无限资源系统 只要是宿主获得过的资源 耗费一定量的黄金白银就可以无限复制 宿主 林凡开局奖励豪华新手大礼包 丁 恭喜宿主获得 现代化别墅一套 丁 恭喜宿主获得 储物戒指一枚 丁 恭喜宿主获得 黄金十万两 丁 恭喜宿主获得 火麒麟认主 丁 恭喜宿主获得 麒麟甲 麒麟剑 麒麟冠 麒麟靴 麒麟血配 麒麟袍 以上物品全部由火麒麟退下来的鳞片打造 防御无双 自动除尘 丁 恭喜宿主获得 单兵口粮一亿份 丁 恭喜宿主获得 大宗师战将吕布 丁 恭喜宿主获得 宗师修为重甲铁骑标形大汉八百 丁 恭喜宿主获得 无限续杯 每日刷新烟酒饮料 食材调料 零食大礼包 林凡 林正男与丫鬟所生之子 自从十年前丫鬟母亲死后 在福威标局活得像是个透明人 十年时间中父亲林正男 甚至忘了有他这个儿子的存在 在福威标局虽然没被人欺凌 但也没人把他当林家的二少爷 第一章 林家灭族之夜 逃离福威标局 林凡之你个蠢货 我不是说了 最近不让你出门吗 你为什么还要出去 谁还杀了人 林凡气愤地质问林凡之 林凡 你要搞清楚 我才是大哥 我的事还用不着你管 而且我杀人是为了救一个被非礼的姑娘 我们江湖中人遇到不平之事 难道不应该仗义出手吗 林凡之不服气地说道 仗义出手 好一个仗义出手 人家堂堂华山派掌门的女儿 需要你去仗义出手 林凡气得不行 狠狠瞪了眼林凡之 然后转身气冲冲地走了 见林凡走了 林凡之不以为意 还什么华山派掌门的女儿 林凡之表示 完全不相信 一个星期前 林凡穿越到了这个宗武世界 在知道自己成为了福威标局的二公子后 她就想设法避免林家被灭门的惨剧 可是事与愿违 林凡之最终还是杀了于仁燕 原本在林凡的设想中 她只要将葵花宝典 跟辟邪剑谱的渊源公之于众 并将辟邪剑谱交出去 就可避免林家被灭门的事件发生 可现在没办法了 于仁燕之死 于沧海绝对不会善罢甘休 穿越过来的当天现代社会的林凡 就接受了这个世界林凡所有的记忆 林凡是林震男与丫鬟所生之子 亲生母亲因一场大病 十年前已经离世 自从丫鬟母亲去世后 林凡在林家活得像个透明人 虽然没人会来欺凌她 但也没人会真正把她当作林家的二少爷看 亲生父亲林震男 十年间从未主动来看望过她这个二儿子 林凡甚至怀疑 林震男早就忘记了 还有她这个儿子的存在 回到自己处于抚慰标局角落里的房间 林凡立刻开始了自己的行动 她要离开林家 她可不想给林家陪葬 掀开床板 一条地道出现在林凡的眼前 这条地道是林凡一点点挖出来的 是她给自己准备的最后的退路 出口是隔壁的一间荒废的宅子 收拾了一下自己不多的物品 跟原主这些年 省吃俭用存下来的一百多两银子 林凡就准备通过地道离开辅慰标局 说起来也挺可笑的 堂堂林家二公子 十九年时间就存了这么点银子 估计这一百两银子 还不够林凡之出去玩一趟的花费 将银子贴身收藏好 林凡喃自语道 别怪我 要怪就怪林凡之破坏了我的计划 如果他不杀于人厌 一切还有转机 可于人厌一死 林家就彻底踏上了灭亡的倒计时 再也没有了转机 另外 原主在林家本来就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 更何况他已经不是之前那个林凡了 他是从现代社会穿越过来的林凡 林家会怎么样 真的跟他关系不大 而且他已经努力过了 只是结果很明显他失败了 想吧 林凡的眼神变得坚定了起来 砰砰砰 这时门外传来了敲门的声音 同时伴随着敲门声的 还有一个小女孩的声音在门外响起 林凡哥哥 林凡哥哥 朵朵来找你完了 你快开门啊 小女孩一边拍门一边叫着 听到这个小女孩的声音 林凡一拍脑袋 卧槽 怎么把这个丫头给忘了 林多多 同样是林震南与另外一个丫鬟所生的女儿 今年才六岁 平时就喜欢缠着林凡 跟在林凡后面叫哥哥 整个林家也只有小丫头 把圆主当亲人看 小丫头跟林凡的境遇差不多 同样是母亲死了 在林家不受待见 以前一直是圆主在照顾她 所以很缠圆主 近乎到了依赖的程度 房门打开 只见小小一只站在门外 睁着那可爱的大眼睛 看着林凡 可等她看到林凡被上背的行李后 原本水汪汪的大眼睛 立马起了一层雾气 哇哇哇 哇哇哇 林凡哥哥 是也不要躲躲了吗 躲躲很乖的 求林凡哥 哥哥不要不要躲躲好不好 小丫头以为林凡不要她了 立马哭了起来 卧槽 我的小祖宗哎 你快别哭了 再哭下去 把人引过来 麻烦就大了 林凡被吓了一跳 连忙开口说道 万一把人引过来 可就走不了了 可小丫头正是伤心的时候 怎么可能止得住眼泪 只见小丫头的眼泪 就跟断了线的珍珠一样 不停地啪哒啪哒地往下掉 好了好了小丫头 哥哥怎么可能舍得不要你呢 你那么可爱 说完 林凡一把将小丫头抱了起来 心疼得不行 这么可爱的小丫头 哭成这样 谁能不心疼呢 见小丫头的哭声 并没有引来任何人的关注 林凡连忙将小丫头抱进房间 然后降门关好 被抱进房间的小丫头 虽然哭声止住了 但还是一抽一抽的 同时 小丫头的眼睛 还是一直盯着林凡背上的包袱看 哥哥 你真的不会丢下朵朵吗 小丫头哭得鼻子 一抽一抽地问道 放心吧 哥哥就算要走 也不会丢下朵朵 哥哥会带着朵朵一起走 林凡看着小丫头 坚定地说道 刚才她是被林凡之气糊涂了 差点把这小丫头给忘了 幸好这小丫头及时过来 不然林凡能愧疚一辈子 另外 也是这小丫头命不该绝 赶巧在林凡走之前来敲门 好了朵朵 哥哥现在问你一个问题 你要如实回答哥哥 好吗 嗯 小丫头拼命点头 表示同意 同时 两只小手还紧紧抱着林凡的脖子 生怕林凡丢下她 搞得林凡是哭笑不得 那好哥哥问你 如果哥哥要走 要离开林家 你愿意跟哥哥一起走吗 林凡开口问道 朵朵要跟哥哥一起走 朵朵不要一个人留在林家 父亲母亲根本不喜欢朵朵 平之哥哥也不喜欢朵朵 只有林凡哥哥对朵朵好 朵朵要跟着林凡哥哥 小丫头死死抱着林凡的脖子 语气急促地说道 哼 算我没白疼你 林凡刮了一下朵朵的鼻子 宠溺地说道 放心 以后你就跟着林凡哥哥 林凡哥哥一定会照顾好你的 嗯 小丫头拼命点头 第二章 发疯的于沧海 林凡觉醒无限资源系统 福州城的一家客栈中 于沧海面色阴沉地 看着他唯一的儿子于人厌的尸体 是谁 是谁杀了我儿 于沧海发疯地大叫道 骑兵掌门 杀死少掌门的 是福威镖局林震南的儿子林平之 一名青城派弟子 畏惧地看了一眼正在发怒的于沧海 然后开口说道 好啊 好啊 好你的林震南 你生儿的好儿子 哼 召集所有弟子 今晚随我灭了福威镖局 是 长门 我这就去通知师兄弟们 等那名弟子走后 于沧海看着于人厌的尸体 眼中冒出怨毒的目光 哈哈 林震南 我要拿你整个福威镖局所有人的命 来陪我儿子的命 今晚就是你福威镖局的灭门之日 于沧海癫狂地笑着说道 视线转到福威镖局 福威镖局的大堂中 林震南坐在守卫 林母站在旁边 两边坐着福威镖局 几名实力不错的镖头 而林平之跪在大堂中间 你个逆子 你说你杀谁不好 你偏偏杀了于沧海的儿子于人厌 现在怎么办 你让我们如何向于掌门交代 清城派一旦向我们发难 我们福威镖局 请客间就会灰飞烟灭 林震南忧心忡忡地说道 相公你消消气 平之他也不是故意的 林母在一旁劝道 不是故意的 不是故意的于沧海 就能不找我们的麻烦 不是故意的于沧海 就能放过我们福威镖局 这个逆子 杀的是于沧海唯一的儿子 都到这个时候了 你还惯着他 你难道真的想看到 整个福威镖局 被清城派灭满门吗 林震南生气地说道 可现在事情已经发生了 就算你打死平之 也于事无补 还不如赶快想想办法 如何应付于沧海的报复 是啊 总镖头 夫人说的有道理啊 如今之际 我们必须要赶快想办法 应付于沧海的报复才是 几名镖头也开口说道 哼 你们就惯着他吧 迟早福威镖局 要毁在这个逆子手上 说完他恶狠狠地 瞪了林平之一眼 父亲孩知道错了 林平之被林震南瞪了一眼 被吓得一个哆嗦 连忙开口说道 哼 知道错了有什么用 闯了这么大的祸 我们整个福威镖局 都要毁在你的手上 林震南再次瞪了一眼林平之 再次被瞪了一眼 林平之不敢说话了 相公 难道就真的没有办法了吗 林母抹着眼泪开口问道 办法 我能有什么办法 除非把这逆子交出去 不然没有任何办法 能熄灭于沧海的怒火 毕竟他杀死的是 于沧海唯一的儿子 不能啊 总标头 少标头绝对不能交给于沧海 一旦少标头落到于沧海手里 那肯定只有死路一条 我们这些老家伙 都是看着少标头长大的 大不了我们跟青城派拼了 几个标头开口说道 拼拿什么拼 我才先天后气 你们几个跟夫人 才先天中气 可青城派呢 于沧海早就跨入了宗师之境 估计现在 已经有了宗师中气的实力 他手下的几大弟子 也都有着先天中气 到后期不等的实力 你们告诉我 我们拿什么拼 林振南颓废地说道 听到林振南这话 所有人都沉默了 唉 算了 你们都下去吧 如今之际 也只有写信 想跟我们交好的事例求援了 可人家会愿意趟 这趟浑水吗 林母担心地问道 不管怎么样也要试试 总不能就在这等死吧 接下来林振南写了十几封信 让手下标诗 送往了一些与他们交好的事例 以求希望能得到外援的帮助 驾 十几名标诗打马而去 看着骑马而去的十几名标诗 林振南眼中闪过一丝希望 唉 希望有人能看在以往的情分上 能过来相助一二吧 林振南稀迹地说道 可他不知道的是 于沧海现在人就在福州城 就算有人愿意相助他福威标局 也已经来不及了 最关键的是 这些送信的标诗根本出不了福州城 就会遭到青城派的弟子截杀 于沧海也会在今晚帅所有青城派弟子 杀上福威标局 将福威标局满门尽灭 一条关道上穿着破破烂烂的林帆 怀中抱着同样穿的破破烂烂的林朵朵 装作了一大衣小两个小乞丐 正在一边乞讨一边远离福州城 哥哥我们 为什么有干净的衣服不穿 要穿得这么脏兮兮的 还要扮成乞丐的样子 小丫头小小的脑瓜中闪着不解 开口问道 噓 别说话 等离开了福州城地界 哥哥会把一切事情告诉朵朵的 朵朵乖 林帆安抚了一句 然后抱着朵朵大步继续往前走 脑海中想着离福州城越远越好 毕竟 他这个林家二少爷 虽然在林家不受待见 但在福州城还是很出名的 万一被人认出来 那就死定了 最关键的是 他林帆出生在林家 林震南竟然连一点武功都没教他 也因此他跟朵朵两人 是一点自保之力都没有 哪怕他只是 碰上一个青城派最普通的弟子 也只有等死的份 就在林帆埋头拼命赶路的时候 突然他的脑海中 传来了一个机械的声音 这道声音 直接给林帆吓了一跳 吓得他差点 把怀中的朵朵丢出去 如果不是朵朵抱得紧的话 还真就被丢出去了 哥哥你怎么了 你是累了吗 肯定是朵朵太重了 累到哥哥了 哥哥把朵朵放下来吧 朵朵可以自己走的 没事哥哥不累 哥哥最喜欢抱着朵朵了 哥哥刚才只是 被一块小狮子绊了一下 朵朵放心 哥哥不累的 这样吗 那哥哥要是累了 一定要告诉朵朵哦 朵朵真的可以自己走的 小丫头懂事地 歪着小脑袋说道 呵呵 朵朵真乖 哥哥最喜欢朵朵了 说完他还在 朵朵的小脸上亲了一下 搞得小丫头哥哥直笑 丁 宿主您的无限资源系统已上线 请问是否绑定 是 否 倒计十一分钟 请宿主尽快做出决定 这时系统的声音 再次在林凡的脑海中响起 这次听清楚了 是系统的声音 林凡高兴地回到 系统绑定 林凡就说嘛 自己好歹也是个穿越者 怎么可能没有 穿越者标配的系统呢 第三章 豪华的新手礼包 丁 系统绑定成功 数据加在中 新手礼包发放中 丁 新手礼包已发放到系统空间 请宿主查收 系统开启新手礼包 林凡没有犹豫 直接说道 毕竟他跟小朵朵 现在正处于危险之中 急需要自保的力量 丁 新手礼包开启中 丁 新手礼包开启成功 丁 物品发放中 丁 恭喜宿主获得 现代化别墅一套 面积900平米 各种家具电器 一应俱全 而且全都是宿主前世的大牌 价格也是最贵的 另外 别墅有谁有电 有网络 网络连接宿主前世网络 丁 恭喜宿主获得 储物戒指一枚 内含一个10公里的空间 丁 恭喜宿主获得 黄金十万两 丁 恭喜宿主获得 火麒麟刃主 丁 恭喜宿主获得 麒麟甲 麒麟剑 麒麟关 麒麟靴 麒麟玉带 麒麟血配 麒麟袍 以上物品全部由火麒麟 退下来的灵片打造 防御无双 自动除尘 丁 恭喜宿主获得 单兵口粮一亿份 丁 恭喜宿主获得 大宗师后期战将吕布 丁 恭喜宿主获得 宿师修为重甲铁吉标形大汉八百 此八百人全部拥有宿师初期实力 战死后 可消耗黄金复活 丁 恭喜宿主获得 无限续杯 每日刷新烟酒饮料 食材调料 零食大礼包 新手礼包发放完毕 所有物品已放入宿主的储物戒指之中 宿主可自行查看 吕布与八百重甲铁吉标形大汉 还有宿主的座骑火麒麟 将会在十分钟之内赶到宿主身边 请宿主耐心等待 伴随着系统的播报结束 一枚古朴雕刻着麒麟纹石的戒指 出现在了林凡右手的宗旨上 想必 这就是系统奖励的储物戒指了吧 林凡看着宗旨上的戒指想到 还真是神奇 就这么小小一枚戒指 里面竟然有着长宽高十公里的空间 就在林凡还在感慨储物戒指的神奇的时候 一声巨兽的嘶吼 从不远处传了过来 下一刻 一只头生鹿角身上布满了暗金色鳞片的 火红色麒麟 向着林凡方向飞奔来 在林凡怀中的朵朵 也同样听到了火麒麟的吼声 看到了飞奔向他们的火麒麟 哥哥有怪物 朵朵怕 小丫头有些害怕地说道 同时 小丫头抱着林凡脖子的一双小手 抱得越发的紧了 朵朵不怕 那是哥哥的坐骑 就跟家里面养的马一样 没什么可怕的 而且 朵朵你看他多威风 骑出去肯定更威风 等一下我们就去骑好不好 林凡见小丫头 被火麒麟的样子吓着了 连忙开口哄到 这时火麒麟 也已经来到了两人身前 眨着一双蠢萌的大眼睛 看着林凡二人 小丫头在听了林凡的解释后 也不像刚才那么害怕了 同样眨着一双亮晶晶的大眼睛 看了过去 一小丫头一火麒麟 大眼瞪小眼 给林凡整得哭笑不得 见小丫头 已经不那么害怕火麒麟了 林凡抱着小丫头 赶了几个小时的路 也确实手有点酸 于是他直接把小丫头 放在了火麒麟的背上 林凡提醒道 生怕小丫头不小心 从火麒麟的背上摔下来 另外 火麒麟也十分配合 就站在那一动不动 让小丫头坐在他背上 嗯嗯嗯 小丫头嗯嗯点头 脸上哪还有害怕的样子 突然林凡 像是听到了什么奇怪的声音 仔细一听他才发现 原来是小丫头的肚子 发出的咕咕声 小丫头估计饿坏了 也怪自己赶了几个小时的路 都忘记停下来 给小朵朵吃点东西 自己这个大人能坚持得住 刚才是再逃命 也没顾得上 可小孩子这么长时间不吃东西 肯定是不行的 就在林凡准备从包袱里面 拿出事先准备的大饼 给小朵朵吃的时候 他突然眼前一亮 像是想起了什么 下一刻他意念一动 自己的心神 立刻连接上了储物戒指 随着心神跟储物戒指的链接 林凡立马就看见了 新手礼包奖励的所有东西 先没有管系统 奖励的黄金那些东西 林凡将视线锁定在了 数百个保鲜柜上 里面的东西 正是系统奖励的每日刷新 烟酒 食材 零食 调料 饮料 酒水礼包里面的东西 林凡是怎么也没想到 会有这么多 整整刷新了数百个保鲜柜 而且 据系统所说 这些东西 今日消耗了第二天 还能刷新 随便查看了一下 林凡发现 这数百个保鲜柜里面放的东西 基本囊括了他前市区的最大超市 里面所有有关吃喝的物品 简直是应有尽有 就算说林凡随身带了一个大型超市 也不为过 没有犹豫 林凡心念一动 下一刻几盒酸奶 几块蛋糕出现在了他手上 来到小丫头面前 林凡用勺子挖了一块蛋糕 塞进了小丫头的嘴里 下一刻 他发现小丫头的眼睛亮了 林凡哥哥 你给朵朵吃的是什么 好好吃啊 朵朵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 朵朵还要 小丫头眼睛亮晶晶的 看着他的林凡哥哥 开口说道 这个叫蛋糕 以后朵朵想吃 就跟哥哥说 哥哥这里多的是 刮了一下小丫头的鼻子 林凡笑着说道 说完林凡又打开一盒酸奶 将吸管插进去 递到小朵朵手上 告诉他怎么喝 小丫头将吸管放在嘴边 狠狠地吸了一口 下一刻 他的眼睛更亮了 接下来 林凡开始一勺子一勺子地 为小丫头吃蛋糕 小丫头还时不时地吸一口酸奶 脸上表情享受无比 那笑脸就没停过 看着小丫头吃得开心 林凡也非常高兴 感觉在这个陌生的宗武世界 有这么一个可爱的妹妹 陪伴在他身边 他也就没那么孤单了 等小丫头吃饱后 林凡拿出一只烤鸭就啃了起来 赶了几个小时的路 他也很饿了 而且他啃的是正宗的北京烤鸭 那叫一个香 林凡的动作极快 啃得那叫一个狼吞虎咽 另外一边本来已经吃饱了的小丫头 见自家林凡哥哥吃得那么香 可爱的小脸上 也露出了渴望的表情 哈喇子都快留下来了 只是在揉了揉 已经吃饱了的小肚子后 小丫头的小脸上 只能露出一个无奈的表情 他是真的吃不下了 刚才几块蛋糕 全进了他的小肚子 还喝了两罐酸奶 小肚子被塞得满满的 都有点吃成了 所以 小丫头只能用无奈的表情 看着他的林凡哥哥 没有一点办法 谁让他的小肚子 就这么一点大呢 第四章 恐怖的八百肌肉猛男 系统功能介绍 马蹄滚滚 掀起无数烟尘 吕布一马当先 胯下 骑着丝丰赤兔马 身材高大 头戴三叉竖发紫金冠 体挂西川红颈百花袍 身披瘦面吞头连环凯 腰际乐甲玲珑湿蛮带 手中握着一把方天化戟 身后跟着系统奖励给林凡的 八百宗师 重甲重骑标行大汉 只见这些人 一个个身高九尺 浑身长满球节的肌肉 面庞坚硬 眼中时刻充满杀气 身上披着有百炼钢打造的铠甲 手上握着同样用百炼钢打造的长刀 八百人一人双马 马匹也同样劈着重甲 而且这些马 一个个也是高大无比 一眼看过去 就像一只只肌肉怪兽 身高也要比寻常马匹 高出去有足足30公分 带来到林凡面前 八百人同时跳下战马 单膝跪地向林凡行礼 吕布见过主公 我等见过主公 加上吕布801人 身如红中 气势逼人 早有准备 已经在内心演练过的林凡 摆出一副正色的表情 一只手抱着小朵朵 另一只手一挥开口说道 都起来吧 以后无需如此多礼 在外也不必叫我主公 叫我公子即可 是 公子 等所有人全部站起来后 林凡再次开口了 凤仙何在 公子不在此 凤仙我命你带二百重甲铁机 速速前往福州城福威镖局 灭了袭击福威镖局的青城派 另外帮我给林震南带一句话 告诉他 今夜过后 养育之恩已还 以后我林凡林朵朵 与林家再无关系 是 公子 看着带着二百重甲铁骑远去的旅布 林凡难难自语道 我本就是穿越者 今日保你林家一次 就当还了你林家对原生的养育之恩 至于朵朵 你们本就不喜欢 就由我来照顾吧 想必由我来照顾朵朵 原生也会更加放心一些 就在林凡这么想着的时候 小丫头像是感应到了什么 抱着林凡的手抱得更紧了 他的小脸也紧紧贴在林凡的大脸上 收回视线 林凡命令剩下的六百人 在原地安营扎寨 等待旅布归来 同时他也要想想 下一步他该去呢 另外到现在 他就领了一个新手大礼包 还不知道自己的系统都有什么功能 看着还未扎好的帐篷 林凡在心中对系统开口说道 系统说说吧 你都有着什么功能 丁 本系统功能如下 功能一 万界穿梭功能 随机穿越消耗黄金一万两 定点穿越消耗黄金十万两 功能二 万物复制功能 只要是宿主拥有的物品 您都可以消耗黄金进行复制 物品价值越高 消耗的黄金越多 次数不限 功能三 万物鉴定功能 无论是什么物品 系统都可以帮宿主鉴定出它的价值 鉴定它的功能 以免宿主出现宝物在前却不认识的情况 功能四 回收功能 只要是有价值的物品 系统都可以将其回收兑换成黄金 柱 复制出来的物品无法回收 系统当前功能介绍完毕 如遇激活其他系统功能 请宿主消耗一定量的黄金 替本系统升级 系统第一次升级 需消耗黄金十万两 第二次升级百万两 第三次升级千万两 以此类推本系统共十二级 宿主每帮助系统升级一次 将获得系统奖励的相应等级 丰厚礼包一个 宿主如果能将系统升至满级十二级 您将获得系统奖励的混沌至宝套装装一套 卧槽 系统你也太黑了吧 升一级翻十倍 想升到十二级 那完全就是一个天文数字 林凡在心里默默算了一下 一级十万 二级百万 三级千万 四级一亿 五级十亿 六级就是百亿两黄金 再往后 林凡都不敢往下算了 那数字太吓人了 宿主本系统并不强制您帮本系统升级 而且那些黄金消耗掉了 你也可以获得一个 与那些黄金同等价值的礼包 并不是白白消耗您的黄金 简单说来 就是一次性消费达到一定程度 系统就可以升级 而且礼包里面开出来的东西 绝对不会让宿主您失望 请相信本系统 好吧 系统说的好像有那么点道理 别的不说 光是升到顶级系统奖励的混沌至宝套装 就不是用多少黄金能衡量的 而且现在 自己仅有的十万两黄金 还是从新手礼包里面开出来的 至于现在给系统升一级 林凡表示 先不着急 毕竟几百人的吃喝拉撒 还需要用到钱 就算吃不用担心 有系统奖励的礼包跟单兵口粮 可这么多人 总不能一直露宿野外吧 自己跟这些大汉没关系 多多也吃不消啊 另外 给系统升级需要用到的黄金 林凡也已经有了想法 要知道 这宗武世界 可是有很多宝藏的 比如清朝的龙脉宝藏 再比如大随的阳宫宝库 还有很多很多 那可都是一堆的小钱钱啊 现在就等吕布把事情干完回来 林凡就准备出发 寻宝了 如果在一路上 再能收几个美女 给小朵朵当嫂子 那就更完美了 嘿嘿 这宗武世界 可是不缺美女的 林凡美滋滋地想到 就比如古墓派的小龙女 先不说她的美貌 是前世广大网友公认的 光是那古墓里面 王重阳存放的金银珠宝 林凡就不可能放过 林凡表示 她要人才兼收 时间过得很快 天渐渐也黑了下来 福州城福威镖局外 一群黑衣人 从四面八方聚集而来 粗略看一眼 人数竟然有着三四百人 除林震南夫妇 其余人格杀勿论 同样穿着夜行衣的 于沧海下令道 是 长门 于沧海 你真要把事情做得这么绝 外面这么大动静 福威镖局的人 怎么可能没发现 发现不对赶出来的林震南 刚好就听到了 于沧海刚才下的命令 于是他开口立声质问道 虽然于沧海穿着夜行衣 但林震南 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 毕竟能被人称之为掌门 又跟他福威镖局有仇 个子又矮的 也就只有他于沧海了 哼 你儿子林平之杀了我儿于人宴 今天我要面你福威镖局满门 来抵我儿的命 受死吧 杀 于沧海口中 一声杀字落下 下一刻 他跟他倾城派的弟子 瞬间同时拔出长剑 杀向了林震南 杀向了福威镖局所有人 第五章 卿城派杀上福威镖局 夫人你带平之走 我来挡住于沧海 林震南见卿城派的人杀了过来 拔剑迎上去的同时 开口说道 至于林凡林朵朵 只不过是他与丫鬟所生的孩子 要是他们自己能逃过一劫最好 要是逃不过 只能怪他们的命不好 林震南现在可顾不上他们 平之你走吧 走得越远越好 娘不能丢下你父亲 你快走 走啊 记住不要为爹娘报仇 做个普通人好好活下去 爹娘就算死也能瞑目了 林母用力推了一把林平之 开口喊道 父亲母亲我不走 我不走 就算要走 我们也要一起走 林平之哭着说道 傻孩子快走吧 你要是死了 我们林家可就绝后了 难道你真的想看到 我们林家断了香火你才开心吗 林母最后说了一句 然后便义无反顾拔剑冲向了于沧海 想要拖住于沧海 给林平之争取足够的逃跑时间 这时的林平之也终于后悔了 他后悔当初为什么没有听林凡的话好好在家待着 他后悔强出头杀了于人厌 如果不是他杀了于人厌 这一切就都不会发生 林平之泪流满面瘫坐在地 内心后悔无比 他知道现在这一切的后果 都是他造成的 他是福威镖局的罪人 看着那些被屠杀的福威镖局的标诗 林平之内心充满了仇恨 这些人都是因他而死 他发誓 如果他今日不死 他一定要让于沧海 让青城派付出代价 另一边正在合力抵挡于沧海的 林震南与林母 见林平之还没有走 急忙再次开口喊道 平之快走 爹娘撑不了太久 快走啊 这次再次听到林父林母的话 林平之没有再犹豫 爬起来就往远处跑去 有青城派的弟子想要阻拦 就会有福威镖局的人 冲上来挡住青城派的弟子 少彪头快走 我来挡住他 一名看着林平之长大的中年彪头 挡住青城派的弟子的同时 开口喊道 要说不说 林平之从小就讨人喜欢 不管是林父林母 还是福威镖局的一些老人 都对林平之宠爱有加 不像林凡林朵朵 在福威镖局就是两个透明人 毕竟在古人眼中 嫡长子跟树子的区别 还是很大的 特别林凡林朵朵 还是林震男与丫鬟所生 不过还好的是 林凡林朵朵在林家 虽然没有获得少爷小姐的待遇 但林父林母 跟这些福威镖局的人 也并没有欺凌过他们 要不然 林凡也不会派出吕布 跟二百中家铁骑 来还林家的养育之恩 顺便了结 原主与林家的这份因果 另外 原著中也是因为林父林母 跟这些福威镖局的老人 林平之才能逃脱青城派的追杀 林平之一路埋头狂奔 很快他就逃出了两方厮杀的区域 然后往福州城外逃去 福威镖局门口 被林父林母合力拖住的余沧海 竟让林平之给逃了 于是生气地开口说道 哼 林震男你不要以为 让那小杂种逃了 我就会放过他 哈哈哈哈 放心吧 等你们死后 要不然多久我就会将那小杂种找出来 然后送他下去陪你们 毕竟那小杂种 可是杀了我唯一的儿子 余沧海挥剑砍向林父林母的同时 癫狂地开口说道 余沧海你不要太过分 就算是平之先杀了你儿子 可你也杀了我们福威镖局这么多人 这么多人的命 难道还不够敌你儿子于人厌的命吗 林震男气愤地说道 不够 怎么可能够 就凭你们这些人的命 就想敌我儿子的命 你们也太高看自己了 余沧海说话的同时 手上的剑招变得越发凌厉 他刺出的每一剑 都让林父林母招架得无比艰难 不过他也没有忘了 他此次前来的目的 不光是为了给他儿子报仇 还有辟邪剑谱 所以他并没有使出权力 不然以他于沧海宗师中期的实力 全力出手 以林父林母一个先天中期 一个先天巅峰的实力 根本撑不到现在 林平之也不可能有机会逃走 这边林父林母拼尽全力阻挡于沧海 另外一边情况就不是很好了 镖局的镖头镖师实力虽然不错 外出压镖那些山贼土匪 基本上不敢动他们 可他们的实力 跟青城派的弟子比起来 还是有一些差距的 而且两方人数悬殊也不是很大 青城派有着三四百人 福威标局的人加起来 大概有着五百人 在这十几分钟的时间中 青城派这边也就倒下了几十名弟子 而福威标局这边 却已经有两百多人 倒在了青城派弟子的剑下 如果不是林父林母 平时对这些标头标示非常不错 青城派这边隐隐 也没有放他们离开的打算 不然 以两方实力悬殊这么大的情况下 这些标头标示早就跑了 又是十几分钟时间过去 福威标局现在仅剩下了一百多人 剩下的人跟林振南夫妇聚集在一起 被青城派包的人包围在中间 竭力抵抗着青城派的绞杀 于沧海 只要你愿意放过 福威标局剩下的这些人 我们夫妇愿意自问向你谢罪 看着仅剩的一百多人 林振南不忍地开口说道 毕竟这些人都是无辜的 闯获的是他的儿子林平之 这些人本不该死 不可能 不光你们夫妇跟这些人要死 林平之那个小杂种也要死 如果你愿意交出 你们林家的辟邪剑谱 我可以大发慈悲 给你们一个痛快 于沧海毫不犹豫地拒绝 同时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原来如此 我说你为何会来得如此之快 原来你是冲着 我们林家的辟邪剑谱来的 是又如何 哼 看在你们今天都要死的份上 我也不妨告诉你们 让你们死得明白 当年你林家先祖林远徒 凭着七十二路辟邪剑法 在武林中也算是一号响当当的人物 甚至连我师父也曾败于他之手 哼 只可惜啊 你林阵南没本事 好好一门绝世剑法 被你炼废了 修炼了数十年 才修炼到先天巅峰 既然你无法发挥出 这门绝世剑法的全部实力 那还不如将其交给我 由我来将其发扬光大 第六章 吕布与二百中甲铁机之威 俞沧海你就别做梦了 你杀了我们福威镖局这么多人 想让我把辟邪剑谱交给你不可能 不等俞沧海继续说下去 林阵南打断道 反正就算交出辟邪剑谱 俞沧海也不会放过他们夫妻 跟他福威镖局剩下的人 呵呵 敬酒不吃吃罚酒 既然你不肯将辟邪剑谱交出来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都给我上 除了林阵南夫妇 其余人格杀勿论 俞沧海命令道 是 长门 哼 等我把那小杂种抓回来 我就不相信你不把辟邪剑谱交出来 俞沧海哼了一声再次说道 随着俞沧海的命令青城派的弟子 再次举剑 一步一步杀向了福威镖局剩下的众人 可就在两方距离越来越近 很快又要厮杀在一起的时候 一阵隆隆的马蹄声传了过来 下一刻 一柄方天画戟从天而降 插在了福威镖局跟青城派两方人马中间 掀起的七浪瞬间将两方人马分开 前排数十人被掀翻在地 就连俞沧海也被这正七浪 强势推得倒退了七八步 紧接着 一个如同魔神的身影 出现在了两方人马中间 单手将刚才那一柄方天画戟 从地上拔了出来 此人不是别人 正是林凡召唤出来的吕布 下一刻 只见吕布虎目 扫视着青城派众人 眼中充满了杀意 毕竟林凡给他的任务 就是灭了青城派 阁下是谁 为何要插手我跟福威镖局的死神 勉强站稳的于沧海 警惕地问道 没办法仅凭气势 就能将他击退的人 他于沧海不得不警惕 我家公子有令 覆灭青城派 杀 吕布没有回答于沧海的问题 而是直接对跟他来的200重甲铁骑 下达了覆灭青城派的命令 随着吕布的一声杀字落下 于沧海立马感觉到 有200道不弱于他自己的气势 升腾而起 下一刻 还没等于沧海反应过来 接收到吕布命令的200名 有着宗师实力的重甲铁骑 就开始了对青城派弟子的屠杀 随着200名宗师强者 骑着战马 以势不可挡的气势 冲入青城派的人群中 下一刻 就是青城派弟子的惨叫声 伴随着他们的求饶声一起传出 啊 饶命啊 一名青城派弟子 在脑袋被砍掉前 开口大喊道 只可惜已经晚了 在他求饶声发出的同时 他的脑袋 已经被一名重甲铁骑砍了下来 随着他的脑袋 咕噜噜在地上滚了一圈 那名青城派弟子 也已经死得不能再死 接下来200重甲铁骑 对青城派的弟子 展开了无情的屠杀 一眨眼的功夫 就有数十人 被砍下了他们的脑袋 步入了刚才那名青城派弟子的后尘 一名名青城派弟子 死在重甲铁骑手中 一颗颗人头滚落在地 青城派弟子的尸体 被重甲铁骑的战马踏成肉泥 连个全尸都没给他们留下 场面一度十分血性 很快剩下的青城派弟子 被吓得肝胆剧烈 完全没有了战意 在这种情况下 大部分的青城派弟子 选择了丢掉手中的武器投降 开口求饶 别杀我 别杀我 我们投降 丢掉武器投降的青城派弟子 开口喊道 甚至有些人 已经被吓到跪在了地上 拼命磕头求饶 口中说着 什么上有八十老母 下有嗷嗷的幼童 意思就是 博取同情 让二百中甲铁骑 放他们一马 只是二百中甲铁骑 收到的是 灭亡青城派的命令 怎么可能因为他们投降了 就放过他们 于是 杀戮还在继续 就连那些投降的青城派弟子 也没有逃过 被砍下头颅的命运 至于于沧海 也没有好到哪去 他被吕布的气息锁定 连动都不敢动一下 只能眼睁睁 看着他青城派的弟子被屠杀 该死 你们到底是谁 为何要对我青城派下如此毒手 于沧海不甘心地问道 明明他已经快要 替他儿子报仇 快要拿下福威镖局 得到林家的辟邪剑谱 为什么中途会杀出这么一帮人 而且一个个的实力 都不弱于他 他是谁 他可是青城派的掌门 有着宗师中期实力的高手 虽然他青城派 在江湖上 只能算一个二流门派 他的实力在江湖上 也只能算中牛 但江湖上的一流门派 有能有几个大宗师实力强者不出 他在江湖上也是少有敌手 可今天这是怎么了 怎么会一下子出现这么多 跟他同级别的强者 而且一上来 就是一副要灭了他青城派的样子 阁下还请告知 如果是我有什么得罪的地方 我可以亲自登门赔罪 还请阁下高抬贵手 放过我放过我们下的这些弟子 见吕布不理他 于沧海继续开口说道 想要谋得一线生计 郭躁 吕布不耐烦地回了一句 然后提着手中的方天画戟 一步一步靠近于沧海 青城派的弟子 已经被杀得差不多了 只要他砍下于沧海的脑袋 任务基本上就算完成了 感受着吕布身上 散发出来的大宗师威压 于沧海被吓得满头大汗 阁下有话好好说 我可从来没得罪过你 甚至连你是谁都不知道 于沧海一边说 一边往后退 放 可还不等于昌 还把接下来的话说完 吕布的方天画戟 如闪电般被他刺出 瞬间刺穿了于沧海的身体 扑 看着刺穿身体的方天画戟 于沧海一口鲜血喷出 然后直接弃绝身亡 与此同时 他带来的青城派弟子 也已经被全部斩杀 而二百种甲铁骑 除了身上染了点血 无意伤亡 全城看着这一幕的 扶威镖局等人 这时都被吓傻了 有些不敢置信 刚才还对他们展开屠杀的青城派 就这么被灭了 收回方天画戟 吕布转身向 扶威镖局剩余的人走去 看着向他们靠近的吕布 扶威镖局的所有人 都被吓得往后退 吕布并不在意 扫视了一下扶威镖局众人后 吕布开口问道 谁是林振南 我家公子有话 让我带给你 听到吕布的话 林振南犹豫了一下 然后从人群中走了出来 向过 林夫人有些担心地叫了一声 没事 放心吧 如果他们要对我们扶威镖局不理 就不会帮我们对付青城派了 说完林振南走到吕布身前 在下便是林振南 不知你家公子找我有何事 哦 你就是林振南 不错 正是在下 看了一眼林振南 吕布的脸色便得有些古怪 甚至还有一些嘲讽 随后只听他开口说道 我家公子名为林凡 公子的原话是 今夜过后 他与你林家再无关系 对了 还有朵朵小姐 说完吕布不等林振南发出疑问 便翻上赤兔马 带着二百种甲铁骑打马而去 不久后 吕布与二百种甲铁骑 消失在夜色之中 只留林振南还在风中凌乱 其余活下来的福威镖局众人 也是一副不敢相信的表情 他们是怎么也没想到 派出强者前来救他们的 竟然会是二公子 会是那个在林家不受待见的二公子 第七章 林振南后悔了 哎 是我对不起小凡 从他母亲走后 我就再也没关注过他 没想到他竟然有着这么多强者追随 林振南懊悔道 算了 算了 既然他怨恨我这个父亲 不愿意再与林家扯上关系 那就随他去吧 可是 相公 哎 夫人你不要说了 终究是我们对不起他跟朵朵 给他们的关爱太少了 他们心中有怨恨 也是正常的 林振南说道 哎 既然你已经有了决定 那我也就不多说什么了 这些年 我们对那孩子的关心 确实太少了 林夫人叹了口气 开口说道 不能啊 总标头夫人 小凡少爷 毕竟是林家的血脉 怎么能让他流落在外 而且 一家人哪有化解不开的仇怨 相信 只要总标头跟夫人 将小凡少爷接回来 然后好好对待他 小凡少爷 他是一定会原谅您跟夫人的 一名标师开口说道 住口 此事以后不要再提 他今天派出强者 帮助福威标局解除危机 明显就是来报这十几年的养育之恩的 既然养育之恩已报 林家跟他的因果也就彻底断了 他又岂会再任我这个父亲 说完林振南转身进了福威标局 其实他内心也十分后悔 只是他也知道已经晚了 在他需要自己这个父亲的时候 自己对他视而不见 现在他长大了 手下也已经有了那么多强者跟随 明显已经不需要他这个父亲了 另外这么多年以来 府中虽然没有对他们 做出什么过分的事情 但也确实没让他们享受到 少爷小姐的待遇 住的房间也是府中的角落 跟下人住的环境差不多 另外 自己林家也算是一个武学世家 可自己却连一点武功都没有教他 想到这里 林振南也释然了 很明显 自己这个父亲 做得太不称职 也难怪反而要跟自己断绝关系 唉 再次叹了口气 林振南把自己关进了书房 这时候的他 有些想念林凡跟朵朵了 林母看着自家夫君的样子 也是在内心叹了口气 作为林家的祖母 她感觉自己也是不称职的 毕竟后院的事情都是由她来打理 可她这些年眼中 却只有自己的儿子 把所有的关爱 全都给了林平芝 却忽略了林凡跟朵朵 那两个可怜孩子 她也感到很是自责 如果自己能稍微分一点 关爱给那两个孩子 事情应该就不会闹到这个地步了 她决定不管怎么样 都要挽回那两个孩子的心 不能让那两个孩子 无依无靠在外面流浪 可是她不知道一句话 迟来的爱比狗贱 先不说 林凡是一个穿越者 就算是原主 也不会接受她的施舍 另外 朵朵是原主林凡代大的 也只在林凡身上感受到过亲情 所以 小丫头也同样不会接受 林母这次来的施舍的亲情 毕竟在小丫头的心中 她有她的林凡哥哥就够了 分割线 就在福威镖局剩下的人 在打扫外面的尸体的时候 不远处房顶上 有一人悄悄地离开了这里 此人不是别人 正是同样觊觎林家辟邪剑谱的岳部群 不过今晚过后 她已经彻底打消了 抢夺林家辟邪剑谱的念头 毕竟刚才青城派被灭的那一幕 她可是 看得清清楚楚 她想获得辟邪剑谱是为什么 不就是为了发展华山派 但要是为了抢夺辟邪剑谱 把整个华山派搭上 那就有些本末倒置了 于是她彻底打消了 谋夺辟邪剑谱的念头 甚至她都不敢继续停留在福州城 而是选择连夜回她的华山去了 时间来到第二日清晨 一间帐篷中 林凡睡醒 睁开自己的眼睛 看着趴在自己身上睡得正香的小丫头 嘴角露出了一个宠爱的笑容 随后她轻轻把小朵朵 从自己身上扒拉下来 给小朵朵盖好被子 轻轻刮了一下小丫头的鼻子 她便起床 从空间里面取出系统奖励的麒麟袍 麒麟靴靴 麒麟关穿袋上 走出帐篷 出了帐篷后 林凡发现了等候在外的吕布 吕布也同样发现了 从帐篷里走出来的林凡 公子 您交代的任务已经完成 不过我们去得好像有点晚了 等我们到达的时候 辅威镖局只剩下了一百多人 吕布开口汇报道 听到吕布的汇报 林凡叹了口气 不过她也没办法 毕竟吕布等人刚赶到 她就把人派出去了 没能救下那些人 也只能怪他们的命不好了 如何 林震南夫妇怎么样 我让你带的话带到了吗 公子 林震南夫妇并没有什么大碍 我赶到的时候 他们只是受了一点轻伤 你让我带的话 我已经带到了 听到林凡的询问 吕布说道 林凡点了点头 表示她知道了 下一刻她一挥手 取出了两千五百份单兵口粮 交给了吕布 让她分发下去 吕布他们虽然是系统召唤人物 但也跟普通人一样 一日三餐不能少 还好系统奖励了一亿份单兵口粮 不然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 林凡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回到自己的帐篷 林凡发现 小丫头多多也睡醒了 正在揉着心松的睡眼 寻找自己 看到自己进了帐篷 小丫头光着脚丫子 从床上跳了下来 然后直接跑过来 扑进了林凡的怀里 见此情况 林凡连忙把她抱起来 然后用训斥的语气开口说道 小朵朵下次不能这样了 地上梁要是感冒了怎么办 听到林凡的训斥 小丫头别着个嘴 有些不高兴 不过小丫头还是开口说道 哦 朵朵知道错了 林凡哥哥 你别生气了好不好 不过林凡哥哥 下次不能把朵朵一个人丢下 朵朵要一直跟哥哥在一起 看着小丫头这黏人的样子 林凡也是有些头疼 这现在还小 可要是以后长大了该怎么办 林凡越想越头疼 哎 算了 十岁之前问题都不大 以后让她慢慢改吧 给小朵朵换上之前的干净衣服 帮小丫头洗漱一番 两人吃了点东西 在询问过吕布的意见后 一行人便启程往大清赶去 此番钱去大清林凡的目的 不是别的 正是大清的龙脉宝藏 要知道 那里面可是有着大把大把的小钱钱 林凡现在别的不缺缺的就是钱 准确的说是黄金 第八章 清兵烧杀抢掠 林凡心中种下反清的种子 经过一个多月的跋山涉水 林凡一行人终于抵达了长白山 鹿顶纪原著中大清藏宝的地方 公子 这长白山如此之大 我们要如何才能找到 大清藏匿宝藏的准确地点 吕布骑在赤兔马上说道 听到吕布的询问 林凡也傻眼了 是啊 原著中是说 大清宝藏就藏在长白山 可长白山这么大 自己该怎么找 要是一点一点找 估计花个两三年 都不一定能找到 丁 宿主无需担心 只要宿主十公里范围内 出现大量黄金 本系统就能感应到 系统跳出来开口说道 听到系统化的林凡松了口气 走吧 我已经有办法了 赶了这么长时间路 先找个地方休整一下 明天再进山寻找宝藏 是 吕布应了一声 至于林凡口中说的 已经有了办法 到底是食妖办法 林凡不说 他也不会去询问 作为林凡的手下 林凡让他干什么 他就干什么 他只要做好自己的本分就行了 不久后 其在火气铃上 抱着躲躲的林凡 发现前面出现了一个村庄 走我们过去看看 今天就在村里面休整一晚 下一刻 林凡拍了拍火气铃的背 火气铃明白了林凡的意思 然后他加快了速度 往村庄赶去 这一个多月时间下来 林凡跟火气铃 已经有了很好的默契 见火气铃加速 吕布也一家赤兔马的马腹 一挥手 带着八百重甲铁骑 跟了上去 可离村庄越来越近 林凡就越发感觉不对 因为他没有看到一个人 要知道 古代可不比现代 古代山贼马匪横行 所以 村里面就算农忙的时候 也会有一些老人守在村口 田里面没活的时候 更是会安排村里面的青壮守在村口 以免有马匪来了都不知道 可这个村庄 不但没青壮年把守村子 村口甚至连一个老人都没有看见 这就是林凡感觉到奇怪的地方 终于在又靠近了村子一些后 林凡听到了厮杀声 跟百姓的哀嚎声 不好 这个村庄出事了 我们过去看看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下一刻 火气铃的奔跑速度再次加快 吕布等人也紧跟其后 这时的村中 正有一对清朝官兵 在村里烧杀抢掠 大人啊 这些粮食你不能拿走啊 这个已经是我最后的粮食了 你要是把它们都拿走了 我们一家就得饿死了 求你了大人 一名老人趴在地上 抱着一名清朝官兵的脚 拼命哀求 可那名清朝官兵 非但不曾对老人起任何恻隐之心 反而是眼中闪过杀意 准备拔刀了结了老人的性命 该死的老东西 不就是要你一点粮食吗 跟要了你的命似的 既然你为了这些粮食 可以不要命 那我就成全你 说完那名清朝士兵 拔出了腰间的清兵制式长刀 就准备砍向老人 就在刀块落在老人身上的时候 一个长相精致的十多岁小女孩 拿着一根木棍 从礼物冲了出来 不要杀我爷爷 不然我跟你拼了 小女孩手拿木棍 颤抖着语气说道 哎哟 这里竟然还藏了一个小美人 看来君业今天桃花运不错嘛 小梅快走 别管爷爷 老汉知道不好 立马让小孙女逃走 想走 门都没有 好不容易碰上一个小美人 君业怎么可能 让你从手心里逃走 说完他毫不犹豫的一刀 结果了脚下老人的性命 爷爷 我跟你拼了 见爷爷被杀 小梅举着木棍 就冲向了那名清朝官兵 呵呵 还挺泼辣 不过君业喜欢 一把夺走小梅砸过来的木棍 扔到地上 清兵嘴角露出一个淫荡的笑容 嘿嘿 小美人我来了 说完 他就开始脱衣服 你要干什么 你别过来 小梅吓得转身就跑 原本的那一点勇气 也因棍子被夺走 彻底消失 别跑小美人 好好伺候君业 君业是不会亏待你的 见小梅跑了 那名清朝官兵 提着裤子 一边追一边喊 小丫头小梅 很快就跑到了村口 同时 这时林凡也带人 赶到了村庄的村口位置 距离越来越近 就在林凡准备 接住小姑娘 问一下小姑娘 村里面发生了什么事的时候 他就看到有一名清朝官兵 正在追眼前这个小姑娘 看到那名清朝官兵 提着裤子 追着小姑娘的样子 林凡哪还猜不到 村庄里面发生了什么事 下一刻 他的心中燃起了熊熊木火 凤仙 你快出手 救下那个小姑娘 猜到了村庄里面 发生了什么事的林凡 急忙开口命令到 是 公子 小美人你别跑了 你是逃不出我的手掌心的 那名清朝官兵 由于一直将注意力 放在小姑娘身上 又被小姑娘挡住了视线 所以他到现在 还没有发现林凡他们的存在 还一直追着小姑娘小梅 哼 不知死活 下一刻 吕布拿出他的专属弓箭 搭弓就是一箭射出 射出的箭矢 以一个抛物线越过小姑娘的头顶 直接命中了 那名清朝士兵的眉心 随着箭矢命中 那名清兵倒了下去 死的时候 脸上还带着淫荡的笑容 不过这一箭 也把小姑娘吓了一跳 只是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那名清朝士兵 就追在小姑娘后面两三步的距离 小姑娘又挡住了视线 所以 吕布只能用抛射的方式 解决掉那名清朝士兵 不过 小姑娘很快回过神来 箭来人不像是清朝官兵 也不像是山贼马匪 于是立马跑过来 向林凡求救 这时林凡 也从火麒麟的背上跳了下来 上前扶住小姑娘 开口问道 姑娘 村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你能跟我说说吗 大哥哥 求你帮帮我们吧 小梅用袭击的眼神 看着林凡开口说道 好 你先说发生了什么事 小梅点了点头 然后就开始急促地叙述了起来 大哥哥事情是这样的 大概在半个小时前 有一百多个官兵 闯进了我们的村子 他们见到东西 就抢 不给就杀人 他们比山贼马匪还可恶 根本不把我们汉人当人看 我爷爷也被刚才那个官兵给杀了 说完小姑娘就哭了起来 可恶 这些清军简直没有人性 连老人竟然都不放过 平复下心中汹涌的杀意 林凡平静地开口命令道 吕布 你带二百人进村 剿灭里面的清军 记住一个都不要放过 是 公子 等吕布走后 林凡再次开口命令道 留下一百人 其余人给我把村子包围起来 今天我一定要杀光他们 一个都不能放走 是 公子 很快再次有五百人脱离队伍 向村子两边包抄而去 如果不是林凡到现在还没有学武功 他都想亲自提借杀进去 杀光那些打子兵 至于林凡 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学武功的原因很简单 因为根本不需要 林凡在系统那里得知 只要他帮系统升级 就可以获得相应的修为 所以他又何必去修炼了 第九章 大青龙卖宝藏到手 获得黄金近千万两 林凡决一反清 带着二百重甲铁骑 冲进村子的吕布 立马就看到了 正在烧杀抢掠的清兵 这些清兵 不光抢掠百姓的粮食 烧毁百姓的房屋 甚至有些清兵 在对村中的女人 做那种龌龊之事 曾经守卫滨州多年 抵御外族的吕布 被匈奴人称之为 非将的吕布 看到这一幕 他怎么能忍 吕布身上的杀气 在看到这一幕后 都凝成了实质 恨不得将这些清兵 碎尸万段 当然他也会这么做 另外 正在烧杀抢掠的清兵 也早就 发现了吕布等人 目前已经有数十名清兵 聚集在了一起 一个个手握长刀 摆出了一副 准备跟吕布开战的架势 你们是什么人 没看到 我们是官兵吗 实相地赶紧滚别多管闲事 不然军爷把你们抓进牢里面 让你们吃牢饭 带头的清军百夫长 瑟丽内忍地说道 没办法 吕布一看就不是好惹的样子 再加上他们的人数 也没有吕布一方多 所以 吕布的身份 吓退吕布等人 哼 找死 吕布没有跟他们废话 直接杀了上去 手中的方天化戟每次挥出 就会带走一条 甚至多条清兵的性命 身后的二百中甲铁集 也不遑多让 长刀刺出 就会有一名清军 倒在他们的刀下 这些清军只是一些普通士兵 面对吕布跟身后的二百中甲铁集 根本没有还手之力 数十名清兵 很快就被全部斩杀 远处的清兵看到这一幕 立马丢掉手中抢夺来的东西 只是吕布怎么可能让他们如愿 骑着赤兔马就追了上去 二百名中甲铁集也分散开来 开始在村庄里面 搜寻剩余的清军 时间一点点过去 村里面时不时 就会发出一声惨叫 这些惨叫声不是别人发出的 正是那些被中甲铁集 找出来的清军发出来的 至于那些从村庄里面 跑出来的清军 下场也没好到哪去 全部被包围村庄的 中甲铁集拦截了下来 然后被按在地上砍掉脑袋 半个小时后 村庄彻底恢复了平静 一百多名清兵 全部被斩杀在了村庄里面 小姑娘小梅 也在夜北的陪同下 回到了自己的家中 在看到他爷爷的尸体后 小丫头的眼泪又流了下来 林凡先安抚了一下 刚刚失去了他 唯一亲人的小梅 然后去见了这个村子的村长一面 在交流过后 村长同意林凡他们住了下来 见无依无靠的小梅可怜 林凡将他留在了自己的身边 负责照顾朵的生活起居 在村子里休息了一天后 林凡留下六百种甲铁骑 负责保护朵朵跟村庄 便带着吕布 跟另外二百种甲铁骑 进了长白山 有系统的辅助 林凡相信 要不了多久 他就能找到大清的龙脉宝藏 第一天 林凡一行人一无所获 不过他并不担心 毕竟 这才只是第一天 很快一个星期的时间过去了 林凡等人 也已经搜寻了方圆数百公里的范围 只是他们 还是没有找到大清的龙脉宝藏 第二个星期 第三个星期 终于在第四个星期的第二天 系统的声音 在林凡的脑海中响了起来 丁 系统检测到宿主左前方十公里 有着大量黄金存在 有可能是宿主寻找的龙脉宝藏 也有可能是一座金矿 走 这边 林凡兴奋地一挥手说道 他骑着火气铃一马当先 带着吕布等人 就往系统标注的地点赶去 能不兴奋吗 不管找到的是大清的龙脉宝藏 还是一座金矿 他都无所谓 只要是黄金就行 其实这段时间 他们也找到了一些小型金矿 只是储量都不是太高 七八个小型金矿加起来 通过系统 总共也才提炼出了 二十多万两黄金 不久后 林凡他们就来到了 系统标注的地点 很快 他们找到了一个山洞 看着这个山洞 林凡兴奋了 哈哈 终于找到了 没错了 错不了 这就是原著中 藏着大清龙卖宝藏的 那个山洞 走进山洞 林凡看到了一块大石头 下一刻 他给吕布使了个眼色 吕布心领神会 运起他大宗师后期的修为 直接一掌 拍在了挡在他们面前的巨石上 下一刻 一阵咔嚓声传来 伴随着咔嚓声 那块巨石 在吕布这一掌之下 被拍得四分五裂 露出了巨石后面的山洞 紧接着 一道金色的光芒 从山洞里面射了出来 发出这道光芒的 不是别的东西 正是堆积如山的黄金 还有大量的白银金银珠宝 哈哈 发财了 这里面的东西总价值加起来 绝对不会低于八百万两黄金 要是以白银计算 那就是八一两 站在林凡身后的吕布等人 也是同样的一脸兴奋的神色 他们什么时候见过这么多钱 前世的吕布 虽然也是一方诸侯 但他也没有见过这么多钱啊 就连董卓抢劫了整个洛阳城 煤物里面东西的价值 最多也就等于这里面的三分之一 兴奋半赏后 林凡在内心对系统说道 系统 出来干活了 好的宿主请问有什么吩咐 想了想林凡开口说道 帮我把所有东西留下一件样品 其余的全部给我回收 兑换成黄金 好的 没问题交给本系统 下一刻 一连串的声音在林凡的脑海中响起 钉 检测到黄金二百八十万两 已收入系统空间 检测到白银三亿二千万两 已兑换成三百二十万两黄金 存入系统空间 钉 检测到 古玩玉器自画三十四箱 系统兑换中钉 兑换成功 恭喜宿主获得黄金三百一十万两 当前宿主 共有黄金九百四十八万两 发了 哈哈发了 九百四十八万两黄金什么概念 兑换成白银 那就是九亿四千八百万两 要知道 林凡所在的大明全年的税收 也才一亿两三千万两 这个山洞里等于有着大明几年的税收 宗武世界跟历史世界有些差距 读者大大们理解一下 小携手非常感谢 林凡兴奋过后 接下来 林凡把所有样品收进了自己的储物戒指 他可没忘了 自己的系统可还有着复制功能 所以他将每个东西留了一件样品 以后需要的时候可以直接复制 最关键的是 复制出来的东西虽然不可以再次回收 但复制一件东西 只需要付出原本价值十分之一的黄金 林凡完全可以把它们拿出去卖啊 那可是百分之九百的利润 另外 林凡做出了一个决定 他要推翻大清的统治 将汉人从达子的统治下解救出来 前世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穿清不造反菊花套电钻 虽然他穿的是一个宗武世界 不是前世的历史世界 但这个世界的清朝也同样恶心 林凡表示自己既然穿越过来了 哪有不将其推翻的道理 下定决心的同时 林凡也没忘了正式 下一刻 只听他开口对系统说道 系统消耗十万两黄金升级 钉扣除黄金十万两 系统升级中 钉系统升级成功 当前系统等级从零级升级到一级 系统先发放一级升级礼包一个 宿主当前余额九百三十八万两 系统继续消耗一百万两黄金升级 林凡再次开口说道 钉扣除黄金一百万两 系统升级中钉 系统升级成功 当前系统等级二级 系统先发放二级升级礼包一个 宿主当前余额八百三十八万两 第十章 物超所值的系统升级礼包 系统 包把两个升级礼包全部打开 林凡迫不及待地开口说道 他倒要看看 消耗了自己一百一十万两黄金 才获得的系统升级礼包 能给他开出什么好东西 钉 收到宿主命令 一级系统升级礼包开启中 钉礼包开启成功 钉 恭喜宿主获得先天巅峰修为 钉 恭喜宿主获得地级秘级九阳神功 九阳神功 少林三大神功之一 修炼大成 内力自身速度奇快 无穷无尽 普通拳脚也能使出绝大攻击力 防御力无可匹敌 内力自动护体 可反弹外力攻击 成金刚不坏之躯 习者轻弓身法 胜过世上所有轻弓精妙高手 更是疗伤盛典 百毒不清 专门克制所有含性和阴性内力 系统奖励直接大成 钉 恭喜宿主获得地级轻弓凌空虚度 凌空虚度 引用势力凌空虚度是一种上乘的轻弓 蓄满内力 凌空一跃 可在空中停留奔走 最高境界为瞬间移动 系统奖励直接大成 钉 恭喜宿主获得 普通刀盾兵十万 十万普通刀盾兵 全部由二十至二十五岁之间 壮年男性组成 每人配长刀一把 盾牌一面 二十斤重盔甲一套 除非遇上武者军队 不然他们就是世界上最强的步兵 钉 恭喜宿主获得 普通青旗兵十万 十万普通青旗兵 同样由二十至二十五岁壮年男性组成 每人配备长刀一把 弓箭一把 箭矢三十只 皮甲一套 上等战马一匹 除非碰上武者军队 不然 他们就是这个世上最强的青旗兵 钉 恭喜宿主获得 粮草十万吨 一级升级礼包播报完毕 停顿了一下 系统的声音再次响起 钉 二级系统升级礼包开启中钉 礼包开启成功 钉 恭喜宿主获得 总是巅峰修为 钉 恭喜宿主获得 地级密集龙神功 龙神功 可飞行于空中 变化龙形攻击敌人 以此功可以驱毒 疗伤 夺物 护体 变化多端 威力无穷 系统奖励可直接大成 钉 恭喜宿主获得 地级剑法独骨九剑 独骨九剑 包含总绝式 破剑式 破刀式 破枪式 破边式 破锁式 破掌式 破剑式 破气式 独孤九剑休息者 可以将以下八式剑法的建议 融入其中 达到九剑归一的程度 系统奖励直接大成 钉 恭喜宿主获得 巨型城池一座 巨型城池 一座由钢筋混凝土打造的城池 城墙高39米 宽30公里 长30公里 可轻松容纳上百万人居住 内部一切设施齐全 有四座可容纳10万人的军营 内城面积3公里 城墙高19米 那里有着宿主的城主府 钉 恭喜宿主获得 德谢步兵师 编制 师 下辖两个步兵旅 每个步兵旅下辖两个步兵团 每个步兵团下辖三个步兵营 每个营下辖三个连 每个连辖三个牌 每个牌三个班 师同时辖两个补充团 全师总兵力为1.4万人 师直属部队包括 一个炮兵营 一个工兵营 一个通信营 一个资重营 一个特务营 一个卫生队 炮兵营下辖 三个榴弹炮连 12门75mm山炮 一个战防炮连 四门37战防炮 一个高射炮连 四门20mm高射炮 团直属部队 一个迫击炮连 六门82mm迫击炮 一个小炮连 六门20mm迫击炮 一个通信连 一个特务连 营直属部队 一个机炮连 六挺重机枪 二门82mm迫击炮 叮 恭喜宿主获得 师级部队物资装备 补给卡X-15 看着两个升级礼包奖励的东西 林凡的眼睛都直了 他表示这110万两黄金花的值 系统就像是知道他要反清一样 竟然直接给他奖励了 十万刀盾兵 十万清起兵 五个德谢部兵师 甚至连后续的补给物资 跟粮草也给他准备好了 不得不说 自家这系统是真给力 在夸赞过系统一番后 林凡开始融合修为 他先是融合了一级升级礼包里面 开出来的先天巅峰的修为 然后又融合了二级升级礼包里面 开出来的宗师巅峰修为 两相相加下 直接助林凡突破到了大宗师初期修为 至此 林凡成为了一名大宗师初期的强者 修为融合完后 系统又以灌顶的方式 帮林凡融合了奖励出来的 九阳神功 龙神功 凌空虚度 独孤九剑几门绝学 至此 林凡在江湖上 也算是少有的强者了 恭喜公子神功大成 一眼就看出林凡修为的吕布 开口恭贺道 哼哼 跟凤仙比 还是有一些差距的 低调 低调 林凡笑呵呵的说道 公子谦虚了 您现在的修为 虽然比我还差两个小境界 但步的感觉不会错 能在公子身上 感觉到危险 由此不可以确认 公子的真实战力 绝对超过了境界 甚至我怀疑 以公子现在的实力 已经可以越击 将不击杀了 哪有那么夸张 虽然我刚融合修为 没跟人交手过 不知道具体实力在什么层次 但你吕布是谁 哪里是这么容易能击败的 你现在虽然只有大宗师后期的修为 但据我估计 大宗师巅峰的强者 也不会落入下风 甚至花一点时间 你都能将其反杀 公子谬赞了 不要说碰上大宗师巅峰 就算是遇到陆地神仙初期的响者 不也有信心与其一战 吕布一点都不谦虚地说道 草夸你胖你还喘上了 你就一点不知道谦虚 哼 不识粗人 不懂得那些文人的把戏 吕布一甩头开口说道 好吧 张飞三国第一满汉的头衔 可以让给你了 林凡打趣地说道 哼 公子不要说笑 张飞难思怎能与我相提并论 要不是有关羽相助 当年虎劳关一战 他早就死在我的方天化戟之下了 吕布不屑地说道 那刘备呢 十八路诸侯虎劳关一战 刘备不也参与了吗 哈哈 公子你又说笑了 就刘备那私不一己就可以解决 当年要不是他出来插一脚 我还真有可能败在 关羽跟张飞的联手之下 说实话 关羽跟张飞任何一人单打独斗 都不是我的对手 可他二人联手胜负 还真未可知 吕布洒脱地说道 第十一章 林凡决定参与陆顶纪剧情 离开山洞后 林凡花了五六天时间 重新回到了小村庄 哥哥你总算回来了 多多好想你 小丫头见林凡回来了 倒腾着小短腿跑过来 然后一把就扑进了林凡的怀里 同时带着哭腔说道 林凡这么长时间没回来 他以为林凡不要他了 这小丫头从小就没了母亲 林振南那个父亲又不称职 导致小丫头的内心很脆弱 缺乏安全感 好了朵朵不哭 哥哥怎么可能舍得不要你呢 哥哥最喜欢朵朵了 林凡把小丫头抱起来 在他脸上亲了一口开口说道 可小丫头不知道怎么回事 不管林凡怎么哄 就是哄不好 看着他大颗大颗往下掉的眼泪 林凡都有些害怕 终于又过了一段时间 小丫头的哭声才停了下来 不过小丫头提了一个要求 那就是 让林凡以后不管去哪 都带着他 最终林凡无奈只能答应 见林凡答应了 小丫头立马就笑了起来 还主动在林凡脸上亲了一口 你呀 怎么这么黏人 以后长大了 该怎么办 林凡无奈地揉了揉小丫头的脑袋 开口说道 可小丫头不管 只知道林凡答应了他的要求 以后不管去哪 都带着他 林凡揉他的脑袋 他就笑眯眯地看着林凡 一副阴谋得逞了的表情 搞得林凡哭笑不得 有一种上了小丫头的当的感觉 不过一个小丫头 又能有什么坏心思呢 说来说去 也只不过是想让林凡多陪陪他而已 捏了一下小丫头的小脸 心情不错的林凡 从空间里面取出一些系统奖励的食材 决定今天亲自下厨 给小丫头做一顿大餐 不久后 先是一盘酱牛肉 被林凡端上了桌 然后是一份香菇炖鸡 一份大骨汤 一份红烧大鹅 一份鱼香肉丝 一份青椒炒肉 一条糖醋鲤鱼 最后是一道青菜 总共八个菜 陆续被林凡端上了桌 都是一些家常菜 林凡前世也不是什么大厨 说老实话 能弄成这样 也已经不错了 来来来 都过来尝尝我的手艺 林凡开口喊道 听到林凡的喊声 小朵朵第一个跑了过来 占据了一个位置 早就闻到香味 等在旁边的吕布 也没有客气 直接找了个位置坐了下去 只有小梅站在原地没动 脸上露着欲言又止的神色 按照道理来说 她只是林凡家的丫鬟 主家吃饭 她是没资格上桌的 小梅还站在那干嘛 快过来啊 林凡见小梅没动 再次开口喊道 公子这是不是不太好 我只是一个负责 照顾小小姐的丫鬟 怎么能跟公子小姐 在一桌吃饭呢 小梅说道 什么公子小姐的 我们家没那么多规矩 快过来吃饭 林凡开口说道 快点吧 再等一会 饭菜该凉了 林凡催错了一句 哦 小梅回答了一声 这次没有拒绝 同时她心里暖暖的 她本来以为爷爷走了后 就没人会关心她了 可今天林凡的举动 让她十分感动 甚至眼中吟吟起了一丝雾气 最后流下了感动的泪水 同时她十分开心 因为她知道了 这个世上还有人会关心她 在小梅坐下后 早就等了有些着急的吕布 立马拿起筷子就吃了起来 当一块香菇炖鸡 被她吃进嘴里以后 她有些不敢置信地 转头看了一眼林凡 公子 我是真没想到 你的厨艺竟然这么好 这鸡也太好吃了吧 不以前也不是没吃过鸡 为什么味道 会相差如此之多 哪来那么多废话 好吃你就多吃点 这么多菜呢 我们就四个人够你吃的 好嘞 吕布回了一句 然后就直接开启了 风卷残余模式 加菜的频率 明显加快了不少 小丫头朵朵也是不慌多让 别看她小 那进食的速度 也不比吕布慢多少 另外 本来还害羞的小梅 也在吃了一口桌上的菜后 直接加入了吕布 跟朵朵的抢食大军 看到这一幕的林凡 都怀疑自己做的不是普通的家常菜 而是什么山珍海味 其实她不知道的是 古代做菜 由于缺少调味品 基本上就是水煮煮就可以吃了 哪有用现代的调味料 做出来的菜好吃 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是黄蓉 能耍出那么多花样 没看电视剧里面演的 那些古代人 抓到一只兔子 烤熟了就吃 什么调味料都不放 而且还一副吃得特别香的表情 另外 吕布是从汉朝召唤过来的 汉朝基本上没什么调味品 小梅从小跟着爷爷在村子里面长大 就更没见过什么好吃的东西了 而林凡原生跟小朵躲在福威标局 地位也就那样 好东西都进了林凡之的肚子 哪轮得到他们两个 所以 三人才会表现得如此夸张 像八百年没吃过好东西一样 不久后回过神的林凡 发现盘子里的菜 已经去了三分之一了 卧槽 你们搞慢点 我还没吃呢 喊了一声林凡立马也抄起筷子 加入了进去 要是下手再慢一点 他知道自己做的这桌菜 就跟他没什么关系了 十几分钟后 吕布拿着一根鱼刺在剃牙 而林凡三人 都用充满怨念的目光看着他 原因很简单 桌上的八道菜 吕布一个人就干掉了一大半 导致林凡三人根本就没吃饱 吕布哥哥坏 竟然跟朵朵抢饭吃 小朵朵嘟着嘴说道 小小一直插着腰满脸 写着不开心 见小朵朵插着腰生气的样子 吕布只是甘大的笑了笑没有说话 心想 谁让公子把饭做得那么好吃 让他根本控制不住 所以要怪只能怪公子 把饭做得太好吃了 这时 小梅的声音也响了起来 是啊 吕布大哥 你也太能吃了吧 那么多菜 一大半都进了你一个人的肚子 见小梅也指责自己 吕布再次尴尬地笑了笑 好了 好了 都少说两句吧 没吃饱的 我这里还要好吃的 林凡出来打圆场地说道 随后他从空间里面 取出了一只北京烤鸭 一只烧鹅 一只卤猪头 还有一些其他的卤菜 然后拿出一些果汁 就拉着小朵朵 跟小梅再次赶起饭来 至于吕布 林凡另外拿了一大堆东西 跟一壶酒给他 让他到一边慢慢吃去了 没办法 这家伙脸皮太厚 竟然跟小孩子抢饭吃 要是再让他上桌 估计小朵朵还是抢不过他 等一顿饭吃完 天也已经黑了 回到自己的房间后 林凡抱着已经洗漱完 躺在自己怀里 已经睡着了的小朵朵 开始考虑接下来的动作 首先 在这个宗武世界 大清在几大强国中 虽然是垫底的存在 但整个大清 也有着一百多万大军 再三考虑过后 林凡决定先等一等 等待一个机会 就比如 康熙薛帆与三番开战的时候 就是一个不错的机会 等到康熙跟吴三桂 打得两败俱伤 自己再出手 以最小的代价 将两方拿下 至于中间这段时间 林凡可以用来稳固 发展一下自己的势力 还可以顺便 去抢了韦小宝的七个老婆 虽然扮演韦小宝的 都是自己喜欢的几个明星 但阿柯跟邱小姐扮演的剑宁公主 谁又会不缠呢 另外 抛开韦小宝 是自己喜欢的明星扮演的不谈 韦小宝这个人 还有什么可取之处吗 别的不说 原著中要不是他 韦小宝多次救下康熙 康熙早就被人干掉了 看电视剧不谈 放在现实中 说他一句汉奸不过分吧 当然 林凡也不得不承认 前世的他 在看陆顶记这部电视剧的时候 他也很喜欢韦小宝这个角色 特别是新爷张卫健春歌扮演的韦小宝 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 自己穿越过来了 看事情的角度也就变了 不过林凡也不会把事情做绝 最后 他会留为小宝一命 第十二章 召唤 巨型城池 第二日清晨 林凡在告别过老村长后 便带着朵朵小梅 吕布与八百种甲铁骑 离开了这座村庄 此次他的目的是 再进一次长白山 具体目的是召唤系统奖励的巨型城池 跟奖励的十万刀盾兵 十万青旗兵 四个德谢步兵师 至于还有一个德谢步兵师 为什么不一起召唤出来 林凡表示 那当然是留在身边作为底盘了 毕竟他这次要去的 可是大清的底盘 万一出现什么意外 有这一个德谢步兵师在 林凡总归会安心一点 另外 上次出发寻找大清龙脉宝藏的时候 林凡在长白山入口 距离村子一百多公里的位置 曾经发现过一个山谷 那个山谷的面积 大概有五六十公里大小 正是和林凡召唤系统奖励的巨型城池 最关键的是 将巨型城池召唤在那个山谷里面 隐蔽性特别好 基本上不用担心会被人发现 火七灵驮着林凡朵朵朵小梅三人走在前面 吕布与八百种甲铁骑紧跟其后 终于在快要天黑的时候 一行人赶到了那个山谷 看着面积如此庞大的山谷 林凡没有犹豫 直接开启了召唤 下一刻 山谷中突兀地生起了一阵迷雾 很快迷雾覆盖了整个山谷 十几分钟时间过去 迷雾开始消散 当迷雾彻底消散后 有一座巨大的城池出现在了林凡一行人面前 看着这座巨大的城池 就算是曾经见过洛阳城繁华的吕布 也是扎舌不已 因为洛阳城跟这座巨城相比起来 简直没有任何可比性 无论是城墙的高度 还是面积 还有那用钢筋水泥打造的各种建筑 都不是洛阳城可比的 公子 这座城池也太大了吧 吕布感慨道 还行吧 以后这就是我们的家了 林凡平静地说道 毕竟他可是从2023年穿越过来的 什么样的繁华城市 他没见过 走吧 我们进去 林凡一拍火麒麟 便带头往巨型城池而去 同时他开始召唤 系统奖励的大军 城池中每个城门不远处 都有一座军营 四个城门也就是有四座军营 林凡先是在每个军营里面 召唤了一个德谢步兵师 然后他又将十万刀盾兵 跟十万青旗兵拆分了开来 按照每个军营 两万五千刀盾兵 两万五千青旗兵 进行了召唤 这样召唤 每座军营里面就有了 一个德谢步兵师 两万五千刀盾兵 两万五千青旗兵 总共六万四千多人 另外 系统奖励的粮草 也被林凡均匀分配 召唤到了四座军营的仓库 毕竟大军一旦召唤出来 也是要吃饭的 想了想林凡通过系统 给四个德谢师的师长 下达了两刀命令 林凡的第一个命令是 任命四个德谢师的师长为 四座军营的最高统帅 负责统帅各自军营的 六万四千多大军 林凡的第二个命令 是让他们四个军营 各自接管一面城墙的城防 每座军营负责一个城门 搞定一切后 林凡一行人 也已经来到了 巨型城池东城门的护城河前 下一刻 咔咔咔的声音响起 一座由钢铁打造的巨大吊桥 被放了下来 同时 由纯钢铁打造的城门 也在缓缓开启 负责这面城墙的是德谢第二师 师长名字叫做张飞 没错 此张飞 正是三国演义里面的张飞 张义德 至于他的能力够不够 是怎么会成为德谢第二师的师长的 到底有没有指挥德谢师的能力 那就得问系统了 林凡表示 他也不太清楚 另外 德谢第一师师长是关羽 德谢第三师师长是赵云 德谢第四师师长是马超 德谢第五师师师长是黄忠 系统这家伙也够狠的 直接把人家刘备手下的五虎上 降给一锅端了 演义三国里面的刘备 直接哭晕在了厕所 很快 吊桥被放下 城门也被彻底打开 随后张飞带着十几人 从里面走了出来 带来到林凡面前后 只见张飞跟他身后的十几人 单膝跪地行李道 德谢步兵师第二师师长 张飞张义德 见过主公 我等见过主公 嗯 都起来吧 对了以后 无需叫我主公 叫我公子即可 是 公子 张飞跟他身后的十几人 同时回到 然后站了起来 看着自己面前的张飞 林凡在心里开口 对系统说道 系统 打开张飞的个人面板 好的宿着 系统答应了一声 下一刻 一到只有林凡才能看到的光幕 出现在了林凡眼前 系统召唤人物 张飞张义德 性别 男 当前年龄 29 本命武器 杖八蛇毛 当前修为 大宗师中期 当前身份 宿主手下一军统帅 虽然系统给的资料少得可怜 但从中林凡也可以得知 几个师师长的武力值 大概都在大宗师中期 毕竟吕布也才大宗师后期 告别张飞后 林凡一行人 直接前往了城中间的城主府 一路上林凡发现 这座巨城的配置十分齐全 先不说道路两边的绿化做得很好 甚至连店都有 至于林凡怎么知道的 没看到路两边的路灯都亮着吗 等进城主府后 林凡发现 城主府中间竟然有着一块空地 显得特别奇怪 于是他开口对系统问道 系统这是怎么回事 你是偷工减料了吗 怎么这边还有一块空地 宿主 你是不是忘了 新手礼包里面开出来的豪华别墅了 这块空地 就是本系统特意给豪华别墅留的位置 系统说道 原来是这样 系统还是你想的周到 夸了系统一句 林凡便将新手礼包里面 开出来的豪华别墅 召唤到了城主府中间的空地上 抱着小朵朵进入别墅前 林凡转头对吕布说道 奉先 你把八百重甲铁骑分成四队 其中三队每队二百人 八小时轮班 负责守护内城跟城主府 最后一队由你亲自带领 随时待命 过两天跟我前往大清的京城 是 公子 我这就去安排 吕布走了 去安排林凡吩咐的事情去了 对了 你搞快点 等一下过来吃饭 今天晚上 我们吃火锅 林凡对着吕布离开的背影喊道 知道了 吕布回了一句 然后他加快了脚步 虽然吕布不知道 火锅是什么东西 但吕布知道 自家制主公搞出来的东西 绝对错不了 第十三章 在宗武世界连网打游戏 等吕布安排完一切回来后 林凡的火锅也准备好了 而且 林凡这次准备的食材特别多 什么牛肉卷羊肉卷 各种各样的鱼片 各种各样的蔬菜 各种奥龙海鲜 那是应有尽有 基本上是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 全都被林凡端上了餐桌 没办法有吕布这个不要脸的家伙在 林凡要是不多 准备一点 以吕布那战斗力 小朵朵根本抢不过他 一顿饭吃下来 吕布 小梅 小丫头朵朵 都是对火锅赞不绝口 好了 奉献时间不早了 你自己 在城主府里面 挑一间房间休息吧 好的公子 吕布告退 等吕布走后 林凡带小丫头去浴室 好好给他洗了个澡 让小梅带他去睡觉后 林凡就迫不及待地 冲进了别墅自带的电竞室 他可还记得系统说过 这栋别墅 可是连了网的 走进电竞室 看着十几台整齐摆放在里面的电脑 林凡搓了搓手 然后迫不及待地选择了一台坐了过去 电脑开机速度极快 从林凡按下开机按钮 到电脑彻底开启 总共只花了四五秒时间 前世的林凡 是一名CEF的骨灰玩家 从CEF这款游戏上线 他就开始玩 一直玩了十几年 只不过 他的技术不怎么样 属于那种又猜又爱玩的类型 可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的他 已经是一名大宗师初期的强者了 可以说 不管是反应能力 还是其他各方面 都有了巨大的提升 登陆YY 找到自己站队的野战房间 林凡发现 平时只有十几个人 在线的野战房间 今天竟然有三四十个人 扫了一眼YY的页面 林凡很快就找到了 前世经常一起玩的人 而且 他们站队唯一的女队员 站队队长柚子也在线 下一刻 只听他开口喊道 柚子 在干什么呢 有没有在游戏 在游戏呢 小林子你最近跑哪去了 都一个多月没看到你上线了 柚子回了一句 然后反问道 嗯 最近家里有点忙 没什么时间上线 今天抽出空 这不就来了吗 林凡小小撒了个谎 总不能告诉他自己穿越了吧 而且 就算自己告诉人家 人家也得信啊 好吧 快上线 房间刚好有空位置 好嘞 马上来 对了 房间号多少 283 报二平83号房 好的 马上来 林凡回了一句 便开始登陆游戏 不久后 游戏成功登陆 林凡先是进入了战队房间 然后便打开了个人页面 查看起了装备 只是刚看了一眼 林凡就有些皱眉 一两个月没完 很多东西都过期了 叮 惊喜 CF点小礼包 一道账 内涵 CF点 一千万 宿主 惊不惊喜 就在林凡皱着眉 看着空空如也的背包的时候 系统的声音 突然在他的脑海中响了起来 卧槽 系统你也太小气了吧 一千万CF点看起来多 充值也就才十万块 你堂堂系统 怎么能这么小气呢 要不再来点 林凡得寸近尺道 本系统从未见过 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白送的你 竟然还嫌少 要不本系统给你 开通充值通道 你自己充一点 系统翻了个白眼说道 那还是算了 一千万CF点 也够我用了 充值还是算了吧 同时林凡心想 有白送的 何必要自己充 自己充难道不要钱吗 林凡不再理会系统 下一刻 他打开CF商城 直接在里面挑选起了 自己想要的装备 什么防弹衣 防弹头 什么钳子 什么烟雾头 统统安排上 主武器林凡 选择了一把火麒麟 一把黑骑士 一把白虎 一把巴雷特毁灭 副武器林凡选择的是 沙漠修罗 刀林凡选择的是战龙 一共五个背包全部配上 另外 高爆手雷闪光弹烟雾弹 彩色名片战队徽章 CF会员 游戏角色 林凡也陆续 全部给自己的账号安排上了 读者大大们不好意思 自从穿越火线出神器后 小携手就没怎么玩CF 这个游戏了 对装备着实有些不了解 读者大大们将就看一下 哈哈 尴尬大笑 其实主要是太穷 舍不得的买神器 还记得当时一把火七灵 就要888 着实有些吃不消 消费不起 喂 小林子你好了没有 怎么还没上游戏 柚子等了半天 不见林凡进游戏 于是开口问道 女汉子气势表露无疑 想想也是 你还能指望一个 玩枪战游戏的女人 是什么淑女不成 好了 我买点装备这就进来 一个多月没玩好多东西 都没有了 那你快点 先进来热热身 今晚八点半准时队内赛 打赢了本队长有奖励哦 切 你就别打拒我了 我是个什么技术 你又不是不知道 那次队内赛我 拿到过名次 还奖励 我早就不指望了 林凡不屑地说道 哎呀 梦想还是要有的嘛 万一这次你超常发挥 拿到名次了呢 第一名的奖励 可是一把神器 难道你不想要吗 美女队长诱惑道 切 刚才我一口气 冲了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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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F点 我想要神器 我不会自己买 我要你拿奖励 林凡把系统 送的CF点小礼包 直接说成自己充值的 在歪歪里炫耀地说道 卧槽 小林子你发财了 一下子充这么多 那可是10万块钱 你就这么充游戏了 美女队长震惊地说道 小意思 有什么想要的道速哥 哥给你安排 林凡大气地说道 反正这么多CF点 他也花不完 而且队长人真的不错 有一次 林凡跟其他分队发生冲突 队长啥也不问 直接选择站他这边 女汉子气质拉满 直接跟对面吵了起来 那一次柚子的表现 在林凡内心留下了 很大的好感 所以 送一点装备 也就无所谓了 而且 CF点都是系统送的 又不要钱 最重要的是 那么多CF点 自己根本花不完 要知道 一把神器才八九百 一千万CF点 把商城所有神器买一遍 最多也就消耗一半 真的假的 要是真的 那我今天可就要 再一回大户了 当然是真的 想要什么 你尽管说 哥今天有钱 林凡笑着说道 看给你嘚瑟的 这样吧 姑奶奶早就想把 战队里的名字 统一一下了 我们战队经常在线的 一共有五六十个人 这样 既然你这么有钱 我也不要多 你给这五六十人 一人弄张改名卡 弄一个战队徽章 弄个统一的名片 弄个彩名 一人续一个月CF会员 怎么样 美女队长 狮子大开口地说道 行没问题 林凡也没有拒绝 直接答应了下来 一张改名卡失误 一个名片五块 一个战队徽章五块 一个彩色名片十块 一个CF会员三十 加起来一个人六七十 乘以十倍 那就是六七百 六七百再乘以七 总共加起来 还不到一万块钱 林凡表示 根本没有压力 你来真的 你不会真的 一下子充了十万块钱吧 骗你干嘛 林凡直接一个截图 甩到了歪歪频道上 图片一出现 包括美女队长在内的 所有队员 全都被那一连串的 零给吓了一跳 卧槽 你还真充了十万块钱啊 还以为你跟队长 开玩笑吗 一名经常跟林凡在一起玩的队员 震惊地开口说道 这家伙网名叫小胖 技术跟林凡差不多 平时玩游戏 就是他俩轮流垫底 也是因为他俩技术一样才 所以才会经常一起玩 还有假 林凡傲娇地回了一句 爆发户的气势 显露无遗 哈哈 那你还等什么 刚才你答应队长的东西 赶快给我发过来 刚才那个网名 叫小胖的队员开口说道 第十四章 五人精英小队 莫慌 等一下我把CF点转给队长 由他给你们统一分配 另外 今天不是队内赛吗 跟我组队的我 一人送他一个英雄角色 所以 有没有要跟我组队的 卧槽林哥 你啥意思 以前不都是 我俩在一起玩的吗 你这是要抛弃我吗 小胖跳出来喊道 语气就像一个被抛弃的小媳妇 委屈极了 卧槽 死胖子你这什么语气 你别来恶心我行不行 说白了 你小子不就是眼缠英雄角色吗 我现在就发给你好了吧 说完 林凡直接给小胖转过去十万CF点 同时 林凡也把答应战队队长柚子的五十万CF点 一起转了过去 哼哼 还是我家林哥疼我 888的英雄角色说 送我就送我了 人家爱你哦 收到CF点的小胖 用撒娇的语气说道 呕吐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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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屏幕飘的都是呕吐表情 包括林凡在内 所有人都被他这一下 给恶心到了 小胖你够了 人家林凡888的英雄角色都送你了 你竟然还来恶心人家 而且 就算你想恶心他一下 你也没必要开全土泡吧 我昨天吃的泡面 都被你恶心吐了 另外 我看你这招还挺灵 要不你再恶心恶心林凡那小子 看能不能让他给我们美人都送个英雄角色 要是他不送你就继续恶心他 另外一名队员玩笑地说道 是啊是啊 小胖上 其他队员也出来起哄 切 胖爷跟小林子是兄弟 就凭你们 也想让我出手对付自家兄弟 你们也配 胖子不屑地说道 好了好了 都别闹了 现在都8点20分了 再有10分钟队内赛就该开始了 其他几队 估计现在早就准备好了 可我们到现在连参赛队伍还没选出来 你们还有时间到呢 所以都赶快给姑奶奶我闭嘴 女汉子队长柚子 见自家这些不着调的队员 一副不把队内赛当回事的表情 有些生气地开口说道 另外 她也是故意扯开话题 毕竟林凡已经给战队贡献了50万CF点 总不能真让她再给每个人买个角色吧 虽然她也知道 队员们是开玩笑的 但林凡今天有些不正常 她真怕林凡摸不开面子 脑袋一热 真给每个人送一个英雄角色 要知道 那可不是一笔小钱 一个人888 就算只送今天在线的30多个人 那也得要好几万呢 好了 选人也来不及了 现在我来点名 点到谁谁跟我去参加队内赛 见所有人都没有提出异议 柚子开始点名了 小林子 看在你给队里贡献了50万CF点的面子上 今晚队内赛算你一个 队长柚子说道 别别别 我可没说我要参加 选拔赛打打还行 真要是去跟其他几个队打 就凭我那技术 还不够丢人的呢 再说了 我又不缺那一把英雄武器 还是把机会留给别人吧 听到队长柚子的话 林凡连忙说道 不去也得去 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 好吧去就去 大不了被虐一顿 又不是没被虐过 林凡无奈地说道 对了 除了我们两个 还有谁 认命了的林凡 开口问道 听到林凡的问题 队长柚子想了想 然后开口说道 宝哥 你的狙打得不错 狙击手的位置交给你了 好的没问题 正好收拾收拾 其他几个队的那几个小子 最近他们跳得很 好你自行发挥 别给人家打字毙了就行 毕竟是一个战队的 放心吧 我有数 宝哥开口回了一句 搞定狙击手位置 柚子考虑了一下 然后将目光锁定在了一个名字上 情商在不在 在呢队长 好 你在就好 话说你那AK练得怎么样了 今天队内赛有没有把握 放心吧队长 我的AK已经练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对付其他几个队的那几个小卡拉米 还是没问题的 情商自信地说道 听到情商的话 美女队长点了点头 好 那就还差一个了 队长你看我行不行 小胖不甘寂寞地跳出来开口问道 别闹 你那技术跟林凡有的一拼 有林凡这个拖油瓶就够了 你还是别掺和了 切 林凡就行我就不行 明明我俩技术差不多 小胖不甘心地嘟囔道 你再说一遍 美女队长嗓门大了一个度开口道 没有没有 我什么都没说 美女队长一发火 小胖直接闭嘴了 哼 算你识相 小狼最后一个位置 你上吧 没问题 队长交给我吧 最终名单确定 参加队内赛的五个人分别是 暴力女汉子队长幼子 林凡游戏名林小凡 全队第一剧击手宝哥 AK小王子情商 技术不错的狼仔子小狼 小林子你加油啊 千万别给我们一队丢人 一定要打出我们菜鸡二人组的气势来 小胖在歪歪频道里面喊道 你他妈不会说话就别说话 谁他妈跟你是菜鸡二人组 老子以前的技术 是被那些破电脑给封印了 今天老子 换了一台新电脑 看老子如何大杀四方 林凡气急败坏地说道 切 你就别狡辩了 我俩经常一起玩你那技术 我还不知道 别拉不出屎怪毛坑 还电脑封印了你的技术 死胖子 你再说一遍 有种运输船走起 看老子不打爆你的狗头 林凡直接发出挑战 别人也就算了 这死胖子技术跟他差不多 哪来的脸嘲讽他 你俩够了 总管理已经开始催了 快点报二拼八一号房 都快过来给老娘集合 人家二队的人已经全都齐了 队长幼子说道 好嘞 马上到 林凡 宝哥 情商 小狼四人答应了一声 然后便在电脑屏幕上操作了起来 很快包括美女队长幼子在内的五人 便集合到了报二拼八一号房 游戏规则很简单 总共有两个冠军名额 一个是以杀敌数计算 一个是以胜局计算 杀敌最多的 可以获得一个冠军名额 战队一共八个分队 最后夺得冠军的分队 也可以获得一个冠军名额 两方一边五个人人数到齐后 游戏正式开始 这次比赛选择的地图 是游戏中经常出现的黑色城镇 林凡一方所在的一队首发潜伏者 不过在看着二队派出来的五个人后 林凡有些皱眉 因为这五个人他一个都不认识 虽然不在一个分队 但二队那几个实力比较强的林凡 还是知道的 可今天二队派出来的人 他一个都不认识 所以林凡产生了怀疑 柚子 今天这队内赛可能有些不好打了 你看二队派出来的几个人 我们一个都不认识 可能这几个人是二队请来的外援 不至于吧 一个队内赛还请外援 队长柚子有些不相信的说道 也许吧 可能是我多虑了 林凡说道 好了 别想那么多 就算二队不要连请外援 他又能请来多厉害的人 放心吧有解在 今天姑奶奶带你躺赢 柚子自信的说道 不得不说他也有那个自信的资本 毕竟以他的实力 已经达到了半职业绩 不是一般人可以碰瓷的 而且 自己队伍里面达到半职业绩的 可不止柚子这一个 宝哥跟小狼两人的技术 也同样达到了半职业绩 第十五章 被怀疑开挂 一打五诛仙 倒计时结束 林凡一方的五个人 立刻动了起来 宝哥中路驾驱 柚子跟小狼打A大 林凡跟情商负责冲A小道 明显他们的目的是攻下A点 然后在A点安放C4 再往中门封了一颗烟雾弹后 两人便端着枪 往小道冲去 想要快速通过小道 与A大道的柚子跟小狼会合 两边夹击守在A大的保卫者 可结果还不等两人进入小道 对面保卫A平台方向 就有一颗巴雷特狙击枪的子弹穿过 中门射了过来 下一刻 跑在林凡前面的情商 直接被一枪带走 卧槽这也行 隔着烟雾 还能给自己穿死 情商有些不敢置信地说道 大姐头对方中路平台一把狙 惊讶的同时 情商也没忘了爆点 宝哥你怎么搞的 你在中路驾驱 还能让他们把情商带走 队长柚子问道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中路封烟 我啥都看不见 就看到一颗子弹射过来 情商就没了 可谁知宝哥话刚说完 又有一颗子弹 穿过中门射了过来 而且 这颗子弹的目标 正是宝哥 下一刻 宝哥到地 卧槽 这逼开挂了吧 加上我短短几秒钟 他已经连续穿死两个人了 宝哥吐槽了一句 别瞎说 都是一个战队的 打个队内赛 怎么可能开挂 下巴注意点就行了 柚子说道 好吧 宝哥回了一句 不过他 还是有些怀疑 只不过队长说的 也有道理 于是他准备看看 下一把是个什么情况 开局不利 林凡一方 目前已经损失了两个人 可不久后 A大那边也传来了噩耗 冲A大的柚子跟小狼 也被A大火车后的一个人 闪身两枪抱头带走 卧槽 你们搞什么 探号与问号 林凡有些猛逼的问道 队伍里面几个牛逼的 全都死了 就剩了他这一个菜逼 哼 给你一个一打五的机会 给我好好表现 柚子在麦里面说道 可拉倒吧 还一打五 我的技术 你们又不是不知道 你们都不是对手 我就更不行了 林凡有些底气不足地说道 别磨叽了赶紧上 死了下一局 队长柚子吼道 切 上就上 反正你们死在我前面 就算我一个都打不死 也比你们强 你说什么 有种你再说一遍 刚被抱了头心情正不好的柚子 听到林凡的话 直接炸毛了 没时间理会 发飙的母老虎队长 一直卡在小到没动的林凡 听到了正在靠近的脚步声 枪口瞄准脚步传来的方向 下一刻 林凡一个闪身 直接扣动了扳机 紧接着 三发子弹射出 靠近小到的敌人 直接被带走 三颗子弹 一枪头两枪身体 那名保卫者 还没来得及开枪 就被林凡 瞬间用三颗子弹给带走了 什么情况 开着挂你 还能被林凡那小子打死 二队队长说道 队长 是我大意了 没压脚步直接冲他脸 还没来得及开枪 就被他几颗子弹 直接带走了 被林凡打死那人说道 都注意点 虽然我们开了挂 但一队那边队长柚子 狙击手宝哥 还有那个小狼 都达到了半支业绩 别开挂了 还打不过人家 二队队长说道 队长 我们打队内赛还开挂 是不是有些不好 毕竟都是一个战队的 二队的一个队员说道 切 战队里面真正的高手 能有几个 那些战绩特别好的 十个里面有九个是开挂的 先不说我们二队 他柚子的一队里面 也不乏有开挂的存在 再说了 一队队长柚子 狙击手宝哥 还有那个小狼仔子 都达到了半支业绩 不开挂 我们能打过人家吗 其实二队队长说的是事实 林子大了 什么鸟都有 战队一共有八个分队 每个分队都有这几百人 八个分队就是两三千人 这么多人 肯定有开挂的人混在里面 只是都是一个战队的 平时不好说罢了 打个比方你说 人家开挂了 你要拿出证据来吧 总不能人家战绩好 你就说人家开挂吧 游戏继续 在卡小道的那名保卫者 被林凡干掉后 对面的四个人 就直接包围了上来 之前林凡没露点 所有人都来找他 容易暴露他们开了挂 可现在不一样了 林凡在小道打死了他们一个人 也就等于林凡的点爆了 在这种林凡已经漏了点的情况下 他们四个人一起包围上来 基本上是不会引起什么怀疑的 还不错嘛 竟然让你打死一个 不过从这一点也能看出 对面应该没开挂 不然以小林子那技术 想打死人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 柚子说道 其他人也表示了同意 赞同了队长柚子的说法 甚至包括林凡自己 也没有反驳柚子的说法 毕竟他的技术 他自己清楚 林凡操控着他的游戏角色 压着脚步从小道走出来 慢慢靠近A包点 就在林凡走到小道一柱的时候 A大火车后 跟桥下同时响起了枪声 瞬间林凡的血 就被打掉了一半 可下一刻 让人不敢置信的事情发生了 只见林凡抬枪就射 同样是一枪头两枪身体 火车后那个人瞬间被带走 同时只剩下30多滴血的林凡 也已经抵达了A包点 桥下的人已经打不到他了 操 这帮家伙真够硬的 差一点就被他们弄死了 林凡骂了一句 骂完他 直接从A包点跳了下去 在半空中再次连开三枪 将桥下那个人抱头带走 卧槽 小林子你吃药了 已经干了三个了 继续努力争取灭队 已经死了的秦桑 开口说道 不过林凡没时间里会秦桑说的话 因为落地的林凡发现 桥下根本不是一个人 保卫者剩下的两个人 也都在桥下 下一刻 枪声响起 不过最终倒下的并不是林凡 而是二队的两个人 两人一个是二队的队长 另一个正是在中门穿死 小林子情商跟宝哥的那名狙击手 卧槽还真灭队了 宝哥有些不敢置信地说道 甚至他都怀疑 林凡是不是开挂了 老师交代小林子 你是不是开挂了 柚子开口问道 我在战队玩了七八年了 被人打成狗的时候 我都没开挂 你说我打个队内赛会开挂吗 林凡不屑地说道 同时他也有些搞不懂 为什么自己一下子 变得这么厉害了 可你要是没开挂 怎么会突然变得这么厉害 小狼开口问道 我也不知道啊 我现在用的电脑 估计要十几万一台 有没有一种可能我之前那么惨 真的是电脑太垃圾了 就在林凡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 二队的五人也非常猛逼 队长林凡那小子 是不是也开挂了 而且开得挂比我们的挂要厉害 二队一名队员说道 二队队长听到自家队员的话 想了一下开口说道 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 林凡那小子 在战队待了七八年了 他的技术我还不了解 一句话说 到底他就是个纯纯的菜逼 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技术 二队队长说道 现在怎么办 他的挂比我们的要厉害 我们五个人都打不过他一个 二队的狙击手说道 没办法了 只能打稳一点 下一局我们五个人抱团 就算他的挂再厉害 也不可能同时打死我们五个人 只要先把林凡那小子干掉 其他人就好解决了 哈哈 写着写着没收住 CF这段剧情竟然写了三张 下一张加速剧情 进入鹿顶级剧情 另外 在这里我要感谢一下读者大大们 一直以来的支持 谢谢 非常感谢 第十六章 终至京城 很快第二局游戏开始 二队的另外四个人 也忠实地执行了他们二队 队长的命令 开始通过透视 对林凡展开围剿 只是让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 就算他们五个人同时出现 也没有能够拿下林凡 而是一次次被林凡反杀 一杀 两杀 三杀 四杀 五杀 第二局游戏结束 柚子 小狼 宝哥 情商四人 看到这个结果 全都傻了 不过 他们并不怀疑林凡开挂 因为就算开挂了 也打不出这个效果 原因也很简单 那些长期开挂 没被封号的 开的基本上全都是透视 什么字描索写那些功能是没有的 那些开了字描索写的挂 基本上进入游戏要不了多久 就会被游戏系统检测出来 然后直接封号 可林凡已经连续两把五杀 都没有被封号 因此 可以排除林凡开挂的可能 同时这个时候 林凡也终于想明白了 他为什么会变得这么厉害 首先 电脑确实是一个因素 他现在所用的电脑 是系统专门给他配置的 根本不存在卡顿跟延迟的可能 无论是手感还是各方面 都甩他以前的电脑18条件 其次 他现在是一名大宗师初期的强者 那反应速度 跟身体的灵敏度 怎么可能是那些普通人能比的 所以他能在别人开枪之前 把别人干掉 也就不稀奇了 搞清楚自己实力变强的原因 林凡接下来 打得更加奔放了 每次游戏一开局 他就直接冲出去 只要是敢出现在他面前的人 全都会成为他枪下的亡魂 最后五局游戏打下来 二队直接给他打自闭了 他们也不是没怀疑过林凡试挂 关键他们也付出了行动 五个人一起对林凡发起的举报 只是得到的结果 让他们感到震惊 游戏系统的反馈 是林凡根本没有开挂 这林凡是个怪物吧 我们五个都开了挂 就算是五个职业选手碰上我们 也没把握在我们手上占到便宜 可林凡这家伙却把把武杀 二队狙击手震惊地说道 狙击手话音落下 二队包括他们队长所有人 全都沉默了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 林凡所在的一队 又跟他们站队 其他的几个分队进行了较量 只是结果都一样 全部都被林凡打得抱头鼠窜 没有任何还手之力 只要是敢露头的 打到最后队长柚子狙击手宝哥 AK小王子秦桑 狼仔子小狼 全都成为了观众 在一旁看着林凡表演 看着林凡大杀四方 最终躺着把冠军给拿了 两把英雄武器的名额 全都落到了一队 不过林凡并没有要那两把英雄武器 而是把他们给了队长柚子 由柚子奖励给 今后对他们分队有贡献的人 不仅如此 他也实现了之前的承诺 给柚子 秦桑 小狼 宝哥一人送了一个英雄角色 不然他堂堂穿越者 可丢不起那人 而且他的CF点太多了 就算花掉了一部分 目前背包里面还有这七八百万 根本用不完 接下来的几天时间中 林凡成为了一个彻头彻尾的网瘾少年 每天除了吃饭睡觉陪朵朵 其余时间就一直泡在电竞室里面 还是系统提醒他 陆顶记的剧情已经开始了 他才想起要去大清京城的事 不过界网是不可能的 没了电脑他 还有手机 至于手机哪来的 当然是系统奖励的豪华别墅里面的 除了给朵朵 吕布 小梅 还有四个德谢师师长 一人一台 其他的全都被他收进了自己的储物戒指里面 另外有了手机 他去了大清京城后 也能方便随时联系上自己的部下 至于网络 有系统 在他还怕没有网 那不是开玩笑吗 系统就是他的网络中转站 毕竟系统都能连接上他前世的网络 在这宗武世界 临时客串一下网络基站 那还不是小意思 很快半个月时间过去 前往京城的关道上 火七铃驮着林凡 吕布骑着赤兔马 紧跟骑后 二百宗师重甲铁骑 一人双马 护着一辆马车 跟在两人后面 而马车里面 坐的不是别人 正是黏人的小朵朵 跟照顾他生活起居的小梅 一路上威风凛凛的火七铃 引起了不少路人的关注 不过那些路人并没有大惊小怪 毕竟这个世界 也是有神兽存在的 比如林云窟就有着一头火七铃 只不过那头火七铃的血脉 要比林凡的坐骑火七铃 差上许多 一个是宗武世界的杂泻火七铃 一个是洪荒世界 处于幼年期的火七铃 虽然两只火七铃 当前实力相差不是太大 但在成长性上 两只火七铃 根本没有可比性 公子 前面就是大清的京城了 估计还有个十几公里的路程 我们今天要进城吗 吕布问道 想了想林凡说道 我们这么多人进城不是很方便 这样你去附近找找看 有没有什么合适的庄园 我们出钱把它买下来 做我们临时的驻地 好的 公子 吕布答应一声 便带了二十人先行一步 去寻找林凡口中 适合他们驻扎的庄园去了 等吕布走后 林凡一挥手 开口说道 原地休息 等吕将军找到适合我们的驻地 我们再直接过去 是 公子 剩余的人齐声回道 嗯 林凡应了一声 然后直接跳下了火七铃 找了一个背影的地方 掏出一根滑子点上 然后拿着手机 开始刷起了视频 毕竟等人还是挺无聊的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自从小朵朵有了手机之后 他就迷上了看动画片 也因此 小朵朵除了晚上睡觉 还是粘着林凡 非要跟林凡一起睡 其余时间 就没那么粘林凡了 就在林凡刷视频 刷得正开心的时候 吕布带人回来了 公子 我回来了 怎么样找到了没有 林凡开口问道 第十七章 潜入皇宫 前世的梦想邱小姐 公子 我们在距离京城五六公里的位置 找到了一处庄园 而且 那个庄园的主人也恰巧正在寻找买家 只是价格方面 他开得有些高 有多高 林凡问道 他要一万五千两白银 才愿意将庄园卖给我们 走我们去看看 光听你说 我也不知道 那个庄园到底值不值一万五千两白银 林凡说道 是 公子 很快 一行人再次启程 没多久 便来到了一处庄园 坐在火气凌上 看着眼前这个装饰还算不错 面积也挺大的庄园 林凡开口说道 是一处不错的院子 只是一万五千两就太夸张了 一万两还差不多 林凡话音落下 一名富泰的中年人 从庄园里面走了出来 当他看到林凡坐下的火气凌后 原本巨傲的脸上 立马换了一副表情 甚至有些谄媚 毕竟能骑着火气凌出来溜达的 又岂会是什么普通人 一句话说到底 他不敢跟林凡交恶 你就是这个庄园的主人 看到从庄园里面走出来的人 林凡开口问道 不错 正是小人 你这庄园不值一万五千两 一万两卖给我如何 公子说得不错 我这庄园 确实不值一万五千两 这样吧 公子愿意出一万两 买下我这个庄园 我就将这个庄园 以一万两的价格卖给公子 就当与公子结个善缘了 富泰中年人产笑着 用一副吃了大亏的语气说道 实际上呢 他还是有一点点赚头的 只是赚得不多罢了 奉先给钱 是 公子 下一刻 吕布将一百两黄金 交给了那个富泰的中年人 富泰中年人 在接过吕布给出的黄金后 也将这庄庄园的地契 交给了吕布 这位公子 既然已经钱货两清 在下那就告辞了 至此 林凡一行人 就在这处庄园安顿了下来 但由于天还早 林凡决定进城逛逛 想到就做 在留下一百八十名重甲铁籍 看守庄园后 林凡便带朵朵小梅 还有吕布 与二十名重甲铁籍 往京城赶去 不过这次林凡没有起火麒麟 而是将火麒麟 留在了庄园里面 毕竟火麒麟这种神兽 还是挺引人注目的 林凡可不想被人当猴看 来到城门口 坐在马车中 抱着朵朵的林凡 无意中 瞟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仔细看了一眼 林凡就认出了 那个人的身份 那人不是别人 正是陆顶纪的主角 韦小宝 在吩咐吕布 让他照顾好朵朵后 林凡便直接跳下马车 跟上了韦小宝 想要确认一下 剧情发展到哪了 吕布大哥 公子这是要去啊 不是说好了 带小姐进城逛逛吗 小梅问道 小朵朵也眨了眨眼睛 看着吕布 等着吕布的回答 你们别问我啊 我也不知道 公子就说 让我照顾好朵朵小姐 然后就直接离开了 至于干什么去了 我也不太清楚 林凡一路尾随韦小宝 很快二人 就来到了皇宫门口 看到这里 林凡哪还不知道 剧情发展到了哪里 很明显 目前剧情已经发展到了 天帝会派出韦小宝 混进皇宫的那一段了 只是 自己要不要掺一脚呢 比如挡住海大富 让他不能及时赶到 近身房什么的 林凡在心里想到 毕竟 如果让剧情正常发展下去 要不了多久 剑宁公主 就会被韦小宝拿下 很明显 这是林凡不想看到的 再次看了一眼 已经因为排错队 被两名太监架起来 带进皇宫的韦小宝 林凡找了个无人的巷子 换下了身上 穿的麒麟套装 穿上了以前 在福威镖局的衣服 然后便往皇宫门口的 报名处走去 毕竟现在还是大白天 想要进入皇宫 也就只有这个办法了 一路小跑 很快林凡就来到了皇宫门口 哎哎哎 干什么的 一名太监拦住林凡开口问道 这位公公 我也是来报名的 说话的同时 林凡掏出一两银子 塞到了小太监手里 小太监先是颠了颠手中的银子 然后笑着开口说道 算你小子机灵 去那边吧 那边是招收杂役的 要是今儿 从我这边这道门进去 你可就不完整了 听到小太监的话 林凡想了想 感觉也不是不行 反正只要进了皇宫 以他的实力 还怕找不到为小宝 只是另外一边排队的人太多 林凡又不想排队 于是他又塞了一两银子 给眼前的小太监 公公帮的忙 那边人太多了 要是去排队 今晚上可能都轮不到小的 放心 这种小事交给我了 不过要用于打点的银子 可得你自己出 那是自然 说完林凡又掏出一两银子 递给眼前的小太监 开口说道 小太监接过林凡递过来的银子 然后找到了旁边招收杂役的 另外一名小太监 只见他对那另外一名小太监 说了点什么 然后就对林凡招了招手 见小太监招手叫自己 林凡也是连忙走了过去 叫什么名字 招收杂役的小太监问道 回公公 小的叫林小凡 家住何方啊 接下来小太监 又问了林凡几个问题 见林凡对达如流后 便没有再继续多做纠缠 然后让人将林凡带进了皇宫 毕竟林凡拿出来的银子 也有他一份 同时跟他一起进入皇宫的 还有另外十几个人 下一刻 林凡趁所有人不注意的时候 直接脱离了队伍 隐藏了起来 等那些人走远了后 林凡才再次走出来 为了尽快找到海大富 林凡再次顾忌重施 找了个小太监 递给他一两银子 让小太监带他去找海大富 见小太监有些犹豫 林凡开口说道 公公你就放心吧 我跟海公公熟得很 而且要是我跟海公公不熟的话 我又哪里敢 让你带我去见海公公 你说是不是 听到林凡的话 小太监想了想 觉得林凡说的有道理 于是开口说道 好吧 咱家就相信你一次 跟我来吧 我带你去见海公公 小太监在前面走 林凡连忙跟上 不久后 两人来到了一处院子 这处院子 正是海大富的居所 在经过通报后 林凡被带进了院子 就是你说 跟咱家认识 想要见咱家 看到林凡海大富 开口问道 听到海大富的询问 林凡一点都不慌 首先他早就想好了说辞 另外就凭海大富的实力 根本威胁不到他 海公公 可否让无关人等 先回避一下 林凡说道 听到林凡的话 海大富对旁边的小太监 使了个眼色 那个小太监 便退了出去 说吧 现在这里就剩我们两个了 传老黄爷口谕 海大富接指 小子你从哪里来 海大富试探地问道 我来自清凉寺 老黄爷对你很不满意 让你查的事情 到现在还没查清楚 所以让我过来代替你继续调查 另外 老黄爷有令让你负责协助我 奴才接指 听完林凡说的话 海大富不再有任何怀疑 直接下跪接指 第十八章 大呼有林凡 起来吧 海公公 是 大人 嗯 林凡点点头 就当回应了 不知大人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又需要咱家如何配合 站起来的海大富 开口问道 别的事先不着急 老黄爷有话 让我带给皇上 不过 我对宫中不大了解 我的身份也只有你知道 所以 还有老海公公帮我带个路 带我去见皇上 林凡说道 大人您这话说的 老黄爷竟然让我配合您 从此 我就是您的属下了 所以 有什么事大人 您吩咐就行 什么有劳不有劳的 那都是 我应该做的 海大富用一副狗腿的语气说道 敬贤谄妹 那你还费什么话 还不赶快投钱带路 要是耽误了老黄爷的事 看我不砍了你的脑袋 林凡瞥了一眼 一脸谄妹表情的海大富 然后直接开口说道 大人 您这边请 海大富做了个请的手势 然后就在前面带路 这次林凡去见康熙 一共有两个目的 一是支开海大富 让他无法赶到近身房 救下微小宝 至于第二个目的 是林凡刚想到的 他要揭穿贾太后的身份 告诉小皇帝 贾太后是吴三贵派过来的 加速这段剧情 到时自己再将这件事情宣扬出去 逼小皇帝康熙 提前削翻 毕竟 一旦贾太后的事情暴露 还宣扬得满城风雨 康熙就算不想削翻 吴三贵也会畏惧康熙秋后算账 到那时 吴三贵一定会选择提前造反 而且现在敖拜还没死 大清内部不稳 一旦小皇帝康熙这个时间 与吴三贵开战 两方势均力敌下 一定可以打个两败俱伤 到那时 林凡就可以站出来 渔翁得力 御书房门口 海大富跟林凡来到这里 大人您先在这里稍等一下 容我先进去通报一声 海大富说道 去吧 我在这里等着 林凡说道 海大富走了 进御书房 向小皇帝通报去了 御书房内部 小皇帝康熙正在批阅奏折 见海大富进来了 小皇帝开口问道 海公公来镇这里有什么事吗 正在批阅奏折的小皇帝 抬头问道 皇上 你也知道 我是老皇爷的贴身太监 嗯 这个朕知道 你有什么事就直说吧 康熙说道 皇上 其实老皇爷当年并没有驾崩 海大富看着小皇帝开口说道 你说什么 父皇没有驾崩 那父皇现在在哪里 小皇帝从龙椅上站起来 开口问道 请皇上恕罪 没有经过老皇爷的同意 奴才暂时不能告诉皇上 老皇爷现在的位置 听到海大富的话 小皇帝一阵失落 那你知道 父皇现在如何了吗 身体怎么样 回皇上 老皇爷一切都好 还请皇上宽心 好就好 就是不知道 父皇什么时候才愿意见朕 对了 海公公你 今天来找朕 到底所为何事 小皇帝有些泄气地 坐回龙椅上 不过他觉得 海大富不可能 无缘无故来找他 于是开口问道 皇上 事情是这样的 老皇爷今天 派人回来了 而且 老皇爷有口谕 让那人带给皇上 海大富说道 那你还等什么 还不赶快宣那人进来 小皇帝康熙 迫不及待地说道 是 皇上 小皇帝等了一会 不久前刚出去的海大富 就带了一个年轻人 走进了御书房 走进御书房的林凡 看了一眼 坐在龙椅上的小皇帝康熙 不情愿地 拱了拱手开口说道 见过皇上 大胆 见到皇上 你为何不跪 海大富激动地说道 你大胆 我堂堂大宗师强者 老皇爷的望年骄 岂能下跪 同时 林凡也散发出了他 大宗师出气的威压 而且 如果不是你办事不力 我又岂会前来皇城 林凡胡扯道 古代世界通信困难 反正一时半会 他们也没地方去验证 林凡的话是真是假 所以 林凡想怎么扯就怎么扯 忽悠不死他们 听到林凡的话 海大富气急 有种被林凡 泄莫杀驴的感觉 眼前这小子 刚才还拜托自己 带他来见皇上 可刚见到皇上 他就在皇上面前 接咱家的老底 简直不讲武德 不为人子 海大富都快气死了 海公公你先退下 如果他说的都是真的 他确实无需 向镇下跪行李 是 皇上 海大富应了一声 然后退出了御书房 等海大富走后 小皇帝再次开口了 这位先生 不知父皇有何话 让您带给朕 小皇帝此话一出 接下来就该进入 我们的主角 林凡的大忽悠时间了 只见林凡 走到皇帝的龙岸前 拿起一块糕点 边吃边说道 也没什么大事 就是敖拜跟吴三桂 想要造反 老皇爷让我过来 通知你一声 以免皇上 您被他们算计了 林凡开口忽悠道 其实也不完全是忽悠 敖拜确实有造反的想法 没看原著中 人家敖拜龙袍都准备好了吗 另外 吴三桂也差不多 什么你说的是真的 小皇帝被吓了一跳 连忙开口问道 当然是真的 皇上你还不知道吧 敖拜连龙袍都做好了 那吴三桂也不遑多让 手已经伸进了后宫 现在的太后 是他手下神龙教圣女假扮的 而真太后 就被他囚禁在慈宁宫的密室里 至于吴三桂 让人假冒太后的原因有两个 一是在宫中窃取消息 二是寻找42章经 寻找42章经 难道这42章经 还有什么说法不成 小皇帝问道 那是自然 这42章经一共有八本 而凑齐八本42章经 就能开启大清的龙脉宝藏 而且宝藏里的地点 就是大清的龙脉所在 只要将龙脉斩断 大清的气运就将会瞬间流失 最终导致大清灭亡 扯淡继续扯淡 今天不把小皇帝忽悠瘸了 林凡是绝对不会罢休的 而这时的小皇帝 也已经被林凡的话忽悠傻了 什么玩意 敖拜准备造反龙袍都做好了 自己每天请安的太后 竟然是个假太后 最关键的是 他竟然是吴三桂派过来的 还有什么及其八本42章经 就能找到他大清的龙脉所在 想到这里 小皇帝立马站起身 在御书房翻找了起来 他记得 他隐约记得 他这御书房里面好像 也有这一本42章经 第十九章 忽悠小皇帝康熙 不久后 小皇帝果然在书架中 找出了一本42章经 不过他翻阅了半天 都没有找到任何有 大清龙脉宝藏的线索 于是他开口 对着林凡问道 先生 这本42章经 正怎么看 也只是一本普通的经书 为何会跟我大清的龙脉宝藏 扯上关系 见小皇帝询问 林凡也没有藏着掖着 直接撕开封面 将里面的羊皮纸取了出来 反正大清龙脉宝藏 已经被他收走了 就算小皇帝收集齐了 八本42章经 最终也只是白忙活一场罢了 那 每本42章经里面 都有着像这样的羊皮纸 宝藏的位置 先生是如何知晓 这42章经的秘密的 小皇帝看着林凡开口问道 这还要问吗 当然是你老子 我那望年交悬业告诉我的 唉 如果不是我跟你老子 悬业关系不错 我都想收集齐这八本42章经 将里面的宝藏据为己有了 所以 看着我损失这么大的情况下 大侄子 你是不是该表示表示 这样吧 我也不要多 明天你将敖拜轩进攻 我帮你把他干掉 你把他的产业全部给我怎么样 听到林凡的话 小皇帝嘴角抽了抽 虽然他不知道敖拜的产业 到底有多少 但想想也知道 肯定是个天文数字 不过眼前这个人 要是真的能干掉敖拜 他也不介意将敖拜的所有产业 全部送给眼前之人 做出决定后 只听小皇帝康熙开口说道 可以 只要你能干掉敖拜 敖拜的所有产业 全部归你 哈哈 不愧是做皇帝的人 出手就是大方 放心吧 敖拜我杀定了 林凡笑着说道 见林凡一脸自信的样子 小皇帝也笑了起来 他早就想干掉敖拜了 只不过 敖拜武功高强 他一直没找到机会罢了 对了 你刚才说母后 是吴桑贵派来的人假扮的 此事是真是假 小皇帝有些不相信的问道 毕竟她是太后代大的 一直也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当然是真的 假太后真名龙儿 身份神龙教当代圣女 而神龙教背后的主子 正是吴三桂 而且 如果不是吴三桂 已经做好了造反的准备 你那老爹也不会让我来提醒你 毕竟你是他的儿子 他也不想看到 你成为王国之君 林凡继续忽悠 继续拱火 该死的吴三桂 我大清待他不薄 不仅封他为平溪王 国库更是每年 拨付大量金银粮草给他 他竟然 想要造我大清的反 简直忘恩负义 小皇帝康熙气愤地说道 由于林凡是他父皇 曾经的贴身太监海大夫带过来的 因此 他本来对林凡 就没多少怀疑 再加上林凡刚才帮他解开 四十二章经的秘密 他就更相信林凡了 所以 鉴于以上几点 小皇帝对林凡说的话 基本上不会产生什么怀疑 那先生接下来 我们该怎么做 小皇帝问道 听到小皇帝的话 林凡心想 你问我我问谁 不过再想了想后 林凡最终还是决定 给小皇帝织两招 用于加快大清的灭亡 毕竟小皇帝要是一直按兵不动的话 林凡今天所做的一切 可就白忙活了 要不这样吧 我先潜入慈宁宫 将真太后保护起来 晚一点 皇上宁再带兵 将慈宁宫包围 然后将贾太后一举拿下 办法不错 就依先生所言 如果朕直接包围慈宁宫 贾太后要是狗急跳墙 母后可就危险了 小皇帝说道 操 你才是狗 你们全家都是狗 要知道 龙儿可是林凡内定的未来媳妇之一 林凡在心里骂开了 至于林凡暴露了龙儿的假太后身份 龙儿有危险怎么办 林凡表示 根本不用担心 以龙儿的武功 只要自己不出手 就小皇帝的那些手下 还真没本事拿下龙儿 不久后 在一名小太监的带领下 林凡来到了慈宁宫外 打发小太监离开后 林凡便悄咪咪地前进了慈宁宫 没有让任何人发现 而且 林凡的运气不错 自己未来媳妇龙儿 现在并不在慈宁宫 不知道去哪了 大摇大摆走进太后的房间 林凡很快就找到了 打开密室的机关 按下按钮 床板升了起来 下一刻 林凡一个闪身进入了密室 床板也渐渐落了下去 重新恢复到了原先的样子 不过林凡并不担心 自己会被困在密室里面 刚才他也看了 那块床板 就是木头打造的 以他大宗师初期的实力 轻轻一巴掌就能拍碎 所以他并不担心自己 被困在里面 不过林凡不知道的是 接下来会有一个意外的惊喜 等着他 随着床板落下 密室瞬间陷入了一片黑暗 只有前面不远的石室 真太后所住的地方 有一些烛光 循着烛光来到石室外 林凡直接推开石门 往里走去 可下一刻他呆住了 看着那张熟悉的脸 看着穿着一身青纱薄裙 躺在石床上的真太后 两室还是出歌一眉的林凡 瞬间血气上涌 最关键的是 真太后也就三十岁 出头的年纪 正是女人最有魅力的时候 对男人最有吸引力的时候 下一刻 林凡的曹贼之魂 熊熊燃烧了起来 瞬间失去了所有理智 几秒后 躺在石床上 正在小气的真太后 突然传出了鸭的一声惊叫声 紧接着 整个石室都摇晃了起来 嘶吼声歌声 渐渐传遍了整个密室 就这样 时间一点点过去 直到一个多小时后 林凡这才彻底恢复了意识 至于林凡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 失去理智的情况 那就要问系统了 要知道 系统给林凡的两门武功 不管是九阳神功还是龙神功 都属于是治刚治阳的武功 也因此导致林凡体内 积蓄起了过多的阳气 所以 林凡在这种情况下失去理智 也就不奇怪了 清醒后的林凡 看着被自己压在身下的太后 立马表示 刚才自己没有意识不算 紧接着 石室再次震动起来 喊杀声 也再一次响起在石室之中 就这样 又是一个多小时过去 林凡点了一根烟 躺在石床上 真太后就趴在他的怀里 用手指在林凡胸前画着圈圈 满脸都写着满足的表情 一根烟抽完 林凡开口说道 快点穿衣服 等一下小皇帝 就要带大军包围慈宁功 让他看见了不太好 听到林凡的话 真太后点了点头 然后优雅地从石床上爬了起来 开始穿起了自己的衣服 见真太后已经开始穿衣服了 林凡也是 同样从石床上爬起来 从储物戒指中 取出他的麒麟套装换上 至于之前的衣服 早就被撕成碎片了 第二十章 龙儿逃走 气急败坏的康麻子 穿好衣服后 林凡并没有着急 带真太后出密室 毕竟要是自己出去早了 小皇帝让他出手对付龙 他是出手还是不出手 如果他出手 就会给龙儿逃走增加难度 如果他要是不出手 就会引起小皇帝的怀疑 所以 林凡还不如就待在密室里面 等事情都解决了再出去 不久后 密室外面传来了打斗的声音 听到打斗声 林凡知道肯定是小皇帝开始行动了 注意到 真太后在听到外面的打斗声后 脸上露出了一些紧张之色 林凡把他搂进怀里 开口安慰道 放心吧 没事的 等外面打斗声停了 我们就可以出去了 嗯 听到林凡的安慰 真太后轻轻嗡了一声 然后便将脑袋埋进了林凡怀里 原本脸上的紧张之色 也因林凡的安慰消失不见 分割线 时间回到几分钟前 慈宁宫太后请便中 刚从玉花园赏花回来的 甲太后龙儿 正在闭目休息 可就在这时 他所在的慈宁宫外 突然有一阵铠甲的碰撞声 传进了他的耳中 就在龙儿满脸不解 还在想外面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的时候 只见一队清兵 从外面冲进了他的慈宁宫 紧接着 小皇帝也走了进来 皇上 你这是什么意思 来哀家这里 为何要带如此多的兵马 难道皇上 还怕哀家加害你不成 龙儿看着小皇帝开口问道 别演了 交出母后 束手就擒 看在你将正代大相处多年的份上 朕兴许会留你一条性命 小皇帝看着甲太后龙儿开口说道 毕竟小皇帝是甲太后龙儿带大的 还是有一点感情在的 不过不多就是了 所谓的留一条性命 也就是将龙儿关起来 直到老死罢了 同时也是为了阻止消息走漏 毕竟如果动静闹得太大 消息可就封锁不住了 一旦消息走漏 到那时 吴三桂绝对会选择提前起兵造反 最关键的是 现在他大清大部分的兵权 都还掌握在敖拜手上 作为皇帝的他根本指挥不动 这个时候 一旦吴三桂提前起兵 他将会变得很被动 而且 就算将敖拜干掉 他也需要时间给他掌握兵权 所以今天宫中发生的事情 动作不能太大 更加不能传出去 哀家不知道皇上在说什么 还请皇上带上你的人 离开慈宁宫 哀家要休息了 哼 敬酒不吃吃罚酒 来人给我拿下这个假扮太后的妖女 小皇帝哼了一声命令道 慢着 龙儿喊道 你想说什么 小皇帝挥了挥手 先让侍卫们停了下来 然后开口问道 能告诉我 你是如何发现 我是假太后的吗 龙儿有些不甘心地问道 他隐藏多年 自问自己从未露出过任何马脚 所以他想知道 小皇帝是如何发现 他是假太后的 这个你就没必要知道了 既然你不是 想要投降 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给镇上拿下这个妖女 小皇帝对身后的侍卫一挥手 开口命令道 小皇帝不敢再继续浪费时间 时间越长 暴露的风险越大 于是他直接命令侍卫们动手 想要直接拿下龙儿 以免夜长梦多 至于这些侍卫 会不会把消息传出去 小皇帝表示 只有死人才能保守住秘密 他早就准备好了毒酒 只等拿下假太后 他便会将毒酒赐下去 要是有人敢反抗 株连九族套餐了解一下 哼 小皇帝 就凭这些废物 可留不下我 龙儿哼了一声说道 下一刻他出手了 同时他也不是孤军奋战 假扮太后这么多年 慈宁宫的宫女 早就被他换成了 他神龙教的人 只见一百多名宫女 踢着长剑 从慈宁宫里面杀了出来 跟侍卫们杀在了一起 而且这些宫女 各个武功不错 全部都有着二流的实力 甚至有几个 达到了一流的水准 只不过 双拳难敌四手 侍卫的人数实在太多了 渐渐地 龙儿跟他身后的一百多名宫女 慢慢落入了下风 原本的一百多人 只剩下了七十多人 圣女你先走 由我们来挡住这些侍卫 一名宫女开口喊道 只不过 龙儿没有理会 而是调动起他 宗师巅峰的全部实力 向小皇帝带来的侍卫 挥出了一掌 掌风过处 一名名侍卫被掀翻在地 前排的数十名侍卫 更是被他这一掌 打得吐血倒飞 死得不能再死 走 龙儿喊了一声 然后带头向宫外杀去 拦住他们 一个都不能放走 看到龙儿想逃 小皇帝焦急地喊道 他是怎么也没想到 龙儿的武功 会强到这种程度 他带来了三千多宫廷侍卫 还能让贾太后逃走 听到小皇帝的命令 多龙连忙带人去追 只不过以他们的实力 想要追上龙儿 将其拿下 是不可能的 毕竟多龙的武功 也就一流境界 而那些侍卫 就更是不堪了 少数人有着三流的实力 大多数人只是不入流的武者 只是学过一些军中的杀敌术而已 果不其然 追出去没多久的多龙 又带人回来了 皇上 奴才无能 贾太后跟他剩余的手下 已经逃出宫去 追不上了 没能追上贾太后的多龙 回来禀报道 废物 你们都是一群废物 连一些女流之辈都拿不下 朕要你们还有何用 小皇帝气急败坏地骂道 奴才们无能 还请皇上息怒 剩余的两千多名侍卫 各个单膝跪地请罪道 滚 都给朕滚 一群没用的东西 渣 侍卫们应了一声 然后退出了慈宁宫 等侍卫们走后 小皇帝又在原地发了一通脾气 然后也急匆匆地离开了慈宁宫 至于真太后 她现在哪里还顾得上 三跪造反在即 她要尽快去做准备 而且真太后 也并非是她的生母 她的生母早就死了 死于一场重病 既然真太后都不是她的生母 她自然不会把真太后 太过放在心上 看到了吗 这就是你代大的小皇帝 你的死活她根本不关心 如果她关心你的死活 贾太后在宫中几年 她不可能没有察觉 如果她关心你的死活 她不会一声不吭 甚至不见你一面就离开 林凡挑拨道 毕竟真太后 现在是她的女人 而她又要推翻小皇帝的大清 所以不得不提前分化两人 以免以后麻烦 唉 算了 皇儿有她的家国大事要忙 哀家就不打扰她了 真太后叹了口气说道 第21章 吕布带人杀入敖拜府邦 安福豪已经是自己女人的真太后 林凡掏出手机 给吕布发了一条信息 内容是让吕布带人去杀了敖拜 顺便抄了敖拜的家 毕竟林凡可没忘了 她答应过小皇帝要杀了敖拜的事 不过现在的小皇帝想不想敖拜死 那就两说了 敖拜要是不死 以吴三桂现在的实力 还真不一定是敖拜的对手 最关键的是敖拜有可能因为吴三桂的造反 暂时跟小皇帝摒弃前嫌 然后一同对付吴三桂 这可不是林凡想看到的 林凡想看到的是大清跟吴三桂打到两败俱伤 然后再由她出来渔翁得利 所以她要在康麻子反悔前杀了敖拜 让大清乱起来 只有这样才能让林凡的利益最大化 正在陪着小朵朵逛街的吕布 在收到林凡的信息后 直接命令五名重甲铁骑 将小朵朵跟小梅送回庄园 你们五个一定要保护好朵朵小姐 将朵朵小姐安全送回庄园 如果朵朵小姐出了什么意外 你们五个提头来见 吕布不放心地嘱咐道 不过她的担心全数多余 毕竟五名重甲铁骑 都有着宗师初期的实力 根本不可能出现什么意外 是 将军 五名重甲铁骑拱手回道 看着五名重甲铁骑 护着马车走远 下一刻 吕布跳上自己的赤兔马 带着留下的十五名重甲铁骑 往敖拜的府邸赶去 毕竟林凡吩咐下来的任务 她可不敢耽搁 不久后 吕布一行十六人 来到了敖拜的府邸门口 大胆 你们是何人 为何在此逗留 难道你们不知道 这里是敖少堡的府邸吗 看门的小厮 对着吕布一行人呵斥的 想要把吕布等人赶走 动手 吕布没有理会那名小厮 直接命令身后的 十五名重甲铁骑动手 听到吕布的命令 十五人同时催动起 自己体内宗师初期的实力 往敖拜府中杀去 而第一个被杀的倒霉蛋 正是刚才那名 呵斥吕布的小厮 十五名重甲铁骑手起刀落 敖拜府上的护卫 被他们无情屠杀 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 不过他们 也并没有乱杀无辜 只是对那些 手持兵器的人动手 至于敖拜府上的丫鬟小厮 十五名重甲铁骑 看都没看一眼 而是任由他们离去 敖拜府邸后院 管家急匆匆地跑了进来 由于跑得太急 中途还摔了几个大跟头 显得特别狼狈 老燕 老燕 大事不好了 前院出事了 有人杀进来了 管家边跑边喊 后院某间房中 正在盘膝打坐 修炼到了最关键时刻的敖拜 被管家的喊声惊醒 下一刻 敖拜一口鲜血喷出 是谁 是谁在这关键时刻打扰老夫 老夫要杀了他 敖拜气急败坏地大喊道 他恨呢 今日修炼 他好不容易摸索到 突破大宗师的契机 竟然就这样被人打断了 也因此 他不但没能成功突破到大宗师修为 反倒是受了一些伤 循着传出喊声的方向 敖拜一个闪身撞穿墙面 冲到了管家面前 一把掐住管家的脖子 将管家提了起来 敖拜的眼中充满了杀意 就是这个狗东西 害他突破大宗师 功亏一篑 还受了伤 老爷 不好了 有人从前院杀了进来 府里的护卫 根本抵挡不住 管家被敖拜掐住脖子 嘶哑着声音 用尽全力说道 害怕自己再不说清楚 下一刻 自己的脖子就会被拧断 作为敖拜府上的管家 敖拜的脾气 他是再了解不过了 残忍 试杀 没有人性 谁要是敢惹到他 绝对没有好下场 你说什么 敖拜将掐着管家脖子的手松了些 然后开口问道 最关键是他有些不敢相信管家说的 他敖拜是谁 大清第一全臣 满清第一高手 宗师巅峰强者 在这整个宗武世界 除了那些大门派的掌门 那些大宗师强者 有谁敢来捋他敖拜的虎须 而且他一身的横练武功 练就了一身铜皮铁骨 身体刀枪不入 去年八月初 他与大明第一强者铁胆神后一战 对方有着大宗师初期的修为 也没有在他手上占到什么便宜 最终也只是打了个平手而已 所以到底是谁 胆子这么大 敢闯他敖拜的府邸 将管家丢到地上 敖拜再次开口问道 说 是谁胆子这么大 敢闯我敖拜的府邸 老爷小人不知啊 那些人并没有通报姓名 而是闯入府中见人就杀 所以我才急急忙忙地来通报老爷 管家整个人跪趴在地瑟瑟 发抖地禀报道 废物 什么都不知道我要你有何用 既然你这么没用 那就去死吧 老爷饶命啊 老爷饶命啊 听到敖拜的话 管家拼命磕头求饶 只可惜 敖拜试杀成性 怎可能因为他求饶就放过他 只见敖拜一掌拍在管家的天灵盖上 将求饶的管家拍得七孔流血而死 哼 废物 敖拜不解气地骂道 毕竟如果不是这个家伙 他敖拜现在已经是有着大宗师 修为的强者了 只差一点 只差一点 他就能突破到大宗师修为 敖拜十分地不甘心 就在敖拜亲手杀了管家 准备去前院看看 到底是谁吃了雄心豹子胆 敢闯他敖拜的府邸的时候 吕布带着 已经杀人 杀到满身是血的15名重甲铁骑 穿过门廊进了后院 你就是敖拜 来到后院的吕布 看到敖拜开口问道 正是老夫 不知道你们是何人 为何要闯入老夫的府邸 敖拜承认了自己的身份 同时反问道 本来敖拜是不会这么好说话的 只是在他感受到 吕布身上散发出的气息后 他敖拜也不得不选择放低姿态 大宗师他也不是没见过 可像吕布气息这么浑厚的 身上充满了血煞之气的 他敖拜还是第一次见 一句话说 到底他有点怂了 皇上有令 顾命大臣敖拜预谋造反 私至龙袍 罪不可恕 即刻抄家处死 吕布刚才说的这些话 都是林凡让他说的 只有将这口黑锅 甩到小皇帝头上 大清才会变得更乱 敖拜原先的手下 在敖拜死后 才不会那么容易归顺小皇帝 毕竟他们曾经是敖拜的手下 谁知道小皇帝会不会秋后算账 哈哈 没想到啊没想到 终究老夫还是小瞧了那个小皇帝 没想到小皇帝手下 竟然还有 你这样的强者 只不过 我有些想不通的是 你堂堂大宗师强者 为何会去效忠 那个无权无势的小皇帝 你的废话太多了 难道你不知道 反派死于话多 还是让我来送你上路吧 话音落下 只见吕布将方天话戟提了起来 然后吕布直接向着敖拜挥出一击 第二十二章 林凡御书房威胁康麻子 敖拜的府邸外面 聚集了一大群百姓在围观 刚才吕布闹出的动静不小 他们都想看看 到底是哪位英雄 有这么大胆子 敢闯敖拜那个魔头的府邸 不久后 吕布右手提着方天话戟 左手拿着一个低血的布包 从敖拜府中走了出来 没错 那个布包里面正是敖拜的人头 跳上赤兔马 吕布扬长而去 而那十五名重甲铁骑并没有离开 原因很简单 因为这座府邸现在已经姓林了 吕布走后 围观的百姓陷入了一片喧哗 你们刚才看到没有 那人手上拿着一个低血的布包 你们说里面 不会是敖拜的人头吧 一名百姓说道 不太可能吧 怎么说敖拜也是满清第一高手 哪有那么容易杀 另一名百姓说道 怎么不可能 你们没看到敖拜府上的侍卫 都被他们杀干净了吗 要是敖拜没死 刚才那人能活着走出来 不管百姓的议论纷纷 此时 拿着敖拜人头的吕布 已经来到了皇宫门口 而林凡也早已经在这里等着了 公子 信不如命 敖拜的人头在此 吕布跳下赤兔马 先将敖拜的人头 递给林凡旁边的小太监 然后开口禀报道 嗯 干得不错 先是夸了吕布一句 然后林凡继续说道 奉先你先回敖拜的府邸 清点一下敖拜的全部产业 晚一点 我会去接手 是 公子 回答了一声林凡 吕布再次跳上赤兔马 然后打马而去 吕布走后 林凡带着捧着敖拜人头的小太监 往小皇帝的御书房而去 来到御书房 看着愁眉不展的小皇帝 林凡开口喊道 贤侄啊 敖拜的人头 我给你带过来了 之前说好的 以后敖拜的产业 就全都归我了 什么 你杀了敖拜 小皇帝震惊地站了起来 不敢置信地问道 是啊 这不是我们 事先都说好的吗 只要我帮你杀了敖拜 敖拜的全部产业就归我 你一个皇帝 不会想反悔吧 林凡装出一副 不解的语气说道 唉 你怎么能这个时候杀了敖拜 你坏了我的大事 来人给我把他拉下去砍了 小皇帝气急败坏 开口就想砍了林凡 小皇帝真的是被气着了 刚才他还在想着 如何利用敖拜对付吴三桂 顺便趁两人两败俱伤彻底掌握大权 可现在敖拜一死 小皇帝的所有设想就全部成了空谈 而且 吴三桂起兵在即 小皇帝短时间内 又无法掌握之前在敖拜手中的兵权 无法调动大军 小皇帝又该如何去抵御吴三桂的兵风 一句话说到底 林凡现在杀了敖拜 就是把小皇帝架在火上烤 所以 小皇帝能不生气吗 都说君无戏言 说要杀敖拜的是你 可我现在帮你杀敖拜 你又准备让人把我拉下去砍了 你当皇帝当傻了吧 真当我堂堂大宗师强者 好欺负不成 林凡调动起他大宗师的气势 死死盯着小皇帝开口说道 看着脸色瞬间变得惊恐起来的小皇帝 林凡心里十分不屑 援助中要不是韦小宝 这小皇帝早就被人干掉了 另外 小皇帝现在的反应 他也早有猜测 而且 林凡根本不慌 别说小皇帝不敢把他怎么样 就算小皇帝想动手 他也得有那个实力才行 要知道现在的小皇帝 早就被敖拜架空了 他目前除了宫中的禁卫 其余可是一兵一卒都调动不了 想要围杀一名大宗师 最起码也需要两三万大军 而且要付出巨大的伤亡 直至将大宗师强者的内力耗尽 可宫廷禁卫才多少人 还不到一万 最多也就八千人 想凭借八千人 拿下一名大宗师强者 简直是痴人说梦 所以林凡表示 他丝毫不惧小皇帝 同时 他大宗师强者的威压 也一刻没有停止的 向小皇帝方向释放着 哼 老子吓不死你 不给你点颜色看看 真把老子当软柿子了 这时的康麻子 内心十分惊恐 感受着由林凡身上 散发而出的大宗师威压 腿都有点打哆嗦 小皇帝有一种预感 只要自己下一句话 说不好 林凡立马就会抱起伤人 哼 也是自己蠢 人家可是堂堂大宗师强者 自己竟然想凭外面的那些护卫 将其拿下 唉 就凭自己外面的那些护卫 别说拿下一名大宗师强者了 必急了 可能连自己的小命都有危险 小皇帝想到这里 身体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战 感觉像是在鬼门关走了一遭 又感觉像被人泼了一盆凉水 脑袋瞬间清醒过来 下一刻 脑袋清醒过来的小皇帝 为了稳住林凡 连忙开口解释道 先生误会了 朕刚才也是被气糊涂了 先生你有所不知 敖拜现在是不能死的 可你却把他杀了 为何不能杀 之前我们不都说好了吗 林凡装出一副什么都不懂的问道 是这样的先生 朕之前带人抓捕甲太后失利 让甲太后给逃走了 也因此导致吴三桂 近期就可能举兵造反 本来朕都想好了 先利用敖拜对付吴三桂 让他们狗咬狗 朕在趁机掌握朝政大权 可先生 您将敖拜给杀了 朕的计划不但会落空 敖拜一死 朝廷也将陷入内乱 短时间内 朕根本无法掌握大权 没办法在短时间内掌握大权 朕就无法调动军队 调动不了军队 谁去抵御吴三桂 所以先生 你糊涂 赵皇上你这么说 好像还真是我的错 可我就是一个江湖人 也不知道 你们朝廷里面的这么多弯弯绕啊 反正我不管 现在人已经杀了 他的产业就得归我 这是我们事先说好的 你是皇帝一言九鼎你 不能反悔 林凡用一副耍无赖的语气说道 一句话说到底 人我帮你杀了 你之前答应我的 就必须实现 不然我就让你尝尝 大宗师的拳头硬不硬 听到林凡的话 小皇帝恨不得将林凡大谢八块 只是实力不允许 最终只能无奈地挥了挥手说道 先生回吧 朕一言九鼎 敖拜的产业归你了 哈哈 那我就谢过皇上了 皇上您忙不用送 我这就走 林凡笑哈哈地说了一句 然后直接离开了御书房 看着林凡离开的背影 小皇帝目光中闪露着杀鸡 同时他也对林凡的身份 产生了怀疑 不过想要验证林凡的身份 就只能通过海大妇 于是他让人将海大妇叫了过来 老奴见过皇上 不知您传老奴过来有何事 海公公 林凡此人你了解多少 能跟朕说说吗 小皇帝问道 回皇上 老奴对林凡也并不了解 那你如何确认 他是父皇派回来的 还将他带过来见朕 皇上你是说 林凡此人并不是老皇爷派回来的 没错 海公公 你说有没有这种可能 有可能 但可能性不大 因为他在第一次见老奴的时候 准确地说出了老皇爷隐居的地点 海大妇说道 听到海大妇的话 小皇帝想了想 然后开口说道 这样 海公公你联系一下父皇 跟父皇确认一下林凡的身份 是 奴才明白 就在小皇帝跟海大妇 想要联系玄业 确认他的身份的时候 林凡已经出了皇宫 往敖拜的府上赶去 要知道 那里可是有着 敖拜数十年来 通过各种手段 积累起来的财富在等着他 至于小皇帝会怀疑他 林凡也已经猜到了 只可惜 一切都晚了 林凡的目的已经达成 敖拜死了 吴三桂即将造反 另外 小皇帝想要确认他的身份 没有一两个月时间 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 等到那时候 林凡估计早已经将敖拜的产业 处理一空 然后带着真太后 跟剑宁公主离开京城了 第二十三章 系统新功能 三级礼包 来到敖拜府邸 看着那堆积如山的金银珠宝 黄金白银 林凡的眼睛都直了 奉先 敖拜的家底 一共有多少 林凡开口问道 回 公子 经过清点 从敖拜十余处府邸中 一共搜出 白银九千八百万两 黄金一百二十三万两 珠宝古董玉器二十二箱 粮田万亩 十数套宅院 不算上房屋粮田 预估总价值 三百八十二万两黄金 旅部汇报道 嗯 不少了 已经有大青龙卖宝藏三分之一还多了 系统 还是老样子留一件样品 其他的全部回收 好的宿主 对了系统 敖拜的那些房产粮田 你有办法处理吗 抱歉了宿主 那些房产粮田本系统无法回收 毕竟房子的价值是不固定的 就拿宿主前世打比方 省会的房子 跟农村的房子有可比性吗 粮田也差不多 听到系统的解释 林凡也觉得 系统说的有道理 于是就没有再纠结 而是让系统将眼前的东西回收了 丁 所有物品已回收 宿主共获得黄金三百六十万两 宿主当前黄金余额 一千一百九十八万两 看到这个余额 林凡有些纠结 要不要再升级一次系统 不过在纠结了一会后 林凡最终还是决定 将系统再升一级 毕竟钱留在那也只是个数字而已 没办法变成实例 而且 就算花掉一千万两黄金 林凡还有一百九十八万两黄金 后续购买物资发展完全足够了 另外就算不够 他也可以通过系统的复制功能 复制出一些有价值的东西 拿出去拍卖 耗那些有钱人的羊毛 最关键的是 林凡想看看 三级系统升级礼包 能给他开出什么东西 下定决心后 只听林凡开口道 系统 消耗一千万两黄金升级 丁 收到宿主命令 扣除黄金一千万两 系统升级中 十分钟后 进度条拉满 系统的声音 再次在林凡的脑海中响起 丁 系统升级中丁 系统升级成功丁 此次系统升级 将会在原有功能上增加一个功能 请宿主在以下三种功能上做出选择 第一项功能 自动修炼功能 开启此功能 宿主将无需自己修炼 往后宿主无论是在吃饭拉屎睡觉 都会处于修炼状态 修炼速度根据天赋而定 第二项功能 装备升级功能 开启此功能后 宿主可将自己所拥有的装备物品 投入其中 消耗黄金进行升级 每提升一级消耗的黄金不等 当然也有可能提升失败 提升失败的物品装备将被粉碎 第三项功能 随身小世界 开启此功能 宿主将获得一个小世界 可存放活物 通过小世界宿主 可带人前往其他世界 小世界面积100公里 卧槽 这该怎么选 三个都好想要啊 林凡瞬间陷入选择困难症 本来他是没有这个毛病的 可是这三个功能 他都好想要啊 放弃哪两个 他都不甘心 系统 能不能三个都要啊 林凡贪心地问道 无法三个一同选择 但宿主如果愿意 多消耗100万两黄金 将可多获得一项功能 请问宿主是否消耗 100万两黄金 选择增加一个系统功能 是或否 林凡咬了咬牙 直接选择了是 丁 扣除宿主黄金100万两成功 当前宿主 黄金余额98万两 林凡的心在低血 刚才他还是拥有着 千万两黄金的大富豪 两次升级消耗掉了 1100万两 余额就剩下了98万两 也因此 林凡再次变成了穷鬼 系统倒计时 10分钟开始 请宿主尽快选择出 要固定的两项系统功能 丁 倒计时9分59秒 倒计时9分58秒 9分57秒 9分56秒 时间一点点流失 虽然林凡有些 不舍放弃任何一项功能 但他最终 还是做出了选择 毕竟再拖下去 也没什么意义 系统我选择1 帮我固定自动修炼功能 开启随身小事件 丁 宿主选择成功 自动修炼功能已开启 百公里随身小事件 已对宿主开放 宿主可随时进出 也可带人进入 呼 林凡呼了口气 心情渐渐平复了下来 第二项功能虽然也很好 但林凡没有选择他的原因是 他的不确定性 毕竟谁也不知道 装备物品丢进去 是会提升品级 还是会被直接粉碎掉 丁 由于系统再次升级 现系统发放三级系统升级礼包X1 请宿主查收 这时系统的声音 再次在林凡的脑海中响起 而这也是林凡最期待的时刻 直接打开 林凡没有犹豫 直接命令到 丁 三级系统升级礼包开启中钉 礼包开启成功 丁 恭喜宿主获得 大宗师巅峰修为 丁 恭喜宿主获得 天级剑法预剑术 预剑术 可预剑杀敌 可预剑飞行 可剑花万千 属于大规模群体攻击技能 功力越深 可划出的剑气越多 宿主融合大宗师巅峰修为 最多可划出一千柄长剑杀敌 系统灌顶宿主 自动领悟满极玉剑术 丁 恭喜宿主获得 天级炼体功法霸体绝 霸体绝 无上肉身修炼功法 修炼大成 身体如同金刚 刀剑不可伤 水火不清 五脏六腑同样受到淬炼 百毒不清 受到内力真气攻击 敌人只要不高出宿主一的大境界 宿主不但不会受到伤害 反而能将敌人打出的内力真气吸收 化作养分 短暂提升自己的实力 丁 恭喜宿主获得 炎寿丹十颗 炎寿丹 服用一颗可炎寿三百载 每人一生最多服用一颗 第二颗将无任何效果 丁 恭喜宿主获得 主炎丹十颗 主炎丹 可助服用者容颜永驻 附带一定的美容排毒效果 丁 恭喜宿主获得 复活丹十颗 复活丹可通过召回魂魄 修复肉身 复活已死之人 不过需要媒介 比如死者身体的一部分 哪怕一个细胞也可 如宿主出现意外生死 系统将自动替宿主 使用复活丹复活 而且被复活的人 将会恢复到他生前的巅峰状态 丁 恭喜宿主获得 三千年盘桃十颗 三千年盘桃 服用一颗可增加万年寿元 增加万年法力 助 服用时必须有修仙功法辅助练化 否则服用之人 有百分之九十几率会暴体而亡 丁 恭喜宿主获得 大宗师后期统帅杀神白起 杀神白起 年龄四十 种族人族 修为大宗师后期 本命武器杀神剑 统帅能力可指挥数百万大军 丁 恭喜宿主获得 锦衣卫三万三千三百三十三人 锦衣卫 精通暗杀刺杀 情报收集 其中三人有着大宗师初期修为 三十人有着宗师初期修为 三百人有着先天初期修为 三千人有着后天初期修为 剩余三万人有着二流到一流不等修为 丁 恭喜宿主获得 二十一世纪单兵口粮十一份 二十一世纪单兵口粮 每一份包括 早餐一份 中餐一份 晚餐一份 其中还包括饮品 小食 点心 香烟 一份足够一个成年男子 一天的消耗 第二十四章 修为突破天人初期 查看完所有奖励 林凡先融合了大宗师巅峰的修为 加上他原先大宗师初期的修为 林凡的修为正式突破到了天人初期 经过这么长的时间 林凡也了解到了 这个宗武世界的境界划分 这个宗武世界的境界一共被划分为 不入流 三流 二流 一流 后天 先天 宗师 大宗师 天人 陆地神仙 破碎虚空十一大境界 虽然自己现在只有天人初期的实力 但以霸体觉得霸道 加上天极剑法御剑术 自己绝对能碾压天人中期的强者 花一些时间能反杀天人后期 跟天人巅峰五五开 在陆地神仙初期手下逃走 想到这里 接下来林凡让系统帮他融合了 两门天极功法御剑术 跟霸体诀 至于那十枚三千年盘桃 林凡怀疑 就是系统拿过来凑数的 毕竟没有那十枚三千年盘桃 这次的礼包 根本不值一千万两黄金 林凡把系统骂了一遍又一遍 就很干 能看不能吃 还不如给自己一点 现在能用的东西呢 看着那诱人的盘桃 林凡强忍下了 拿一枚出来尝一尝味道的冲动 下意识擦干嘴角 不争气流下来的口水 林凡表示 还是等有了适合自己修炼的 修仙功法再说吧 毕竟他可不想抱体而亡 关闭系统页面 林凡带着吕布 以及十五名重甲铁骑 走出敖拜府邸 林凡转头手一挥 就将敖拜这一处府邸 收入了自己的小世界 毕竟小世界里面空空如也 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 而敖拜这处府邸 够大够豪华 所以林凡就直接将他收入了小世界 至于别人发现 敖拜府邸不见了怎么办 林凡表示一点不慌 这是古代又不是现代 随便找个理由敷衍过去不就行了 比如与人大战打碎了什么的 就是一个很好的理由 凤仙 你这几天 尽快把敖拜的房产跟田产处理掉 我们也该离开京城了 是 公子 记住 速度一定要快 我们在京城待不要多久了 放心吧公子 敖拜的这些房产跟田产 位置都很不错 想要脱手 应该不难 吕布说道 嗯 林凡也是赞同的点头 时间过得很快 转眼一个多月的时间过去了 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中 吕布已经将敖拜所有产业 全部处理干净了 其中也包括 刚到京城时花一万两买的那个庄园 此次林凡再次获得了三十六万两黄金 加上之前剩下的黄金 林凡当前可用的黄金 有着一百三十四万两 另外 在这一个多月中 还发生了很多事 比如 唯小宝成了真的太监 还是跟小皇帝混到了一起 再比如 小皇帝还是像原著中一样 想要通过将剑宁公主 嫁给吴英雄的方式 暂时稳住吴三桂 慈宁宫中 看着正在真太后怀里撒娇 表示不愿意嫁给吴英雄的剑宁公主 坐在一旁的林凡在考虑 该如何将这小妮子一起带走 虽然这段时间 自己跟剑宁相处的还不错 但毕竟时间太短 林凡还真不确定 剑宁会不会愿意跟自己走 母后 皇帝哥哥坏死了 他竟然想把我嫁给吴英雄那只大乌龟 人家不想嫁 人家不要嫁给那只大乌龟 剑宁公主撒娇地说道 可这是你皇兄做出的决定 母后也没有办法 太后无奈地说道 同时将求助的目光 看向了林凡 剑宁公主虽然不是他亲生的 但跟小皇帝一样 是他带大的 所以他并不想看到 剑宁公主成为连姻的工具 于是 他将求助的目光 放到了林凡身上 看到真太后那求助的目光 林凡表示 这不是瞌睡来了 就有人送枕头吗 毕竟他刚才还在想 该怎么带走剑宁这丫头呢 嗨嗨 剑宁我要离开京城了 你要是实在不想嫁给吴英雄 你可以跟我一起走 干咳两声 林凡开口说道 好啊 好啊 只要不让我嫁给吴英雄那只大乌龟 去哪都行 对了 对了 我们要去呢 是去闯荡江湖吗 听到林凡的话 剑宁兴奋地问道 同时 剑宁公主的小脸还有些红 其实剑宁公主 在第一次见到林凡的时候 就被林凡给深深地吸引住了 她那么抗拒嫁给吴英雄 其中也有着 她喜欢上了林凡的原因 你要走 那我怎么办 听到林凡话的真太后 瞬间慌了神 也顾不上剑宁公主在这了 直接就问了起来 你当然是跟我一起走了 小皇帝又不是你亲生的 老皇帝还怀疑 是你杀了他最爱的妃子 都过了这么多年了 还特意派海大夫回来调查 所以你说 你留下来干什么 林凡说道 母 母后 你 你们 站在一旁的剑宁公主 眼睛瞪得大大的 像是 发现了什么不得了的事情 结结巴巴地说道 看了一眼被震惊到的剑宁 林凡开口说道 你猜的没错 你母后现在已经是我的女人了 所以她 也会跟我们一起走 可 可是你要是跟母后在一起了 那我该怎么办 剑宁急了 也顾不上她小女人的矜持 她都怀疑自己 要是再不做点什么 自己看上的男人 就该被自己的母后抢走了 听到剑宁的话 林凡跟真太后 也是愣住了 特别是林凡 更是没想到 剑宁这小丫头 早就喜欢上了自己 不过很快 她就反应了过来 下一刻 只听林凡不要脸的说道 这有什么 反正你又不是你母后亲生的 你们一起 跟我走坐我的女人就是了 听到林凡这不要脸的话 二女的眼睛都是瞪得大大的 一副不敢置信的表情 哼 你还真是贪心 竟然想将我们母女通吃 真太后白了一眼 林凡开口说道 可让真太后没想到的是 她的话音刚落下 剑宁公主就跳出来 给了她一个惊喜 搞得她哭笑不得 下一刻 只听剑宁公主红着脸说道 其实 我是没意见的 只要能跟林凡哥哥在一起 我怎么样都行 要知道 原住中韦小宝有七个老婆 剑宁公主 也只是想争一个大老婆的位置 而林凡长得这么帅 哪方面不比为小宝强 所以她能这么快接受 也就不奇怪了 至于真太后 早就身心意气 被林凡拿下了 所以就更不会拒绝了 哼 便宜你了 听到剑宁的话 真太后哼了一声开口说道 她还能怎么样 她早就离不开眼前这个男人了 所以 只能选择接受 你准备什么时候走 需不需要做什么准备 小皇帝那边你想怎么办 她可不会让你轻易带走我们两个 真太后开口说道 不用管她 我自然有办法带你们离开 林凡自信地说道 下一刻 林凡在两女不解的目光中 走出了慈宁宫 随着她一挥手 整个慈宁宫 就被她收进了自己的小世界 其中还包括在慈宁宫 伺候的太监跟宫女 毕竟 不管是真太后 还是见宁公主 都是被人伺候习惯了的 没人在旁边伺候着可不行 第25章 慈宫府小君 你的原因 当然是仰慕你大元第一美人的称号 前来一关美人的风采 林凡说道 阁下还没有说你是谁 这重要吗 不重要吗 赵明凡问道 好吧 我正是这座城的主人 未来大厦的皇帝林凡 现在能让我进去说话了吗 皇帝陛下请 走进房间 林凡找了个位置坐下 大元郡主明敏特木尔 建国大厦皇帝陛下 无需多理起来吧 我现在还没有称帝 叫我林凡即可 是 赵明站起身 看了一眼帅气的林凡 然后只听他开口问道 不知您来找小女子 有什么事 两个目的 其中一个目的之前说过了 就是来看看你这个大元第一美人 第二个目的 我希望你哥哥王宝宝 可以撤兵 毕竟 你哥哥现在占据的地方 距离你们大元中间 还隔了一个膝下 长期助手 也不符合你们大元的利益 那不知 你能开出什么样的条件 总不至于 让我们将占据的土地 白白送给您吧 赵明说道 朕许你皇后之位如何 不够 毕竟我不是大元皇帝的女儿 只是汝阳王府的一个郡主而已 赵明说道 差不多了 我愿意许你皇后之位 也只是因为我欣赏你的能力 欣赏你的美貌而已 想必你也应该清楚 以我现在的兵力 别说是你大元 就算是我想从各大皇朝手上 拿回大清元先的所有土地 也不是什么难事 林凡贪了贪手说道 那你就不能看在我的份上 再加一点东西 那样 我也能好交代一些 赵明白了一眼林凡 然后开口说道 听到赵明的话 林凡想了想 然后开口说道 这样 你先让人将大明 大清 大随的使臣都叫过来 具体什么条件一起谈 也省得我再找他们了 林凡说道 听到林凡的话 赵明点了点头 然后便安排人去请另外三大皇朝的使者去了 不久后 铁胆神侯诸无事 宇文化吉 李斯陆续赶到 我等见过大夏皇帝陛下 三人拱手道 免礼 我今天叫你们过来 是有事情想跟你们谈谈 林凡说道 不知是何事 还劳您亲自跑一趟 大秦丞相李斯开口问道 也没什么大事 就是我想要你们手上原先大清的领土 听到林凡的话 几人面面相去 不知道林凡是哪来的自信 觉得他们会把吃下去的肉再吐出来 看到几人的反应 林凡再次开口说道 你们也先别急着拒绝 首先 如果不是同为汉人 以我现在的兵力 我完全可以出兵夺回那些土地 根本不需要找你们谈 如果实在没办法 我也只能选择出兵了 而且 你们心里应该很清楚 你们挡不住阵的兵风 威胁 赤裸裸的威胁 大夏皇帝陛下 你也太自大了 如果我们四大皇朝联手 凭你一国之力 根本不可能有胜算 铁胆神侯诸无事 眼神凌厉的看着林凡开口说道 侯爷 你是不是忘了被炮火覆盖的滋味了 如果我告诉你 那样的大炮 我有一万门 你当如何 别以为我是在骗你们 以我大夏的国力 能造出一门 就能造出一万门 系统复制功能了解一下 林凡不嫌不淡地开口说道 林凡此话一出 包括赵敏在内的四人 全部被吓到了 他们不敢相信 如果真的像林凡说的 那样的大炮 他有一万门 他们不敢想象 他们与林凡为敌 会产生什么样可怕的后果 好了 好了 都别那么紧张 我的话还没说完呢 这样 我也不让你们白白交出那些土地 我会给你们提供 制造碎发枪的土纸 再补偿你们四大王朝 每个王朝一百万弹粮食 你们看如何 虽然四百万弹粮食 看起来很多 但跟四大皇朝占据的土地相比 不值一提 况且先不说 林凡最近一段时间 赚得盆满钵满 这四百万弹粮食 对他来说不算什么 就是九牛一毛 就说系统那复制功能 恐怖的一比十复制比例 所以啊 林凡真正要付出的粮食 也就四十万弹 陛下所说的碎发枪 难道就是陛下军队中 装配的那种火枪 宇文化急开口问道 是也不是 碎发枪虽然比不上 我军队里面装备的九八K 但也要比你们 现在装配的火枪 强上数个档次 林凡说道 虽然林凡给出的答案 没有让他们满意 但也不出他们所料 毕竟谁也不会将自己的杀手锏 最好的东西交给别人 不过他们也懂得见好就收 要是等林凡派出大军 他们可就什么东西 都捞不着了 好 大夏皇帝陛下 我代表大明同意你的条件 我大明的军队 也会在五天之内撤走 朱吴氏说道 我们也同意 同样也会在五天之内 撤走大军 赵敏 宇文化急 李斯也是开口说道 至于各大皇朝皇帝的意见 他们相信 自家皇帝不是傻子 会做出跟他们同样的选择 毕竟他们就算不同意 也守不住 果不其然 在他们向自家皇帝禀报后 四大皇朝的皇帝 果然跟他们做出了同样的选择 就这样 林凡用一张碎发枪的图纸 加四百万弹粮食 交易回了大清原先所有的土地 对了 还得加上一个皇后之位 第28章 隐藏任务大礼包 五天时间过得很快 四大皇朝遵守了与林凡的交易 已经将兵马全部撤出了原大清的领土 至于林凡答应的碎发枪图纸 跟总计四百万弹粮食 林凡已经将其交给了四大皇朝的使臣 随后林凡命令 关羽的第一军团三十多万大军 接管大厦东部 负责驻守大厦东部 张飞的第二军团 三十多万大军 接管大厦南部 负责驻守大厦南部 赵云的第三军团 三十多万大军 接管大厦西部 负责驻守大厦西部 马朝的第四军团 三十多万大军 接管大厦北部 负责驻守大厦北部 而皇中的第五军团 三十多万大军 入驻林萧城 负责驻守大厦中部 五大军团总兵力 接近二百万人 彻底接管了 原大清所有领土 自此 大清原先的领土 全部落入了林凡之手 搞定这一切 时间也来到了大厦开国 林凡登基称帝的前一天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在之前的时间中 林凡不仅彻底 搞定了剑宁公主 穆建平 方怡 他还派人去王乌山 带回了曾柔 通过铁胆神猴 从吴三贵手上 要来了龙弯 找到了跟独臂神秘云游的阿克 去庄府提亲带回来了双 吉女现在就在林凡的豪华别墅中 明日登基大典 将会被林凡册封成妃子 再加上一个皇后赵敏 也就等于林凡一天 要娶八个老婆 这种事情 林凡前世想都不敢想 别说法律不允许 就算法律允许 也没有哪个女的会同意 抱着小朵朵 坐在豪华别墅的沙发上 看着包括赵敏在内的 八个阴阴艳艳艳 林凡嘴角挂着笑意 而就在这时 系统的声音 在她的脑海中响得起来 叮 恭喜宿主完成隐藏任务 驱除达鲁任务 现系统发放隐藏任务礼包一个 请问宿主是否打开 是或否 系统突然的发声 给正在正大光明偷看美女的林凡 吓了一跳 被吓了一跳的 林凡刚准备发火 就听到系统 是给她送礼包来的 于是下一刻 她来了精神 打开系统仓库 看着仓库里面的隐藏任务礼包 没有犹豫 林凡直接命令到 系统开启隐藏任务礼包 好的宿主 隐藏任务礼包开启中钉 礼包开启成功 钉 恭喜宿主获得 系统召唤人物 卧龙诸葛孔明 钉 恭喜宿主获得 系统召唤人物 凤雏旁统 钉 恭喜宿主获得 系统召唤人物 房玄灵 钉 恭喜宿主获得 系统召唤人物 长孙无忌 钉 恭喜宿主获得 系统召唤人物 敌人节 钉 恭喜宿主获得 土豆红薯玉米 优质水稻种子 各一吨 钉 恭喜宿主获得 蔬菜种子大力包一个 其中包括各种各样蔬菜种子 数十种 每种一千斤 钉 恭喜宿主获得 九龙套装 其中包括九龙地袍 九龙地剑 九龙地关 九龙玉带 九龙地甲 九龙配 九龙靴 九龙印 钉 恭喜宿主获得 大宗师初期修为提升单 X 十 钉 恭喜宿主获得 D级功法九龙真金 钉 恭喜宿主获得 女剑士 1111名 其中 大宗师初期一人 宗师初期十人 先天巅峰100人 后天巅峰1000人 钉 恭喜宿主获得 随即世界永久传送门一个 使用此传送门后 宿主可随即绑定一个世界 往返无需消耗黄金 看完礼包里面开出来的东西 林凡也是无语了 下一刻 只听他开口说道 狗儿的系统 你终于知道 给我出文官了 你知道这段时间 我是怎么过的吗 大小事情 全部需要我自己处理 那帮铁憨憨 根本帮不上忙 林凡说道 好了宿主 你就别抱怨了 本系统这不是给你 开出文官来了吗 以后你就可以解放了 系统回道 哼 算了不跟你计较 林凡哼了一声说道 毕竟现在自己 能有这样的成就 全都亏了系统 如果系统没有绑定自己 自己可能早就在刚穿越的时候 就死在于沧海跟青城派的剑下了 没有犹豫 林凡直接将 诸葛亮 庞统 房玄灵 长孙无忌 敌人节五人召唤了出来 我等见过陛下 被召唤出来的五人拱手行李道 嗯 起来吧 是陛下 看向诸葛亮 林凡开口道 孔明 献我任命你 为我大厦内阁首辅 总管一切事务 辅助朕处理朝政 谢陛下孔明领命 对了孔明 朕得到了一批高产种子 还有数十种蔬菜种子 等你上任后 安排人把它们种下去 我大厦未来的粮食产量 跟百姓吃得好不好 就得靠它们了 好的陛下 陈明白了 陈一定会将这件事 当作我大厦的头等大事去做 孔明回道 点了点头 随后林凡将目光转到了庞统身上 林凡再次开口道 庞统 献真任命你 为我大厦内阁赐府 负责协助孔明 辅助朕处理朝务 谢陛下庞统领命 长孙无忌 朕任命 你为我大厦的内务大臣 负责总管 我大厦一切财政 是 谢陛下 房玄灵 朕任命 你为我大厦的立部尚书 总管一切礼仪教皇 陈领命谢过陛下 敌人杰 朕任命你 为我大厦的刑部尚书 总管一切刑罚与法律制定 陈领命 谢过陛下的信任 陈一定会尽快拟定出一套 适合我大厦的刑罚 好 你们都去忙吧 需要人手可以去找白起 他会安排好一切 是 陛下 等人走后 陈凡常常舒了口气 这段时间 真是给他累着了 前世打工996都没这么来 将1111名女剑士召唤出来 让他们负责守卫后宫后 陈凡又将目光锁定在了大宗师 初期修为提升卡 跟九阴真经上 陈凡一看就知道 这两样东西 是系统给众女准备的 将八女叫过来 陈凡取出八颗大宗师 初期修为提升单 八颗助颜单 八颗炎寿单 还有九阴真经 递给众女 然后辅助他们服用丹药 第二十九章 使用随机传送门 随机到港宗事件 众女服用完三颗丹药后 全部达到了大宗师修为 其中几个有五公底子的 甚至突破到了大宗师中气 比如容儿 另外 在助颜单跟严寿单的加持下 众女 每人增加了三百年寿缘 容颜也将定格在今日这一刻 往后不会变老 之后 林凡又将九阴真经 交给了众女 这次众女在江湖上 也能算得上是一方强者了 帮助八女融合完 修为服用完丹药 林凡又单独找到了真太后 毕竟真太后也是自己的女人 林凡不可能厚此薄彼 而且她的年龄比八女都要大 更加需要严寿单跟助颜单 值得一提的是 付出就有回报 当晚九女全部进入了林凡的房间 一晚荒唐 差点没给林凡榨干 第二日凌晨 早就准备好的登基大典 正式举行 坐在笼椅上 林凡又再一次地将她对诸葛亮 庞统 长孙无忌 房玄灵敌人杰的任命宣读了一遍 随后林凡又任命了 白起为锦衣卫统领 在留下11111名锦衣卫 在小世界后 林凡将其余2万多名锦衣卫 全部交由了白起统领 吕布还是老样子没有变动 继续负责统领八百宗师 进重甲铁骑 守卫皇宫 只有官职被提到了二品大员 另外 关羽 张飞 赵云 马超 黄中五人 也被林凡封为了二品大将军 负责统领五大军团 最后林凡侧封 赵敏为大夏皇后 剑宁 穆建平 方怡 曾柔 龙儿 阿柯 双妻女 被林凡侧封为了大夏皇妃 小丫头朵朵 被封为了大夏长公主 林凡也没有忘了小梅这丫头 她被林凡封为了宫中女官之首 负责管理宫中所有宫女 这场登基大典 整整持续了一个上午的时间 各种仪式 搞得林凡头疼不已 人人都说结婚的时候规矩多 林凡只想说 你来当个皇帝试试 各种繁杂的礼仪 多得吓死人 登基大典结束 各国使臣也陆续离开了 现在有了诸葛亮等人的协助 林凡也闲了下来 每天需要他亲自处理的事情 花一个小时就能处理完 剩余的时间 他就用来陪众女 就这样过了 有三个月时间 林凡有些闲不住了 于是他从空间里面取出了 随机世界永久传送门 嗯 也不知道能随机到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拿着随机传送门的林凡 林凡将随机传送门往空中一抛 伴随着一道白光闪过 一个门户出现在了 林凡豪华别墅的主卧中 跟众女交代一番后 林凡穿过传送门 来到了一间房间之中 房间不大 也就五六十平的样子 内部装饰像是七八十年代的湘江 下一刻 系统将一股记忆 传入了林凡的脑海中 记忆很快融合完毕 林凡了解了一切 在这个世界系统给他的身份是 湘江警队一哥的身份 名字还跟之前在宗武世界一样 也叫做林凡 年龄二十三岁 至于他一个二十三岁的小年轻 为什么能当上警队一哥 林凡很快就从系统 给他融合的记忆里面 找出了答案 事情有些狗血 原来是原生救了一个鬼老 而且那鬼老似乎来头不小 因为林凡救了他 那鬼老在短短一年时间 将他林凡一个刚从警校毕业的 间隙督查 火箭般提升到了警队一哥的位置 但也因为他这个职位 是走后门得来的 警队里面的高层 没一个看得起他的 所有人都不配合他 他的权利 也被警队里的两个势力一起架空 现在他就是个空架子 空有一个警队一哥的头衔 实际一点权力都没有 林凡今天并不准备去上班 反正他是一哥 别人也管不了他 今天林凡准备在湘江逛一逛 看看八十年代湘江的风景 找到这个世界自己的车钥匙 林凡来到楼下 他便看到了 那辆停在路边的老爷车 熟练地打开车门坐进去 发动车子一脚油门 老爷车被林凡开动了起来 驾驶着老爷车 看着两边繁华的街道 林凡感觉八十年代的湘江 还是挺繁华的 一整天的时间 他开车逛了湘江很多地方 天快黑的时候 林凡正好来到了波兰街 他准备找个地方 体验一下湘江波兰街的风情 可他刚停车 就有一个假小子 带着一个漂亮的亮妹 上了他的车 拿刀架在他脖子上 开车 快 再不开车我一刀同撕你 假小子一边威胁林凡 让林凡开车 一边转头向他来的地方看去 表情十分着急 林凡也转头看了过去 只见有一帮人也拿着西瓜刀 朝他这边跑了过来 林凡可以肯定 那帮人就是来找上了 自己车的这两个人的 随着那帮人的靠近 林凡心想 这湘江还真是够乱的 下一刻 他重新发动车子 一脚油门踩了下去 冲出了那帮蛊惑仔的包围 正在开车的林凡 通过后视镜也看清楚了 那两个人的长相 他一眼就认出了 这两个人是谁 那拿刀威胁自己的假小子 应该是红心未来厄兰街的 堂主十三妹 另外一个 应该就是他的好姐妹阿润了 这位靓仔还是靓妹 车都开出去这么远了 你应该没必要再拿刀架 在我脖子上了吧 林凡开口说道 十三妹收回刀 不耐烦地说道 老实开你的车 再废话 老娘捅死你 阿润算了吧 我们现在都逃出来了 就别给人家添麻烦了 还是赶快找个地方下车吧 阿润说道 不行 诸葛是联合社的堂主 现在我们还在他的地盘上 必须让他把我们送出去 我才能放了他 没车 我们是逃不出去的 话说 你就这么跑了 就不怕那个叫诸葛的 去找你老爸吹水达的麻烦 看刚才的情况 你们把他得罪的不轻啊 林凡提醒道 是啊 阿妹 达叔还在家里 诸葛抓不到我们 一定会去找你老爸的 阿润摇着十三妹的胳膊说道 对 还有老爸 下一刻 十三妹又把刀架在了 林凡的脖子上 搞得林凡有些无语 感觉自己就不应该多嘴 随后 只听十三妹开口说道 按照我指的路走 速度快一点 前面左转 然后往前一直开 至于林凡为什么会知道 吹水达是他老爸 十三妹也顾不上了 他现在的脑海中 只想着赶快回家 带着他老爸吹水达逃命 林凡照十三妹说的做了 转动方向盘 往左边开去 你快点 再开快一点 十三妹一直在旁边催促 想让林凡开快点 你这是准备回家 接上你老爸一起逃命 林凡一边开车 一边问道 要你管专心开你的车 听到林凡的话 十三妹有些不耐烦 于是呛了一句 阿润有些看不下去 开口道 对不起先生 我们这也是没办法 达叔前两天中了六合彩 被联合社的堂主诸葛知道后 就带人把达叔的六合彩抢走了 我们也是气不过 今天才不下这个仙人跳的局 把六合彩抢了回来 你就帮帮我们吧 要是被他抓住 我们就惨了 阿润说道 帮你们可以 甚至我可以帮你们干掉 那个联合社的诸葛 但我帮了你们 我又能得到什么好处呢 吹牛谁不会 就凭你还能干掉 一个联合社的堂主 要是你真能把诸葛干掉 我们什么都听你的 六合彩的奖金 也可以分你一半 但是你有这个实力吗 十三妹略带嘲讽地说道 这话是你说的 如果我帮你们解决掉诸葛 奖金我就不要了 我不缺钱 但我要你旁边的亮妹 做我的女人 你敢答应吗 林凡通过后视镜 看着两女开口说道 哼 怕你啊 答应就答应 就不相信你这个小白脸 有本事干掉联合社的堂主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十三妹也跟着说道 旁边的阿润 整个人都梦了 他没想到十三妹就这么答应了 这也太草率了吧 他用眼神看着两人 满脸的不可思议 自己的意见呢 难道不应该听听自己的意见吗 阿润 安了 我都能拿刀架在他脖子上 你还指望他是什么厉害的人物不成 还干掉联合社的堂主 吹牛罢了 我还说我能干掉联合社的龙头呢 吹牛谁不会啊 听了十三妹的话 阿润没有再说话 林凡只是嘴角微微一笑 联合社诸葛 堂主 今晚就让他变成死猪 林凡这话一出 阿润又变得不安起来 他感觉 林凡不像是在吹牛 他真有可能会干掉诸葛 怎么办 难道真的要做他的女人 阿润看了看林凡的侧脸 下一刻 他感觉也不是那么难以接受了 毕竟帅哥谁又会不喜欢呢 算了他要是真的能救出达叔 干掉联合社诸葛 做他的女人 就做他的女人吧 很快 车子开到了十三妹家楼下 但是十三妹在上楼 打开自家门后 他不但没看到他老爸吹水达 反而发现 家里的桌椅板凳 各种家具 全部被打翻在地 一副被打劫过的样子 老爸出事了 十三妹惊呼道 就在他着急的时候 他突然听到了 他老爸吹水达的惨叫声 仔细听他发现 声音是从楼顶上传来的 下一刻 十三妹带着阿润 直接冲上了楼顶 林凡也在后面 不急不缓地跟着 趁两女不注意的时候 他从小世界里面 召唤出来了三百名锦衣卫 第三十章 锦衣卫霸气登场 联合社诸葛之死 三人很快来到楼顶 而第一个冲上楼顶的十三妹 一眼就看到了自己老爸吹水达 正在被十几个蛊惑仔围殴 老爸 十三妹担心地大喊了一声 听到十三妹的喊声 联合社的诸葛 跟他手下十几个蛊惑仔 手上动作停了一下 转头朝十三妹看了过去 达叔也同样看到了赶来的十三妹 阿妹你快走 老爸没事 他们不敢把我怎么样 被打得鼻青脸肿的达叔 开口喊道 拦住他们 别让他们跑了 诸葛命令道 毕竟彩券还在十三妹手上 他可不想让十三妹跑了 十几个马仔 听到自家老大的命令 立马围了上去 将十三妹阿润 还有林凡三人堵在了楼顶上 诸葛吸了一口手上的烟 一边往达叔那边走 同时开口说道 十三妹 有种你就跑 今天你要是再敢跑 信不信我就敢弄死你老爸 下一刻 联合社的诸葛 一脚踹在了达叔身上 将达叔踹翻在地 然后他就跟发了疯一样 一脚又一脚地疯狂踢踹达叔 操你妈的 老子不敢把你怎么样是吧 操操操 操 你以为你是谁 还老子不敢把你怎么样 老子打死你 别打我老爸 见老爸被打 十三妹大喊了一声 冲过去 用力推开了联合社的诸葛 然后用身体挡在了达叔身前 联合社的诸葛 被推了一个亮枪 不由地开口骂道 他骂得还敢推老子 给我上 往死里打 打死了算我的 联合社的诸葛 面色猙獰地 对手下的马仔命令道 砰 撕啦 打火机点火的声音发出 听了自家老大的命令 刚准备动手的十几个马仔 目光瞬间被吸引 转头朝发出声音的地方看去 很快 他们就找到了声音的源头 原来是林凡掏出打火机 点上了一根滑子 在那若无其事地抽着 还吐出了几个烟圈 至于林凡为什么不上去帮忙 林凡表示自己 又不是剑骨头 毕竟十三倍 刚才还拿刀架在自己的脖子上 威胁自己来着 要是现在自己舔着脸上去帮忙 那也太掉价了 小子你是谁 联合社的诸葛 见一个他不认识的小子 被他的小弟堵在楼顶上 还有心情抽烟 于是开口问道 你惹不起的人 再次美美吸了一口香烟 瞥了一眼联合社的诸葛 林凡淡淡地开口回道 小子你够嚣张 这波兰街有头有脸的人 我诸葛哪个不认识 谁不给我联合社诸葛一点面子 至于你小子 我别说贱 就连听都没听说过 还我惹不起的人 你可真敢说 不相信你可以招惹我试试 看你会不会死得很惨 林凡掐灭烟头 将香烟屁股丢在地上踩灭的同时 开口说道 哈哈 你小子有种 不过就算你是什么过江龙 但你现在就一个人 你以为我会怕你 联合社的诸葛 大笑着开口说道 谁说我只有一个人的 林凡瞥了一眼联合社的诸葛 开口反问道 哈哈 你说 你不是一个人 那你倒是叫你的人出来啊 你以为老子是下大的 诸葛叫嚣道 这是你说的 我说的又如何 真的有人你就叫他们出来 看我诸葛会不会怕 林凡点了点头 下一刻 只见林凡轻轻地打了个响指 瞬间数十名身穿飞鱼服 妖怪绣春刀的锦衣卫 飞升而起 从隔壁楼顶 一跃出现在了天台上 而且出现的锦衣卫 可不止楼顶上这么点人 隔壁几栋楼的楼顶上 也同样站满了锦衣卫 人数足足三百 最关键的是 这帮人杀气腾腾 一看就知道不好惹 看到锦衣卫的出现 十三妹跟达叔 也是用不可思议的眼神 看着林凡 一直站在林凡旁边的阿润 更是被惊得张大的小嘴 满脸写着不可思议 同时 阿润像是想起了什么 瞬间羞红了小脸 他不会是真的要干掉猪哥吧 他要是真的 把猪哥干掉了 我岂不是要做他的女人 哎呀 都怪阿妹 现在该怎么办 阿润心里想到 越想他的脸越红 这时的猪哥 跟他手下的十几个马仔 早已经被吓得两腿发软 满脸写着惊恐 至于他们为什么 会有这么大的反应 那当然是因为 锦衣卫的出场方式太扎连 要知道 楼与楼之间的间隙 足足有着数十米 数十名锦衣卫 就这样跳过来了 能不吓人吗 一个个都跟小超人似的 你你你你到底是谁 这时猪哥也不敢嚣张了 哆哆嗦嗦地问道 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 我是你惹不起的人 大哥我知道错了 能不能放我一马 猪哥态度180度大转变 开口问道 看了一眼这个刚才 在自己面前嚣张的联合社猪哥 临烦淡淡地开口说道 你刚才不是很嚣张吗 大哥我错了 是我有眼不识泰山 得罪了你 你就把我当作一个屁给放了吧 联合社的猪哥求饶道 他是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嚣张过头了 得罪了这么一个煞心 我是斯文人 不会放屁 林凡一本正经地说道 不吃 听到林凡的话 站在旁边的阿润 没忍住笑出了声 笑什么 我说正经的呢 你见过有斯文人放屁的吗 没有没有你继续 哼 别忘了你答应我的事 林凡提醒道 我才没答应你什么事呢 那都是十三妹自作主张答应的 我可不管 要履行承诺 你找十三妹去 被林凡提醒 阿润红着脸反驳道 切 这还没过河呢 就想拆桥 你们的是我不管了 我们走 林凡带着锦衣卫 转头就要走 别走 你要是走了 我跟阿妹还有答书 可就惨了 阿润拽着林凡的胳膊 可怜兮兮地开口说道 那跟我又有什么关系 你又不愿意履行承诺 没好处的事情 我可不干 林凡用一副 事不关己的语气说道 算我求你了好不好 阿润摇着林凡的胳膊说道 那之前的承诺 我 我答应了 我会履行承诺的 阿润红着脸小声说道 哈哈 这还差不多 林凡大笑了一声 将阿润搂进了怀里 阿润你别求他 让他走 我们的事情 我们自己解决 十三妹看不下去了 他可不想看着阿润 为了救他跟他老爸 把自己送出去 你闭嘴 你别忘了 之前是你自己说的 只要我帮你们干掉 联合社的诸葛 你就让我怀里的这个亮妹 做我的女人 那我不是以为 你没实力干掉诸葛吗 我现在 后悔了还不行吗 十三妹底气不足地说道 那可不行 自己答应我的事情 那就必须做到 你 哼 我十三妹一人做事一人当 大不了我把我自己送给你 你放了阿润 十三妹 你别逗我了好吗 就你这搓衣板男人婆 谁会要你 你有我怀里的亮妹香吗 林凡用嘲讽的语气 开口说道 反正我不管 除非阿润自愿 不然我不可能让你带走他 况且 我们之前说的是 需要你帮我们干掉 联合社的诸葛 我们才会让阿润做你的女人 可现在 你还没有把诸葛干掉 所以不算 这个还不简单 说话的同时 林凡对旁边的锦衣卫 使了个眼色 下一刻 楼顶上的数十名锦衣卫动了 只见他们同时 拔出腰间的绣春刀 眨眼功夫 就把包括联合社堂主 诸葛在内的十几人 全部砍翻在地 另外 锦衣卫的动作实在太快了 十几人连求饶的声音 都没来得及发出 就被全部送下去 卖了咸鸭蛋 现在怎么说 林凡问道 第31章 穿越第一天 就捡了个漂亮老婆 这位大哥 我很感谢 你救了我跟阿妹 但可不可以 求你放了阿润啊 如果你需要报酬的话 我们可以把中了 六十万大奖的六盒彩给你 还请你大发慈悲放过阿润吧 毕竟你救的是 我们妇女 跟阿润没关系 达叔低头哈腰地说道 阿润从小跟十三妹混在一起 也可以说是他看着长大的 他怎么能忍心 看着阿润为了救他们妇女 把自己送给别人呢 十三妹也是点头 然后立马从身上 取出了那张中奖的六盒彩 就要递给林凡 算了算了 我也就不做那个恶人了 才靠你们自己留着 我不缺那点钱 说完林凡看向阿润 然后只听他开口说道 跟不跟我 你自己决定 放心 无论你怎么选 我都不会找你们的麻烦 林凡被搞得没办法 只能以一朝以退为进 看能不能获得美人的芳心 我 我 听到林凡的话 阿润有些纠结 说老实话 他并不反感林凡 而且 林凡在抱着他的时候 他从内心产生了一种安全感 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的阿润 有些不舍得离开林凡的怀抱 慢慢的他 眼神变得坚定了起来 随后只听他开口说道 阿妹 你把彩票收回去吧 对了讲跟达叔好好过日子 我决定跟林凡走 阿润 十三妹还准备说些什么 阿妹别说了 可是 没什么好可是的 其实这样 你不觉得也不错吗 这个男人够强大 长得又帅 另外他刚才也说了 他不缺钱 所以你不觉得 他会是我的好归宿吗 阿润笑着说道 另一边的十三妹 在听完阿润的话后 不自觉地看向了林凡 下一刻 他的心突然跳了一下 卧槽 阿润不说我还没注意 这家伙这么帅的吗 哎 算了 算了 随便你吧 这家伙长得确实够亮 也难怪 你会动心 十三妹叹了口气说道 听完十三妹的话 本来还正常的阿润 瞬间脸就红了 然后一头扎进了林凡的怀里 躲了起来 哈哈哈哈 看到这样的阿润 林凡十三妹达叔都笑了起来 就连旁边的锦衣卫 也差点没憋住笑出声来 一切搞定 林凡先是让锦衣卫都撤了 其实是将他们收回了自己的小世界 然后他掏出大哥大拨了出去 直接打给了厄兰街警署的负责人 让他带人来 清理现场 毕竟林凡可没忘了 系统给他的警队一个身份 而且有自己出面 达叔他们也能减少不少麻烦 另外 不管怎么说 这也算是一份功劳 不拿白不拿 不久后 一名高级督察 带着数十名警员赶到了楼顶 来到楼顶后 那名高级督察 一眼就看到了 站在人群中的林凡 Sir 高级督察刘辉 向你问好 嗯 把这里处理一下吧 林凡说道 那个 那个 能问一下 这里是怎么回事吗 刘辉小心翼翼地 看了一眼林凡 然后开口问道 没办法在他的辖区 死了这么多人 就算是一哥 他也要问清楚 不然他没办法结案 没什么大不了的 社团分子联合社诸葛 因抢劫六十万中奖彩票 威胁殴打他人 对他人性命构成威胁 被我当场击毙 他们是受害者 也是证人 林凡指着达叔 跟十三妹开口说道 没错 阿Sir 我们可以作证 中奖的彩票 还在我们身上 十三妹连忙开口说道 好 你们跟我回去做个笔录 我现在可以走了吗 林凡问道 Sir 您随时可以离开 这里交给我们处理就行 刘辉恭敬地说道 林凡点了点头 然后带着阿润 往楼梯口走去 临近楼梯口时 林凡像是想起了什么 于是转头指着达叔 跟十三妹开口说道 对了 他们是我的朋友 不要为难他们 明白 刘辉回道 听到了满意的答复 林凡转身 搂着阿润 离开了楼顶 没办法 他不得不交代一句 八十年代的湘江警察 可不比社团好多少 十三妹身上有一张 中了六十万的彩票 自己不交代一句 难保他们不会动心 其实林凡的猜测是对的 如果没有他交代的那一句 十三妹跟达叔 还真保不住 那张中了六十万的六合彩 等林凡走后 刘辉擦了擦头上 不存在的冷汗 就差一点 就差一点 他就得罪了一个的朋友 如果不是林凡交代的那一句 他还真准备 把那张中了六十万的彩票扣下来 来到楼下 林凡打开车门 让阿润坐了上去 然后自己上了驾驶位 不久后 林凡带阿润回到了自己家 进入房间关好门 不等有些拘谨的阿润说些什么 林凡转身 抱住阿润轻了上去 被突然袭击的阿润 瞬间瞪大了眼睛 下意识地想挣扎 不过林凡可是天人出气的强者 怎可能是他的力气能挣扎开的 慢慢地阿润放弃了挣扎 开始笨拙地回应起来 时间一点点过去 两分钟后 他开始喘不过气来 身体也开始发软 浑身一点力气都提不起来 整个人软啪啪地摊在了林凡怀里 若不是林凡扶着他 他会直接摔到地上 终于两唇分开 阿润抬起头眼中 带着一丝魅意地看着林凡 然后他呼吸越发急促地开口问道 你 你 你会一直对我好吗 会的 只要你一天是我的女人 我就会一直对你好 林凡认真地说道 听到林凡的话 阿润嘴角露出了一个开心的笑容 下一刻 只听阿润开口说道 爱我 好 林凡没有犹豫 直接以一个公主抱的方式 将阿润抱进了卧室 关上卧室门 不久后 里面传来了嘻嘻嘟嘟的声音 再往后一些奇怪的声音 从房间里面发出 而且非常有节奏 两个小时后 看着躺在自己怀里睡着了的阿润 林凡也笑了 他是怎么也没想到 穿越过来第一天 就捡了的老婆 而且还是前世不少人的梦中女神 点上一根滑子 林凡考虑起了这个港宗世界 能对他有什么帮助 下一刻 他取出一张绿币 林凡想了想 然后开口对系统问道 系统这个能复制吗 可以的宿主 而且本系统 可以帮你改变上面的编号 系统牛逼 林凡不令夸赞道 低调低调 本系统功能强大 这点小事不足挂齿 第32章 遭遇为杀的林凡 之前升级完系统 余额还剩黄金98万 出力掉熬拜剩余的产业 林凡又获得了36万两黄金 加起来就是134万两 之前发展大夏 前后用掉了96万两左右 不过回报是喜人的 最终收益整整翻了9倍 再加上大夏的税收 跟一些其他收入 林凡现在总共拥有 黄金余额1262万两 系统 黄金复制绿币的比例是多少 毕竟纸币本身没有多少价值 所以林凡有此疑问 回宿主 复制纸币 要比复制纸张要价格高一点 毕竟纸币的工艺 还是比较复杂的 大概要比复制一张 普通纸张价格高出三倍 卧槽 那岂不是比别人印假钞还便宜 是的宿主 纸张终究是纸张 在本系统这里 没有任何价值 哈哈 好 林凡兴奋了 要知道 灯塔国的黄金储量 可是很多的 大量复制灯塔国的绿币 兑换黄金 哪怕弄出来十分之一 估计也够自己 再升级一次系统了 系统 帮我复制两万两黄金的绿币 就以我手上的 这张价值百元的绿币 作为模板 好的宿主 消耗黄金两万两 复制功能开启中 复制中钉 复制成功 恭喜宿主 获得不连号绿币2000亿 2000亿绿币 已存入系统空间 宿主可随时取出 查看完系统仓库里面的2000亿绿币 随后林凡召唤出了1000名锦衣卫 命令他们以十人一组 分散前往世界各地 他们的任务是 用系统复制出来的绿币 去兑换黄金 或者其他有价值的东西 不过林凡明令禁止了 不要他们前往华夏 毕竟华夏人不坑华夏人的道理 林凡还是懂的 另外1000名锦衣卫的身份 系统会给他们安排好 搞定这一切后 林凡抱着阿润进入了梦乡 梦中林凡梦到了 他有大量黄金入账 瞬间将系统升级到了满级12级 领取了系统奖励的混沌质宝套装 然后无敌于世间 也因此 林凡在睡梦中都在傻笑 第二天中午11点 太阳都晒屁股了 林凡跟阿润两人 才从床上悠悠醒来 起床洗漱一番 然后两人就出去觅食去了 至于去上班 林凡表示 他在宗武世界 都是当皇帝的人了 还上班上个屁的班 反正他早就被架空了 就算去上班 也没事可做 还不如陪着阿润逛逛街吃吃饭 另外 就算他被架空了 他也是堂堂警队一哥 难不成还有人敢辞退他不成 单手开着老爷车 另一只手放在阿润那 洁白如玉的大腿上 林凡惬无比 不久后 两人到了鄂兰街 没办法阿润想吃波兰街一家 茶餐厅的叉烧饭 所以林凡只能大老远地开车过来 我跟你说 这家的叉烧饭可好吃了 平时我跟十三妹饿了 就会来这里 下了车的阿润 兴奋地说道 好好 我倒要看看 被你吹捧成这样的叉烧饭 到底有多好吃 林凡笑着回道 进入茶餐厅 两人找了一个空桌子坐下 然后阿润开口喊道 阿沈 麻烦这里两份叉烧饭 两罐可乐谢谢 原来是阿润啊 你们稍等一下 今天有些忙 等把前面客人都做完了 阿沈马上让你阿叔给你们做 好的阿沈 我们不着急的 阿润回道 终于两人在等了大概十几分钟后 两份叉烧饭 两罐可乐 被刚才那个阿沈端了过来 阿润啊 今天怎么就你一个人啊 十三妹呢 还有这个是不是你男朋友啊 小伙子长得可真亮 阿沈逮着林凡 就是一顿夸 夸得林凡都有些不好意思 老脸发红 阿沈的热情 让林凡有些招架不住 注意到林凡表情的阿润 先是偷偷笑了一下 然后开口解围道 好了阿沈 你赶快去忙吧 阿叔都在叫你了 好好 阿沈就不打扰 你们两个用餐了 不过 这位靓仔 阿沈最后还是想说一句 润丫头绝对是一个好姑娘 你可要好好对她 千万不能辜负她 那个阿沈你就放心吧 我会好好对阿润的 林凡尴尬地笑着说道 听到满意的答复 那位阿沈心满意足地笑着走了 等热情的阿沈走后 林凡也终于松了口气 被刚才那位阿沈唠叨 给了林凡一种 跟女朋友回家见丈母娘的感觉 就很尴尬 不过该说不说 阿沈家的叉烧饭 做的是真好吃 也难怪阿润大老远 都要让林凡带她来吃 一罐可乐一份叉烧饭 两人很快消灭干净 可林凡在付钱的时候 阿沈怎么样都不愿意收 非说今天是阿润第一次 带男朋友过来 由他请客 好了阿凡 阿沈不收就算了 大不了以后 我们多带点人过来 多给阿沈介绍点生意 阿润说道 好吧 听你的 阿润都这么说了 林凡也就没有继续坚持付钱 说到底 也就几十块钱的事 这就对了吗 以后常来 阿沈给你们打折 那就谢过阿沈了 我们以后一定会常来的 不过如果 下次阿沈你要是再不收我们的钱 那我们就再也不来了 阿润说道 好好好听你们的 下次阿沈一定收钱 阿沈笑着说道 出了阿沈家的茶餐厅 林凡跟着阿润 在波兰街逛了起来 反正早早回去也没事干 两人牵着手一路走一路聊 十分开心 可是 就是有人喜欢破坏气氛 只见这条街道的前后 瞬间出现了近二百名刀手 这些人一看就不是社团里面的普通蛊惑仔 只见他们各个身体魁梧 眼神犀利 身上充满了杀气 人手一把开山刀 本来逛街的人 还有街道上的小贩 在看到这些人后 一个个立马收弹跑路 生怕跑晚了 就会被卷入社团的火拼之中 二百名刀手 慢慢向林凡阿润靠近 看到这一幕 林凡哪里还不知道 这帮人是冲自己来的 不过昨天 自己刚穿越过来 除了干掉了联合社的猪哥 跟他手下十几个马仔 就没有得罪过其他人 可不应该啊 知道 是自己干掉猪哥的 就自己跟阿润 还有十三妹跟他老爸吹水答 这些人怎么会这么快找到自己 对了 还有警署昨天派来清理现场的警员 知道联合社的堂主猪哥 是自己干掉的 难道消息 是从他们那边走漏的 林凡想到 将阿润拉到自己身后 林凡看着这些人开口问道 能告诉我是谁派你们来的 又为何要对我们出手吗 林凡话音落下 两拨人前后各站出来一个人 也因此 林凡这才注意到 前后两拨人竟然不是一伙的 下一刻 林凡认出了 前面那拨人带头的人 只见那人染了一头蓝毛 眼神凶狠 手握八面汉剑 不是别人 正是洛天洪 至于后面那拨人带头的林凡不认识 估计是某个上不了台面的小角色 第33章 林凡之威 收服洛天洪 林四二你不会这么健忘吧 要知道上个月 你可是亲自带队 扫了我们中信义价值一个亿的货 洛天洪说道 听到洛天洪的话 林凡在脑海中回忆了一下 好像还真有这么个事 只不过 以自己被架空的状态 这么大的功劳 怎么会落到自己头上 林凡越想越不对劲 很明显是有人想害自己 而中信义 就是用来杀自己的那把刀 想到这里 林凡开口说道 我说连浩龙是不是没脑子 很明显 这是别人想借他的刀来杀我 他还真就上当了 他就不动动脑子 杀了我他会有好果子吃 是 我是被架空了 无权无势 只有一个警队一哥的名头 但只要我一天还是警队一哥 我就不是你们能动的 毕竟警队一哥 你们都敢杀 以后谁还敢当警察 警队的威严何在 林凡说道 不是林凡想解释 更不是他怕了这些人 林凡堂堂天人强者 他们两方就算再来十倍的人 也不是林凡的对手 林凡只是不想让幕后之人阴谋得逞罢了 可谁知还不等骆天红说话 另一边带头的那个家伙 叫削了起来 砍家产 别那么多废话 就算忠信义今天放过了你 我们连和社也不会放过你 杀了我们连和社的堂主 就算你是警队一哥 今天也必须死 哼 等杀了你 我们大不了找一个人顶罪就是了 连和社带头的人 嚣张地说道 丝毫不把林凡放在眼里 这些年死在社团手里的警察还少吗 不乏有警队高层 特别是卧底 十个有九个没办法活着回警队 哪次他们不是找人顶罪 反正湘江又没有死刑 进去蹲几年出来 还能上位 就算出不来 要在里面蹲一辈子 家里人也能得到一大笔补偿 妈的 给你脸了是吧 你以为就你们这点人能把我怎么样 林凡一甩手 举出麒麟剑开口说道 他妈的死到临头还敢跟我消账 兄弟们给我上砍死他 连和社的头目命令道 下一刻 一百多人提着开山刀 向林凡冲了过来 这些人每个都是连和社的精英 是连和社的龙头 花大价钱养的刀手 每一个人都有着 同时对付两三名蛊惑仔的实力 不是一般的蛊惑仔 能抵的 不过林凡会怕他们吗 当然不会 下一刻 只见林凡手起剑落 凡是敢靠近 他身前一米范围的 都不需要使用什么招式 就都会被他一剑封喉 短短一两个呼吸的时间 连和社的刀手 就有十几人死在了林凡手中 全都是一剑封喉 死得不能再死 看着倒在地上的尸体 连和社剩下的近一百人 没一个在赶上前 全都一脸惊恐地往后退 他们退 林凡就近 只见林凡牵着阿润的手 所过之处 无一人能在他的剑下生还 搞手 另一边一直没动手的骆天红 双眼放光地说道 本来听了林凡的话 他已经开始犹豫 到底要不要出手 可他骆天红就是个舞痴 要是遇到林凡这样的高手 不切磋一番 他可能往后的一个月 都会睡不着觉 于是下一刻他出手了 只见骆天红大不住跑 再跑出去十几步后 他一跃而起 在半空中拔出他的八面汗剑 就向林凡一剑刺了过来 小心 被林凡牵着手往前走的阿润 注意到骆天红的动作 开口喊道 放心他不是我的对手 林凡安慰了一句 在又杀了几个联合社的刀手后 林凡反手以一招独孤九剑破剑式 对上了骆天红 剑走龙蛇 那一剑朴实如滑 那一剑快如闪电 待骆天红反应过来的时候 他的八面汗剑 已经被林凡击落在地 林凡的麒麟剑 也已经架在了他的脖子上 怎么可能 你怎么可能会这么强 那一剑太快了 骆天红呆呆地自言自语道 这一刻 他对自己产生了怀疑 他曾经无比自信 这么多年在整个湘江 他少有敌手 如果只论剑法 他自信整个湘江无人是他的对手 包括他们忠信义的老大 连浩龙 可今天他输了 输得一败涂地 一招 他甚至没看清楚 林凡是怎么出得见 杀了我吧 我输了 骆天红眼神黯淡地说道 你是说你输了 你的命就是属于我的了 没错 杀了我吧 能死在 你这样的剑术强者手上是我的荣幸 骆天红肯定地说道 听到骆天红的话 林凡收回 架在骆天红脖子上的麒麟剑 然后开口说道 杀了你可惜了 以后跟我混吧 别急着拒绝 只要你以后跟我混 我可以教你用剑 听到林凡的话 骆天红的眼睛亮了 同时他感觉自己又活过来了 别说让他做小弟 要是能学到林凡的剑法 就算让他去死 他也愿意 下一刻 骆天红的眼神越来越坚定 越来越炽热 他已经有些迫不及待的 想要跟林凡学剑了 看到骆天红的表情 林凡知道自己成功在湘江 收到了第一个小弟 交给你一个任务 老大你吩咐 干掉联合社所有高层 还有刚才逃走的所有刀手 能做到吗 林凡说道 没问题 联合社就是个二流社团 而且联合社没有拿得出手的高手 以我的实力 再带上我这一百多个兄弟 绝对能完成 老大你交代给我的任务 好 去吧 林凡点了点头说道 好最多三天 完成任务后 我来找老大学见 骆天红走了 带着他的一百多名亲信 去完成林凡吩咐的任务去了 随后林凡 也牵着阿润的手离开了这里 回到家后 林凡带着阿润进了自己的小世界 阿凡 这事啊 我们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看着小世界中 古色古香的建筑 好奇的阿润开口问道 林凡没有隐瞒 将除了系统以外的所有事情 跟阿润说了一遍 包括他在另外一个世界皇帝的身份 哇 这么说我现在是皇妃了 阿润眼睛亮晶晶地问道 没错 你现在是真的皇妃 林凡确定地说道 阿凡 你能带我去 那个世界看看吗 我想见一见其他姐妹 阿润说道 等等吧 等我把这边的事情处理完了 我再跟你一起回去 好 不过你要快一点 我想快一点见到其他姐妹们 林凡点了点头 随后他叫来小世界里面的太监宫女 吩咐他们好好照顾阿润 然后林凡对阿润说道 我先出去了 有些事情要处理 你好好在这待着 等晚上我再进来陪你 好 阿润点头 出了小世界 林凡往警署赶去 这次他去警署的目的 是准备找一些好一点的热武器 进行复制 用来装配警衣卫 毕竟大多数警衣卫 实力还不足以硬扛热武器 只有达到先天镜 才能完全不具小口径枪械 比如手枪冲锋枪之类的 而想要硬扛大口径枪械 必须达到宗师镜修为才行 只有到了宗师镜修为 才能不具一切枪械武器的威胁 比如步枪 狙击枪 甚至是巴雷特反器材重拘 也无法打穿宗师高手的护体钢器 第三十四章 偶遇牙子 林凡在行动 开着自己的老爷车 林凡一路来到了警务大楼 下车林凡往枪卸裤走去 可刚走到一半 林凡眼前一亮 因为他看到了一个人 一个漂亮的女人 如果他不是一名穿越者 他甚至会以为 是自己的老婆贱宁 来到了港宗世界 没错 林凡看到的美女正是 警队第一美女警花牙子 就在两人快要擦肩而过的时候 林凡开口了 你是牙子吧 今天怎么回总部了 林凡问道 你是 牙子停下脚步 看着林凡问道 他不记得自己认识 眼前这个帅哥 听到牙子的反问 林凡感觉原生混得很失败 堂堂警队一哥 连警队第一女警花都不认识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林凡 林四二 下午好 听到林凡的自我介绍 牙子立马立正尽礼 林凡这个名字 他可是如雷贯耳 只是不是什么好名声罢了 什么走后门 一年之内 被鬼佬 提拔到一哥的位置 什么废物 堂堂警队一哥 竟然让人给架空了 不过这些东西 都跟自己没关系 再怎么被架空了 人家也是警队一哥 自己一个小小督察 见到了 还是要尽力的 林四二 您叫我有什么事吗 如果没事的话 我就先走了 有一个案子 需要我去处理跟进 静晚里牙子问道 没什么大事 你带我去一趟枪械库吧 是 林四二 请跟我来 两人一边往枪械库走的同时 林凡开口问道 牙子小姐 刚才你说有案子要跟进 能跟我说说 是什么案子吗 林凡问道 林四二 事情是这样的 根据我的内线 传回来的消息 有一伙国际雇佣兵组织 准备对富贵完号 堵船下手 劫持上面的湘江富豪 只不过这个消息 暂时还没有得到验证 但这么大的事 我们警队又不能不重视 所以 这个任务就落在了我的头上 毕竟 消息是我的内线传回来的 牙子说道 那岂不是很危险 如果消息是真的 你一个女孩子 该如何面对一伙装备 精良的雇佣兵 林凡问道 林四二 首先我觉得 我们女人并不比男人差 其次作为一名湘江警察 我们怎么能害怕危险 如果我们都害怕危险 湘江的市民该怎么办 谁来保护他们 牙子认真地看着林凡 开口说道 好了 林四二 枪械裤到了 我还有事就先走了 等一下 林四二 您还有什么事吗 牙子有些不耐烦地问道 首先我并不歧视女性 我刚才说的那些话 也只是为了你的安全感到担忧 毕竟你一个人混上 赴贵王号堵船 如果真的有事发生 不但起不到任何作用 反而会将自己陷入危险之中 另外不用我说 你应该也能想到 像你这样的美女 一旦落到那些穷凶极恶的 雇佣兵手上 会沦落到什么样的悲惨下场 最后还有一件事 那就是 我听说 你自己购置了不少市面上 稀缺的武器 能不能让我看一下 我是一名枪系爱好者 林凡说道 林凡也是刚想起来 牙子好像有一个 自己的小型军火库 于是林凡就想看看 有没有什么是自己 能用得上的 可以复制一下 听到林凡的话 牙子想了想后 开口说道 首先谢谢林四的关心 其次 相将的警力资源是有限的 不可能为一个 还没有确认的消息 投入大量警力 至于我收藏的那些枪械 就在我的办公室中 你想看随时可以 只是想看一下 自己收藏的枪械 牙子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 于是直接同意了 好 麻烦牙子小姐在门口等我一下 我先进去挑两把武器防身 马上出来 可以 牙子点头 进入枪械库 跟枪械库里面的 看守人员打了个招呼 林凡就开始挑选了起来 转了一圈 林凡除了找到一个防弹头盔 一件防弹背心 一双警用军靴 其他东西 林凡都不是很满意 什么点三把手枪 什么MP5冲锋枪 什么M16步枪 林凡根本看不上 直到来到搅货区 林凡终于看到了一件 让他满意的武器 一把满配的M416精准射击步枪 没有犹豫直接带走 80年代有没有M416突击步枪 小携手也不清楚 小携手知道这把枪 还是因为玩吃鸡游戏 还请读者大大们 不要在意细节 爽就行了 嘿嘿 挠头傻笑 之后 林凡又拿了一把沙漠之鹰手枪 拿了几颗闪光弹 拿了几颗烟雾弹 拿了几颗高爆手雷 在让管理人员登记过后 林凡便离开了枪械库 出了枪械库 林凡跟牙子来到了牙子的办公室 在安排林凡坐下后 下一刻 只见牙子费力地从柜子里面 拖出了一个行李箱 打开 里面正是他收藏的枪械 林四尔 这就是我收藏的全部枪械了 您看吧 如果您喜欢我可以送您一把 牙子说道 送就不必要了 我看看就行 林凡拒绝 女人的便宜她可不想占 除非是那种便宜 复制不算占便宜 毕竟牙子没什么损失 最后 林凡挑了几把不错的手枪 进行了复制 其中就包括那把大波妹拿不动的手枪 小携手也不知道那把枪叫什么名字 网上也没搜到 告别牙子 林凡回到了自己的家中 想了想 林凡将 防弹头 防弹衣 黑色皮质军靴 沙漠之鹰手枪 M416满配步枪 全部复制了11111件 用于装配锦衣卫 之后 林凡又复制了弹药 闪光弹每人三颗 烟雾弹每人三颗 高爆手雷每人三颗 M416步枪用的子弹 每人300发 沙漠之鹰手枪用的子弹 每人90发 目前就先这样 等用完了再复制补充 很快 装备发到了锦衣卫手上 看着一万多名装配了 现代化热武器的锦衣卫 林凡满意地点了点头 一个自帅 尤马帝 一间大会议室中 中信义的高层 齐聚在这里 这时 连浩龙开口问道 天红那边怎么样了 这都三四个小时过去了 天红怎么还没回来 龙哥 暂时还没有得到消息 罗定发回道 哥 这么长时间没消息 有没有可能是 天红失手了 连浩东有些担心地说道 他不是担心洛天红 他是担心洛天红失手 万一被警察抓了 会把他们供出来 毕竟他们这次要杀的 可是警队一个 一旦洛天红扛不住 把他们供出来 整个中信义都得玩完 到时候 他也得跟着倒霉 不可能的 以天红的实力 他还带了一百多名刀手 怎么可能失手 要知道 我们整个中信义 除了你哥 就是他最能打 连浩龙的老婆 素素说道 嫂子你说不可能 可他到现在 还没回来是事实 而且 杀个人 哪用到了三四个小时 所以我觉得 肯定是出事了 连浩东再次说道 其实连浩东不知道的 是他说的一点都没错 而且 他们马上就要倒霉 林凡可不是那种 有仇不报的人 因为他虽然是警察 但他可不会跟警察 一样走程序 要是警察抓了骆天红 还需要讲究什么证据 只要骆天红不松口 把他们供出来 警察不可能随便 对他们出手 可林凡不一样 他可不会管有没有证据 他只知道 骆天红在投靠自己之前 是你中信义的人 是你连浩龙派出来的 所以找你们准没错 第三十五章 锦衣未出动 连浩龙之死 中信义覆灭 在小世界里 陪阿润吃过晚餐后 林凡便出了小世界 开着自己的老爷车 往油麻地儿去 在林凡跟阿润 共进晚餐的这段时间中 所有锦衣未 已经熟悉完了身上的装备 目前锦衣未 已经全部能熟悉 使用身上的枪线 今晚 林凡就要灭了中信义 想杀自己的人 林凡可不会留 就算自己不拒 但自己的女人呢 所以 中信义必须灭 连浩龙必须死 老爷车行驶了一个多小时 林凡已经来到了 油麻地中信义的地盘 下车点上一根滑子 美美地抽了一口后 林凡将小世界里面的 一万一百一十一名锦衣未 全部召唤了出来 分出八千人 封锁所有街道 没有我的命令 任何人不得离开 强窗者就地击毙 杀无赦 对了 再分出一千人 给我把油麻地警署围起来 不要让他们过来捣乱 林凡旦旦的命令道 是 我等里面 很快 八千人以十人一组 开始封锁所有街道 将整个中信义的地盘包围了起来 另外一千人 也往油麻地警署而去 原地只留下了一千多人 不过这一千多人 对付中信义也绝对够了 一个小小社团而已 出动一千多名锦衣未林凡 已经算是看得起他们了 一根烟抽完 林凡感觉时间差不多了 于是带着剩余的一千多名锦衣未 往中信义的驼地赶去 另一边 还是之前那间会议室 还是之前那帮中信义的高层 通过多番打听 他们已经得知了波兰街发生的事情 同样得知了骆天红 投靠了林凡的消息 大哥 骆天红的王八蛋必须死 他知道的事情太多了 一旦他把我们供出去 整个湘江都不会有我们的容身之地 连浩东说道 是啊 老公 我们千算万算 没算到林凡是一名剑术高手 更没算到骆天红会背叛我们 浩东说得对 骆天红必须死 而且必须要快 等他将我们的事情都抖露出去 那就完了 素素也点头赞同连浩东的意见 好 谁杀了骆天红 我奖励他一千万 坐在守卫 抽着一根雪茄的连浩龙 一锤定音开口说道 只是他的话音落下 没有一个人站出来 没办法 整个中信义 除了你龙头连浩龙 又还有谁是骆天红的对手 他们在那说了半天 不就是想你龙头连浩龙亲自出手 那个大哥 这件事恐怕还得你亲自出手 你也知道骆天红那小子的实力 根本不是我们能对付的 除非洞家伙 而且我们还没有查到骆天红的位置 连浩东尴尬地说道 听到连浩东的话 连浩龙看了一眼自己这个不成器的弟弟 开口说道 洞枪可以 但不能把洞警闹得太大 现在警方一直在盯着我们 一旦让他们抓到把柄 我们有一个算一个都得进去 放心吧大哥 我们会注意的 警队内部有我们的眼线 一旦警方那边有什么动作 我们立马取消行动 再找机会就是了 你们没机会了 连浩东的话音刚落下 办公室的大门被人一脚踹开 下一刻 数十名警衣卫 端着满配M416突击步枪 头上戴着防弹头盔 身上穿着防弹背心 全副武装地冲了进来 有几名中信义的小头目 想要拔枪反抗 瞬间被几名警衣卫开枪击毙 子弹正中头部 脑浆子撒得到处都是 随后林凡走了进来 刚才那句 你们没机会了 也是林凡说的 是你 毕竟白天他们还命令 落天红去杀林凡 林凡他们自然是认识的 连浩东震惊地说道 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 林凡问道 是挺意外的 都说 你就是个废物 在警队里面被架空 空有一个警队一哥的名头 所有人都让你给骗了 没想到你藏得这么深 连浩龙抽了一口血痂 开口说道 哎呦 还摆你大哥的架子呢 真不怕我杀了你 杀我 你敢吗 你别忘了 你是怎么上位的 我们中信义背后 也有鬼佬的背景 所有收入 也是鬼佬拿大头 所以 我不相信你敢杀我 拿鬼佬来压我呀 我好怕怕 动手一个不留 林凡命令道 你敢 突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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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 数十名锦衣卫手中 装着消音器的M416精准突击步枪 喷出了无数火蛇 瞬间将连浩龙在内的 中信义一杆高层 全部打成了筛子 连浩龙最后那句你敢 也成了他在这个世上的最后一句一言 哼 拿鬼佬来压我 你不知道我最痛恨的就是鬼佬 还有你们这些卖洗衣粉的 呸 多少人因为洗衣粉家破人亡 杀你们一万次都不够 找到他们的花名册 一个一个地给我排查 只要是卖洗衣粉的 统统给我干掉 另外 将他们这些年贩卖洗衣粉的非法所得 也全部给我找出来 林凡再次命令道 是 锦衣卫攻身领命 下去半去了 半个多小时后 十几名锦衣卫 一人提着一个大袋子走了进来 里面装的全都是绿币 甚至还有金条 预计总价值五个亿左右 虽然林凡不缺这一点 但也总比留下来便宜别人强 第二天一则消息 震惊了整个湘江 你们听说了吗 整个中信义都让人给灭了 尸体都是拿卡车来拖的 足足死了上千人 一间茶餐厅中 有人开口说道 怎么可能没听说 这件事一大早就传开了 估计现在整个湘江都知道了 另一人回道 照我说啊 中信义这些人早就该死了 我隔壁邻居家 本来好好的过日子 就是因为丈夫染上了洗衣粉 最后搞得家破人亡 为了吸洗衣粉 老婆女儿都让她给卖了 又一个人说道 谁说不是呢 之前有一个跟我一起上工的工友 不也是被洗衣粉搞得家破人亡 又有一个人站出来叹息地说道 只是这些人说来说去 没一个人知道 到底是谁灭了中信义 只知道是一帮穿着古装的人 他们当然不知道 更加查不到 因为在灭了中信义后 林凡就将所有锦衣卫 又收回了小世界 他们到哪里去查 湘江码头 林凡正搂着阿润在排队 在他们眼前的是一艘巨大的游轮 不仅大 而且还非常豪华 这艘游轮正是富贵丸号 昨天她在跟牙子分开的时候 就做出了这个决定 作为一个男人 作为牙子的上司 她怎么可能忍心 让一个女孩子 孤身前来冒险呢 于是就有了现在这一幕 在这里先说一下 林凡绝对不是贪图牙子的美色才来的 纯粹是上级关心下级 不放心牙子一个人过来冒险 不存在林凡贪图牙子美色的原因在里面 嗯 就是这样 读者大大们 你们要相信我们的主角林凡 她绝对不是那样的人 小携手可以保证 第36章 富贵丸号堵船 可还不等门被彻底打开 刚才那个正在练圈的金发碧眼的洋人 就跳起来一脚踹了过去 Oh no 你在干什么 开门的那个人被吓了一跳 开口喊道 而开门的不是别人 正是雇佣兵组织的头目麦当努 你迟到了 金发碧眼的洋人开口说道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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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分钟而已 不要那么紧张 麦当努说道 你不应该迟到 金发碧眼的洋人一边穿衣服 一边说道 好了好了 我们换个话题 还有三个小时 这艘船才会进入公海 我们是不是应该先去嗨疲一下 毕竟再有三个小时 这艘船将因我们变成人间地狱 到那时可就不好玩了 麦当努笑着说道 可麦当努不知道的是 已经有人抢先一步控制了这艘船 就等他们开始行动 将他们一网打尽了 此时 林凡带着阿润 正在富贵丸号的驾驶舱中 跟船长展开友好的交流 而作为麦当努卧底的副船长 早已经被锦衣卫控制 五花大榜丢在了墙角 Oh my god 先生 您能不能有话好好说 可不可以先放开我的大富 还不知道怎么回事的船长开口说道 那可不行哦 船长 你还不知道吧 你的这名大富 已经加入了一个国际雇佣兵组织 成为了他们的卧底 而且 那伙雇佣兵已经登上了您的船 只等您的这艘富贵丸号 进入了公海 他们就会开始行动 劫持船上所有的人 哦天呐 您说的是真的 我又该怎么相信您 船长有些不相信地开口问道 甚至他怀疑 林凡自己才是他说的 那一伙雇佣兵 看着船长怀疑的眼神 林凡懒得废话 直接从裤兜中掏出了一本证件 这本证件 正是他作为警队一哥的证件 看完林凡的证件 船长开口说道 好吧 先生您说服我了 现在我该怎么配合你 你什么都不需要做 开好你的船即可 那些雇佣兵 我的人会处理 林凡淡淡地开口说道 好吧先生 我会开好船的 那些雇佣兵就麻烦你了 不过 我希望你能保护好我的乘客 拜托了 船长对林凡鞠了一躬说道 嗯 林凡点了点头 答应了一声 根据回忆援助中的信息 林凡得知 麦当努一伙雇佣兵 大概有着一百多人 为了对付这一百多名雇佣兵 林凡一登上赴贵完号 便召唤出了八百名警衣卫 目前轮机舱 监控室 驾驶舱 还有一些重要部位 已经全部被八百名警衣卫控制 现在就等麦当努一伙人行动 警衣卫就可以将他们一举拿下 毕竟林凡从小到大两世 还没出过海 他可不想让麦当努跟他的手下 破坏了自己的性质 不过英雄救美的机会 他也不会放弃 这一次 便是他拿下牙子最好的机会 不过节奏要控制好 不能太早 也不能太晚 太早了 牙子还没有陷入危机 自己出手就白忙活了 太晚了的话 要是让牙子碰上孟波 那就没自己什么事了 原著中麦当努这伙雇佣兵 就是孟波解决的 所以 一定要把握好时间 值得一提的是 阿润也并不反对林凡追求牙子 至于原因也很简单 这两天 他算是领教了林凡的战斗力 根本不是他一个人能承受的 每次他都会被林凡杀到丢盔弃甲 如果不是林凡用内力 帮他滋养修复身体 他估计 自己现在连走路都困难 所以他 不但不会反对林凡追求牙子 反而会极力促成两人 其实阿润不知道的是 这一切都在林凡的掌握之中 他完全是上了林凡的当 大家别忘了 林凡可是有宗师初期修为提升单的 只要让阿润吃上一课 别说两天 就算大战三天三夜 阿润也能顶得住 第37章 小事伸手 入账1800万 跟高达对赌 回房间换了一身衣服 林凡搂着阿润 在富贵玩号上逛了起来 在甲板上 林凡看到了饿得头晕眼花的梦波 在游泳池边上 林凡看到了正在晒日光浴的牙子 跟大波浪 在餐厅 林凡看到了 慧香跟他的表哥大脚板 用过餐后 林凡跟阿润来到了富贵玩号的赌场 阿润我们要不要去玩几把 反正你也不缺钱 输一点也无所谓 要是你赢了 今晚上我就好好奖励你 阿润挽着林凡的胳膊说道 听到阿润的话 林凡的眼睛亮了 你说真的 阿润笑着点了点头 然后补充道 我知道 老公你不会输 但老公 你能不能把赢的钱 拿出来一部分做慈善 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 就当是既得行善了 没问题 走着 今天你老公让你知道 什么叫真正的赌神 林凡没有考虑 就直接同意了 要知道他小世界里面 还有这一千多亿绿币 赢得这点钱 他根本不放在眼里 拿一部分出来 做慈善就做慈善 就当是哄自己家媳妇开心了 没有去换筹码 林凡来到一个水果游戏机边上 用手一拍 下一刻七八个硬币掉了出来 哇 老公你也太厉害了吧 这样也行 以后我们岂不是不愁没钱花了 阿润大呼小叫道 嘘嘘嘘你小声点 别让你发现了 哦 阿润反应过来 连忙捂上了自己的小嘴 用八枚硬币 换了八百块的筹码 林凡带着阿润 来到了摇头子压大小的区域 老公我们压大还是压小 阿润问道 我们不压大也不压小 林凡笑着回道 为什么啊 阿润好奇地问道 在他的想象中 玩头子不就是压大小吗 太小了 就算压中了 本金也最多翻一倍 没什么意思 要玩我们就玩把大的 下一刻 只见林凡将八百块钱筹码 全部压在了三个一抱子上 看到林凡的操作 再加上林凡刚才说的话 阿润哪还不明白这家伙的想法 阿润可是知道林凡会武功的 要是林凡想出签 还真没人挡得住 而且 买中抱子的赔率 可是一赔一百五十倍 在所有人全部下过住后 何关开口喊道 买定离手 喊完何关抱起头中 开始摇了起来 连续摇了六次后 何关将头中放回桌子上 大大大 小小小 旁边压了住的人 兴奋地喊了起来 只是他们不知道的是 有个老六站在他们旁边 他们注定血本无归 只见林凡释放出一丝内力 那一丝内力穿过头中 下一刻 无声无息间 头子数字 从原先的二 四 六大 变成了三个一抱子 开 何关大喊一声 揭开头中 出现在众人眼前的 正是三个一抱子 不是吧 三个一抱子也能中 早知道我也买抱子了 那可是一赔一百五十倍啊 一个输了不少钱的赌徒 垂胸顿足地说道 是啊 那兄弟运气真好 三个一抱子 都能让他买中 另外一个赌徒 看着林凡羡慕地说道 谁说不是呢 真是走了狗屎运了 所有人都用羡慕的眼神 看着林凡 哇老公你好厉害 我们赢了 阿润跳起来 亲了林凡一口 开口说道 低调低调运气而已 不过 你可别忘了 你答应我的事 林凡笑嘻嘻地提醒了一句 好了 我不会忘的 在大庭广众之下 说这些 简直羞死人了 阿润害羞地说道 很快价值十二万的筹码 被何官推到了林凡面前 假装顿了顿 林凡开口说道 反正是八百块钱赢来的 我也不缺这点钱 再给我压三个一抱子 赢了最好 输了也不可惜 就当测试一下 今天运气怎么样了 先生您确定 还要继续加三个一抱子吗 何官假装关心地问了一句 呀吧 我相信我自己的运气 好的先生 您一共下注十二万三个一抱子 何官说道 林凡点了点头 表示知道了 嘿兄弟 头子不是你这么玩的 你上把运气好 不代表你这一把运气也好 这不是白白给庄家送钱吗 一名鬼佬走过来说道 滚一边去 我的事还轮不到你管 林凡厌恶地说道 如果不是这些鬼佬 湘江怎么可能社团伶俐 怎么可能到处都是卖洗衣粉的 如果没有他们的 同意在背后支持 湘江根本不可能 会有那么多社团跟大捞架 Fuck 好心没好报 你给我等着 被林凡对了一顿 那个鬼佬 气冲冲地走了 阿凡不会有事吧 阿任担心地问道 放心吧 能有什么事 你忘了之前我跟你说的了 对哦 我老公可是黄 说到一半 阿任反应了过来 连忙捂住了自己的嘴巴 然后有些后怕的 拍了拍胸口 就差一点 他就把自己老公的身份给暴露了 没事的 就算暴露了也没关系 反正也没人能把我们怎么样 大不了带你离开这个世界 林凡用只有两人能听见的声音说道 这时何关也已经摇好了头子 摇好头子的何关嘴角 露出了一个笑容 然后偷偷看了林凡一眼 明显是做了手脚 不过林凡并不在意 随便他们怎么做手脚 结果也只会有一个 下一刻 林凡故技重施 随着林凡 何关再次将投资的点数 改成了三个一报子 何关也大力掀开了头中 但下一刻 他傻眼了 不可能 怎么会这样 何关不敢置信地 喃喃自语道 同时 他知道他完了 一下子输出去这么多钱 老板绝对不会放过他 就在何关傻傻地 看着点数的时候 旁边的赌客全都炸了 卧槽 这兄弟的运气好到爆炸 这都能中 而且 这是中了多少 一名赌徒不敢置信地道 12万乘以150倍 等于1800万 林凡淡淡地说道 听到这个数字 所有人鸦雀无声 1800万 对他们这些上流人士来说 虽然不多 但也不少了 赔钱吧 林凡说道 听到林凡的话 何关下意识颤抖了一下 仙仙 仙 先生这是您的筹码 这么多人在场 他不敢不对线 他要是敢不对线 赌场的名声可就臭了 而且今天来玩的人全部不普通 个个都是权贵阶层 刺一点的 也是湘江的商业大亨 不是他一个小小的 何关能惹得起的 拿到价值1800万的筹码 林凡带着阿润 离开了摇头子区域 他倒是想再压一把 可这个台面 也得赔得起才行啊 要知道 1800万的150倍 那可就是27亿 不久后 两人来到了 原住中高达所在的区域 看着在那里 大杀四方的高达 林凡来了兴趣 带着阿润走过去 找了个位置坐下 看到又有人过来 高达跟其他几个人 抬头看了林凡一眼 玩两把 林凡说道 几人没有反对 笑着跟林凡点了点头 下一刻 何关开始发牌 桌上包括林凡高达 一共五个人 何关给 每人发了三张牌 玩的是传统炸金花 谁的牌打谁赢 林凡的第一张牌 就是一张方块A 第二张牌 是一张方块Q 第三张牌 林凡运气不太好 只来了一张红桃Q 不过就算是这样 林凡的一对Q 加一张方块A 也已经是全场最大的牌了 上加只有一对8 下加最大的就是一张K 对面的高达好一点 手上有一对 勾加一张A 只比林凡小一点点 而最后一个人最惨 最大的一张牌 就是一张10 至于林凡 为什么会知道所有人的牌 原因很简单 因为天人强者 已经可以短暂地 做到神优太虚 刚才林凡已经看过了 所有人的牌 手上有一对8的上加 先说话 10万 现在到林凡说话 林凡没有犹豫 直接跟了住10万 下加手上只有一张K 直接弃牌 再到高达说话 高达也跟了10万 最后一家只有一张10 果断地选择了 弃牌 现在场上就剩下了林凡的上加 林凡还有高达 再次轮到上加说话 他犹豫了一下 直接推出来了100万 然后开口说道 我家住100万 跟你100万 林凡同样推出去100万 高达没有犹豫 也跟了100万 曹真他妈倒霉 100万都有人跟 另外两人的牌 肯定小不了 想到这里 于是上加直接选择了弃牌 没有再继续跟下去 现在场上就剩下了林凡 跟高达两人 在这里说一下 小携手写的是平行时空 纯属虚构 另外感谢一下 能看到这一张的读者大大们 谢谢读者大大们 一直以来的支持 谢谢 小携手非常感谢 第38章 再次入账近3亿 加一套价值2000万的房产 再次到林凡说话 林凡直接推出去 200万开口说道 我家住200万 跟你200万 高达也推出来200万筹码 同时他不动声色地 将自己手中的那张A 换成了一张钩 只是他的小动作 怎么可能忙过 林凡这个天人强者 林凡将他的动作 尽收眼底 不过 林凡没有立刻拆穿他 或者说 林凡根本不想拆穿他 原因很简单 因为输的人 注定将是高达 掏出一根滑字点上 林凡拿出300万筹码 丢了出去 然后示意高达 导他说话 高达自以为自己三条 勾吃定了林凡 于是也学林凡丢出了300万 然后又推出来200万 先生 我劝你适可而止 不妨告诉你我的牌很大 高达挑衅道 哦 我的牌好像也不小 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大过你了 但是不到最后 鹿死水手谁又知道呢 我跟你500万 林凡瞥了高达一眼 淡淡地开口说道 同时再次丢出500万筹码 这位先生还真是有破裂 只是你的筹码 好像快不够了 高达又推出了500万筹码的同时 开口说道 这个就不用你关心了 我这人什么都缺 就是不缺钱 继续给你500万 自此 林凡面前的筹码 只剩下了190万 高达见林凡这么嚣张 本来见林凡已经没钱了 准备开牌的他 立马改变了主意 再次推出了500万筹码的同时 开口说道 先生你的筹码 好像不太够了 是吗 林凡吸了口烟 笑了笑反问道 下一刻 伴随着林凡的话音落下 只见两名锦衣卫 推了一辆小车过来 而上面装着有一个亿的筹码 这些筹码 正是林凡用复制的绿币换的 锦衣卫将一推车一亿的筹码 放到林凡面前的桌子上 看到这一幕 高达瞇了瞇眼 心想 既然有人愿意给他送钱 他又何乐而不为呢 只见林凡将一亿筹码的十分之一 推到了桌子中间开口说道 一千万 跟你一千万 两千万 跟你两千万 哇 这俩人好有钱啊 而且他们长得都很帅 牙子你说我有没有机会 大波浪兴奋地问道 只不过牙子没有理他 而是用好奇的目光看着林凡 有些不知道 林凡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明明自己已经告诉过他 这里可能会出现国际雇佣兵 牙子 牙子你怎么了 你听见我说话没有 大波浪见牙子没有反应 于是轻轻推了一把牙子 开口问道 没事 回过神后 牙子回了一句 你说我有没有机会 他们两个都长得好帅啊 特别是后来的那个 只不过 他好像已经有女伴了 大波浪说道 你就别想了 那个穿夹克的 是一名专业老千 叫高达 走到哪里 麻烦就来到哪里 那另外一个呢 大波浪问道 他叫林凡 是我们警队的一哥 会出现在这里 可能也是为了那伙国际雇佣兵 牙子轻声说道 真的假的 这么年轻 怎么可能是警队一哥 而且他一个警察 怎么会这么有钱 那可是一个多亿啊 大波浪有些不敢置信地说道 这我就不太清楚了 牙子对林凡的情况也不太了解 于是摇了摇头说道 一轮下来 林凡面前的一亿筹码 还剩下了五千多万 而高达的筹码 只剩下了三千多万 林凡也注意到了这个情况 下一刻 只见林凡嘴角露出一个笑容 然后开口说道 现在好像是你的筹码不太够了 要不要开牌 哼 不劳你操心 高达说道 同时心想 自己三条沟 还怕了你不成 那就继续吧 林凡说道 下一刻 只见林凡将身前的五千多万筹码 一下子全部推了出去 见林凡一下子推出来五千多万筹码 而自己的筹码 只剩下了三千多万 根本不够 高达皱了皱眉 犹豫了一下 高达叫来服务生 这位先生 请问你有什么吩咐 服务生恭敬地问道 这里 是一张两亿的支票 你去帮我把它兑换成筹码 高达掏出一张两亿的支票 开口说道 另外 刚才高达的犹豫也是有原因的 原因很简单 因为这已经是他的全部身价了 不久后 筹码被送了过来 林凡见此 对旁边的景一卫挥了挥手 不久后 景一卫也推来了两车的筹码 刚好两亿 看到这种情况 本来还在等待开下一局的另外三人 立马站起身走到了一边 因为他们知道 这种赌局 已经不是他们能参与的了 Boss 那两个人还真是有钱 看来今天我们能有一个不错的收获 同样看着这边的麦当努几人 其中一人开口说道 这算什么 今天来的 可都是湘江的大人物 哪个资产没有几个亿 麦当努说道 好了 时间差不多了 再有半个小时 就应该进入公海了 今晚的好戏也该上演了 你们都回去做准备吧 麦当努再次开口说道 是 Boss 排局继续 拿到筹码的高达 见林凡也让人送来了两亿的筹码 想了想开口说道 这样下去也没什么意思 你那边有两亿筹码 我这边也有两亿筹码 不如我们比一比谁的排大如何 那可不行 你面前最多只有两亿三千多万 而我加上刚才的五千多万 那就是两亿五千万 这样不公平 两千多万可不是个小数目 林凡吸了一口滑子开口说道 好 你说的对 确实是我占了便宜 这样 我这里还有一套位于湘江铜锣湾 价值两千多万的房产 再加上 看你看如何 可以 林凡掐灭咽头开口说道 那开牌吧 高达说道 下一刻 两人同时站了起来 然后又同时亮出了自己的底牌 只见高达亮出了自己的底牌三条钩 可还不等他高兴 他就看到了林凡的底牌 只见林凡的底牌正是三条A 至于林凡为什么会有三条A 原因很简单 大家别忘了 林凡可是有空间戒指的 通过空间戒指 林凡早就将自己的一对Q 成功换成了一对A 加上他之前的一张A 他的底牌就成了三条A 不可能 怎么会这样 你的底牌怎么可能是三个A 我不信 我要查牌 高达死死盯着林凡开口说道 要知道 一副牌里面总共就四张A 而且有一张在他手上 只是被他换成了钩而已 也就是说 那一副牌里面只剩下了三张A 他不相信会有这妖巧 剩余的三张 会全都发到林凡的手上 世上哪有这妖巧的事 所以高达不相信 他要查牌 作为赌神高进的弟弟 你这是输不起吗 林凡问道 这跟我是不是赌神的弟弟无关 我怀疑 你出千自然要查牌 你不会不敢吧 高达说道 哼哼 到底是谁出千 还不一定呢 你是不是忘了 被你换掉的那张A 林凡笑着提醒道 被提醒的高达 也反应了过来 是啊 一旦查牌 自己出千的事实也会暴露 可还不等他反悔 只听林凡开口说道 既然有人怀疑我出千 为了证明清白 我同意查牌 你 你什么你 怎么查牌是你要求的 现在你又不敢了 还是怕了 怕自己出千的事 被暴露出来 林凡讥讽道 我有什么好怕的 查就查 反正又不是我一个人出千 大不了查出我们两个人都出了千 这一句不算 高达嘴硬道 很快经过两人的同意 何关开始验牌 随着何关的动作 一张张牌 被何关整齐地排列在了堵桌上 看到结果 高达整个人都愣了 怎么会这样 他不敢置信地说道 经过何关的查验 刚才用的那副牌里面 少了一张黑桃A 多出来一张红桃钩 而高达的底牌里面 恰好就有这一张红桃钩 很明显 出千的是高达 拍了拍高达的肩膀 林凡开口说道 看到了吗 很明显 出千的人是你 而我并没有出千 所以是我赢了 记得将你那套价值 两千多万的房产 过户到我的名下 哼哼 我正好缺一个住的地方 谢了 林凡用一种 气死人不偿命的语气 笑着开口说道 哼 愿赌服说 你放心吧 我是不会赖账的 高达嘴都被气歪了 再留下一句话后 直接走了 第39章 嚣张的麦当努 锦衣未出手 叫来赌场的负责人 让他将所有筹码兑换 打入自己的账户后 林凡就准备带着 那个价值两千多万的 房产证明 跟阿润离开 这时牙子跟大波浪 走了过来 林四二 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这里很危险 你还是赶紧找个地方 藏起来吧 来到林凡身前的牙子 小声说道 怎么 你都不怕 我堂堂一哥 还会怕那些小小雇佣兵 林凡说道 林四二 我没有跟你开玩笑 这里真的很危险 如果你出现什么意外 我可负不起责任 牙子再次劝说道 好了不需要你负责 我会对自己的安全负责的 而且 那些雇佣兵对我来说 根本不值一提 翻手可灭 林凡摆了摆手 不在意地说道 你就吹吧 谁不知道你在警队里面 就是个空架子 早就被人给架空了 你拿什么 去对付那些雇佣兵 牙子白了一眼 林凡开口说道 他根本不相信林凡有能力 去解决麦当努那一伙 国际雇佣兵 信不信有你 我有些口渴了 准备去找点喝的 要不要一起 我请你喝一杯 林凡也懒得解释了 直接换了个话题 想要邀请牙子 一起去喝一杯 废物就是废物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想着要喝酒 真的不怕死 林凡再次收到了牙子的一个白眼 喂喂喂你够了 怎么说我也是你的上司 有你这样说你上司吗 切 一个被架空的一哥 是怎么有脸说 你是我的上司的 牙子开口就是嘲讽 一点不给林凡面子 好了 你们就别扮嘴了 你就是牙子吧 长得还真是漂亮 也难怪这家伙 对你念念不忘 阿润出来打圆场的同时 开口说道 听到阿润的话 牙子被吓了一跳 没想到林凡竟然对自己有想法 被吓了一跳的他 立马双手护胸 摆出了一副非常警惕的表情 随后 只听牙子开口说道 我劝你最好别打我的主意 我对另一半的要求可是很高的 而且 你要是用你一个的身份压我 大不了我辞职 听到牙子的话 林凡也是无语了 自己长得这么帅 难道他就看不到吗 可还不等无语的林凡 说些什么探号与问号 就见牙子身旁的大波浪 一脸兴奋地越过牙子 来到林凡身边 然后一把抱住了林凡的胳膊 开口说道 帅哥你看我怎么样 牙子看不上你是他没眼光 你看看我 大波浪挺了挺身前的朔大开口说道 听到大波浪的话 林凡顺势将他搂进自己怀里 然后看了一眼牙子挑衅地说道 看到没有 小娘皮 你不懂得欣赏哥的魅力 有人懂得欣赏 我们走 左手搂着阿润 右手搂着大波浪 林凡撞开牙子往前走去 被这么挑衅 牙子气得不行 不过他又没办法 只能怪自己娇有不慎 有这样一个做叛徒的闺蜜 只是还不等林凡走出去多远 一阵突突突的枪声传了过来 下一刻 只见数十个穿着红色战斗服的雇佣兵 从赌场的大门冲了进来 瞬间场中骚动了起来 本来还玩得非常开心的富豪们 被吓得惊慌失措 他们的女伴更是被吓得大叫连连 砰砰砰 几声枪响后 麦当努跳上了舞台 下一刻 他拿起一个麦克风开口说道 女士们先生们 有劳你们先安静一下 谁要是敢得发出声音 会造成什么后果 我可不敢保证 全部安静 给我蹲到一边去 蹲下 蹲下 穿着红色战斗服的雇佣兵 用手中的AK指着富豪们开口喊道 富豪们畏惧他们手中的枪 一个个都老老实实配合 蹲到了墙角 只有林凡几人还站在原地 这位先生 你是没听懂我刚才说的话吗 还是你不怕死 麦当努拿着麦克风开口问道 威胁我 林凡问道 是的先生 您可以这么理解 麦当努说道 你觉得你掌握了一切 掌握了我的生死 林凡再次开口问道 难道不是吗先生 麦当努指着自己手下的雇佣兵 嚣张地开口说道 他们是你的底妾 别说了林凡 你要是再说下去 我们都要死 牙子拉了拉林凡开口说道 只不过 林凡没有理他 而是淡淡地看着麦当努 再次开口问道 回答我的问题 他们是不是你的仪仗 先生你的话太多了 如果你再不老实地蹲到墙角 我可不保证你的安全 麦当努有些不耐烦地说道 如果不是他知道 林凡的账户里面有着数个亿 他早就一枪将林凡打死了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够了先生 如果你再这样不把我放在眼里 我真的不能保证你的安全 回答我的问题 林凡的语气也变了 从刚才的云淡风轻 变成了威严霸气的语气 身上不自觉散发出来的王霸之气 压得麦当努有种喘不上气来的感觉 哇 这男人也太帅太霸气了吧 蹲在人群中的慧香 双眼亮晶晶地开口说道 帅什么帅 他就一个傻子 没看到人家那么多人手上还有枪吗 大脚板不爽地说道 你懂什么 这才是真正的男人 他敢这样做 绝对有他的底气 不信你等着看吧 慧香这些年的私家侦探 可不是白做的 见的人多了 他看人还是很准的 虽然看场中的情况 他也不知道林凡的底气在哪里 但他就是 有一种感觉 林凡绝对不会出事 果不其然 下一刻 赌场的大门再次被踹开 近百名锦衣卫冲了进来 不仅如此 后台 侧门 也有着近百名锦衣卫涌入 瞬间就将麦当努 这一伙国际雇佣兵给包围了 都不许动 放下武器 冲进来的锦衣卫 开口喊道 站在台上的麦当努 也被两名锦衣卫拿枪指着 现在是一动都不敢动 先生 我们之间可能有什么误会 能不能请你 让你的手下先把枪放下 我们有话好好说 麦当努服软地说道 至于麦当努为什么会这么说 那是因为 他以为林凡跟他一样 也是某个雇佣兵势力 今天同样选择了 来劫持富贵完后 只是 林凡可懒得理他 这种小角色 可引不起他的兴趣 随后只听林凡开口命令道 杀 林凡口中杀字落下 收到命令的200名锦衣卫 瞬间扣动扳机 下一刻 突突突的枪声 传遍整个赌场 伴随着的是 穿着红色作战服的雇佣兵 一个个倒下 被无数颗5.56毫米子弹 打成了筛子 一个个死的不能再死 麦当努最惨 被两名锦衣卫踩在脚下 倾泻了六个弹夹 每人三个弹夹 一个弹夹35发子弹 这也就是说 麦当努身上瞬间多了210个弹孔 清理尸体 对整艘船进行排查 防止有漏网之余 建赌场里面的雇佣兵 全部被干掉 林凡开口命令道 是 收到林凡的命令 200名锦衣卫 在留下几十人清理尸体后 其余人便开始对整艘船 开始进行排查 你为什么不活捉他们 牙子看着林凡开口问道 为什么要活捉 我现在已经是警队一哥 就算再获得功劳 也已经是生无可生 还不如就地将他们解决掉 以除后患 林凡贪了贪手说道 可我还有的伤啊 我才是 一个小小毒查 你知道我为了这个案子 做了多少准备吗 牙子不甘心地说道 不是 你这女人是不是脑子有问题 就算是活捉人 也是我抓的 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跟我是啥关系 我要把功劳让给你 林凡贪了贪手面带细血的开口问道 被林凡这么一提醒 牙子脸骚得通红 他刚才一激动 把这茶给忘了 人是林凡抓的 就算有功劳 也是林凡的功劳 跟他有什么关系 好了好了 看你可怜 我会分一点功劳给你的 毕竟我们救了这一船的 香江权贵富豪 怎么可能完全没有功劳 哼 谁要你可怜 但下一刻 牙子话锋一转 再次开口说道 不过刚才那话可是你说的 我就等着升级了 要是到时候 我没有升级看我怎么收拾你 牙子哼了一声傲娇地说道 同时 心里也对林凡产生了一丝好感 不久后 一名锦衣卫来向林凡汇报 报告 包括赌场在内 轮机舱 驾驶舱 以及整艘船各处的雇佣兵 已经全部被我们消灭 一名锦衣卫指挥使汇报道 第四十章 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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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搬进新家 解决掉麦当努一伙所有雇佣兵 牙子将富贵完号上发生的事情 向他的上级进行了汇报 看到这一幕 林凡在留下二十名锦衣卫后 便将其他锦衣卫 全都收回了自己的小世界 至于别人发现 锦衣卫突然消失了怎么办 林凡表示 他是一哥 他需要向谁解释吗 实在不行 林凡就说 他们开船走了不就行了 不久后 先是数架直升机 所降了近一百名特警 然后又有七八艘海警船 加三四艘一百多米的炮艇 赶到了富贵完号附近 看到那几艘炮艇 林凡眼睛亮了 大厦海域附近 经常有窝寇作乱 而海军恰恰正是大厦的弱势 要是自己将这些炮艇 复制个几百艘 到那时想要消灭那些窝寇 还不是轻轻松松 林凡心想 没有犹豫 在让二十名锦衣卫 保护好阿润他们后 林凡找到了一个没人地方 趁着夜色化作了一道残影 脚踩海面 向几艘炮艇靠近 来到一艘有着百米长的炮艇前 林凡伸出手按在上面 然后启动了系统的复制功能 下一秒 一艘百米长的炮艇 出现在了林凡的小世界中 接下来 另外几艘不同型号的炮艇 甚至海警船 都被林凡复制了一个遍 随后林凡想了想 他又将富贵王号 也复制了一艘 放入了自己小世界的湖泊中 毕竟这富贵王号 够大够豪华 还挺符合林凡的心意的 回到富贵王号的甲板上 看着降落在甲板上的直升机 林凡没忍住上去摸了一把 其实是没忍住 没人会开 但他可以让人去学啊 只要有一个人学会了 带回宗武世界 他的直升机大军就成了 以后要是其他皇朝的皇帝 谁敢惹自己 林凡就直接手一挥 空军出动直袭他们的皇城 看他们还嚣张不 另外 林凡其实早有打算 他的下一个目标是大宋 不过他再等 等待大宋在大元的铁蹄下撑不住了 林凡再出手 接管大宋所有地盘 毕竟便宜大元 还不如便宜他林凡 至于林凡为什么不主动出手 林凡表示 他也想啊 可大宋毕竟是汉人国度 他可不想背上一个内斗的名头 没看大明 大秦 大隋 也一直在观望 没有出兵援助 也没有直接对大宋出手嘛 他们的想法 其实跟林凡差不多 都在等一个机会 等一个能顺理成章接管大宋的机会 等一个不会让人诟病的机会 不过林凡有信心 大宋这块肥肉 最终将会是他大下的 先不说他对剧情的了解 光是他大下的军队 也不是其他几大皇朝可以碰瓷的 要知道林凡的五大军团 目前总兵力近200万 武器装备的有 毛色手枪 98k步枪 冲锋枪 轻击枪 重击枪 手榴弹 制弹筒 另外 先不说炮兵配的790山炮 光是每个牌配备的两门60毫米迫击炮 也不是几大皇朝配备的虎吨炮能比的 所以他们拿什么 跟林凡争 林凡表示 一点压力都没有 第二天一早富贵完后 在海警部门的护送下 重新回到了湘江码头 所有下船的富豪 都是心有余悸 感觉自己 在鬼门关走了一遭 也因此 他们非常感谢林凡 感谢林凡救了他们 寒暄一番 留下联系方式后 林凡与这些湘江豪门 商业大亨告别 带着阿润开着车往自己家赶去 值得一提的是来的时候 只有他跟阿润两个人 回去的时候 却变成了五个人 另外三人正是 牙子与他的闺蜜大波浪 还有一个是林凡没去招惹 自己缠上来的会香 看着坐在后座的三女 林凡这一趟 可以说是迎妈了 车子一路开到了铜锣湾 不错林凡没有回自己之前的小破屋 而是带几女来到了高达 输给自己的别墅之中 看着豪华的别墅 林凡嘖嘖赞叹 别墅总面积三百多平 一共三层 三层总面积六百多平 拥有主卧一个 六间次卧 客房九间 健身房一个 书房一个 外面还有一个面积八十平的游泳池 很快房间分好 林凡当仁不让 占据了二楼的主卧 几女分别占据了一间次卧 没有吃早饭 一个个都回自己房间补教去了 林凡也是如此 两小时后 主卧中林凡睡得正香 突然一具温热的身体 钻入了她的怀中 睁开眼的林凡看过去 发现原来是大波浪 你怎么来了 林凡问道 不欢迎我吗 大波浪反问道 呵呵 女人你这是在玩火 林凡笑了一声说道 那就让火燃烧得更猛烈些吧 说完 大波浪主动吻上了林凡 卧槽 小良平你不讲武德 竟然偷袭我 看打 很快一阵奇怪的声音传出 睡在隔壁的牙子 整个人都不好了 因为她听到了自己好闺蜜 大波浪的声音 翻来覆去 怎么也睡不着的牙子 在心里不断骂着叛徒 可让她没想到的事情又发生了 不久后林凡的房间中 又传出了另外一个女人的声音 趴在墙上听了一会儿 牙子终于听出了 另外一个女人的声音 是谁发出的 正是主动缠上来的慧香 哼 不要脸 牙子在内心骂道 三个小时后 林凡看着躺在自己左右两边的 大波浪跟慧香 嘴角露出了满足的笑容 随后林凡起床 来到别墅的厨房 在空间的保鲜柜中 取出了大量的食材 我觉得是最近林凡的厨艺健长 特别是有了武功后 她的刀法 那叫一个纯熟 只见林凡取出一条近200斤的金枪鱼 开始分解了起来 不久后 一份金枪鱼刺身 被林凡端上了餐桌 而且 这份金枪鱼刺身 林凡用的全都是眼前这条金枪鱼 肉质最嫩最鲜美的部位 接下来是奥龙海鲜粥 清蒸石斑 清蒸大闸蟹 烤羊腿 脆皮乳鸽 佛跳墙 松鼠桂鱼 最后是 每人一份5A集合牛 煎制的牛排 每一道菜摆盘讲究 被林凡做的色香味俱全 就像一件件艺术品 在所有菜品被端上餐桌后 不等林凡上楼 叫他们起床吃饭 急女闻着香味就下来了 阿凡 你今天做的什么啊 怎么这么香 我的蝉虫都被勾出来了 第一个下楼的阿润 抱着林凡的胳膊 开口问道 呵呵 一些家常菜而已 林凡笑着谦虚地说道 好了都饿了吧 都过来吃饭吧 林凡见另外三女 也从楼上下来了 于是开口说道 第41章 返回宗武 前往大宋 龙骑士 尹志平 美美地吃过一顿大餐后 林凡看着阿润开口问道 阿润 我要回去一趟 你是跟我一起回去 还是留下来陪他们 听到林凡的话 阿润想了想后 开口说道 阿凡这次 我就先不跟你过去了 你自己回去吧 我留下来陪他们 好 林凡说了一声吼 表示知道了 至于阿润为什么之前 还说要去宗武世界 见见其他姐妹 现在林凡问他 却不想去的原因 林凡也没有问 另外 反正往返 两个世界很方便 想他们了 林凡随时可以回来 临走之前 林凡留下三百名锦衣卫 负责日夜保护别墅 保护阿润他们 毕竟这个港宗世界 还是挺乱的 没有人保护他们 林凡肯定不放心 跨过传送门 林凡回到了大厦皇宫 换上九龙套装 林凡让人叫来了白起 陛下 白起行礼道 起来吧 朕叫你来 是有重要的事情 吩咐你去办 林凡说道 不知陛下有何事 需要为臣去办 白起问道 是这样的 朕搞到了一些铁甲战船 总共大概有一千艘的样子 而每艘船 需要水兵一百六十人 加上后勤 朕需要白起将军 以最快的速度 召集其二十万熟悉水性的新兵 用于编练我大厦第一支水军 而白起将军 未来将成为 这支大厦海军的统帅 太好了 陈早就 看那些窝口不爽了 等我大厦水师成行 陈一定要让他们知道 知道我大厦水师的厉害 白起兴奋地说道 好 朕也是这个意思 那组建大厦水师的事情 就交给白起将军 全权处理了 放心吧陛下 给陈一个月 陈一定能招募到 二十万熟悉水性的新兵 白起自信地说道 陛下可否还有其他事 如果没有其他事 陈 这就去了 好 白起将军去忙吧 等你招募其二十万大军 朕便将一千艘铁甲战船 交付于你 是陛下 陈告退 白起走了 去招募林凡要的 二十万新兵去了 等白起走后 林凡去了后宫 几日不见几女 都非常想念林凡 接下来的时间 林凡白天处理朝政 晚上往返于 港宗世界 与宗武世界 就这样 时间很快 过去了一个月 在白起的努力下 他如约召集其了 二十万熟悉水性的新兵 林凡也将一千艘炮艇 交给了白起 与二十万水师 让他们进行训练 大宋中南山 林凡在将一千艘炮艇 交给白起后 他便带着吕布 与八百重甲铁骑 来到了这里 至于林凡来中南山的原因 很简单 根据锦衣卫的汇报 林凡得知 神雕的剧情早已经开始 再过不久 那件 让前世广大网友痛心的事情 也将发生 不过林凡不知道具体时间 所以他火急火燎地往大宋赶 生怕晚了 悲剧会再次上演 要知道 小龙女何等冰清御节 怎么能便宜了 尹志平那个王八蛋 一句话说到底 他配吗 明显他不配 林凡一路日夜兼程 就算这样 他也整整花了一个多月 才赶到大宋中南山 希望还来得及 已经来到中南山下的林凡想到 走我们上山 林凡一挥手 便骑着火七铃 带着吕布与八百宗师 重甲铁骑 往中南山上而去 两个小时后 林凡一行人 赶到了半山腰 这时天也黑了 不过林凡没有停下来休息 而是继续往山上赶去 他不敢赌 万一那件事 就发生在今晚呢 此时的全真教后山 一间小木屋旁边 升起了一个火堆 小龙女跟杨过对立而坐 疯疯癫癫癫的欧阳风 抱着一条烤鱼再啃 嗯好吃 好吃 好吃 巴唧巴唧 义父你慢点吃 没人跟你抢 吃完了 这里还有 杨过举着一条鱼 再烤的同时开口说道 义父 这些年你去哪了 为什么到现在才来找棍 棍儿很想你 杨过说道 只不过欧阳风 就跟没听见一样 只知道消灭手上的烤鱼 嗯 好吃 好吃 真好吃 见欧阳风不理自己 杨过也放弃了 毕竟他也知道 自家这一副练功的时候 把脑子念出了问题 整天疯疯癫癫的 叹了口气 接下来杨过专心帮欧阳风烤鱼 而小龙女就在旁边看着 终于在第五条烤鱼吃完后 欧阳风终于吃饱了 这时候 他也想起了自己的义子杨过 下一刻 还不等杨过有反应 欧阳风便一掌 对杨过拍了过去 傻子欧阳风 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 突然就想试试 自己这个义子的武功 义父你干什么 杨过勉力招架的同时 开口问道 欧阳风就算大脑不清醒 但他也是舞爵级别的强者 又岂是杨过能招架得住的 果不其然 十几招过后 杨过被欧阳风一掌拍了出去 然后砸在了一棵树上 疯疯癫癫的欧阳风皱了皱眉 似乎是对杨过的实力很是不满 你的武功怎么这么差 难道我教你的蛤蟆弓你 没有练吗 欧阳风疯疯癫癫地问道 听到欧阳风的话 杨过也总算是反应过来了 知道了欧阳风对他出手 是为了测试他的武功 在原地疯疯癫癫地转了几圈 下一刻 欧阳风拖着杨过就要走 义父你要带我去哪 杨过被欧阳风拉着 焦急地开口问道 教你武功 今天义父就把完整的蛤蟆弓传给你 欧阳风脑袋有些不清醒地 摇着头想了想 然后开口说道 很快两人消失在原地 另一边的小龙女 见状准备追上去 可谁知 欧阳风又杀了个回马枪 在小龙女没注意的情况下 点了他的穴道 见小龙女不能动了 欧阳风黑黑傻笑了几声 然后消失在了原地 去教杨过武功去了 可欧阳风小龙女不知道的是 有两个人正在偷窥他们 这两人都是全真教的人 其中一人正是龙骑士尹志平 另外一人 正是一直跟尹志平做对的赵志敬 最近赵志敬发现 尹志平有些不对 每晚都要往后山跑 所以今晚他跟了上来 想要看看尹志平在做些什么 躲在草丛中的赵志敬 很快发现尹志平有了动作 他发现尹志平正在靠近 被点了穴道的小龙女 哼 便宜你了 如果不是要抓住你的把柄 让你退出争夺长教之位 小龙女这样的人间角色 又岂能便宜你 躲在草丛里面的赵志敬哼了一声响道 另一边 尹志平一步一步靠近小龙女 顾儿是你吗 听到脚步声的小龙女开口问道 只是尹志平哪里敢出声 下一刻 只见尹志平从身上取出了一块丝帕 直接就将小龙女的脸给蒙了起来 呼 小龙女的脸被蒙上 尹志平呼出了一口气 看着小龙女的绝世容颜 登那曼妙的身姿 尹志平有了下一步动作 只见她抓住小龙女的肩膀 然后慢慢将小龙女往地上放去 顾儿你在做什么 不要闹了 快帮我解开穴道 小龙女还不知道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还以为是杨过在跟她闹着玩 于是开口说道 第42章 龙骑士尹志平之死 带走小龙女 好了顾儿 别玩了 快帮姑姑解开穴道 小龙女淡淡地再次说道 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尹志平还是没有说话 眼神变得越发火热 下一刻 她吞了吞口水 慢慢地伸出了手 想要解开小龙女腰间的丝带 可就在这时 一阵马蹄声传来 伴随着的 还有一声大喝 传入尹志平的耳中 尹志平你该死 听到吼声 尹志平瞬间慌乱了起来 也顾不上小龙女了 转身就想跑 她知道有人来了 就算她留下来 也得不到小龙女 还不如赶紧跑 她做出这种龌龊之事 要是让别人抓住 身为全真教带长教的她 可就将全真教的清裕面子 全都丢尽了 到时全真教 甚至整个武林 也将再无她尹志平的容身之处 只是她想跑 林凡又岂会同意 如果不是她来得及时 悲剧将再次上演 林凡寒怒出手 运起了她天人中期 十足时的实力 寒怒一掌 向尹志平拍了过去 没错 由于系统自动修炼功能 每时每刻的运转 林凡目前已经突破到了天人中期 距离天人后期 也不是很远了 下一刻 一个龙爪被林凡拍出 直直朝着尹志平而去 龙爪锁过之处 地皮被掀翻 树木被撞得化成积粉 而尹志平 被这一龙爪 直接拍成了血物 连一块碎肉都没能留下 没有理会逃走的赵志静 林凡跳下火气铃 一个闪身来到小龙女身边 接下小龙女脸上的丝巾 然后开口问道 龙姑娘 你没事吧 我没事 谢谢你救了我 小龙女就算再不通事事 也知道刚才那个人 想对自己做什么 于是她对林凡感谢道 你是谁 刚才那个人又是谁 感谢过林凡后 小龙女开口问道 我是来救你的人 至于刚才那个人 她是全真教的尹志平 她想对你图谋不轨 不过 我已经帮你杀了她 谢谢 能帮我解开穴道吗 被林凡抱在怀里 小龙女有些不自然 再次感谢了一声 然后开口问道 哦 我都忘了 不好意思 我这就帮龙姑娘解开穴道 林凡摆出一副 刚想起来的表情 开口说道 随着林凡几指点 在小龙女腋下 跟小附上 小龙女的穴道被解开 谢谢 从林凡的怀抱里 正拖出来 小龙女又一次地感谢道 不用谢 我这次就是 专门为救你而来 听了林凡的话 小龙女有些不解 是这样的 我做了个梦 梦里的场景 就跟今天一样 只不过梦里没有我 而你被尹志平 那个败类给玷污了 林凡胡扯道 听了林凡的话 小龙女有些不信 她是单纯 又不是傻 你是不是不信 那我把接下来 会发生的事情 也告诉你 林凡再次忽悠道 小龙女没有拒绝点了点头 见小龙女点头 林凡将接下来 会发生的事情 稍微做了一些修改 告诉了小龙女 重点就是说 杨过只把小龙女 当成姑姑 对她并没有产生男女之情 林凡讲完后 见小龙女 用不信的眼神看着自己 林凡开口问道 你还是不信 小龙女点头 那这样 龙姑娘你躺下 假装被点了穴道 等杨过回来 到时候你就按 我刚才说的问她 然后你看她的回答 是不是跟我刚才说的一样 听了林凡的话 小龙女再次点头 随后她找了个地方躺了下去 装出一副被点了穴道的样子 本来以小龙女冷淡的性格 是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的 只是她也很想知道 她的孤儿 对她到底 有没有男女之情 孤儿的回答 会不会跟刚才那人说的一样 林凡将吕布与八百宗师铁吉 收进了自己的小世界 然后自己也隐藏了起来 在林凡藏好后 大概过了二十多分钟 杨过跑了回来 当她看到小龙女躺在地上的时候 于是连忙上前开口问道 姑姑 你怎么了 你怎么躺在地上 小龙女没有说话 下一刻 杨过像是想到了什么 啊 我知道了 肯定是义父教我武功 怕姑姑偷看 所以点了姑姑的穴道 说话的同时 杨过在小龙女身上解穴的位置 点了几下 假装被解开穴道的小龙女坐了起来 然后靠在了杨过怀里 见小龙女穴道被解开能动了 杨过开口说道 姑姑啊 我义父这个人你也知道 脑袋不好使的嘛 整天颠三倒四的 你千万别怪她 你还叫我姑姑 难道你不想让我做你的妻子吗 小龙女按照林凡跟她说的开口问道 啊 这怎么可以 不可能 你是我姑姑啊 杨过听了小龙女的话 震惊地说道 哭 虽然小龙女没有像原著中 被尹志平夺走清白 但就算是这样 听了杨过的话后 她还是吐出了一口血 另外 小龙女现在已经彻底相信了林凡的话 因为杨过的回答 跟林凡所说 一般无二 另一边躲在草丛中的林凡 见小龙女 还是像原著中一样 吐出了一口血 她立马担心地冲了出来 然后一把将小龙女 从杨过的怀里夺了过来 关切地问道 你没事吧 不等小龙女回答 杨过见小龙女 被人从自己怀里夺走 立马站起来 大声开口问道 你是谁 快把姑姑还给我 林凡没理她 只是用担心的眼神 看着小龙女 杨过见林凡不回答自己 就在她憋不住 准备要出手的时候 一直没说话的小龙女开口了 带我走 小龙女看着林凡开口说道 好 我带你走 另一边的杨过 听到两人的对话 整个人都傻了 很明显 姑姑认识这个人 下一刻 杨过反应过来 然后着急地开口问道 姑姑你不要我了吗 我们走吧 听到杨过的话 小龙女没有看杨过一眼 而是再次开口 对林凡说道 好 我们现在就走 就在林凡扶起小龙女 准备离开的时候 杨过开口喊道 不行你不能走 你把姑姑还给我 滚 当我折死 林凡恶狠狠地看了一眼 杨过开口说道 要不是 她今天来得及时 小龙女将会跟原著中一样 被影制平玷污 而且 林凡可不会管点小龙女 穴道的人是谁 欧阳峰又如何 林凡只知道 如果不是因为杨过 小龙女就不会被欧阳峰 点住穴道 差点被影制平玷污 虽然这件事跟杨过的直接关系不大 但间接关系也是 差点导致小龙女 险些尸身的重要因素 有本事你就杀了我 不然我不可能让你带走姑姑 你想死我就成全你 第43章 全真教的牛鼻子 不知死活的赵志敬 可就在林凡准备出手 教训杨过一顿的时候 林凡怀里的小龙女 以为林凡真的要杀了杨过 倾起红唇 开口阻止她 饶棍一命吧 姑姑不要求她 有本事就让她杀了我 不然我不可能让她带走你 杨过喊道 同时她不觉得 自己会输给林凡 两人年龄相仿 而她每天借助韩玉床修炼 功力远胜同龄人 所以她不觉得自己会输 我最后再说一遍 放开我姑姑 杨过死死盯着林凡 一字一顿道 看了一眼自信过头的杨过 林凡对怀里的小龙女说道 先送你去一个地方 放心我不会杀她 顶多教训她一顿 说完不等小龙女同意 林凡直接将她收进了小世界 安置在了慈宁宫之中 姑姑 剑小龙女突然消失 杨过开口喊道 说 我姑姑被你弄哪去了 杨过拔出剑指着林凡开口问道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不说那就死 下一刻 杨过提剑就向林凡杀了过来 她用的正是 古墓派玉女心经中的 玉女剑法 见此林凡身体一震 瞬间也进入了战斗状态 麒麟套装浮现在身上 麒麟剑也出现在了她手中 当 举剑格挡 杨过被震推了数步 不过杨过并没有受伤 只是内心有些紊乱 深呼一口气调整了一下 杨过再次向林凡杀了过来 瞇了瞇眼 林凡有些不爽地开口说道 不自量力 小小先天巅峰 是谁给你的勇气 向我出剑 此时的杨过 只有先天巅峰修为 还不是未来那个 有着天人后期实力的神雕大侠 目前的杨过 根本不是林凡的对手 不过林凡答应过小龙女 不杀杨过 所以她不会对杨过下死守 但教训一下 还是需要的 下一刻 林凡的独孤九剑施展开来 第一剑林凡刺破了杨过胸前的衣巾 在杨过胸前留下了一道浅浅的伤口 慢慢地有血渗透而出 林凡的第二剑 刺在了杨过的胳膊上 同样也是轻伤最多流点血 接下来是第三剑 第四剑 瞬间林凡刺出了十数剑 待林凡收剑 杨过身上的衣服 已经变成了碎布条 她的身上也留下了十几道伤口 不停地再往外伸着血 现在知道我们的差距了吗 如果我想 刚才那十几剑每一剑 都能要了你的小命 放了我姑姑 杨过双眼赤红 根本听不进去林凡说的话 一心只想夺回小龙女 喂喂 你够了 小龙女是自愿跟我走的 怎摇到你嘴里 就像是我抓走了小龙女似的 再说了 刚才你自己也说了 小龙女只是你姑姑 你不会娶她 难道你不娶 还不能让我娶吗 已经砍了杨过十几剑 林凡的气也消了 见杨过一副 要跟自己拼命的样子 于是她无奈地开口说道 总不能真把杨过给杀了吧 真杀了杨过小龙女 还不恨死自己 听了林凡的话 杨过也清醒了过来 下一刻 她愣住了 是啊 自己又不会娶姑姑 难道还能让姑姑 一直陪着自己 一直不嫁人吗 如果真的那么做 自己就太自私了 杨过想到 师父 几位师叔伯 就是他 就是这个人 杀了尹志平师弟 听到声音 林凡跟杨过 转头看了过去 只见一群倒是走了过来 而刚才发出声音的 正是赵志进 师父 就是这个人 杀了尹志平师弟 赵志进指着林凡 对王初一跟马玉等人说道 小贼 就是你杀了我 邱师兄的弟子尹志平 脾气暴躁的孙伯二 站出来对着林凡质问道 怎么回事 杨过凑过来问道 听了林凡的话 杨过也想通了 自己姑姑总归是要嫁人的 刚才是自己太冲动了 明显姑姑跟眼前这人认识 自己身上这十几件 算是白挨了 杨过叹了口气想道 最关键的是 这人未来可能会成为自己的姑父 虽然有些不爽 但自己总不能找自己姑父报仇吧 关键自己也打不过呀 没你的事 一边呆着去 林凡瞥了一眼 杨过开口说道 好吧 你自己小心 这几个牛鼻子 还是挺厉害的 杨过嘟囔了一句 然后站到一旁看戏去了 小贼 你倒是说话 我志平失职 到底是不是你杀的 没错 尹志平是我杀的 林凡说道 没有否认 卧槽 就这么承认了 杨过目瞪口呆的 爆出了一句粗口 好好 既然你已经承认了 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替我失职抵命吧 孙不二暴怒 见林凡干脆承认了 不问缘由 就想杀了林凡 去抵尹志平的命 下一刻 孙不二就准备出手 师妹且慢 邱师兄 他都承认了 还有什么好说的 没有理会 孙不二 邱处基 看着林凡开口问道 你为何要杀了志平 我关你一身正气 不像是什么奸邪之辈 所以 我想知道 我那弟子 哪里得罪了你 你要杀了他 呵呵 我说你就信吗 林凡问道 你先说 我自有判断 犹豫了一下 邱处基开口说道 没必要 想动手就放马过来 你全真教我 还不放在眼里 林凡懒得跟他们解释 于是直接开口说道 狂妄 大胆 林凡的话音落下 孙不二王初一等人 开口呵斥道 你们住口 小友 频道也想知道 你为何要杀我全真教弟子 不妨说来听听 马玉呵斥住了众人 然后对着林凡开口问道 你们真想知道 不如问他 他目睹了一切 只是我觉得他不会说出真相 林凡指着赵志进开口说道 其实林凡说的一点都没错 原因很简单 如果尹志平没死 赵志进绝对会说出真相 用于打压尹志平 争夺掌教之位 可现在尹志平死了 他现在要是说出真相 只会有损全真教的清语 另外 没了尹志平这个绊脚石 赵志进早已经将 全真教的掌教之位 当成他的囊中之物 所以他又岂会说出 有损全真教清语的事来 不出林凡所料 赵志进果然没有说出真相 师父 各位师叔伯 你们不要听他的胡言乱语 尹师弟是个什么样的人 你们还不清楚 就是这人无缘无故杀了尹师弟 你们赶快杀了他替师弟报仇 第四十四章 亮出身份 斩杀赵志进 听了赵志进的话 马玉皱了皱眉 他也感觉赵志进没有说实话 师兄 别犹豫了 志平这孩子从小 败在你的门下 是我们从小看着长大的 他是什么样的人 我们还不清楚吗 孙伯二开口说道 是啊 志平那孩子 是我们从小看着长大的 一向品行优良 以他的性格 不可能做出什么 伤天害理的事来 王处一附和道 见林凡一夫 不把他们全真教 放在眼里的架势 又有孙伯二跟王处一的劝说 邱处基也不想询问什么真相了 不管怎么说 尹志平是他的弟子 现在他被人杀了 自己这个做师傅的 肯定要替他报仇 之前询问真相 也只是例行公事吧 一句话说到底 他们全真教在大宋 是正派魁首 做什么事 都要把自己 放在大义的一方 不能给人留下画饼 如果不问清楚就杀人 江湖上又会怎么传他们全真教 而且 邱处基从头到尾 都没有怀疑过尹志平 所以他才有底气询问真相 想出手了吗 放马过来 我倒想看看 全真教没了王重阳 还有几分抵运 林凡说道 小贼 既然你找死 那我就成全你 没等其他人有反应 孙伯二拔出长剑 就向林凡杀了过来 林凡站在原地没动 带长剑来到自己面前 他才一剑挥出 瞬间斩断了孙伯二一臂 然后一脚将孙伯二踹飞 师妹 师妹 你怎么样 王处一 一跃而起 接住了孙伯二 关心地开口问道 全真妻子其余几人 也连忙凑过来 查看孙伯二的情况 师兄我的手臂 他斩断了我的手臂 孙伯二捂着断臂开口说道 小友 你下手如此狠辣 先是杀我教弟子 先又斩断了我十美一臂 今天你必须给我全真教一个交代 不然你今日走不出这中南山 马玉说道 哼 交代 就凭你们 也想让我给你们一个交代 一帮臭牛鼻子而已 还真把自己当成什么人物了 林凡不屑地说道 想要他堂堂大下皇帝给出交代 他全真教也配 师兄别跟他废话 他斩断了师妹一臂 杀了他 王初一放下孙伯二 拔出佩剑开口说道 也只能如此了 不过此人武功了得 我们之中任何一个人都不是他的对手 劫北斗七星见阵 致敬 你来顶替你孙师叔的位置 马玉说道 是 师伯 操 林凡也是无语了 这帮人是当自己不存在吗 就这样堂而皇之在那商量 怎么对付自己 懒得跟他们废话 这些人也不值得自己出手 林凡意念一动 下一刻 吕布与八百重甲铁机 被他召唤了出来 不久后 马蹄声响起 吕布带着八百重甲铁机赶到 我等见过陛下 吕布等人下马行李道 把林凡的面子给得足足的 让林凡好好装了个逼 都起来吧 是 陛下 这时 全真教的人懵了 看着吕布一身将军打扮 再看看吕布身后的八百重甲骑兵 他们内心产生了一种不好的预感 特别是他们发现 不管是吕布 还是吕布身后的八百名重甲骑兵 都有着不俗的实力 甚至每一个实力 都不弱于他们全真妻子 我也不想跟你们废话 给你们两个选择 一交出赵志敬解散全真教 朕可以对今天的事情既往不救 二朕今日灭了你全真教 林凡说道 同时 他相信全真妻子 会做出正确的选择 师父救我 我不想死 救我呀师父 赵志敬终于知道害怕了 想让全真妻子救他 哎 能问一下您是哪一国的皇帝吗 没有理会赵志敬 马玉叹了口气 看着林凡开口问道 没有直接回答马玉 林凡给吕布使了个眼色 收到林凡的眼色 吕布适时地站出来 开口说道 你们听好了 现在 在你们面前的 乃是我大夏的皇帝陛下 原来 是大夏皇帝当面 平道等人之前失礼了 还请陛下恕罪 马玉秋处机 等人行了一礼 开口说道 免礼吧 我的时间很宝贵 你们做出选择了吗 师伯不要啊 我还不想死 你们救救我 替我向皇帝陛下求求情 赵志敬抱着马玉的腿 拼命哀求 他知道自己得罪了 不该得罪的人 要是没人救他 他就死定了 哎 陛下 您可否饶他一命 马玉经不住赵志敬的哀求 看着林凡开口问道 是啊陛下 你就饶了我吧 我不应该隐瞒真相 更不敢想让师伯他们杀了您 我知道错了 求求你 求你就饶了我这次吧 赵志敬拼命向林凡磕头 想要求林凡饶他一命 哼哼 现在知道求饶了 当才干嘛去了 林凡戏谑的看着赵志敬开口问道 陛下我真的知道错了 是尹志平那个王八蛋 想要玷污龙姑娘 我不肯说出真相 也只是想保住我全真教的情欲 求你放过我这一次 赵志敬继续磕头 同时说出了 林凡杀死尹志平的真相 至今你不要胡说 志平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 你想活命 也不能胡说八道 王初一呵斥出声 师父我说的都是真的 没有一句谎言 事情是这样的 最近我发现尹志平有些不对 每天晚上他都会前往后山 也不知道在做些什么 所以今晚我就偷偷跟上了他 来到后山 我们发现龙姑娘 被一个不知名的高手点了穴 然后尹师弟 他就想要趁机玷污龙姑娘 幸好皇帝陛下赶到杀了他 不然他就得逞了 现在的赵志进 为了保住小命 也顾不上那么多了 他把所有的事情 全都说了一遍 不可能 先不说志平的人品如何 如果真的是 像你说的那样 那你为什么之前不说 邱初吉开口问道 他还是有些不相信 邱师伯 原因我刚才已经说过了 我那是为了保住 我全真教的清誉 这种事情一旦说出去 我全真教的清誉 就全毁了 哈哈哈哈 没想到 没想到 我邱初吉此身 一共只收了两个徒弟 一个徒弟不认亲父 卖国求荣 另一个自己 一直引以为傲的徒弟 竟然也是一个 人品如此卑劣之辈 扑 邱初吉直接被气得 吐了口血 然后昏了过去 师兄 师兄 见邱初吉 气急攻心 吐血晕倒 刘初玄等人 焦急地喊了一声 然后连忙过去 扶住了邱初吉 唉 师门不幸啊 马玉叹息了一声 然后独自一人 往山下走去 师兄 你要去哪 都下山去吧 从今日起 全真教解散 留下这么一句话 马玉头也不回地走了 这时的赵志敬 哪还不知道他被放弃了 头也不磕了 爬起来转身就要逃 他可不想死 想走 得罪了陛下 你还想活 哪有那么容易 只见吕布吃笑一声 下一刻他一个闪身 瞬间来到了赵志敬身前 随着他手中的 方天话几挥出 赵志敬人头抛飞 紧接着一具 无头尸体倒地 第四十五章 锦衣卫带来的消息 林凡震惊了 爆 不远处突然传来的一声爆 瞬间引起了 所有人的注意 转头看过去 只见十数人 骑着战马 急驰而来 下一刻 林凡皱了皱眉 因为来的十几人 正是锦衣卫 林凡怀疑是出了什么事 不然请因为 不可能这么着急地 来找自己 不久后 十几名锦衣卫 来到了林凡身前 一拉缰绳 用力乐停 身下战马 随后十几人 同时跳下马 单膝跪地 陛下 八百里加急 各位将军 与诸葛首府联名发出 还请陛下 速速返回林萧城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林凡问道 陛下 事情是这样的 不久前突然出现了 一种未知怪物 他们见人就杀 以人写为识 半月前大元全境沦陷 现在大秦 大明 大宋 大随边境 也已经有怪物出现 四大皇朝聚成而守 大小战役 已经发生了数十场 十天前 黎阳国都沦陷 目前除了北梁 黎阳其余城池 已全部落入怪物之手 锦衣卫一口气会报道 怎么会这样 要知道林凡前世 也看过不少 宗武题材的小说 里面 可从未提过 有什么怪物 林凡有些想不通 系统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想不通林凡 也就懒得想了 决定问系统 系统也很快 给出了答复 第一 检测中 丁 检测中 就在系统 正在检测的时候 刚才同样听到 锦衣卫汇报的 全真教众人 也都被震惊了 包括杨过也是如此 他同样被震惊的不清 什么杀人如麻的怪物 什么吸血的怪物 他以前可是从未听说过 丁 检测完毕 宿主 本系统 已经检测出结果 那你还不快说 林凡催促道 那个 你还记不记得 前不久 你穿越到港宗世界的事 当然记得 有什么话你就快说 别吞吞吐吐的 而且 怪物的是 跟我穿越港宗世界 有什么关系 林凡不耐烦道 那个宿主 还是有一些关系的 什么关系快说 事情是这样的 所谓港宗世界 顾名思义就是 港片世界大融合世界 所以 里面可不只是 古惑仔的打打杀杀 你是说港宗世界里面 还融合了那些 恐怖的鬼怪事件 林凡像是猜到了什么 不可思议地问道 是的 宿主 只要是港片背景的世界 全部融合在港宗世界里面 其中当然也包括那些鬼怪事件 稍微顿了一下 系统再次开口了 宿主 你知道盘古一族吗 系统你是说 没错 锦衣卫刚才汇报的那些怪物 正是盘古一族的僵尸 不过好消息是 盘古一族想要转化二代三代僵尸 是需要消耗精血的 只有四五代僵尸 通过尸毒就可以转化 这也就是说 他们的高端战力是有限的 听到系统的话 林凡也是松了口气 平复下心情 林凡再次开口问道 最后一个问题 他们是怎么来到港宗世界的 那个 宿主事情是这样的 由于您多次往返于 宗武与港宗世界 也因此 意外让盘古一族 发现了宗武世界的世界坐标 而港宗世界的世界等级 是要比宗武世界高一些的 也因此他们 轻易就打破了世界壁垒 来到了宗武世界 听完系统的解释 林凡的头有些大 本来以为一切竟在掌握 谁知道一下子 冒出来一个盘古一族 现在林凡 也顾不上系统甩锅给自己了 前世看了那么多 穿梭万界的小说 林凡还是头一次听说 主角穿越 会暴露世界坐标的 一句话说到底 你系统是干什么吃的 连个世界坐标都隐藏不了 算了 算了 当务之急是要先解决 盘古一族这个麻烦 不然宗武世界迟早变成 山本一幅口中的僵尸国度 而且 大宋已经受到了 盘古一族的进攻 已经不是很安全了 还是先回自己的大厦再说吧 也不知道自己的大厦 现在怎么样了 又是一个多月的日夜兼程 之前赶往中南山 就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这样算下来 林凡已经快三个月 没好好合眼了 林凡拖着疲惫的身体 回到了林霄城 早就等待在皇宫外面的 诸葛亮一行人 立马迎了上来 见过陛下 免礼吧 陛下 您终于回来了 现在整个世界都乱套了 几大皇朝 都在跟吸血的怪物开战 这还不是最可怕的 最可怕的是 那些怪物的童话能力 只要是被他们咬过的人 都会变成跟他们一样的怪物 见到林凡 诸葛亮迫不及待地会报道 先进攻吧 我们坐下来好好商议一下 该如何应对 讨论出一个应对之策来 是陛下 进入皇宫来到大殿 林凡坐到龙椅上 诸葛亮 庞统 长孙无忌 房玄灵 敌人结五人 一一在林凡左下手入座 而以白起为首的武将 例如吕布 关羽 张飞 赵云 马超 皇中七大统帅 全部在林凡右下手 一一入座 等众人坐定 林凡开口说道 都说说吧 事态如何了 回禀陛下 根据锦衣卫传回来的消息 整个世界都乱套了 若不是有各大皇朝强者支撑 现在各大皇朝 估计也都已经步入了大元的后尘 白起首先说道 具体说说 林凡看着白起 让他说清楚一点 是 陛下 陛下 各大皇朝的处境 刚才我们已经汇报过了 接下来围城来说一说怪物的实力 可 林凡点头道 陛下 根据多方面情报 我们的分析 怪物一共有五个形态 每个形态实力都不同 通过眼睛就能分辨出 白眼的怪物最弱 红眼的怪物最强 白色眼睛的怪物 普遍实力在先天之下 而黑色眼睛的实力 就已经达到了宗师 黄色眼睛的实力更是达到了大宗师 绿色眼睛的怪物实力相当于天人境界强者 而最强的红眼怪物 实力可以媲美陆地神仙 这么强 听完白起的汇报 林凡都有些震惊了 于是脱口出道 是的 陛下 不久前有一只红眼怪物 对上了武当张三丰 那一战 他们打得不相上下 而张三丰 就有着陆地神仙的实力 之后 也有各国陆地神仙强者 与红眼怪物交过手 打到最后 无意不是平手的局面 你应该也知道 达到陆地神仙境 一对一想要奋出生死 已经很难了 想要杀死一名陆地神仙强者 除非多名陆地神仙强者联手 至于他们那么强 我们大家为什么没有受到进攻 完全是因为地理原因 我们的位置很好 各大皇朝横跟在我们 跟怪物之间 就连大元方向 我们中间也隔了一个西夏 目前西夏太后 还在带人苦苦支撑 不过微称估计 他们撑不了多久了 很快 我们也会跟那些怪物对上 照你这么说红眼的怪物 数量还不在少数 是的陛下 根据锦衣卫的统计 目前出现的红眼怪物 一共有着12个 绿眼的更多 有着100多个 黄眼的有数千 黑眼的有10万以上 白色眼睛的怪物 更是不计其数 预计超过3000万 白起凝重地说道 最后 小邪手在这里感谢一下 算了吧 告诉自己 忘了他读者大大 赏得大神认证跟大宝剑 读者大大 大气 小邪手败谢 第46章 系统再次升级 林凡皱眉 目前整个大厦 以他的实力最强 不过他也只有 天人中期的实力 也就相当于 一只二代僵尸 而白起他们 虽然这段时间 实力提升到了 大宗师巅峰 但也只相当于 一只三代僵尸 可盘古异族的 二代僵尸 有着上百 三代僵尸 更是有着数千 自己大厦 近200万大军手上的枪炮 对付武者还行 毕竟武者修炼肉身的很少 可僵尸不同 僵尸就是以肉身强悍出名 想到这里 林凡头都大了 最终商量了半天 众人也没有 能商量出什么对策来 你们先回去吧 容朕想想 对了 做好边境防御 在朕想出对策前 不能放一只僵尸 进入我大厦 是 众人行礼应事 放心吧陛下 有安老张跟第二军团在 绝对不会放一只僵尸 进入我大厦 临走前张飞 扯着的大嗓门喊道 好 都下去吧 朕相信你们 等众人走后 林凡在内心对系统问道 系统 我的黄金余额 现在有多少 回宿主 您当前的黄金余额 为1亿5300万两 其中大部分 是在港宗世界 通过绿币交易所得 看着1亿5300万两的余额 林凡忍着痛心开口说道 系统 消耗1亿2黄金升级 一口气把话说完 林凡用手捂着胸口 心疼到无法呼吸 这可都是他的钱啊 就这么没了 虽然这些黄金来得很容易 都是用复制的绿币 在港宗世界兑换的 但这么多黄金一下消失 林凡还是很心痛 不过系统可不会 理林凡有多心痛 听到林凡的命令 系统立马启动了升级程序 钉 扣除黄金1亿2 系统升级中钉 系统升级成功 当前系统等级4级 现发放4级系统升级礼包一个 礼包已放入系统空间 请问宿主是否打开 是或否 打开 不打开我升级系统干什么 那可是1亿2黄金啊 想到这里 林凡更心痛了 哼 一下子扣了我1亿2黄金 要是4级系统升级礼包里面 开出来的东西 不让我满意 看我怎么收拾你 礼包开启前 林凡捂着隐隐作痛的胸口 嘟囔道 收到宿主命令 现帮宿主打开4级升级礼包 叮 恭喜宿主获得 原因期巅峰修为 宿主融合原因期巅峰修为后 可直接成为一名原因期巅峰强者 换算宗武世界修为陆地神仙巅峰 叮 恭喜宿主获得 原因初期修为提升卡X8 原因初期修为提升卡 可帮助任何人将修为提升到 原因初期修为 原因初期强者寿元万载 换算宗武世界修为 陆地神仙初中期 叮 恭喜宿主获得 金丹巅峰修为提升卡X80 金丹巅峰修为提升卡 可帮助任何人将修为提升到 金丹巅峰修为 拥有寿元2000年 换算宗武世界修为天人巅峰 叮 恭喜宿主获得 助基巅峰修为提升卡X800 助基巅峰修为提升卡 可帮助任何人将修为提升到 助基巅峰修为 拥有寿元500年 换算宗武世界修为大宗式巅峰 叮 恭喜宿主获得 3000年盘桃100枚 3000年盘桃 服用一枚可增加万年寿元 增加万年法力 助 服用时必须有修仙功法辅助练化 否则服用之人有90%几率 会暴体而亡 叮 恭喜宿主获得 修真体系 原因七功法 龙皇诀 龙皇诀 宿主专属功法 修炼大成龙气护体 防御沙伐强大 类似于道门金光咒 叮 恭喜宿主获得 修真体系 原因七功法 画龙诀 画龙诀 宿主专属功法 修炼大成 可化作数百丈真龙对敌 叮 恭喜宿主获得 修真体系 金丹七功法 五行诀 五行诀 拥有五行灵根者 可同时修炼五种属性 如没有五行灵根者 也可根据自己的灵根 单独修炼一种属性 叮 恭喜宿主获得 神剑御雷真诀 神剑御雷真诀 来自某修仙世界 此剑法十分强大 可引下天雷对敌 口诀 九天玄煞 化为神雷 惶惶天威 以剑引之 叮 恭喜宿主获得 助言丹一百枚 严寿丹一百枚 复活丹一百枚 叮 恭喜宿主获得 浮空岛一座 浮空岛 顾名思义可负于空中 面积长宽十五公里 岛上有灵泉一口 宫殿一座 丁 恭喜宿主获得 炼气九层巅峰修士 X 三万 炼气九层巅峰修士 寿元二百 实力换算 宗武世界修为 宗师巅峰 丁 本次礼包所有物品 发放完毕 请宿主自行查收 系统你大爷的 你给我那么多盘套 有啥用 老子敢吃吗 你就不能多给我一点 当前实用的东西 宿主 你就别得了便宜还卖乖了 一颗三千年盘套 可兑换黄金一千万两 当然实际价值 是肯定不止这么多的 不过本系统回收 就是这个价 如果宿主 你真的不需要盘套 可以将其兑换给本系统 本系统乐意回收 卧槽 盘套这么贵的吗 林凡震惊了 难怪系统说 升级礼包物超所值 这尼码别的东西不说 光回收盘套 就赚回了十倍的本钱 可林凡会将盘套 回收给系统吗 当然不会 没听系统刚才说 盘套的价值 远不止一千万两黄金吗 自己要是回收了 那不成大傻子了吗 那个 系统你去忙吧 盘套我还是自己留着 就不回收了 毕竟是礼包里面 开出来的东西 未来对我肯定有大用 哼 垃圾宿主 嫌弃的也是你 现在舍不得回收的也是你 你还真是多变啊 系统细写的说道 好了 系统 是我错怪你了 还不行吗 之前我乃知道盘套那么值钱 要是早知道 我怎么可能抱怨 林凡解释道 第47章 集体突破实力大增 林凡修为原因七巅峰 好不容易安抚好系统 林凡也终于有空去查看 四级礼包里面开出来的东西 打开系统仓库 看着里面一件件物品 下一刻 林凡取出了两枚光团 没有犹豫 林凡直接将两枚光团 派入了自己的石海 随着光团融入石海 有关化龙爵与龙爵 这两门功法有关的记忆 便瞬间被林凡完全吸收 下意识运转起两门功法 林凡体内的内力被转化了一丝 从原本的内力 变成了质量更高的真元 将两门功法 各自运转了一个大周天 睁开眼睛的林凡 不由地感叹道 真不愧是修真功法 太强了 完全不是五道功法能比的 同样境界 一个修真者 能击败数名武者 另外 系统奖励的功法 是不需要林凡自己修炼的 只要融合 便是巅峰圆满之境 接下来 林凡开始将自己体内 天人中气的内力 转化成真元 内力不断被压缩 不断被提纯凝炼 一个时辰过后 林凡体内的内力 彻底被他转化成了真元 自此林凡从一名武者 变成了一名修真者 不过因内力被压缩提纯 量变少了 林凡现在只有助击巅峰的修为 但林凡的整体实力 并没有因此变弱 相反他的真实战力 反而是变强了 只是持久力略有不足 略逊于从前 花了半个小时 稳固住助击巅峰的境界后 林凡再次取出了一个更大的光团 这枚光团不是别的东西 正是系统礼包里面开出来的 原因期巅峰修为 将光团捧在掌中 随后林凡同时运转 起了龙皇爵与化龙爵两门功法 开始吸收原因期巅峰的修为 随着不断练化 林凡的气势开始节节攀升 下一刻 一枚金丹出现在了林凡的丹田之中 自此林凡踏入了金丹期 腹中金丹不断旋转 慢慢变大 转眼间就从米粒大小 膨胀到了弹珠大小 随后 金丹上一条条龙纹出现 一条 两条 三条 四条 五条 六条 七条 八条 九条 当九条龙纹出现的那一刻 意味着极品金丹九龙金丹城 金丹的品级 一共被分为九品 一品最弱 九品最强 在金丹期 能凝练出九文金丹的天赋 已经是绝世妖孽 而林凡凝练出的九龙金丹 更强 属于极品中的极品 金丹还在旋转 同时 金丹还散发着夺目的金光 内饰的林凡 被光芒刺得睁不开眼 下一刻 只听咔嚓一声 九龙金丹破碎 瞬间化为了九条金龙 九条金龙在林凡的丹田中游走 咆哮 不停吞吐着灵气 原先金丹所处之地 慢慢地有一个虚影浮现出 此虚影不是别的东西 正是林凡的原音 原音出现的那一刻 一条条金龙 钻入原音的眉心石海 开始了与原音的融合 原音与林凡长得一模一样 每一条金龙 融入原音的石海 小小的原音背上 就会出现一条金龙纹路 而现实中的林凡 也是同样如此 当九条金龙 出现在林凡背上的时候 自此宣布 林凡正式成为了一名 原音七的强者 林凡的修为继续突破 直到修为突破到 原音七巅峰 这才停了下来 而林凡手中的光团 也已经彻底消失 巩固了一下修为 时间也来到了第二天 站起身 林凡让人将白起 吕布 关羽 张飞 赵云 马超 黄中七人叫了过来 不久后 七人赶到 我等见过 陛下 七人行礼 免礼吧 不知陛下传我们前来 所为何事 白起问道 当然是好事 林凡回了一句 然后只见他 取出了七张卡片 陛下这是何物 大大咧咧的张飞 看到林凡手中 突然出现的七张卡片 好奇地开口问道 此物名叫 原音初七修为提升卡 只要你们将其融合 就可以获得强大的实力 具体能有多强 我也不太清楚 反正绝对不会比陆地神仙 跟一代红眼僵尸差 听了林凡的解释 七人瞬间兴奋了起来 这段时间 可把他们憋屈坏了 他们是谁 他们七个人 每一个都是一个 时代的天骄人物 现在却被几只僵尸压得 喘不过气 他们又岂能不憋屈 陛下 这是给我们的吗 吕布迫不及待地开口问道 当然 不是给你们的 叫你们过来干什么 林凡反问道 得到林凡的确认 七人都是面带喜色 哈哈 太好了 等安老张突破到 原音初期修为 一定要去找一只 红眼僵尸大战一场 让他们知道 安老张的厉害 张飞兴奋地大笑着说道 不光是张飞 其余人也很是高兴 好了 你们现在就融合修为 我帮你们护法 是陛下 七人一口同声回道 下一刻 一张张卡片被林凡捏碎 瞬间出现了七个光团 林凡将七个光团 打入七人的腹部丹田 随后 林凡取出五行诀 将五行诀传给了七人 得到了修真功法 七人盘腿而坐 开始运转功法 突破修为 先是转化内力为真元 七人从大宗师巅峰 变成了炼器巅峰修士 之后突破正式开始 筑击一层 筑击五层 筑击巅峰 接下来一颗金丹被凝聚而出 值得一提的是 七人的天赋都很强 每个人凝聚出的金丹 全都是久闻金丹 随后金丹破碎 七人同时突破到了 原因初期修为 原因初期 修为提升卡 还剩下一张 林凡考虑了一下 最终将其给了赵敏 毕竟 她是大夏的皇后 其余几女林凡 当然也不会忘 包括港宗世界的阿润 牙子 慧香 大波浪 一人分得了一张 金丹巅峰修为提升卡 总共消耗了12张金丹巅峰修为提升卡 诸葛亮 庞统 长孙无忌 房玄灵 敌人结五人 也一人分得了一张 金丹巅峰修为提升卡 剩余的63张金丹巅峰修为提升卡 林凡将其交给了白旗等人 由他们交给手下的将军 至于那800张筑基巅峰修为提升卡 林凡将其全部给了吕布 毕竟那800名中甲铁骑 一开始就跟着他了 林凡又怎么可能忘了他们 3万名炼器九层巅峰修 林凡交给白旗三千 关羽三千 张飞三千 赵云三千 马超三千 黄忠三千 让他们补充各自军团 剩余的12000名炼器九层巅峰修 林凡也全部给了吕布 毕竟其他军团动不动就是数十万人 吕布手上总不能一直就那800人吧 毕竟吕布还充当着林凡手下轻微的角色 手下没人怎么行 第48章 汝阳王的求救信 擅自出走的赵明 在帮助所有人突破后 林凡便将浮空岛取了出来 就放置在了林霄城的上空 现代化豪华别墅 也被他迁到了浮空岛上的中心位置 此时的浮空岛中心的现代化豪华别墅中 赵明有些魂不守舍 自从大员全面失守后 他就再也没得到过自己父亲汝阳王的消息 这让他十分担忧 担忧自己的父亲汝阳王 哥哥王宝宝 母亲会出现什么意外 这件事情 他也跟林凡说过 林凡也派出了锦衣卫 去寻找汝阳王府一干人等的消息 只是这都快几天过去了 锦衣卫却一直没有传回来消息 赵明姐姐 赵明姐姐 有消息了 有消息了 只见剑宁拿着一封信跑了进来 赵明见状连忙接过 打开看了起来 这是一封求救信 并不是锦衣卫传回来的 而是汝阳王派人送来林霄城的 恰巧送信的人被剑宁撞到 所以才有此一幕 信件内容很简单 讲述了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 汝阳王府一行人都很幸运 在盘古僵尸攻破大兜前 他的父亲便带着汝阳王府一系的三十万大军逃出了大兜 目前他们处于西夏 本来他们是准备穿过西夏 前来大下投靠赵明投靠林凡的 只是他们动作慢了 最终被困在了西夏 现在他们被上百万盘古僵尸包围 根本无法突围而出 所以才有了这一封求救信 不行 我要去救父王 父王他们有危险 看完信的赵明 丢下这么一句话 便迫不及待地御剑往西夏飞去 没错 林凡将御剑术也传了下去 看着飞走的赵明 剑宁知道自己闯祸了 要是赵明姐姐安全回来还好 要是赵明姐姐出了什么事 林凡绝对会生他的气 毕竟那封信是他给赵明姐姐的 怎么办 怎么办 要不我去把赵明姐姐追回来 不行 不行 自己只有金丹七的实力 根本追不上 对了 告诉相公 对对对 告诉相公 剑宁终于想起了林凡 于是连忙去找林凡去了 你说什么 你说赵明独自出去了 是啊相公 你快去把赵明姐姐找回来 剑宁焦急地说道 你先别着急 先说清楚 他跑出去干什么了 去哪了 林凡先安抚了一句 然后开口问道 哦 对对对 相公事情是这样的 今天我有些无聊 就想偷偷溜出宫去玩 谁知我在宫门口碰到了一个 自称是汝阳王府的人 他给了我一封信 让我务必将信交给赵明姐姐 之后的事情 你就都知道了 剑宁一口气把话说完 信呢 还在吗 让我看看 林凡问道 那封信被赵明姐姐带走了 不过我知道上面的内容 那你还不快说 你别凶我吗 让我想想 对了 信上面是这么写的 随后 剑宁将那封求救信的内容 给林凡复述了一遍 照你这么说 明明应该是去西夏了 林凡猜测道 嗯 肯定是这样的 剑宁连忙附和道 你也真是的 那封信 你应该先给我才对 林凡轻轻责怪了一句 我我 我那不是忘了吗 剑剑宁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 林凡也不忍心再责怪他 于是开口说道 算了 算了 事情发生了 怪你也没用 这样 你在宫里好好待着 不许乱跑 我去把人找回来 好 你快去 剑宁连忙点头说道 奉献 我们走 是陛下 下一刻 林凡脚踩九龙剑 吕布脚踩方天化己 腾空而起 往西夏赶去 而八百重甲铁骑 一万两千名炼器九层修士 被林凡收入了小世界 毕竟他们的修为 终究还是低了一点 玉物 飞行的速度也就慢 还不如直接收入小世界带走 需要他们出场的时候 再将其召唤出来 西夏皇城 皇宫中 逍遥子坐在守卫 下手左边坐的是 西夏太后李清罗 而下手右边坐的 正是赵敏的父亲 汝阳王 师父 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外面的近百万只吸血怪物 已经将皇城团团包围 西夏太后 看着逍遥子开口说道 是啊 也不知道我派出去的信使 冲出去没有 如果冲出去了 我们还有希望 我那女婿 一定会派大军前来救援我们 汝阳王叹了口气说道 听到汝阳王的话 整个大殿中 瞬间陷入了死寂 没办法 虽然城里现在 加上汝阳王的大军 也还有着近百万大军 可那些吸血怪物的实力 可不是普通大军能媲美的 近一个月的时间中 已经有五六十万士兵 被那些吸血的怪物 冲上城墙咬死了 若不是仗着城池的坚固 再加上逍遥子陆地神仙的实力 西夏这座皇城 估计早就失守了 都别灰心 总会有办法的 而且 以我们现在的情况 再撑个两个月 还是可以的 当务之急是守好城池 白发白须的逍遥子说道 师父 可两个月之后呢 一旦皇城被迫 西夏百姓 将会受到那些怪物的屠戮 成为他们的血世 西夏太后李秋水 忧心忡忡地说道 为师也没有办法 如果在这两个月之中 没有找到办法 到时也只能看天意了 听到逍遥子的话 汝阳王叹了口气 开口说道 哎 希望我那女婿 能收到我的求救信 前来救援吧 就在汝阳王话音落下的同时 突然一声爆喝 从城外传入了西夏皇宫 老东西还不速速出来受死 那只红眼怪物又来了 听到声音 几人同时站了起来 目光往城外方向看去 站起来的同时 逍遥子目光深邃地开口说道 师父 你与那只红眼怪物 已经大战过数场 皆是不分胜负 它怎么又来了 李秋水说道 为时不知 但为时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可能这次不会那么简单 逍遥子说道 有没有可能是有其他红眼怪物 来了我们西夏皇城 汝阳王猜测道 不是没有这种可能 上次他与我大战距离现在 已经过去了数天时间 这数天时间 他没有任何动作 有可能就是在等待 其他红眼怪物增援 所以 你的猜测 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逍遥子道 那怎么办 我们这边就师父 宁一个陆地神仙强者 只要有两个红眼级别的怪物 将师父宁拖住 以我们的实力 根本守不住皇城 李秋水担忧得到 第49章 僵尸攻城 西夏皇城外 此时一只红眼僵尸王 悬浮在半空 口中两颗獠牙争鸣无比 一双血红色的眼睛 死死盯着西夏皇宫方向 哈哈 老东西 因为你我的僵尸大军 被阻挡在此一跃有余 此时怎么不敢出来了 是不是怕了 剑霄瑶子一直没出来 悬浮在半空中的一代 红眼僵尸王挑衅道 守在城墙上的士兵 听了红眼僵尸王的话 瞬间骚乱了起来 老神仙不是真的怕了吧 要是老神仙都怕了 我们该怎么办 一名士兵担心地说道 放屁 老神仙有着陆地神仙的实力 怎么可能怕那只吸血怪物 你要是再敢乱说 扰乱军心 本将立刻斩了你 一名百夫长呵斥道 对不起将军 小的知道错了 小的再也不敢乱说了 被自家百夫长呵斥了一顿 刚才那名士兵连忙认错 表示自己再也不敢乱说了 哼 记住你刚才的话 再让本将军 听到你胡说八道 本将军定斩不饶 是将军 小兵连忙回道 这一幕 其实在城墙各处都在上演 很多士兵 都在为他们的未来感到担忧 担忧城池早晚有一天会攻破 担忧他们会成为 怪物口中的血石 担忧他们处于 皇城中的家人 妖念 老夫在此 就在军心快要崩溃的时候 皇宫中 逍遥子的声音响起 下一刻 逍遥子凌空踏步 一步一步向战场走来 看似很慢 其实速度极快无比 逍遥子的每一步 都能跨越百米距离 哈哈 老东西你终于赶出来了 一代红眼将尸王说道 老夫何曾怕过你 你我也交手过数次 哪一次又不是老夫压着你打 你觉得 老夫会怕你 你 哼 羞耀成口舌之力 老东西今日就是你的死期 一代红眼将尸王 气急败坏地说道 哦 你有信心战胜老夫 逍遥子戏谑地问道 啊啊呀 该死的老东西 我就再让你嚣张一会儿 待会儿你就笑不出来了 红眼将尸王被逍遥子的话气到了 怒吼着说道 逍遥子也是个老顽童 哪壶不开提哪壶 给红眼将尸王记得不行 要知道 这只红眼将尸王 虽然不是十二只红眼将尸王里面最强的 但实力也排在了第五位 在盘古一族 还是有很多话语权的 但一座膝下皇城久攻不下 让他丢尽了面子 甚至族内已经有人开始质疑他的实力 在这种情况下 逍遥子还刺激他 你说 他能不发疯吗 给我攻城 攻下城池 里面的人类任由你们享用 红眼将尸王下令道 吼吼吼 吼吼吼吼吼吼吼 听到红眼将尸王的命令 下方一百多万五代将尸 数千只四代将尸 几十只三代将尸 两只二代将尸 齐齐张开长着獠牙的嘴巴 发出吼声 显得异常兴奋 下一刻 他们动了 百万僵尸组成的浪潮 可比丧尸潮可怕多了 这些僵尸的速度非常快 转眼就冲到了城墙下方 虽然他们手上没有拿任何武器 但他们的爪子僵尸獠牙 就是他们最好的武器 最关键的是 他们的身体十分坚硬 弓箭根本奈何不了他们 想要彻底杀死他们 只有将脑袋砍下来 看着城下密密麻麻的僵尸 开始徒手攀爬城墙 越聚越多 守城将军命令道 滚木雷石给我扔 砸死他们 火油火油 给我泼 老子要烧死他们 快快快快快 动作快一点 等这些僵尸爬上来 大家都得死 很快一颗颗滚木 一块块巨石 被士兵丢下城墙 一桶桶火油 也被士兵泼到僵尸身上 随后将火把丢下 瞬间城下燃起熊熊大火 把那些僵尸烧得哀嚎不已 只不过 僵尸生命力强大 就算身上着着火 也还在往城墙上爬 想要吸血补充力量 因为僵尸只要吸了血 就能恢复他们的伤势 还能增强他们的力量 很快有僵尸爬上了城墙 一双白色的瞳孔 死死盯着守城的士兵 惨白的瞳孔中 透露着渴望 啊僵尸啊 僵尸爬上来了 被僵尸盯着的士兵 被吓得大喊道 士兵被吓得双腿哆嗦 甚至忘记了反抗 裤腿中留下了不明的液体 很快就将脚下的地面打湿 看到这一幕 僵尸诡异一笑 两只爪子用力 下一刻僵尸腾空而起 直接向那名士兵扑了过去 可就在他露出獠牙 想要咬向士兵的脖子的时候 一道白光闪过 眼中还透露着兴奋渴望的僵尸 瞬间伸手分离 他的脑袋被一把长刀砍了下来 该死的 你在干什么 一只白眼僵尸就把你吓成这样 你别忘了 你的家人都在城中 你不拼命城池失手 他们也要死 之前那名百夫长 一边砍杀爬上城墙的僵尸 一边愤怒地吼道 对对 俺弟俺娘俺媳妇还在城里 他们不能有事 被百夫长的怒吼声惊醒的士兵 喃喃自语道 下一刻 他的眼神变得坚定了起来 啊呀 该死的僵尸 俺跟你们拼了 鼓起勇气的士兵 握紧手中的长枪 就对着一只僵尸刺了过去 眼中闪动着杀意 只可惜 长枪刺在僵尸身上 并没有穿透僵尸的身体 仅仅是将那只僵尸 从城墙上推了下去 并没有对僵尸造成多大伤害 没办法 这些僵尸的肉身太强了 普通士兵的攻击 根本无法破防 若不是用火弓 挡住了大部分的僵尸 爬上城墙的僵尸 只是小部分 城池早就失手了 干得好 刚才那名百夫长 看到士兵的表现 夸赞了一句 将军小心 由于分心 那名百夫长 被一只僵尸扑倒在地 瞬间被咬住了脖子 僵尸喉咙如动 那名百夫长的鲜血 不断被吸食 百夫长极力反抗 只可惜 他被僵尸咬住了脖子 根本摆脱不了 哎呀 放开将军 看到这一幕 士兵红了眼 刚才要不是将军救他 他早就死了 红了眼的士兵 举起长枪 用力对准僵尸的眼睛 就刺了过去 扑斥一声 僵尸的一只眼睛被刺瞎 士兵用力往前推 试图让僵尸放开自家将军 终于长枪穿透了僵尸的眼眶 刺入了僵尸的脑部 大脑被绞碎 无论什么东西都活不下来 僵尸也是如此 死透了的僵尸 终于松开了那名百夫长 只可惜 一切都晚了 那名百夫长 已经失血过多 没了生气 见自家百夫长没了动静 那名士兵抱着自家百夫长 残破的身体 嚎啕大哭了起来 第五十章 危机 再次出现两只红眼僵尸王 下方战况激烈 西下一品堂的高手 西下的武林人士 包括西下太后 全都在拼命阻挡僵尸大军的进攻 如果不是有这帮武功高手参与守城 城池早就丢了 另一边 半空中战况也是同样激烈 逍遥子与那只排名前五的一代红眼僵尸王 在半空中大战 两方出手就是杀招 身体不断在半空中闪现碰撞 是要置对方于死地 逍遥子内力涌动 无数由内力形成的拳影掌影 被他打出 其中一掌命中了那只红眼僵尸王 红眼僵尸王被拍飞数千米 见此逍遥子七山上 想要乘胜追击 砰的一声 盗飞的僵尸王砸在了山坡上 将山坡砸出了一个人形大坑 此时 逍遥子也已经赶到 没有犹豫 逍遥子运起他陆地神仙魂后的内力再次出手 掌影拳影再次出现 对准人形大坑就轰了过去 坑中的红眼僵尸王 刚准备从他自己砸出的大坑里面出来 就再次被一拳砸了回去 再次被砸到了坑底 轰隆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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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地神仙出手威力何等强大 整个山坡都差点被逍遥子轰平 扑 承受了逍遥子连续的攻击 僵尸的肉身再强也顶不住 红眼僵尸王一口血喷出 哎呀 你该死 大吼一声 红眼僵尸王瞬间进入了 僵尸怪兽形态 一拳轰出 挡住逍遥子的攻击 双腿用力一跃 红眼僵尸王一笔炮弹还快的速度 从大坑中冲了出来 逍遥子见状 连忙与红眼僵尸王拉开距离 感受着红眼僵尸王身上散发出来的强大气息 逍遥子没有退缩 身体化作一道残影撞了过去 下一刻 一僵尸一人碰撞在一起 随着轰隆一声巨响 大地被撕裂 一人一僵尸各退了十几步 逍遥子跟红眼僵尸王反应极快 再次出手栖身而上 拳掌相交 一人一僵尸打了个不分胜负 就这样 战场陷入了僵尸 双方谁也奈何不了谁 下方的情况也差不多 攻城的僵尸 僵尸先是被城墙阻挡 又被火攻 导致能爬上城墙的僵尸 是少之又少 而少数能爬上城墙的僵尸 也有着西夏太后 带领的武林人士对付 只不过非常吃力 短时间还行 长时间绝对守不住 毕竟人类这边 只有西夏太后一个天人强者 而僵尸那边 却有两只与天人强者 同等实力的二代僵尸 西夏太后李秋水 以一敌二 着实有些吃力 可谁知 这还不是最差的局面 因为远处有两个身影 两只红眼僵尸王 汝阳王等人猜测的最坏结果 还是发生了 两只一代红眼僵尸王 很快赶到了战场 哈哈哈哈 老东西 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一起上拿下的 正在跟逍遥子大战的 红眼僵尸王笑着怒吼道 赶来的两只红眼僵尸王 对视一眼点了点头 随后便直接加入了 对逍遥子的围攻 同时面对三只 同等实力的僵尸王 逍遥子瞬间陷入了弱势 被打得节节败退 不好是否有危险 注意到半空中情况的李秋水 担心地喊了一声 怎么办 难道我们今天都要死在这里 同样拿着刀 正在砍杀僵尸的汝阳王 不甘地说道 半空中的大战还在继续 逍遥子以一敌三 根本不是对手 白袍燃血 身上已经多处受伤 再次被一拳击中 逍遥子倒飞而出 砸在了城墙上 剑撞李秋水 脚下一栋连忙过去 将逍遥子扶了起来 咳咳咳 被扶起来的逍遥子 可出了一大滩鲜血 师父你怎么样 李秋水担心地问道 为师没事 为师还能站 逍遥子强撑着说道 师父不行你走吧 城池守不住了 以您陆地神仙的实力 您想走 他们绝对拦不住你 不行 我人族面临如此劫难 我怎能只图自己苟活 听到李秋水的话 逍遥子断然拒绝 可现在的情况 城池注定守不住 师父您就算留下来 也只是白白送死罢了 李秋水再次劝道 不要再说了 为师不能走 如果为师走了 你该如何 这城中的百姓 又该如何 可是 没有什么可是 为师做出的决定 不会改变 哈哈哈哈 是不是很惊喜 还想走 你觉得我会放你走吗 因为你 我被挡在这里近一个月 在族中丢尽了脸面 今天我必杀你 三只红眼僵尸王 站在半空 俯视着逍遥子等人 之前那只红眼僵尸王 狂笑着说道 别跟他们废话了 杀了他们 以免夜长梦多 而且 我们两个也不能在这里待太久 其他几国战场 也需要支援 另外一只红眼僵尸王说道 好吧 好吧 本来我还想多看看他们临死前的绝望的 只可惜不能如愿了 之前那只红眼僵尸王面带可惜地说道 随着话音落下 三只红眼僵尸王再次出手 同时杀向了逍遥子 见状 逍遥子推开李秋水 就准备迎战 可就在这时 一道剑光闪过 白看清楚 原来是一名极美的女子 遇见 踏空挡在了双方中间 来人不是别人 正是身穿大夏皇后服饰的赵敏 明明你怎么来了 女婿呢 站在城墙上的汝阳王 看到赵敏连忙开口问道 爹爹 我是一个人来的 陛下不知道 不过您放心 女儿现在实力很强 绝对能保护你们的安全 明明你糊涂啊 就算你现在实力再强 还能挡得住近百万的僵尸大军不成 没有大军之缘 我们都得死在这里 你快走 爹不能害了你 哼 又是一个人类强者 既然来了 那就别走了 话音落下 三只一代红眼僵尸王 对着赵敏跟逍遥子 就杀了过来 这一次没人打断 两边很快就交战在了一起 有了赵敏的加入 给逍遥子减轻了不少压力 但也只是如此罢了 没办法 赵敏虽然有着原因期的实力 但他的战斗经验太少了 如果不是因为他的战斗经验太少 以他原因期的修为 一翼敌三 甚至将三只红眼僵尸王全部斩杀 也不是难事 只可惜没有如果 以现在赵敏的实力 与逍遥子联手 才能勉强挡住 三只红眼僵尸王的全力进攻 只见赵敏脚踩飞剑手掐剑绝 下一刻 无数飞剑幻化而出 随着赵敏只觉在动 一柄柄幻化而出的飞剑 组成剑阵 就像三只红眼僵尸王杀了过去 第五十一章 陷入危机的赵敏 大厦前往西夏的路上 张飞坐在一辆吉普车内 后面近四十万大军紧紧跟随 至于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当然是收到了林凡的命连 毕竟他的南路大军 距离西夏皇城最近 快 加速前进 都给我跑起来 皇后娘娘独自前往了西夏 要是因为我们去晚了 让皇后娘娘遇到了什么危险 那我等就全都是大厦的罪人 张飞坐在吉普车上 拿着个大喇叭扯着嗓门喊道 副官 我们距离西夏皇城 还有多远 放下大喇叭 张飞对坐在副驾驶位的副官 开口问道 回将军 预计再有半个小时 我军就能赶到西夏皇城 嗯 很好 应该能赶得及 就在张飞带着大军 火急火燎往西夏皇城赶的时候 西夏皇城这边 形势又有了改变 由于逍遥子之前就受了重伤 不在全胜状态 慢慢地他招架起 几只一代红眼僵尸王的攻击 变得越来越吃力 而且 时间拖得越长 对他们越不利 毕竟僵尸号称无限体力 而舞者的内力 却是有限的 像之前一对一还好 逍遥子完全可以边打边恢复 保持自己的状态不下滑 可现在是两对三 赵敏又是个半吊子 只能靠着蛮力 勉强压着一个打 所以 逍遥子要以一敌二 也因此 逍遥子根本没有恢复的时间 再加上他之前受了重伤 所以逍遥子有些快要坚持不住了 姑娘 老夫快不行了 内力即将耗尽 老夫知道 你是来救你父亲的 所以你赶紧带着你的家人走吧 注意到自己内力即将耗尽的逍遥子 蓄力一击 将两只红眼僵尸击退 对赵敏传音道 听到逍遥子的传音 赵敏有些犹豫 姑娘别犹豫了 趁老夫还能再坚持一会 赶紧走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见赵敏没有动作 逍遥子再次传音劝道 可是我走了 你们还有这一城的百姓 该怎么办 难道要让我看着他们被屠杀 不行我不能走 老先生你再坚持一会儿 等我将眼前这只红眼僵尸王斩杀 就来帮你 赵敏道 唉 也只能如此了 逍遥子叹了口气回了一句 然后他开始跟两只红眼僵尸王周旋 不再硬碰硬 以求能多拖一段时间 给赵敏 斩杀另外一只一代红眼僵尸王 争取时间 只是想象是美好的 现实是骨感的 注意到逍遥子的动作 三只僵尸王一眼 就看出了他们的意图 下一刻 三只僵尸王做出了调整 将原本围攻逍遥子的两只僵尸王 立马奋出了一只 赶往了赵敏 跟另外一只红眼僵尸王的战场 知道了想法被看穿 情急之下 逍遥子想要上前阻拦 可却因分心加上内力不济 然后在错不及防下 逍遥子被留下来的那只红眼僵尸王 一拳轰飞了出去 砸在地上生死不知 自此 赵敏陷入了以一敌三的不利局面 师父 李秋水焦急地大喊 只是他被两只二代僵尸给缠住了 根本无法去查看逍遥子的情况 半空中大战还在继续 赵敏虽然是个半吊子 但他原因初期的 修为是实打实的 真元催动 一个圆形护照 将赵敏罩住 挡住了三只红眼僵尸王所有的攻击 但每次承受僵尸王的攻击 都会消耗掉赵敏体内大量的真元 原因期初期的真元再浑后 也经不起这么消耗 而僵尸王的速度又太快 赵敏幻化出来的数十把长剑 根本无法锁定它们 导致赵敏现在只能被动防御 哈哈 放弃抵抗吧 看在你长得这么漂亮的份上 让本王咬一口 以后你就是本王的人了 本王一定会好好对你的 其中一只僵尸王 看着赵敏曼妙的身材 嚣张地开口说道 赵敏没有理会 那只红眼僵尸王的调戏与挑衅 因为他想起了一个东西 那东西还是大婚时林凡送给他的 下一刻 只见赵敏掏出了一个手机 在找到林凡的号码后 赵敏直接拨了出去 很快电话被接通 赵敏立马开口说道 陛下快来救我 你老婆被人给欺负了 她还口出狂言让我做她的女人 赵敏对着电话 另一边的林凡告状道 嗯 朕知道了 下次还敢乱跑吗 电话另一边 传来林凡的声音 不敢了 不敢了 陛下臣妾知道错了 赵敏连忙认错 她也知道自己偷偷跑出来 林凡会有多担心 嗯 这还差不多 放心吧 张飞已经出发了 很快就能赶到西夏皇城 朕也在路上马上就到 电话 另一头的林凡说道 好的 陛下臣妾等你 电话被挂断 赵敏内心的担忧 已经烟消云散 另一边看到赵敏手上的手机的 几只红眼僵尸王 整个僵尸都傻了 内心有个卧槽 不吐不快 虽然他们没见过智能机 但大哥大他们还是见过的 港宗世界就有 小一万一台呢 可是他们是怎么也没想到 这个世界 竟然也会有类似大哥大的东西 话说 这不是一个古代世界吗 人类女人 你在跟谁通话 我一手的僵尸王开口问道 这只僵尸王 正是前来支援的两只僵尸王的 其中之一 而他在12只僵尸王里面排名第三 实力比另外两只僵尸王都要强 而最后一只来支援的红眼僵尸王 在12只红眼僵尸王里面排名第九 要你们管 等死吧你们 得知林凡已经在路上 知道自己没有了危险 赵敏泼辣的性格又显现了出来 直接对了回去 人类女人 你在找死 三只僵尸王愤怒地喊道 同时他们加大了攻势 三只僵尸王的速度越来越快 力量越来越大 每一拳轰在赵敏的防护罩上 都会激起阵阵波澜 就在赵敏真元即将耗尽 快要坚持不住的时候 膝下皇城后方 上万个黑点飞了过来 那些黑点的速度极快 转眼就越过了膝下皇城 砸在了正在攻城的僵尸大军中 第52章 万炮齐鸣 张飞带人赶到 那一万个砸在僵尸大军中的黑点 不是别的东西 正是张飞手下炮兵军 发射出的一万枚75毫米炮弹 下一刻 一万枚炮弹被引爆 瞬间弹片四箭 火光冲天 一声声巨响传出 大地都在震动 轰隆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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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万枚炮弹 在僵尸大军中引爆 直接炸死炸残七八万头五代僵尸 至于五代僵尸之上的三四代僵尸 75毫米山炮 虽然也能对其造成伤害 但想一炮炸死 还是不太可能的 除非多枚炮弹同时命中 而且是要命中要害 不过这也够了 毕竟三代四代僵尸只是少数 真正的僵尸大军主力 还得是五代僵尸 另外 炮弹落下的同时 张飞也已经带着 他手下的十名金丹七巅峰修士 三千名炼器九层巅峰修士赶到 我等拜见皇后娘娘 护驾来迟 还请皇后娘娘恕罪 免礼 幸亏张将军来得及时 不然本宫 今天就要交代在这里了 照明庆幸地说道 皇后娘娘放心 有安老张在 没人能威胁到皇后娘娘的安全 好 那这里就交给张将军了 是 皇后娘娘 张飞答应了一声 照明点了点头 然后便遇见腾空而起 往西下皇城而去 他要去找自己的父亲汝阳王 顺便查看一下逍遥子的伤势 等照明走后 张飞拿出不化机命令道 炮兵军骂 给老子炮火延伸炸死他们 后方炮兵阵地 一万门七十五毫米山炮 整齐排练 炮兵军军长 收到张飞的命令 立马开口喊道 将军有令 炮火延伸 给老子开炮 炸死那些吸血怪物 使军坐 旁边的齐宇兵收到命令 手中的令齐麾下的同时 开口喊道 放 放 放 下一刻 又是一万枚炮弹 从一万门七十五毫米山炮的炮口中 发射而出 再次吃了一轮炮火覆盖 三只红眼一带僵尸王 也终于从震惊中反应了过来 顾不上继续吃惊 为首的僵尸王开口 对排名第五的那只僵尸王命令道 快让你手下的五代僵尸 全部撤下来 他们的僵尸之巨 挡不住这种程度炮火的攻击 该死 他们怎么会有火炮 之前是类似大哥大的通讯装备 现在连火炮也出来了 而且看样子 规模还不小 排名第五的僵尸王 气急败坏地道 别墨迹了 再墨迹你手下的低等僵尸 就全都被炸死了 听到这话 排名第五的僵尸王 没敢再犹豫 仰天发出了一声怒吼 听到这声怒吼声的五代僵尸 就跟收到了什么命令一样 开始拼命往后退 战场上只留下了四代以上的僵尸 另一边也已经赶到 战场上空的林凡剑状 手一挥 将八百中甲铁击 一万两千名炼器九层巅峰修士 全部召唤了出来 下一刻 只听林凡开口命令道 奉仙 你带人堵住逃跑僵尸的退路 记住不要放走任何一只僵尸 是 陛下 很快 吕布便带着人 去堵截逃跑僵尸的后路去了 下方战场 杀得正爽的张飞 见被炮火覆盖了几轮的僵尸要跑 有些不爽的道 诶 诶 诶 怎么都跑了 俺老张还没杀过瘾呢 大胆 狂妄 听到张飞的话 三只红眼僵尸王呵斥出声 哈哈 怎么把你们给忘了 既然那些小角色都跑了 那俺老张就拿你们开刀 下一刻 张飞手中的杖八蛇毛光芒大放 随着张飞脚下用力 下一刻他脚下的土地炸裂 张飞瞬间腾空而起 直接向三只红眼僵尸王杀了过去 你找死 大喊一声后 三只红眼僵尸王联手杀向了张飞 可让他们没想到的是 他们三只一代红眼僵尸王联手 竟然也不是张飞一人的对手 只见张飞手中的杖八蛇毛横扫 一只红眼僵尸王被击飞 被砸飞上万米 收回蛇毛积蓄力量 在蓄力达到一个程度后 张飞直接将蛇毛抛了出去 目标正是刚才那只被击飞的红眼僵尸王 蛇毛速度极快 瞬间追上道飞的红眼僵尸王 穿透他的身体 将其重伤 这时 另外两只红眼僵尸王 也已经来到了张飞身边 其中一只咬向张飞的脖子 另一只一拳轰向张飞的胸口 卧槽 你他妈属狗的 竟然想咬你张飞张爷爷 吐槽了一句 没有武器的张飞丝毫不慌 根本没有把这两只僵尸王放在眼里 下一刻 只见张飞开启真元护照 挡住了轰向自己胸口的一拳 然后他也一拳轰出 将那只想咬他的僵尸王一拳轰飞了出去 呸 就这点实力 还想咬你张爷爷 收回拳头 张飞再次吐槽道 意念一动 杖八蛇毛重新回到他的手中 再次挥舞起杖八蛇毛 张飞以一敌三 压着三只红眼僵尸王打 将三只红眼僵尸王打的一点脾气都没有 还以为你们有多厉害 原来就是一群废物 张飞边打边道 纯属一个画牢 另外一边 攻入城内的两只二代僵尸 数十只三代僵尸 数千只四代僵尸 因攻入城内 没来得及撤走的数万只五代僵尸 在十名金丹七修士 三千名炼器九层巅峰修士的围剿下 已经所剩无几 只剩下两只二代僵尸 带着十几只三代僵尸 还在苦苦支撑 站在城楼上的西夏太后 汝阳王 王宝宝一行人 还有西夏的武林人士跟士兵 在看到这一幕后 全都被惊呆了 一个个张大了嘴巴 满脸写着吃惊的表情 他们是怎么也没想到 刚才还把他们逼入绝境的那些僵尸吸血怪物 在十名金丹七修士 跟三千名炼器九层巅峰修士的围剿下 会是如此的不堪一击 太后 这大厦的军队也太强了吧 那些吸血怪物完全不是对手 也不知道我们的林伯如此强大 对我西夏到底是好是坏 一名西夏的将军感叹道 闭嘴 别人救了我们 你就是如此揣测别人的 要是你的话被人传出去 岂不是要 陷我西夏于不义 李秋水呵斥道 末将之错 末将也只是在为我西夏感到担忧 听到李秋水的话 那名将军连忙认错 同时又解释了一句 哼 记住此类话以后不要再说 丢下这句话 李秋水便离开了 没有再理会那个口无遮拦的将军 他要赶快去查看一下 师父逍遥的伤势 半空中的大战还在继续 三只僵尸根本不是张飞的对手 战了数百个回合 张飞也终于玩够了 接下来他要认真了 第53章 僵尸真祖 僵尸王江臣 在又一次碰撞过后 张飞与三只一带红眼僵尸王 拉开距离 然后开口说道 好了 你张爷爷玩够了 接下来让你们见识见识 你张爷爷真正的实力 下一刻 张飞大吼一声 双眼瞪得如铜铃 身上气势生疼 周身气焰 冲的空间都在扭曲变形 不好 他的力量怎么一下子拔高了这么多 已经媲美四大僵尸真祖了 为首的僵尸王喊道 老三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排名第九的僵尸王开口问道 还能怎么办 要么拼命 要么跑 问题是 拼命我们好像拼不过 跑我又不甘心 难道这座西夏皇城 我就真的拿不下吗 我不甘心啊 排名第五的僵尸王 不甘心地怒吼道 他本以为请来老三老九 今天就是他拿下西夏皇城 洗刷耻辱的日子 可没想到 先是出现了一名人类女性强者 现在又出现了这样一个 能媲美四大僵尸真祖的人类强者 排名第五的一代红眼僵尸王 瞪着那双血红色的眼睛 不甘心地想到 不甘心又能如何 不管是在我们的世界 还是在这个世界 都是要靠实力说话的 打不过继续硬撑 只有死路一条 排名第三的一代 红眼僵尸王说道 你们的话太多了 真以为碰上张爷爷 你们还能走的了 准备受死吧 人类强者 我承认你的实力比我们强 但如果你敢 对我们下杀手 四大僵尸真祖 是不会放过你的 为首的僵尸王威胁道 那就让他们来 你张爷爷我什么时候耸过 他们要是敢来 你张爷爷我就赶在他们身上 捅108个透明窟窿 张飞丝毫不惧地说道 好狂的口气 现在我来了 你带如何 一个声音从半空中传下 来的人不是别人 正是四大僵尸真祖之一的 僵尸王江辰 只见江辰身穿着一身白色西装 面旁坚毅 双手插兜 周身力量涌动 漂浮在半空 一副风轻云淡的样子 看着张飞 见过真祖大人 不知真祖大人怎会来此 三只僵尸王见到江辰 连忙跪地行礼 同时开口问道 起来吧 我也是碰巧感受到战斗余波 所以就过来看看 没想到会听到有人说出 不把我放在眼里的话 说话的同时 江辰看着张飞 哼 是你张爷爷 我说的又如何 感受着江辰身上散发出来 完全不弱于自己的气息波动 张飞哼了一声回道 大胆 江辰真祖在此 你竟然还敢口出狂言 三只僵尸王呵斥道 你们少说两句 江辰瞪了三只僵尸王一眼 让他们闭嘴 然后看着张飞开口说道 这位将军 我知道你的实力很强 可你还不是我的对手 如果你愿意放我这三个手下离开 之前你说的话 我可以当没听到过 哈哈 你好大的口气 一句话就想让张爷爷我放人 简直吃人说梦 哼 想把人带走 除非你能击败我 来站 话音落下 杖八蛇毛被张飞抛向空中 紧接着张飞飞跃而起 调动起他原因初期的修为 用力一拳轰在了杖八蛇毛的尾部 在这一拳之下 杖八蛇毛裹挟着无匹的力量 飞射而出 随后张飞紧登其后 一毛一人杀向了江辰 看到这一幕 江辰不躲不闪 仰天长吼一声 力量爆发 一拳就轰在了杖八蛇毛的毛肩上 接下来两人开始叫力 由于两人力量太大 杖八蛇毛瞬间被弹飞 插在了远处的石壁上 见此张飞没有管飞走的杖八蛇毛 而是再次蓄力一拳杀向了江辰 江辰也是同样如此 两人拳拳倒肉 在空中不断闪现 二人每轰出一拳 都会带出一阵气浪 站在旁边观战的三只一代红眼僵尸 没来得及躲闪 瞬间被气浪先飞 好不容易才稳住身形 这个时候的他们才知道 张飞到底是怎样一个猛人 护视一眼三只一代红眼僵尸王 都感觉到了后怕 太可怕了 他竟然能跟真祖打成这样 若不是真祖前来 今日我等必死无疑 红眼僵尸王老三 后怕地说道 其余两只一代红眼僵尸王 也是同样面带恐惧 没想到刚才跟他们交手的 竟然是这样一个猛人 半空中张飞跟江城还在继续交手 两人每次拳头相撞 都会带起阵阵气浪 气浪所过之处 无论是什么东西 都会被阵程激愤 就连处于数公里外的西夏皇城 也是受到了波及 城墙崩裂 房屋倒塌 两人的战斗余波所过之处 造成的破坏 不亚于一场十二级大地震 用龙皇绝中自带的隐身绝 隐身在半空中的灵凡 也在注视着两人的大战 哼 没想到这僵尸王江城 还有些实力 跟张飞打了这么久 他竟然还没有使出权力 还在隐藏实力 看来 今天想要将其拿下 还得自己亲自出手才行 林凡呵呵笑着自言自语道 毕竟林凡可是看过原著的 别的不说 就说江城的那些异能 江城到现在就一直没使出来 还在隐藏 听到林凡自言自语的话 早就解决了那些 想要逃走的五代僵尸 返回林凡身边的吕布开口说道 陛下何须您亲自出手 想要拿下这丝 我与张将军合力即可 呵呵 凤仙你说得不错 你与张飞联手 确实有机会拿下他 只是朕自从有了 原因期巅峰的实力 还没有找到过一个 值得出手的对手 也未曾有过出手的机会 所以正想拿他练练手 林凡笑着说道 哈哈 原来是这样 既然陛下有兴致 那魏江就不缠火了 末将公主陛下旗开得上 吕布哈哈大笑着说道 听到吕布的话 林凡点了点头 随后只见林凡手一挥 隐身诀瞬间解除 他的身影也出现在了半空中 突然出现的林凡 很快就被场中的人注意到 就连正在交战的张飞与江晨 也注意到了林凡的出现 义德 回来吧 你暂时还不是他的对手 让朕来 正好朕也首养了 是陛下 张飞没有反驳林凡的话 一招手收回杖八蛇毛 脱离了战场 飞到了林凡旁边 末将见过陛下 来到林凡旁边的张飞 攻身行礼道 嗯 义德辛苦了 起来吧 接下来交给朕 是陛下 张飞起身站到了林凡身后 想必阁下便是大夏皇帝吧 江晨猜测道 没错 朕便是大夏皇帝 林凡点了点头说道 自我介绍一下 我乃是旁古一族 四大僵尸真族之一的江晨 不知阁下 可否给我一个面子 让我带走 我那三都不成器的手下 江晨自我介绍的同时 开口问道 第五十四章 林凡大战江晨 林凡没有理会江晨 原因很简单 因为盘古一族 踏足宗武世界的那一刻 林凡与他们 注定就是敌人 另外 江晨要保的 几只一袋僵尸中 可是有一只 不知死活的僵尸 说出了想要自己的皇后 赵敏做他的女人 这样的话 因此 林凡就更没有 跟江晨废话的必要了 毕竟林凡可不会放过 要抢他女人的僵尸 下一刻 林凡身体一震 包括九龙甲 在内的九龙套装 瞬间被林凡装备 在了自己身上 穿上九龙套装 拿着九龙剑 林凡身上的气势 瞬间拔高了几个层次 更加显得他威武不凡 来吧 战胜我什么都好说 如果你输了 就把命留下 林凡持剑指着江晨开口说道 见此情况 江晨也知道 与林凡一战 是不可避免了 没有犹豫他 率先出手了 而且一出手就是权力 毕竟林凡可跟他之前 遇到的对手不一样 他能明显在林凡身上 感觉到危险感 无声无息间 时间停止异能 瞬间被江晨催动 时间停止异能 可是他的杀手锏 而且无数年以来 能让他江晨一开始就使出 时间停止异能的 林凡还是第一个 下一刻 整个世界安静了 微风停止了吹动 树叶停止了摇摆 甚至包括林凡在内的所有人 全部停止了动作 就像一句句栩栩如生的木雕 可就在江晨以为大局已定的时候 林凡的眼皮动了一下 明显有挣脱时间停止异能的征兆 不可能 怎么会这样 他竟然能挣脱我的时间停止异能 伴随着江师王江晨的话音落下 林凡身上的九龙纹身拨动了起来 下一刻 九条百丈金龙从林凡体内冲出 九条金龙仰天咆哮 龙银声传当四面八方 震动九霄 伴随着龙银声 江晨的时间异能瞬间被破解 时间异能被破解 林凡扭了扭脖子 然后看着江晨开口说道 不愧是四大僵尸真组之一的江晨 虽然你的时间停止异能 只定住了我不到一秒钟 但我还是不得不佩服你的强大 时间为尊 空间为王 命运不出 因果为皇 不过有点可惜的是 你掌握的并不是真正的时间法则 话音落下的同时 林凡动了 只见林凡一拳轰出 下一刻 空间就跟镜子一样 寸寸碎裂 传过空间 林凡这一拳结结实实地 轰在了江师王江晨的身上 没反应过来的江晨 被林凡一拳打飞 倒飞了数千米后 江晨稳住了身形 可还不等他有什么反应 林凡的第二拳 再次穿透他背后的空间 轰击在了江晨身上 将他再次打飞了出去 不过这两拳并没有对江晨造成多大伤害 只是给江晨留下了一点轻伤 毕竟僵尸的肉身太强大了 见到这种情况 林凡没有再继续攻击 反正就算再打几拳 也无法对江晨造成多大伤害 哼 肉身强势吧 那我们就来比比谁的肉身更强 林凡冷哼一声 话龙绝被他催动 下一刻 一个巨大的漩涡出现在半空中 紧接着一个巨大的龙头 从漩涡中探出 仰天一声怒吼 一只金光灿灿的五爪金龙 从漩涡中冲出 五爪金龙体型巨大 足足有着999丈 差一丈就能突破千丈的智骨 不过 想要突破千丈 就必须要林凡的修为 突破到化神才能做到 看到林凡化身的五爪金龙 江晨不敢大意 他也仰天长啸一声 瞬间进入了僵尸怪兽形态 无论是力量还是速度 都提升了十倍有余 一龙一僵尸对视一眼 下一刻同时冲向了对方 林凡龙躯一扭 速度极快 江晨两只大蝙蝠翅膀一扇 速度也同样惊人 就在一条龙一只僵尸 快要碰撞在一起的时候 林凡一尾巴对着江晨就甩了过去 江晨双臂交错 想要抵挡 却还是被林凡一尾巴击飞了出去 落地稳住身形 江晨以更快的速度 再次冲向了林凡 一拳向林凡轰杀而去 林凡也是一龙找迎上了 怪兽形态江晨的那一拳 拳找碰撞 变身怪兽僵尸形态的江师王江晨 化身真龙的林凡 各自倒飞了数百丈 接下来 一龙一僵尸 不断冲向对方 不断在空中碰撞 只能听见巨响 由于速度之快 下面的人连残影都看不到 而且 两人对力量控制得非常好 全都达到了入微级别 出拳产生的力量 不会浪费一丝一吼 江晨不用说 他活了数万年 战斗经验无比丰富 至于林凡 系统直接灌输 无论是战斗经验 还是修炼功法 都是自动满集的 也因此两人的战斗 没有产生任何余波 肉眼看不见的情况下 如果没有轰隆隆的碰撞声发出 别人甚至不知道 这里正在发生一场大战 轰隆隆 轰隆隆 轰轰轰 拳脚碰撞声不绝于耳 两人不断在空中碰撞 拳拳倒落的战斗 让林凡越打越兴奋 挥出龙爪的速度越来越快 偶尔林凡 还会对江晨甩出一尾巴 打得江晨措手不及 很快半个小时过去了 两人在半空中碰撞了上万次 林凡是越打越兴奋 而此时的江晨却是凄惨无比 江晨的僵尸崖被折断 背后的两个巨大的蝙蝠翅膀 也被林凡扯了下来 终于江晨坚持不住了 在林凡的右翼龙尾之下 他被从空中拍进了脚下的大地之中 结结实实砸出了一个 深达数千米的人形大坑 哈哈 痛快 痛快 再来 林凡兴奋的大笑 与江晨这一战他打得十分过瘾 可笑着笑着林凡 发现了有些不对 因为江晨的气息 竟然消失了 不会让自己一尾巴给拍死了吧 林凡下意识地想到 可不应该啊 自己刚才那一尾巴 明明收着力呢 就怕给他压得 直接干死 毕竟找到一个值得自己 亲自出手的对手不容易 自己还没玩够呢 龙木扫尸大坑 林凡并没有在大坑中 找到江晨的身影 尸体也没有 就在林凡准备收回视线的时候 一道门户突然出现在了大坑之中 出现在了林凡的视线之中 仔细一看 林凡发现 门户上竟然写着鬼门关三个大字 等林凡想明白 鬼门关怎么会出现在大坑之中 就见写着鬼门关三个大字的门户大开 下一刻 无数冤魂厉鬼从中涌出 向林凡冲了过来 第55章 事件结束 江晨被斩杀 很快 林凡在无数冤魂厉鬼中 看到了江晨的身影 只见江晨正指挥着无数冤魂厉鬼 向自己杀来 这时的林凡也终于看出来了 眼前的鬼门关 其实并不是真的鬼门关 只是一件法器罢了 就跟自己的小世界差不多 属于空间法器类型 而里面的鬼魂 全都是江晨数万年来收集的一些冤魂厉鬼 只见那些冤魂厉鬼 距离自己越来越近 下一刻 林凡左手持着九龙剑 右手持着麒麟剑 瞬间便化作了一道残影 直接冲进了厉鬼群中 开始了大开杀戒 同时 林凡传言给吕布 让他带人将战场方圆五公里围起来 以免这些鬼魂逃走 收到命令的吕布 立马带着800名重甲铁机 与刚编入他手下的 一万两千名炼器九层巅峰修士 将整个战场给包围了起来 但凡有厉鬼想要逃走 就会被他们斩杀 值得一提的是 张飞也是个闲不住的 没事可做的他 直接找上了之前的三只一代红眼僵尸王 跟他们打了起来 战场中心 林凡每回处一箭 都会有数十数百只冤魂厉鬼 被他斩杀 九条金龙在他深周盘旋 林凡所过之处 可以说是寸草不生 没有任何一只厉鬼可以逃脱 林凡就这样一步一步靠近江城 此时的林凡是真的起了杀心 要知道这些冤魂厉鬼的数量 足有十几万 一旦让他们逃走 后果将不堪设想 整个膝下都有可能变成一片鬼域 毕竟鬼怪没有实体 普通人连看都看不见 就更别说消灭他们了 到时将会有无数百姓 死于这些冤魂厉鬼之手 林凡挥剑的动作越来越快 无数道剑气被他斩出 更是有无数冤魂厉鬼 死于他的剑下 短短十数期时间 他就斩杀了数千只冤魂厉鬼 江城剑撞也化作一道残影 向林凡杀了过来 就这样两人再次交手 这次林凡没有再留守 江城刚冲上来 就被林凡一剑劈飞了出去 在江城胸口留下了长长的一条剑痕 如果不是僵尸的肉身强大 林凡这一剑能从上到下 直接将他斩成两半 噗 倒飞出去的江城吐出了一口血 林凡这一剑在他身上 留下了一个深可见骨的伤口 剑气穿透了他的身体 江城的内脏也受到了不小的伤害 你之前隐藏了实力 瞇了瞇眼 江城开口说道 哼哼 现在才发现吗 我还以为你早就 发现了呢 林凡挥剑砍死几只厉鬼的同时 开口说道 哼哼 想不到这个世界 竟然有你这样的强者 能死在你手里 我此生也无憾了 只是可惜 没能再见他一面 你说的是女娲 你知道她 听到林凡提起女娲 江城开口问道 知道一些 不过这还重要吗 毕竟你快要死了 是啊 我要死了 一切都不重要了 江城感叹道 动手吧 给我一个痛快 哼 怎么不再拼一拼了 说不定你能在我手下逃走呢 林凡问道 你会让我逃走吗 江城反问道 林凡摇了摇头 开口说道 不会 这不就对了 以你的实力 只要你不想让我走 我就算是插上翅膀 也逃不掉 归属我麾下 我给你一个活命的机会 林凡说道 不用了 我不可能背叛盘古一族 既然如此 那你就去死吧 大步跨出 林凡瞬间来到了江城面前 举起九龙剑 林凡催动起他原因器巅峰的真元 直接一箭洞穿了江城的心脏 下一刻 被洞穿心脏的江城 身体开始消散 直到彻底消失不见 自此四大僵尸真祖之一的僵尸王江城 死在了林凡手上 江城死后 那些厉鬼失去了掌控 挣脱了法器鬼门关的控制 开始往四处逃散 想走 经过我同意了吗 林凡自言自语了一句 下一刻 只见林凡开始手掐剑绝 慢慢的九龙剑跟麒麟剑震动了起来 紧接着 两把剑冲天起 悬浮在了半空中 林凡只觉在动 原因器的真元被他倾泻而出 灌入了两把剑之中 紧接着 两把剑旋转了起来 一划二 二划四 四划八 直到天空中布满了两把剑的虚影 林凡才轻轻吐出了一个字 落 一字出 天空中的剑气虚影 就像收到了什么命令般 瞬间如雨点般落下 目标直指那些冤魂厉鬼 轰轰轰 轰轰轰轰 轰轰轰 大地震动 无数柄飞剑 穿透了厉鬼的身躯 将它们斩成虚无 就这样 所有厉鬼全部被林凡斩杀 原地无一只厉鬼存活 就连大地都被林凡这一招大规模攻击 消去了一层 另一边 张飞跟三只一带红眼僵尸王的大战 也奋出了结果 三只僵尸王被斩杀 看着那道已经没有厉鬼涌出的门户 林凡手一招 将其收了起来 然后林凡往西夏皇城而去 这东西还是很有用的 蔚来自己的大厦 要是有战士死于战场之上 林凡完全可以利用这个门户 将他们的魂魄收集起来 带到蔚来 自己去了修仙世界 找到复活之法 再将其复活 进入西夏皇城 林凡见到了自己的皇后赵明 与自己的便宜老丈人汝阳王 便宜大舅哥王宝宝 当晚西夏皇宫 西夏太后李秋水 为感谢林凡此次的援助 特意设宴招待了林凡一行人 酒宴上王宝宝大笑着开口说道 哈哈 妹夫你跟你的手下也太强了 那么多僵尸 都让你们给杀完了 来我敬你一杯 是啊 我也敬您一杯 如果不是大厦陛下 您救援及时 我西夏此时 恐怕已经灭国了 奴家先饮为敬 西夏太后 也举起酒杯开口说道 见此 林凡也端起面前的酒杯 与两人共饮了一杯 放下酒杯 林凡开口说道 西夏太后客气了 如果不是您与逍遥子前辈出手 我岳父一家 恐怕早就不在了 对了 不知逍遥子前辈伤势如何了 师父他受了很重的伤 估计没有一年半载 是无法完全恢复了 不过万幸的是 陛下来得及时 师父他老人家的命 算是保住了 李秋水说道 一场宴会 持续了数个时辰 林凡不小心喝醉了 一间宫殿中 醉酒的林凡躺在床上 而床边站着一名女子 此女子身材曼妙 穿着一身西夏服饰 很明显 她并不是照明 第五十六章 西夏成为大夏的附属国 看着醉酒的林凡 慢慢的女子 开始褪去身上的衣衫 很快一具洁白的洞体 出现在了宫殿之中 下一刻 女子躺到了床上 跟林凡躺在了一起 丈帘落下 不久后 丈帘摇晃了起来 连钟也发出了一些奇怪的声音 鸡鸣破晓 时间来到了第二天早晨 神清气爽的林凡 从床上坐了起来 下意识伸了个懒腰 但很快 她发现了不对的地方 机械地转头看过去 下一刻 林凡吓了一跳 龙姑娘 你怎么会在这 林凡问道 龙姑娘是谁 她跟我长得很像吗 早就醒了 睁着一双大眼睛 看着林凡的西夏公主 开口问道 你不是龙姑娘 那你又是谁 难道你是王雨嫣 王雨嫣又是谁 我也不是王雨嫣 难道王雨嫣 也跟我长得很像吗 西夏公主再次问道 卧槽 你也不是王雨嫣 那你到底是谁 不对 林凡大脑疯狂运转 突然她像是想起了什么 你是西夏公主 至于林凡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猜测 这还是前世很多网友 在看天龙八部的时候 做出的猜测 林凡还记得 楼主当时是这么分析的 首先 李秋水是西夏太后 那么西夏公主 是李秋水的孙女 王夫人是李秋水女儿之一 王雨嫣也是李秋水孙女 洞中玉相 以及乌鸦子丹青花的 李秋水的小妹妹 和李秋水只差了一颗痣 与一个酒窝 段玉初见 王夫人就吓了一跳 觉得王夫人和洞中玉相 一模一样 只是年纪差了 而王雨嫣 又是与洞中玉相 长得一模一样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李秋水的基因 非常强大 只要是生女儿 都是长得一模一样 如此一来 西夏公主 跟王雨嫣 长得一模一样 也就不奇怪了 这次猜对了 只是你是怎么知道我的 甚至知道我的长相 而且 好像有两个人 跟我长得一模一样 卧槽 你真的是西夏公主 你怎么跑我床上来了 是奶奶让我来的 奶奶她说 只有我成为你的女人 我们西夏才有未来 西夏公主说道 卧槽 这老东西不讲武德 竟然趁自己醉酒睡着了 往自己床上塞女人 而且 这女人还是她的亲孙女 林凡吐槽道 算了 木已成舟 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了 你奶奶还有没有说其他的 林凡问道 有的 她老人家说了 让我好好跟着你 西夏就是我的嫁妆 只要我 成功成为了你的女人 西夏往后就是大夏的附属国 卧槽 李秋水这老东西的算盘 打的是真相啊 林凡惊呼道 不许你这么说奶奶 奶奶对我很好的 她是世界上最好的奶奶 西夏公主生气地说道 哼 她敢做 还不让我说了 林凡气呼呼道 没错 自己是得了的美人 可这是要付出代价的啊 要知道 西夏与大员接壤 位置十分不好 随时有可能再次受到僵尸大军的攻击 现在 她只是付出了一个孙女 自己未来 就得吭吃吭吃地帮她守城 挡住僵尸大军的进攻 这笔账不管怎么算 算来算去 都还是林凡吃亏好不好 不行 林凡越想越感觉自己亏大了 下一刻 她将目光放到了西夏公主身上 然后节节节地笑了起来 你想干什么 你别过来啊 西夏公主被吓了一跳 连忙裹紧被子往后退 往哪跑 过来吧你 林凡一把抓住西夏公主 就扯进了怀里 哼 李秋水那个老女人算计我 我就从她孙女身上找不回来 不久后 仗帘再次摇晃了起来 而且 这次仗帘里面发出的奇怪声音更大了 一个半时辰后 林凡抽着一根滑子 西夏公主浑身无力地趴在林凡怀里 用忧怨的眼神看着林凡 像是受了莫大的委屈 你还委屈上了 你知道 得到你我需要付出多大代价吗 林凡语气中满含怨气地问道 要知道 西夏现在根本挡不住下一轮僵尸大军的进攻 有这样的前提在 林凡完全有把握 将西夏并入自己的大厦 什么附属国 那不是扯淡吗 可现在不一样了 自己睡了人家孙女 吞并西夏的想法 彻底落空了不算 西夏再次受到僵尸大军的进攻 到时自己 还得出兵过来帮忙 而且还得是自愿的 免费的那种 你说林凡能不有怨气吗 一句话描述林凡的心情 林凡都快被气死了 气得吐血的那种 哼 我不知道 我也不想管 我只知道 我现在是你的女人了 你就要保护我 保护我的家人 西夏公主哼了一声说道 随后 她在林凡怀里 找了个舒服的位置 便沉沉睡了过去 没办法她太累了 林凡就是个牲口 一个半时辰 那是什么概念 要知道 一个时辰可是等于两个小时 她还能活着 那都是 她有武功底子在 老天保佑了 看着怀里的家人 林凡也是无奈苦笑了一声 唉 看来这个冤大头 自己是不当也得当了 谁让自己喝醉了 管不住下半身呢 叹了口气 林凡自语了一声 哼 李秋水你很好 不过想算救我林凡 只付出一个孙女可不够 看我不把你孙女全都弄到手 林凡打定决心 王雨嫣她要定了 看着怀里的家人 想到王雨嫣 林凡立马就想起了小龙女 话说也不知道 小龙女在自己的小世界里面 过得怎么样 最近太忙 也没来得及顾得上她 神识探入小世界 林凡很快就找到了 小龙女所在的位置 只见小龙女 挣着着一身白裙 练着一套不知名的剑法 跟杨过上次 使的剑法有点像 应该就是古墓派的 玉女剑法了 话说小龙女跟西夏公主 还有王雨嫣 长得如此之相 不会也是李秋水的孙女吧 不对 不对 小龙女也不一定 就是李秋水的孙女 小龙女也有可能 是李沧海的孙女 或者女儿 算了不想了 有时间问一问 李秋水不就知道了 想那么多干嘛 反正小龙女 注定逃不出 自己的手掌心 另外林凡决定 等把西夏这边的事情 处理完了 她就再去一趟大宋 这次 她不光要把王雨嫣带回来 阿珠 阿碧 阿子 钟灵 穆婉清 也都是她的目标 甚至就算是 黄荣的女儿郭福 林凡也不是 不能考虑一下 第57章 六折购买 四级升级礼包 时间一晃 七八天又过去了 此时的林凡 已经重新回到了林霄城 离开前 林凡将张飞 与她的南路大军 留在了西夏 没办法 其他皇朝 还能挡得住 僵尸大军的进攻 可惜西夏 就不行了 自从逍遥子受伤后 西夏就失去了 抵御僵尸大军 进攻的能力 而西夏一旦失手 僵尸大军就可以穿过西夏 直取大夏南部 所以 就算不看在西夏公主的面子上 林凡也不可能让西夏 落到僵尸大军手中 毕竟将战场放在西夏 总比放在大夏国内强 林凡与西夏太后对这一点 也都是心知肚明 不然李秋水 也不敢这么算计林凡 其实也不算是算计 李秋水将自己的孙女 送上林凡的床 也不过是为了 再上一道保险罢了 至于林凡之前 对西夏公主的说辞 也只是想在两人的感情中 掌握主动权 并不是林凡真正吃了什么亏 得了便宜还卖乖 就是这个意思 至于西夏是成为大夏的附属国 还是直接并入大夏 林凡其实并不在意 说到底 西夏也就只是一个 帆帮小国罢了 里面的百姓也不是汉人 现在这样就很好 要知道 现在大夏的百姓 生活过得特别好 要是真把西夏吞并了 林凡要怎么对待那些西夏的百姓 难不成还真能给他们 跟大夏百姓同等的待遇 林凡可没那么大方 所以 还不如不吞并 就这样多一个附属国就挺好 最关键的是 张飞与他的四十万大军 现在就驻守在西夏 林凡俨然就是西夏的实际掌控者 所以 吞不吞并 真的无所谓 另外 林凡将皇中的中路大军 也调到了大夏南部 接替了原先张飞的位置 毕竟边境不能空虚 而且 要是张飞守不住 皇中也可以及时支援 有张飞皇中两人 守在西夏跟大夏南部 再加上他们两人手下的近八十万大军 林凡也能彻底放下心来 只是皇中调走后 大夏中路兵力就变得空虚了起来 普通士兵倒是好招募 装备也是现成的 而且比之前的更好 只可惜 修饰方面就有所欠缺了 没办法补充 丁 宿主 你是不是把本系统给忘了 感受到林凡的烦恼 系统跳出来问道 去去去 一边去 再升一级 可是需要十一两黄金 我可没那么多钱 林凡不耐烦地挥了挥手说道 同时感叹坑逼系统 每天就想着 怎么掏空他的口袋 宿主 什么时候说过 只有升级系统 才能获得系统升级礼包 系统问道 难道不是吗 林凡反问道 当然不是 您现在已经将系统升到了四级 一到四级解锁的礼包 宿主您都可以以六折的价格直接购买 只有六折哦 骨折价 宿主 你要不要买两个玩玩 系统诱惑地问道 买必须买 林凡毫不犹豫地说道 钱是王八蛋 没了咱再赚 而且 锦衣卫还在港宗世界那边 薅美丽国的羊毛 自己的黄金余额每天都在暴增 黄金放在 那就是一堆金疙瘩 还不如买几个礼包来提升自己的实力 那宿主 您需要购买一到四级哪个等级的礼包 听到系统的询问 林凡想了想 最终还是决定直接买四级礼包 毕竟三级礼包开出来的 也只是武侠世界的东西 对现在的自己帮助不大 系统 先帮我查看一下我的黄金余额 林凡的话音落下 他的面前出现了一个面板 上面清晰地显示着林凡的黄金余额 下一刻 系统的播报声也响了起来 丁 宿主当前余额 一亿七千六百万两 嗯 不错 看来锦衣卫那边薅羊毛的计划很顺利 暂时还没有被发现 林凡自言自语道 看着一亿七千六百万两的黄金余额 林凡大气的一挥手说道 系统 给我来一个四级礼包 好的宿主 丁 扣款中丁 六千万两黄金扣款成功 宿主余额一亿一千六百万两 礼包已放入系统空间 请问宿主是否打开 是或否 直接打开 听到系统的询问 林凡说道 好的宿主 礼包开启中丁 礼包开启成功 丁 恭喜宿主获得 原英七巅峰修为 丁 恭喜宿主获得 原英七巅峰修为战将 项羽 丁 恭喜宿主获得 原英七巅峰修为战将 李存孝 丁 恭喜宿主获得 原英七后七修为谋士 江子牙 丁 恭喜宿主获得 原英七后七修为谋士 刘伯温 丁 恭喜宿主获得 金丹七巅峰修士X300 丁 恭喜宿主获得 铸鸡七巅峰修士X3000 丁 恭喜宿主获得 炼器九层巅峰修士X3000 丁 恭喜宿主获得 助盐丹 盐寿丹 复活丹 各100枚 丁 恭喜宿主获得 三千年盘桃100枚 三千年盘桃 服用一枚 可增加万年寿元 增加万年法力 助 服用时必须有修仙功法辅助练化 否则服用之人 有90%几率 会暴体而亡 丁 恭喜宿主获得 豪华邮轮一搜 豪华邮轮 长888米 宽360米 高380米 自带护盾 可承受原英七巅峰强者全力攻击 配有主炮一门 可轰杀原英七巅峰强者 一切娱乐设施齐全 自带水电网络 极其豪华 内部装有反重力装置 可在海上航行 也可在天空中飞行 可隐身 系统附送 驾驶型仿生机器人200 负责操控豪华邮轮 保姆型仿生机器人300 负责给宿主提供服务 男女各一半 丁 恭喜宿主获得 法器非洲X120搜 法器非洲 长388米 宽126米 高138米 属于飞行法宝 拥有隐身功能 配有能量护盾 能量主炮一门 副炮两门 主炮可轰杀金丹7巅峰修饰 副炮可轰杀金丹7初期修饰 开启能量护盾 发射主炮副炮 需要修饰提供真元 每一艘非洲可容纳1200人 丁 本次礼包物品已发放完毕 所有物品已放入系统空间 请宿主自行查收 第58章 再次前往大宋 目标襄阳城 又是100枚盘桃 真不错 看着空间里面的盘桃 林凡黑黑地笑了起来 想到了一个卡系统BUT的方法 可还不等他实施 系统就出来给他泼了一盆凉水 宿主本系统知道你在想什么 不过本系统劝你 还是别做梦了 除非你受到了幸运女神的庇护 不然想每次都开出盘桃 是不可能的 想必你也发现了吧 这次礼包开出来的东西 跟上次并不一样 同时 系统在心中想 自家这个宿主 不会真的受到了某位大神的庇护吧 要知道 林凡三级礼包的时候 就开出了十枚盘桃 两个四级礼包 又各自开出了100枚盘桃 简直就是运气逆天 卧槽 系统你是真狗啊 我刚想到了一个卡bug方法 你就给我泼了一盆凉水 林凡抱怨道 赵系统 你这么说 不是每次开礼包里面 都能开出盘桃的 想开出盘桃 还得看运气 林凡问道 确实如此只是你的运气 连本系统都羡慕 已经连续三次开出盘桃了 系统语气酸酸地说道 哼 这倒是 也不看到我是谁 前世公司搞活动 我哪次 拿的不是一等奖 那运气就别说了 而且连穿越都能让自己碰上 你说我运气逆不逆天 林凡得瑟地说道 听到林凡的话 系统光球默默地翻了个白眼 小携手也不知道 他一个系统眼睛长在哪 反正就是翻了 嘿嘿 诉诸你 既然运气这么好 要不就再买两个礼包开开 说不定还能开出盘桃呢 要知道 盘桃可是价值 一千万两黄金一枚 别 我都理现在就剩下一亿 一千六百万两黄金了 我还想攒到十一两黄金 把你这破系统再升一几呢 你就别打我兜里这点黄金的主意了 而且开完刚才那个礼包 我现在啥都不缺了 没有理会系统的提议 林凡果断拒绝 好吧 好吧 不买就算了 搞得好像本系统 贪图你兜里的那三瓜两枣似的 而且你说的也没错 你现在确实是啥都不缺 这个宗武世界你 基本上已经能横着走了 好了 就这样吧 本系统就先腻了 约了个妹子去度假 没事别烦我 卧槽 系统你日子过得这么舒服的吗 话说你约的系统妹子 漂不漂亮 长什么样子 林凡好奇地问道 我们系统没有准确的形体 大部分以光球形态见人 也有化作人形的 不过很少 系统回了一句 然后就没说话了 这个系统真会享受 竟然还约了妹子去度假 话说也不知道她的形态是什么 林凡想到 不对 自从被系统绑定后 自己好像一直就没见过 系统长什么样 这也都两年过去了吧 有没有一种可能 自家这系统的形态 是一条狗 完全有这种可能啊 不然 为什么这狗系统 一直没脸见人 两年多了 我都不知道它长啥样 而且 前世自己看小说的时候 小说里面就有很多系统的形态 是一条狗的 还有是猫的 不会被我猜中了吧 算了算了 不想了 不礼貌 毕竟那是自家的系统 就算真是条狗 自己也得供着 打开系统仓库 林凡一口气将 项羽 李存孝 江子牙 刘伯温 还有三百名金丹巅峰修士 三千名筑基巅峰修士 三万名炼器九层巅峰修士 一口气全都召唤了出来 下一刻 三万多人出现在了皇宫之中 我等见过陛下 好的 都起来吧 谢陛下 等所有人站起身后 林凡开口说道 江子牙何在 微臣在 朕任命 你为大下国师 负责建立我大下国教 是陛下 紫牙领命 点了点头 林凡又将目光放到了刘伯温身上 刘伯温 臣在 朕任命 你为我大下军师 兼青天建主事 是臣领命 项羽 李存孝何在 臣在 项羽 朕拨给你一百五十名金丹巅峰修士 一千五百名筑基巅峰修士 一万五千名炼器九层巅峰修士 一百二十艘非洲 祖建镇的轻军跟随在正左右 末将领旨 李存孝 镇同样拨给你一百五十名金丹巅峰修士 一千五百名筑基巅峰修士 一万五千名炼器九层巅峰修士 镇在拨给你 足以装备一百万人的现代化武器装备 你必须尽快将所需人员招齐 以后存孝你就负责驻守大下中部 是陛下 末将领旨 嗯很好 如果你们遇到什么困难 你们可以找我大下首辅 诸葛孔明协助 是陛下 我等明白了 之后 林凡又叫来了吕布 安排他带人接手豪华邮轮 以后这艘豪华邮轮 就是林凡的专属作驾了 搞定一切 林凡进入了自己的闭关市 开始融合这一次系统奖励的 原因期巅峰的修为 数天后 一支由 一艘豪华邮轮 一百二十艘非洲组成的舰队 飞翔在大厦前往大宋的两万米高空之上 奉献 我们距离大宋襄阳 还有多少路程 躺在豪华邮轮甲板 泳池边躺椅上的林凡 开口问道 另外在这里说一下 再次融合一次原因期巅峰修为 林凡已经正式跨入了化神期 成为了一名化神初期的强者 回陛下 具体还有多远末将也不清楚 不过根据刚才传员的汇报 我们距离大宋襄阳城 应该还有两个小时的路程 嗯 还有两个小时就到了吗 不错这速度 可比自己赶路快多了 对了 奉献你通知下去 让舰队开启隐身模式 据锦衣卫传回来的情报 今天就是大宋郭靖举办武林大会的日子 别惊动了那些武林人士 是陛下 吕布很快把林凡的命令传达了下去 不久后收到命令的项羽 让舰队开启了隐身模式 襄阳城 杨过牵着一匹黑马 来到了城门口 那一天 林凡急急忙忙走后 杨过也离开了中南山 机缘巧合之下 他还是遇到了陆无双 之后的剧情 就跟原著中差不多 辗转之下他 还是来到了襄阳城 只是襄阳城不像原著中那般繁华 现在的襄阳城 是一座军事要塞 里面不光有着数十万大宋精锐大军 里面还有着大宋各地赶来的武林高手 而这些人聚集在这里的原因 是为了抵御盘古异族的僵尸大军进攻 连日以来 襄阳城经历了数次大战 若不是有皇长跟扫地僧 两名陆地神仙强者坐镇 襄阳城早就被上百万的僵尸大军攻破了 第59章 抵达襄阳城 再见杨过 襄阳北城城门口 杨过正在城门口排队等待进城 突然一阵马蹄声从他身后转了过来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杨过转头看了过去 下一刻 一队八百人的重甲骑兵 映入了他的眼帘 只见为首一人俊逸无双 坐下骑着一只火麒麟 身上穿着一副有着麒麟纹路的铠甲 没错 来人正是刚赶到襄阳城的林凡 与吕布还有八百重甲铁骑 看到来人是林凡 杨过队也不排了 直接跳上黑马一拉缰绳 一溜烟跑到了林凡面前 姑父你怎么也在这 你不是回大厦了吗 来到林凡面前的杨过 开口问道 听到杨过的询问 林凡白了他一眼开口说道 我来襄阳自有我的道理 先不说我了 话说你小子来这里干什么 这里现在可是抵御僵尸大军的前线 我呀 我当然是来协助我郭伯伯守城的 现在襄阳城陷入危机 郭伯伯举办武林大会 邀请各路英雄好汉共聚襄阳 我作为郭伯伯的侄子 自然也要过来参与一下 杨过说道 既然如此 那就一起进城吧 正好我也想见一见郭敬 你那郭伯伯 你帮我引荐一下 林凡说道 没问题 包在我身上 如果郭伯伯知道了 姑父您的身份 肯定会被吓一跳 杨过大包大懒地说道 同时 他眼中还露出了一丝脚侠 想要看看自己的郭伯伯 在知道了林凡的身份后 会是个什么反应 跟着杨过 重新回到城门口 林凡没有选择插队 而是选择排在了队伍最后 林凡毕竟是从二三年穿越过来的 这点素质他还是有的 以施压人插队这种事情 他还是做不出来的 只可惜 他这个队注定是排不成了 林凡这一行人 无论是穿着还是人数 都太引人注目了 只见一个穿着盔甲的小将 带着几名士兵来到了林凡面前 然后恭敬地开口问道 不知阁下来自哪里 又是谁 进城所为何事 听到小将的询问 杨过很有眼色 不等林凡示意便开口回道 这位将军 在下名叫杨过 郭敬郭大侠 乃是我的伯伯 我此次前来襄阳 正是为了来巡我郭伯伯 而旁边这位是我的姑父 身后的八百多人 是我姑父的家将 原来如此 既是郭大侠的内侄 那就不用排队了 各位直接跟我入城吧 小将说道 那就多谢将军了 哈哈 不用谢 郭大侠为国为民 是我最敬重的人 无论是之前的元朝大军 还是现在的僵尸大军 若不是有郭大侠协助守城 襄阳城可能早就丢了 你既为郭大侠的子侄 我自然会照顾你 小将笑着说道 就这样 一行人来到了城门口 在小将军的一声令下 守城的士兵没有废话 直接将林凡阳过一行人 放进了城 进入襄阳城后 阳过跟小将军道别之际 林凡取出了一本 抄露的九阳神功 丢了过去开口说道 你很不错 这本九阳神功赏你了 记住好好修炼 别死了 谢前辈 听到林凡的话 看着自己手中的九阳神功秘籍 那名小将军连忙下跪拜谢道 卧槽 姑父你也太大方了吧 九阳神功这样的神功秘籍 说送就送 阳过惊呼道 说老实话 他羡慕了 行走江湖几个月 九阳神功的大名 他还是听说过的 那可是跟九阴真经齐名的武功绝学 怎么你也想要 看到阳过的表现 林凡细屑地开口问道 哟 为什么不要 你是我姑父 我那么漂亮 一个姑姑都被你抢走了 你教我点武功 那不是很正常 阳过不要脸地说道 要脸有啥用 有武功秘籍箱吗 那可是九阳神功啊 那可是多少人梦寐以求 想要得到的神功 听到阳过的话 林凡也是无语了 随手丢过去两本秘籍开口说道 记住 你姑姑是自愿跟我走的 我没有抢 记住了没有 哈哈 记住了 记住了 姑父说的都对 阳过看着手中一本九阳神功 一本九阴真经 脸都快笑烂了 回过神来 连忙开口回道 也不知道小龙女看到阳过现在的表现 会是个什么反应 随便丢两本秘籍 就给她收买了 想必小龙女应该会很伤心吧 看到阳过傻乐的表情 林凡想到 不过这都不重要了 在小龙女彻底归心前 林凡是不可能让阳过再见到小龙女的 这个宗武世界的小龙女 注定只能成为她林凡的女人 而且 小龙女彻底倾心阳过 是从她以为 阳过拿走了她清白之身开始的 毕竟古代女子 把清白之身看得很重要 谁拿走了她的身子 她就只能嫁给谁 现在尹志平被杀 援助中的一切都没有发生 小龙女也没有误会 阳过拿走了她的清白之身 在这一系列的前提下 林凡想要拿下小龙女 还是很容易的 跟着进入襄阳城的江湖人士 林凡一行人 很快就找到了郭府 看着 正在门口迎宾的郭靖 阳过激动地开口喊道 郭伯伯 听到杨过的声音 郭靖先是愣了一下 然后立马循着声音 传来的方向看了过去 郭儿 是你吗 郭靖一眼就认出了阳过 不过她 还是开口问了一句 毕竟长大的阳过 跟小时候的阳过 还是有差距的 是我 郭伯伯我是阳过呀 阳过回道 哈哈 真的是我的郭儿回来了 郭儿都长大了 郭伯伯差点没认出来你 快过来让郭伯伯看看 走到阳过面前 郭靖一把将阳过抱在怀里 显得非常激动 阳过也非常激动 同样用双手紧紧抱着郭靖 自从阳过小时候 母亲慕念词去世 她就成了一个郭儿 之后 她被郭靖带回桃花岛 在她心中 郭靖一家就是她唯一的亲人 郭儿你身边这位是 松开阳过 注意到林凡一行人 郭靖开口问道 郭伯伯我来替你介绍 这位是我的姑父林凡 他身后的是他的家将 至于姑父的身份我 暂时不方便说 这里人太多了 阳过介绍道 同时他也暗示了一下郭靖 林凡的身份不一般 在这大庭广众之下 不方便多说 无妨 无妨 既然是郭儿的姑父 那就是自己人 郭某还有什么好不放心的 林凡兄弟里边请 至于阳过怎么会突然 多出来一个姑父 郭靖没有多问 而是直接引着林凡一行人 往府中走去 第六十章 阳过说林凡 震惊的郭靖 见林凡一行人 跟随郭靖进入了府邸 周围的一帮武林人士 瞬间议论了起来 卧槽 这人谁啊 郭大侠亲自迎接也就算了 还要亲自将其送入府邸 这待遇没谁了 刚才明教教主张无忌进去的时候 也没有这个待遇 就连乔帮主 也只是黄帮主亲自迎接 也同样没有享受到 郭大侠亲自送入府邸的待遇 一名五大三粗的江湖人士惊呼道 行了 别吵吵了 看到人家的坐骑是什么了吗 那可是火麒麟 能驾驭火麒麟 让火麒麟给他当坐骑的人 又能是什么简单人物 能获得郭大侠的亲自接待 不是很正常的事吗 另外一名身材瘦高的江湖人士说道 这倒也是 不过我还是很好奇他们的身份 江湖上也没听说过 以前有人的坐骑是火麒麟的 之前那个五大三粗的江湖人士 再次开口说道 好奇有什么用 以我们的身份 那样的大人物 根本不是我们能接触到的 又有一名江湖人士插话道 是啊 那样的大人物 确实不是我们这些实力低微的人 能接触到的 被泼了一盆冷水 之前那名江湖人士不由地感叹道 府邸中 郭靖亲自给林凡一行人安排了房间 然后开口说道 林小兄弟 武林大会明天才正式开始 你们就在府中住下 我还要去迎接其他客人 怠慢之处还请见谅 郭靖拱了拱手开口说道 郭大侠严重了 您去忙吧 我们会照顾好自己的 林凡说道 好 那我就不讨扰林兄弟了 林兄弟好好休息 郭某就先失陪了 对了 郭儿你跟我来 郭伯伯给你安排房间 好的 郭伯伯 姑父你好好休息 我跟郭伯伯走了 临出门之前 杨过跟林凡打了个招呼 林凡没有回话 只是点了点头 见林凡点头 杨过这才跟着郭靖离开 出了门 郭靖跟杨过一边走 郭靖一边开口问道 郭儿郭伯伯与你许久不见 你跟郭伯伯说说 这些年 你在钟南山过得怎么样 郭伯伯 难道你还不知道 全真教已经解散了 现在已经没有全真教了吗 杨过说道 怎么回事 全真教为什么会解散 我怎么不知道 郭靖问道 事情是这样的 接下来 杨过把他在钟南山的遭遇 说了一遍 随后他又把自己 是如何加入古墓派 任小龙女做了姑姑 全真教 又是为何解散的事情 全部给郭靖说了一遍 郭儿 苦了你了 若是早知道会如此 当初郭伯伯就不应该 把你送到全真教 让你吃了这么多苦头 听完全部事情 郭靖叹了口气说道 没事的郭伯伯 如果不是你 把我送到全真教 我又怎会加入古墓派 又怎么会 学到现在的武功 最重要的是 如果我 没有加入全真教 没有前往钟南山 怎么会遇到一个 那么疼爱我的姑姑 杨过洒脱地说道 哎 总归是我对不起 你母亲的嘱托 没有照顾好你 让你吃了那么多苦 郭靖叹了口气说道 好了 郭伯伯 你就不要说 这些不开心的事了 那些事情都过去了 我现在不是很好吗 我们还说点别的 比如郭伯伯 你想不想知道 我那姑父的真实身份 杨过转移话题的同时 神秘兮兮的道 哦 你这么神秘兮兮的样子 难道林小兄弟 还有什么了不得的身份不成 郭靖问道 同时他也对林凡的身份 产生了一些兴趣 嘿嘿 那是当然 我那姑父的来头可大了 说出去可能要吓死一片人 杨过笑着说道 好了 郭儿你就别跟你郭伯伯打哑谜了 你还是赶快说说 林小兄弟 到底有什么了不起的身份吧 见郭靖催促 杨过也没有 再吊郭靖的胃口 环顾四周 见四下无人 杨过这才小声开口说道 郭伯伯我跟你说 我那姑父是大夏的皇帝 听到杨过的话 郭靖脚下一个猎解 差点没表演一个原地摔倒 郭儿你刚才说什么 林小兄弟的身份是 郭伯伯你小声点 万一把姑父的身份暴露出去 那麻烦可就大了 见郭靖就要喊出林凡的身份 杨过连忙开口阻止 哦 对对对 听到杨过的提醒 郭靖也反应过来了 郭儿 刚才你说的可是真的 林小兄弟 竟是大夏的皇帝 反应过来的郭靖 也学杨过放低声音 然后小声开口问道 千真万确 而且郭伯伯 你觉得这种事情 郭儿敢乱说吗 杨过反问道 那他身为堂堂大夏的皇帝 又为何要来我们大宋 来着襄阳城 郭靖再次开口问道 这我就不太清楚了 我也是在城门口碰到姑父的 我问过姑父 不过他没说 杨过说道 听到杨过的话 郭靖皱紧了眉头 开始猜测林凡的来意 郭伯伯你怎么 见郭靖皱眉 杨过开口问道 没事 郭伯伯就是在想 你那个姑父 此次前来我们大宋 到底是意欲何为 怕就怕他 此次前来我们大宋 是为了图谋吞并我们大宋 郭靖皱眉道 听到郭靖的话 杨过丝毫不在意的道 郭伯伯 你想的太多了 要是我那姑父 真有要吞并大宋的意思 他又岂会 只带八百护卫前来 他不是 应该带大军前来吗 没有大军 他怎么吞并 我们大宋 所以啊 郭伯伯你 肯定是想多了 听完杨过的话 郭靖也觉得 杨过说的有道理 于是就不再多想 随后郭靖带杨过去 给他安排的房间去了 只是他们不知道的是 林凡确实有 吞并大宋的想法 至于大军 不知道两万米高空上 有一艘豪华游轮 虽然人数少了一点 只有两三万人 但那可都是精锐啊 先不提原因后期 修为的统帅项羽 原因初期 修为的吕布 光经单期巅峰的修士 可就有着150名 境界对应天人强者 战力远超天人强者 实在不行 二级三级升级礼包了解一下 二级礼包一百万两黄金 三级礼包一千万两黄金 对了 在六折的情况下 二级礼包 只需要六十万两黄金 三级礼包 只需要六百万两黄金 想要兵马 凌凡随便买两个 那还不是随随便便 就能开出几十上万大军 一句话说到底 暴兵流的主角 就是这么无敌 视线回到凌凡这边 此时的凌凡 正在通过他化神器的神石 扫描全城 很快 他就在襄阳城中 找到了很多熟悉的身影 其中不乏一些女侠 甚至很多本不应该出现在这里的人 也出现了 比如 名教的人 杨潇五散人 四大法王 张无忌 小钊 杨不悔 英黎 再比如 俄眉派的人 特别是周芷若 至于大宋的人 那就更多了 男的有乔峰 慕容傅 段玉也在 美女有王语焉 阿珠 阿碧 阿子 钟灵 慕婉清 陆无双 郭靖的女儿郭湘 甚至林凡 还发现了两个穿越者 这两个穿越者不是别人 正是一小穿跟高腰 林凡是怎么也没想到 这个宗武世界的大秦 竟然不只是秦时明月的大秦 竟然还融合了神话大秦世界 而且也不知道一小穿跟高腰 的襄阳城来 他们不是 应该在大秦吗 不过这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有一小穿 就说明 这个世界有玉树公主 有吕智 有吕素 有小月吉女的存在 要知道 这四女可都是林凡前世 比较喜欢的大明星扮演的 第61章 还记得高腰的那一句 你了不起 你清高吗 强忍着从各大美女身上收回视线 林凡将目光放在了 在路边乞讨的高腰身上 不是高腰的魅力 比那些女侠大 主要是高腰太让人心疼了 每次想到高腰说出的那句 你清高 你了不起 林凡都能感受到 她当时是有多么绝望 她本是一个小厨子 虽不说大富大贵 也算是衣食无忧 还有一个妹妹高兰 日子过得也算是有滋有味 她为人虽然有些小瑕疵 爱占小便宜 但瑕不掩鱼 高腰这个人 绝对说得尚是重情重义 可她把一小川当兄弟 甚至把自己的妹妹高兰 介绍给一小川当女朋友 可一小川是怎么回报她的 在都市世界的时候 一小川瞒着高兰在外面乱搞 穿越大秦世界后 高腰无时无刻不再寻找一小川 而一小川早就把高腰忘之脑后 一小川感染瘟疫的时候 高腰不顾危险在旁边照顾她 可等高腰被刘邦陷害成了太监的时候 一小川却只顾自己的利益 在旁边劝说高腰不要与刘邦作对 完全不顾高腰的感受 别说一小川是为了什么不改变历史 她自己改变的历史还少吗 再说说 一小川跟刘邦项羽高腰三人的关系 先不提高要一片真心为了狗 项羽呢 项羽同样把一小川当作兄弟 对她可以说是掏心掏肺 而刘邦对一小川从头到尾只有利用 可一小川是怎么对待项羽的 她为了捧刘邦的臭脚 明知道鸿门燕是项羽唯一杀死刘邦的机会 这次如果杀不死刘邦 项羽未来将会被刘邦逼到在乌江自问 可在两人之中 她没有选择项羽 她选择了刘邦 原因很简单 历史中 刘邦是未来的汉高祖 能给她带来利益 而未来的项羽 却只是一个失败者 一个被逼到自问而死的失败者 如果一小川一开始就选择刘邦 也没什么好说的 关键是一小川跟项羽结拜 在项羽那边学到了一身武功 吃穿用度 全都是项氏一族提供 给了她优厚的生活 在一小川学有所成 准备离开的时候 项羽怕她以后成为项羽的威胁 想要阻止 甚至想要杀了一小川 是项羽夹死了自己的战马 让一小川赢了赌局 就为了放她离开 要知道 项羽一身傲骨 是多么要强 多么高傲的一个人 就是这样的项羽 为了放一小川离开 抛弃了一身傲骨 放下了她的高傲 夹死了自己的战马 承认输给了一小川 由此可见 项羽是真心把一小川当做兄弟 可最后 一小川是怎么做的 她选择帮助刘邦 完全不顾她与项羽的结拜之情 完全不管项羽 未来会死在刘邦手上 最可恨的是 一小川辜负了吕肃 吕肃是多么单纯的一个姑娘 为了照顾感染上了瘟疫的一小川 她自己也感染上了瘟疫 最后为了救一小川 吕肃把唯一一份治疗瘟疫的药 让给了一小川 自己选择了死亡 大家想想 现实中无论爱得多深 又有谁能做到 替对方去死呢 可吕肃那傻丫头做到了 她为了让一小川活下去 放弃了自己能活下去的机会 可被那唯一一份治疗瘟疫的 要救活的一小川 却在吕肃的葬礼上 说出了那一句 你为我而死 而我却不是为你而生 这样无情的话 一小川 真真是把吕肃那傻丫头的一片真心 放在了地上踩 出了郭靖的府邸 林凡很快就来到了 高腰乞讨的那条街道 看着那个川的破破烂烂 一边乞讨 还在一边询问路人 一小川下落的高腰 最终林凡没有选择 直接去找高腰 而是选择一直点出 将他有关神话世界的记忆 以传输的方式 打入了高腰的脑海 伴随着林凡的一指点出 正在乞讨的高腰愣住了 林凡传输的 有关神话世界的记忆 正在跟他原先的记忆 进行融合 慢慢地高腰的眼神 变得凌厉起来 神情也变得不再唯唯诺诺 下一刻 这件高腰猛地站起身 仰天大吼 这一声怒吼中充满了 他心中的愤怒与不甘 啊啊 一小川 刘邦 我高腰与你们势不两立 我要你们死 啊 好了别好了 我把未来的记忆 打入你的脑海 不是让你在这无能狂怒的 现在一小川 也在这座襄阳城中 就看你自己想怎么做了 林凡走过来说道 听到林凡的声音 高腰再次一愣 随后反应过来 谢过这位兄弟了 是你让我看清了 一小川的真面目 别客气 我也只是看不惯 那一小川罢了 接下来 你准备怎么做 林凡说道 听到林凡的话 高腰陷入了沉默 虽然他很想立马 就找一小川报仇 但他现在 就是一个手无腹肌之力的厨子 还不是那个 在大秦手握大权的赵高 现在的他 又能拿一小川如何 再说了 他也不想再去做赵高 毕竟想要成为赵高 他就必须要放弃男人的尊严 成为那无根之人 见高腰陷入了沉默 这时林凡开口说道 以后 你就跟随朕吧 朕乃是大夏的皇帝 同样也是 一名穿越者 不过你可以放心 朕是不会让你 做太监的 我大夏也不需要太监这个物种 你以后就坐镇的御用厨师 兼谍报组织大统领 高腰你看如何 林凡说道 谢陛下 以后高腰这条命 就是陛下的 而且 高腰永远是高腰 永远不会再成为那个赵高 嗯 很好 掐了一个隐身诀 林凡带着高腰腾空而起 很快两人就回到了豪华邮轮之上 看到飞在空中的豪华邮轮 高腰很是震惊 感叹同人不同命 同样都是穿越者 林凡的待遇 跟他的待遇完全不同 不过 他并没有产生极度之心 毕竟若不是林凡 他现在还在乞讨 或许还有可能走上原著中的老路 也因此 他对林凡的态度是感激的 甚至为了这份感激 他可以永远效忠林凡 绝不背叛 待高腰参观了一下豪华邮轮的厨房 然后林凡又给高腰安排好房间 等高腰洗完澡 换完衣服吃过饭 二人重新回到襄阳城 来到一处无人居住的大宅 下一刻 只见林凡大手一挥 3333名装备了现代化武器的锦衣卫 出现在了两人面前 这三千多人中 其中有着大宗师巅峰三人 宗师巅峰三十人 先天巅峰三百人 后天巅峰三千人 放到各大皇朝 都是一等一的精锐 以后他们就归你统领 正希望你能以他们为基础 组建出一支属于我们大下的情报组织 专职对外刺探情报 暗杀 至于需要的经费 一找白起申请即可 他手上也有一支两万多人的锦衣卫 专职负责大厦内部 以后你们两个一个主内一个主外 一定要好好配合 高腰你有信心 完成朕交给你的任务吗 谢陛下信任 我高腰以后就是陛下的影子 陛下的刀 就是陛下对外的眼睛跟耳朵 嗯 很好 林凡对高腰的回答非常满意 下一刻 林凡像是想起了什么 于是再次开口说道 对了 一小川就交给你自己处理了 不过朕不希望他死得太痛快 你明白朕的意思吗 放心吧陛下 就算您不吩咐 微臣也是会好好招待一下一小川的 毕竟一小川带给微臣的痛苦 微臣又怎会不让他亲身感受一下呢 高腰目露凶光地说道 嗯 很好 等把一小川跟襄阳城这边的事情解决完 我们就去一趟大秦 正会帮你向秦皇将小月要回来 林凡说道 谢陛下 听到林凡的话 高腰激动的身体都在颤抖 小月虽然不是他的亲妹妹 但在林凡传书给他的记忆中 小月就如同他的亲妹妹一般 是他不可缺少的家人 第62章 花痴的小丫头郭福 大小五敌意 在留下一部手机 方便高腰与自己联系后 林凡又留下了一百万份单兵口粮 还有一百万两银子 之后 林凡就独自回了郭福 至于高腰能不能指挥的洞纳三千多名锦衣卫 林凡完全不担心 毕竟那些锦衣卫对自己是百分之百中心 林凡安排什么人管理他们 他们都不会有什么怨言 只会百分之百服从林凡的命令 回到房间 林凡也拿出手机玩了起来 刷刷视频看看美女 这可是林凡每天都要做的事情 时间在看美女中度过 转眼两个多小时过去了 这时杨过敲响了林凡的房门 姑父 晚宴准备好了 郭伯伯让我来请你过去 在门外的杨过一边敲门一边说道 好了知道了 回了一句 林凡收起手机打开门出了房间 姑父走吧 郭伯伯他们已经在那等着了 凤仙将军他们住的地方离得近 也已经提前过去了 见林凡从房间里出来 杨过开口说道 好 你带路吧 不久后 两人来到了一处院落 院落很大 足有十几个篮球场大小 现在院落中摆满了一桌桌宴席 无数江湖人士都已经入座 只是他们并没有开席 像是在等什么人 见林凡跟杨过走进院落 所有人都用好奇的目光看着两人 这时郭靖见杨过把林凡请来了 他立马迎了上来 林凡是谁 林凡是堂堂大夏皇帝 身份何其尊贵 他又怎能不亲自来迎接 另外 如果不是他还要招呼其他客人 他这个主人家不方便离开 他都不会让杨过去请林凡 他会亲自去邀请林凡 现在让杨过去请 已经算是怠慢了 林小兄弟 你终于来了 大家都到齐了就差你了 快跟我来 这边请上座 郭靖说道 好 有劳郭大侠了 回了一句 林凡跟杨过两人 跟随着 郭靖来到了院落正厅 只见正厅中只摆了三张桌子 两边的两张桌子都已经坐满 只有中间的那张桌子 还有几个位置 见此林凡毫不客气 直接坐了过去 杨过也跟着林凡 坐上了主桌 可林凡没注意到的是 他坐的是郭靖的位置 是主家位 旁边坐的就是黄荣 而郭靖给他留的位置是 主客位 这位小兄弟 是不是太不懂规矩了些 你坐的那是郭大侠的位置 是主家位 还不赶快让出来 坐在右边 一张桌子的灭绝失态 面带不满地开口说道 毕竟他堂堂峨眉派掌门 都没有资格坐主桌 在他心中林凡 就更没有资格坐主桌了 何况林凡坐的是郭靖的位置 是啊小兄弟 赶快把位置让出来吧 那可是郭大侠的位置 不是谁都能坐的 同样坐在灭绝失态那一桌的 慕容复开口说道 听了灭绝失态跟慕容复的话 很多人都用不满的目光 看着林凡 其中包括 大元华山派先于通 大元空同派空同无楼 还有一些林凡不认识的江湖人士 就连张无忌 也抬头看了几眼林凡 虽然他并没有说什么 但也表露出了他的不满 只有黄长 扫地僧 乔峰 红七公 黄药师 义登大师 黄荣 几个坐在主桌的微然不动 没有表露出一丝情绪 各位读者大大们 小携手在这里说一下 小携手的设定 是红七公 还是丐帮帮主 黄荣跟乔峰 都是丐帮副帮主 至于原著中留下书信的丐帮帮主 小携手改了一下 把他改成了副帮主 也是因为他死了 乔峰才接替了他的副帮主之位 谢谢理解 言归正传 另一边 坐在门口那一张桌子上的郭福 从林凡进来 小丫头的眼神 就没离开过林凡身上 一直用花痴的眼神看着林凡 眼睛里面都快冒出小星星了 至于林凡抢了他爹锅镜的位置 他根本不在意 他的眼中 现在只有林凡那俊逸无双的身姿 没办法林凡长得太帅 一下子就把小丫头郭福给迷住了 同样跟郭福坐在一桌的大舞小舞 这时也注意到了郭福的眼神 从小就喜欢郭福的他们 立马粗意上涌 然后他们用一双不善的眼神 看着林凡 等着林凡出丑 同时 他们在心中想着 等宴会结束后 该如何整治整治林凡 视线重新回到林凡身上 只见林凡先是用不屑的眼神 扫了一眼 这帮多管闲事的家伙 随后林凡在这帮人的口注笔伐中 他终于开口了 首先我的事还轮不到你们管 其次正主都没说话 你们算了什么东西 敢来管我的事 也不是林凡霸道 其实在林凡的想法中 做哪都无所谓 毕竟只是吃个饭而已 做哪里吃不是吃 他也不喜欢摆什么皇帝架子 非要做什么最尊贵的位置 但好好说什么都行 林凡也不是不可以把位置让出来 而且经常请客的人肯定都知道 其实一张桌子上 最尊贵的位置是主客位 正是郭静给他留的位置 林凡只是做错了而已 可有些人就是不开眼 郭静作为主家还没发话呢 某些人就跳出来了 显得他有多能耐 现在这种情况 林凡要是真把位置给让了 他岂不是就被灭绝师太 跟慕容副踩了一脚 特别灭绝师太一上来就说 林凡不懂规矩 这能忍 林凡要是这都忍了 他大下皇帝的位仪放在那 以后要是传出去 他的面子往哪里放 所以林凡有些不爽了 今天这位置 他还就坐定了 他倒要看看 今天谁能把他 从这个位置上赶下去 林凡话音落下 这时郭静也反应过来了 事件发展得太快 老实人郭静还没反应过来 两帮人就已经火药味十足了 于是他连忙出来解释 各位 各位 不要为这点小事闹得不愉快 而且郭某向大家保证 以林小兄弟的身份 绝对有资格 坐在任何一个位置上 听到郭静的话 黄荣一拍脑袋 要知道郭静这些话的意思 明摆着就是说 林凡是今天他最尊贵的客人 比在场的各位都要尊贵 甚至有资格做他的主家位 果不其然 听了郭静的话 灭绝师太不高兴了 只见他 一拍桌子站了起来质问道 郭大侠 你这话什么意思 难道我们在场这么多人 还比不过这个 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小子 师太你误会了 郭某不是那个意思 只是我这林兄弟 身份太过特殊 而且他也是无意的 还请师太不要为了这些小事 闹得不愉快 郭静解释道 只是他不解释还好 越解释越麻烦 身份特殊 我倒想知道 他身份能有多特殊 能不能比得过 我们这些各门派的掌门 还有在江湖中 成名已久的慕容公子 是啊郭大侠 你就不要再护着这小子了 这小子完全不懂礼数 主人家的位置 是他能随便坐的吗 仙于通说道 几人的声音很大 很快就引起了 院落中的江湖人士们的注意 无数人将目光投了过来 其中不乏林凡之前 念叨过的女侠们 第六十三章 斩杀仙于通 揭穿慕容父 先背后裔反贼身份 瞟了一眼仙于通这个 以天屠龙纪元著中的小人 林凡开口了 凤仙何在 末将在此 陛下有何吩咐 轰的一声 吕布与八百重甲铁骑 全部猛地站起了身来 站起身的同时 吕布也已经催动了 他体内原音初期的修为 八百重甲铁骑 也催动起了 他们筑机器巅峰的修为 威压瞬间弥漫全场 感受到吕布 与八百重甲铁骑身上 散发出来的威压 全场瞬间陷入死寂 所有江湖人士 都有一种喘不上气来的感觉 一名陆地神仙巅峰 八百名大宗师巅峰 甚至更强 黄药师震惊地说道 爹你刚才说什么 他们竟然全都有着 大宗师巅峰的修为 听了黄药师的话 黄荣不可思议地问道 这还不是最可怕的 你还记得 刚才那个为首的将军 说了什么吗 黄药师提醒道 黄荣何等聪明 在听到黄药师的话后 他立刻反应了过来 要知道陛下这个称呼 可不是随随便便能叫的 只有各大皇朝的皇帝 才会被称之为陛下 这时所有人 都是用不可思议的目光 看着林凡 想到某种可能 所有江湖人士 内心全部掀起了惊涛骇浪 特别是灭绝师太 慕容赋 还有歇于通 内心全都是惶恐无比 而且他们三个 可是吕布与八百重甲铁骑的 重点照顾对象 如果不是他们还有一点实力 早就被威压压趴在地了 另一边的 扫地僧跟黄肠 这时也将询问的目光 投向了郭靖 想要得到一个确认的答案 郭靖见 两人投来的目光 无奈地点了点头 表示他们的猜测没有错 得到郭靖的确认 扫地僧跟黄肠两人对视一眼 内心也是非常震惊 不过他们很确定 林凡肯定不是他们大宋的皇帝 大宋的皇帝 他们是见过的 只不过 他们想不通的是 其他皇朝的皇帝 又为何会出现在这襄阳城 出现在郭靖的宴会上 两人再次对视一眼 没敢轻举妄动 先不说吕布与八百重甲铁骑 显露出的实力 光是林凡某皇朝皇帝的身份 也不是他们敢轻易得罪的 虽然他们两个都是 也不敢跟一国皇帝叫板 先鱼通此人出言不逊 斩 林凡淡淡地说道 末将领命 敢对陛下不敬当斩 下一刻 吕布动了 一个闪身吕布 来到了先鱼通面前 缓缓拔出长剑的同时 吕布开口说道 受死吧 若不是陛下仁慈 直接刺你一死 我定要先将你好好折磨一番 再当着你的面 灭了华山派满门 祝你九族 别 别杀我 满面惊恐的先鱼通 颤抖着身体求饶道 同时他内心十分后悔 后悔自己 为什么要多嘴 如果时间能倒流 他恨不得一巴掌 扇死之前的自己 只是 现在后悔已经晚了 下一刻 只见吕布手腕一动 仙鱼通的脑袋 就被吕布一箭砍了下来 扑斥一声 仙鱼通的脑袋滚落在地 飞溅出的血液 见了灭绝师太宇慕容赋一脸 林小兄弟 何至于此啊 郭靖说道 好好一场宴会 郭靖想不通 为何会搞成现在这个样子 没有理会郭靖 林凡站起身一步跨出 来到吕布身旁 取过吕布手中染血的长剑 林凡一步一步走向慕容赋 看到这一幕 慕容赋慌了 阁下 之前多有误会 是我慕容赋错了 是我多管闲事 我不应该多嘴 不应该打扰了阁下用餐的哑信 看着那把还在滴血的长剑 慕容赋连忙开口说道 林兄 能否给郭某一个面子 放慕容赋一马 不管怎么说 他也是来帮忙驻守襄阳城的 郭靖看不下去了 开口给慕容赋求情道 你替他求情 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 林凡转头看着郭靖开口问道 他不就是慕容赋 餐盒庄的主人 郭靖道 同时有些不清楚 林凡问这个干什么 郭靖你说的没错 但他慕容赋 还有另外一个身份 话音落下 不等郭靖询问 林凡继续开口说道 慕容赋 大燕皇室后裔 曾经的鲜卑皇族 父亲慕容伯 爷爷慕容龙城 一直图谋复国 这没说错吧慕容赋 说到最后 林凡转头看向慕容赋 开口问道 郭大侠 你现在还要劝我放他吗 要知道 他慕容赋不光是外族 还是一个反贼 林凡再次转头看向郭靖 开口问道 这 这 知道了慕容赋的身份 郭靖尴尬的 不知道该说什么 院中的江湖人士 在听到林凡的话后 也都震惊了 他们是怎么也没想到 堂堂难慕容 竟然是个外族人 还是个成天想着谋反的反贼 林兄弟 你就不要为难 你郭大哥了 他脑袋笨 容易被人蒙蔽 既然慕容赋是外族人 又是反贼 当然是 你想怎么处置 就怎么处置 黄蓉上来 替郭靖解围道 是是是 荣儿说得对 慕容赋这种反贼人人 得而诛之 郭靖挠了脑脑袋 连忙复合道 杀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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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了黄蓉跟郭靖的话 部分反应过来的江湖人士 开口喊道 表哥 站在院中的王雨嫣 担心地喊道 他这一喊不要紧 很多江湖人士 立马将矛头对准了他 这个女人是慕容赋的表妹 肯定跟慕容赋是一伙的 把他一起杀了 其中一个江湖人士喊道 甚至已经有人想要动手了 表哥救我 看到那些江湖人士不善的目光 王雨嫣开口 向慕容赋求救 只可惜 慕容赋连看都没看他一眼 现在他自身难保 哪还顾得上王雨嫣这个累赘 没错在慕容赋心中 王雨嫣现在就是累赘 小姐我们该怎么办 王雨嫣旁边的阿珠阿碧 紧张地开口问道 你们都住手 不要伤害王姑娘 不知道从哪冒出来的段玉 挡在王雨嫣身前 对着一众武林人士喊道 你小子是谁 为何要阻挡我等 难道你不知道 你身后的这个女人 是慕容赋的表妹 也是一个反贼 话说 你小子不会跟他们是一伙的吧 第六十四章 膨胀的段玉 乔峰的绅士 各位不要误会 我跟慕容公子并不是一伙的 我只是觉得 王姑娘不可能是反贼 所以才上来阻止 段玉连忙说道 你怎么证明啊 一名江湖人士站出来 不相信地问道 我我 我是大理镇男王柿子 我叫段玉 如果不相信你们打听一下就知道了 我怎么可能是反贼 还有王姑娘 也不可能是反贼 段玉紧张地结结巴巴地说道 听段玉说自己是大理镇男王柿子 那名江湖人士 没敢再有什么动作 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先天武者 大理国世子 可不是他能得罪的 呼 剑围在自己旁边的江湖人士退走 段玉呼出了一口气 刚才他差点被吓死 段公子 求求你就救我表哥吧 求求你了 剑段玉的身份 把那些江湖人士吓住了 王羽嫣肯求道 是啊段公子 求求你就救我家公子吧 阿朱阿碧也开口说道 那个好吧 我试试 下一刻段玉看向林凡开口道 那个林公子 能不能求你放慕容公子一马 小声段玉 在此谢过了 我说段玉你是不是飘了 真以为你大理镇男王柿子身份很好用 还谢过了 你觉得 镇会听你的 放了慕容父 在镇这里 你小小大理 还没有这个面子 林凡不屑地说道 那个林公子 慕容公子 也只是说了两句无心之言 还是放过他吧 段玉再次说道 见段玉还不死心 林凡想了想 随后诡异一笑 然后突然开口问道 段玉你可曾跟乔峰结拜 林公子 你怎么知道 我跟乔大哥结拜的事 听到林凡的询问 段玉好奇地问道 哼 这么说 你已经跟乔峰结拜了是吧 林凡笑着说道 确实如此 可不知我与乔大哥是否结拜 跟林公子放不放慕容公子有何关系 段玉摸不着头脑地开口问道 有关系 当然有关系 要知道慕容家 可是害乔峰家破人亡 成为一名官的罪魁祸首啊 林凡看着 坐在那一直没动的乔峰 开口说道 什么 怎会如此 段玉惊呼道 听到林凡的话 本来还淡定看系的乔峰 也不淡定了 只见乔峰连忙站了起来 开口问道 林公子 你此话何意 呵呵 乔帮主莫吉 我来给你们讲个故事吧 林凡说道 好 林公子轻将 乔某洗耳恭听 乔峰道 这说来就话长了 事情 还要从二十多年前的燕门官说起 从乔帮主的生父 萧远山说起 萧远山属 契丹后族中人 自幼随汉人师父习武 习得一身高强武功 曾答应过师父终身不杀汉人 萧远山是辽国 萧皇后蜀山大帐的清君总教头 并且狠得萧太后的赏识 受辽国太后信任 萧远山致力于宋辽木林修好 每每劝祖辽道宗进洞刀兵 深得宋辽两国市民爱戴 因此受到了慕容伯的记痕 某日萧远山带妻子儿子 回燕门关省亲 却不慎走漏消息 让慕容伯得知 得知这个消息 慕容伯前往了少林寺 找到了当时的少林方丈玄慈 他告诉玄慈 有一批契丹武士 想要潜入大宋 潜入他少林寺 盗取少林寺的武功秘籍 用于训练契丹大军 玄慈得到这个消息后 也是震惊无比 最终玄慈决定 带人去截杀那批契丹武士 很快中原二三十名好手 前往了燕门关 在燕门关做好了埋伏 就等契丹武士上钩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 根本就没有什么契丹武士 那完全就是慕容伯的阴谋 会从燕门关经过的是 萧远山一家 至于慕容伯的目的 其一是挑起大宋与辽国之间的大战 待天下大乱的时候 他慕容是好趁机浑水摸鱼 发展自己的势力 其二慕容伯是为了借萧远山的手 除掉江湖上一批德高望重的人 比如说少林方丈玄慈 和丐帮副帮主汪剑通这样的人 就这样 被欺骗的玄慈跟汪剑通 带着那二三十名中原好手 在燕门关整整埋伏了十几天 最终他们等来了乔峰的父母 与当时还在墙堡中的乔峰乔帮主 那一战 乔帮主的生母被杀 乔帮主的生父萧远山 见自己的爱妻被杀伤心过度 最终在击杀了十几名中原武林好手后 清醒过来 自知违背了与师父的承诺 万念俱灰的萧远山 选择在一处石壁上留下遗言 然后便抱着妻子的尸体 跳下了燕门关 想要与妻子孩子死在一起 可等跳下去后 萧远山才发现 当时还在墙堡中的乔帮主 竟然还活着 于是他便将乔帮主 抛回了悬崖上 之后 乔帮主被带回了邵氏山 被少林寺交给了 山下一对没有孩子的乔三怀夫妇收养 听完这个故事 段公子还要替慕容父求情吗 或者说 你跟乔帮主的结义之情 还不如你身后王姑娘的两句话好使 林凡看着段玉细血地说道 这这 段玉懵了 他是怎么也没想到 慕容家既然是导致他结拜大哥 家破人亡的仇家 可他已经答应了王姑娘 一边是结拜大哥 一边是自己心爱的女子 现在段玉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同样听完整个故事的乔峰 现在已经握紧了拳头 看向慕容父的眼神中充满了杀意 恨不得将慕容父碎尸万段 林公子 那照你这么说 乔富帮主是契丹人 一名丐帮长老出来问道 是又如何 乔峰与慕容父 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慕容父一心造反父辟大烟 就是个反贼 而乔峰呢 他这些年为大宋做了多少事 他所立的功劳 不是一个契丹人的身份能抹消的 如果你们丐帮或者大宋容不下他 我们大厦容得下 就是不知道乔帮主 可否愿意加入我大厦 成为我大厦子民 为朕效力了 林凡说道 听完林凡的话 刚才质疑乔峰契丹人身份的那名长老 被洪七公跟黄蓉瞪了一眼 缩着脖子退了回去 其实乔峰契丹人的身份 洪七公跟黄蓉都是知道的 而且 他们早就知道了 只是一直没有说破罢了 要知道汪剑通 要让乔峰接替他丐帮副帮主的身份 他又怎会不将乔峰契丹人的身份 告诉洪七公跟黄蓉 第65章 将乔峰收入账下 说破段玉的身份 一纸费了慕容傅的武功 随后林凡一脚将慕容傅踹到了乔峰面前 乔帮主 这慕容傅就交给你处置了 是杀是放你自己做主 林凡道 谢陛下 乔峰已不适合留在丐帮 不适合留在大宋 如若陛下不弃 乔峰愿归入陛下麾下 任陛下驱使 哈哈 好 乔峰以后你就跟着朕 等回到大厦 朕会在大厦设一个专门管理江湖的机构 就由你负责 林凡笑着说道 谢陛下 乔峰一定会替陛下 管理好大厦的江湖 为陛下分忧 乔峰表决心道 嗯 朕相信你 嗯 对了 乔峰你父亲萧远山还没有死 不过 他在修炼少林武功的时候出了岔子 目前精神状态有些不对 可能会对你的养父母出手 所以朕建议你 尽快回去一趟 将你的养父母街上 送往林萧城 在那里 他们不会受到任何人的伤害 朕也会让人给你们安排好府邸 林凡提醒道 谢陛下提醒 如果不是陛下提醒 臣的养父母可能就危险了 等臣处理了慕容父臣 就立马回去 乔峰感谢地说道 注意慕容伯 慕容伯也还活着 当年他只是炸死 如果你杀了慕容父慕容伯 可能会去找你 想了想林凡继续开口说道 你父亲萧远山 跟慕容伯 应该都有着天人出气到中气的修为 你一个人回去 可能会有危险 这样吧 朕让凤仙调200中甲铁击给你 他们每个都有着大宗师巅峰的修为 日后这200个中甲铁击 就归于你麾下 作为你的班底 凤仙 是陛下 末将立马安排 谢过凤仙将军 乔峰拱手道 不必客气 以后大家就都是同僚了 尽心为陛下效力即可 谢陛下 乔峰在自向林凡义礼 很快有着大宗师巅峰实力的200名中甲铁击 被吕布调拨给了乔峰 各位乔峰就先到辞了 说了一句 乔峰便揪起被废去武功的慕容妇往外拖去 见乔峰揪着慕容妇就要走 段玉急了 连忙开口喊道 大哥 能否 段公子不用说了 以后你我不再是兄弟 段公子身份高贵 我乔峰高攀不起 话落乔峰没有再理会段玉 拖着慕容妇就走了 哈哈 可笑 一碗酒的交情 还是你用六脉神剑作弊得来的 而且 那顿酒也是 乔峰请的 你是怎么有脸拿这点交情 让乔峰放弃杀父杀母的深仇大恨的 林凡补刀道 林凡这一番话 刚走到门口的乔峰也听到了 本来他还对自己单方面断绝结义之情 有些心生愧疚 现在去你妈的愧疚 对于一个喝酒都作弊的人 老子能跟你玩 不再看段玉 乔峰拖着慕容妇带着200名重甲铁机 就出了郭靖的府邸 不久后 郭府外传来了一声惨叫 众多江湖人士不用猜也知道 那声惨叫 绝对是慕容妇发出来的 这也就是说 慕容妇已经被乔峰给杀了 同样听到那声惨叫的王雨嫣 瞬间泪流满面瘫倒在地 不会错的 他对慕容妇的声音太熟悉了 那声惨叫 绝对是他表哥慕容妇发出来的 小姐 小姐 阿珠阿璧连忙扶住王雨嫣 担心地喊了一声 这时林凡走了过来 开口说道 首先慕容妇不是你表哥 至于原因 我以后会告诉你 其次慕容妇从来没有喜欢过你 他一直在利用你 利用你偷学你家的武功 这些年 想必他从你这边 得到了不少武功秘籍吧 而且 刚才你也看到了 慕容妇在你为他陷入危机的时候 他甚至连看都没看你一眼 根本不顾你的死活 你确定 你还要为这样的人伤心吗 我不要你管 王雨嫣倔强地说道 那可不行 你外婆坑了我一把 而你这个外孙女 要替他还债 所以你以后只能是我的人 林公子 你不要太过分 听到林凡的话 段玉直接炸了 要知道 王雨嫣可是他的白月光 是他的神仙姐姐 他怎么可能眼睁睁 看着王雨嫣诺到林凡手里 而且 如果不是林凡 他也不会跟他的 结拜大哥乔峰 搞成现在这个样子 滚 哪凉快哪待着去 而且 别说你不是真正的 大理国镇男王世子 只是一个你母亲刀白凤 跟四大恶人之一的 段玥庆生下来的野种 另外 就算你真的是 大理镇男王世子 那又如何 一个藩帮小国而已 真以为我大侠灭不了大理 是谁给你的勇气 在镇面前上蹿下跳 不想死的赶紧滚 不然朕今天就宰了你 你 你你你 你胡说 我父亲是段正纯 不可能是段延庆 听了林凡的话 段玥面色苍白 脚步踉跄地 一边往后退一边说道 哄 院中的江湖人士 在听到林凡的话后 全都议论了起来 整个宴会厅都炸了 所有江湖人士都没想到 堂堂大理镇男王 竟然被四大恶人之一的 段延庆戴了帽子 简直不可思议 更让他们没想到的是 参加一个宴会 竟然能吃到这么多大瓜 先是慕容副的身世被揭穿 后是乔峰契丹人的身份 现在这个大理镇男王世子 竟然是王妃刀白凤 跟段延庆生下的野种 太劲爆了 无数江湖人士议论纷纷 相信要不了多久 今天宴会中发生的事情 就会传遍整个江湖 哼 不信 不信你去问问 你母亲刀白凤 看我说的是不是真的 你母亲总不会骗你吧 林凡笑着细血地说道 反正我不信你不要胡说 段玉颤抖的手指指着林凡开口说道 还敢拿手指我 奉先斩他一只手以做成剑 林凡命令道 是陛下 吕布领命 下一刻 一道剑光闪过 段玉的一条手臂就坠落在地 哎呀 我的手 段玉疼得捂着伤口不断惨叫 段臂伤口处不断有鲜血一出 搞定段玉 林凡手一挥 王雨嫣 阿珠 阿碧 直接被他收进了自己的小世界 林凡根本不管那些江湖人士怎么想 怎么看他这大便活人的手段 他需要在意吗 他堂堂化神奇强者 大下皇朝的皇帝 他需要在意其他人的眼光吗 很明显不需要 第66章 初见周芷若 当众对张无忌 将视线转到灭绝身上 林凡开口问道 师太 正该如何处置你 老尼也只是说了几句无心之言 要杀药寡陛下西听尊便 灭绝硬气地道 可还不等林凡说话 一道清脆的声音响起 然后有一轻力绝伦的女子 挡在了灭绝面前 大下皇帝陛下 求你高抬贵手放了我师父 如果你要杀那就杀我吧 芷若愿意替师父去死 挡在灭绝面前的周芷若说道 芷若 退回去 这件事情跟你无关 如果师父死了 你就是我峨眉派下一任的掌门 说完灭绝 将峨眉派的掌门班纸 丢给了周芷若 陛下 小徒不懂事 老霓一人做事一人当 是老霓开罪了陛下 与小徒无关 没有理会灭绝老霓姑 林凡走到周芷若面前 看着她开口问道 你是周芷若 正是芷若 还请陛下放过我师父 芷若愿替陛下做牛做马 使求陛下放过我师父 周芷若楚楚可怜地 看着林凡说道 做牛做马就不必了 以后你就做朕的女人 大下的妃子 周姑娘你看如何 至于你师父 朕本来就没打算把她怎么样 她与仙鱼通 还有慕容复不同 你师父只是脾气不好 长了一张臭嘴 容易得罪人 朕还不至于 因为这一点把她怎么样 慕容复不用说 大家都知道 她不仅是外族人 还是个反贼 而且杀她的也不是朕 至于县于通 她就是个纯纯的小人 死不足惜 林凡说道 陛下 我派掌门已经被你杀了 你又何故污蔑她的名声 听到林凡的话 华山二老站出来问道 我污蔑 她还污蔑 你知道白元是怎么死的吗 你又知道她在娶你 华山派掌门之女前 就已经有了妻子 为了当上华山派的掌门 为了娶华山派掌门的女儿 她之前的妻子 又怎么样了吗 这种小人还需要证污蔑她 她值得证污蔑吗 她配吗 杀她阵都嫌脏了手 林凡奇笑了 直接开口对了回去 不要质疑 很多事情只要做了 就不可能完全抹出痕迹 白元先不说 那是你们华山派自己的事 你们可以慢慢查 至于谢于通第一位妻子的事情 在座的诸位 可以问一问名教教主张无忌 他对这件事情比朕清楚 确实如此 我可以证明 谢于通就是个小人 之后 张无忌把胡青牛临死前 告诉他的事情 跟在座的江湖人士说了一遍 没想到啊 华山派掌门先于通 竟然是这样的一个小人 为了坐上华山派掌门之位 先是杀死了自己的原配妻子 又杀死了对他争夺掌门之位 最有威胁的师兄白元 简直就是个人渣 一位江湖人士说道 谁说不是呢 全力动人心 为了一个华山派的掌门之位 谢于通竟然做出了 如此丧尽天良之事 简直天理不容 死得好 又有一位江湖人士说道 多谢大夏皇帝陛下 替我华山派 除了这个祸害 我华山派感激不尽 得知了谢于通做出的恶行 华山二老公申感谢道 不说我污蔑他了 林凡戏谑地问道 还请陛下恕罪 之前是我们两个老东西 没搞清楚情况 说错了话 错怪了陛下 华山二老再次攻身 好了 好了 朕懒得离你们一边去吧 林凡不耐烦地挥了挥手说道 谢陛下 搞定华山二老 林凡再次转头看向周芷若 开口说道 怎么样 之前周姑娘说的话可否当真 要不要来做正个妃子 林凡这么直接的话 瞬间给未经人士的周芷若 闹了个大红脸 将羞涩的小脸埋进胸口 周芷若有些支支吾吾的 不知道该说什么 陛下 芷若是我峨眉派下一任掌门 怎么能入宫给你当妃子呢 还请陛下 不要再提此事 灭绝行了个佛礼开口说道 一边去 你也是峨眉派掌门 你能喜欢孤红子 周芷若怎么就不能嫁给朕了 同时林凡心想 如果不是自己早早娶了赵敏那丫头 你能活到现在 早就被赵敏那丫头抓回去 死在万安寺了 啊 林凡此话一出 灭绝噎住了 见灭绝师太 被林凡一句话噎得没话说 张无忌急了 要知道没遇到赵敏的他 可是早就把周芷若 当成他张无忌的女人了 大夏皇帝陛下 强扭得瓜不甜 何况你身为堂堂大夏皇帝 又岂会差女人 就别为难周姑娘了 另外 您身为大夏皇帝 要是落下一个 强抢名女的名声也不好 张无忌站出来说道 听到张无忌的话 很多江湖人士 都是附和的点头 感觉张无忌说的有道理 只是他们忘了 林凡从头到尾也只是 开口询问周芷若 要不要成为自己的妃子 所谓的强抢名女 只不过是张无忌用来逼林凡妥协的话术罢了 林凡 张教主说的有道理 你身为大夏皇帝 确实不应该如此 郭靖站出来劝道 听到郭靖的话 黄荣再次无脸摇头 别人看不出张无忌话语中的漏洞 他黄荣何等聪明 又岂会看不出 只是他没想到自己这个丈夫 被别人两句话 就给忽悠瘸了 立马站出来 给人家冲锋陷阵 把自己陷入左右为难之境 郭靖继续说下去 会得罪林凡 如果自己站出来揭穿张无忌的话术 又会得罪张无忌 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也就他的丈夫郭靖做得出来了 没看在场其他人都没什么反应吗 郭兄 你哪只眼睛看到朕强抢名女了 朕只是开口询问周姑娘 愿不愿意成为朕的妃子 难道这就叫强抢名女 林凡此话一出 郭靖哑巴了 搞定郭靖 林凡转头看向张无忌 然后细血地开口说道 你喜欢周姑娘 可以跟朕公平竞争 耍这种小手段 真以为朕看不出来 还是把朕当傻子 呸 老鹰逼 当年张三丰张真人百岁大寿 五大门派威逼武当 你一句义父没有死 害死了你自己的父母 现在你有能力了 不仅不替你的父母报仇 还尽力结交五大门派 也不知道张翠山跟鹰素素的 在天之灵会怎么看待你这个儿子 别拿人一当幌子 一个连父母的血海深仇都不报的人 你能指望他是什么好人 你不过就是一个利益至上的利己主义者罢了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的父母死都死了 时间也过去这么久了 就算报了仇 他们也没办法复生 所以就没必要给自己树敌 给自己惹麻烦了 我说的没错吧 张无忌张教主 当年之事只是个误会 还请陛下 不要挑拨我们五大门派 跟张教主的关系 林凡话音落下 没等张无忌反驳 一个老和尚站了出来 开口说道 呦 这不是玄慈吗 朕怎么把你给忘了 林凡一眼就认出了老和尚的身份 正是四大恶人之一 叶二娘的拼头 大宋少林方丈玄慈 说句老实话 他要是不主动站出来 林凡还真就把他丢忘了 不过他玄慈既然要找死 林凡也不介意帮帮他 第六十七章 林凡说叶二娘 玄慈身败名裂 呵呵 不愧是天下少林是一家 大元少林的事 你这大宋少林的方丈 也要来管一管 林凡笑了 同时说道 阿弥陀佛 陛下说的没错 我各大皇朝少林寺 本就是一个门派 您再次挑拨我少林 与张少侠的关系 平僧自然不能不管 玄慈说道 难道我说错了吗 当年威逼武当的 可有你少林寺 朕只是说出事实罢了 怎么就成了挑拨了 林凡问道 阿弥陀佛 陛下说的自然是没错的 只是张少侠心胸宽广 已经不计前嫌 愿意与我五大门派话 干戈为玉伯 陛下又何苦再次挑拨呢 玄慈直了的佛里 再次开口说道 真相就在那儿 当年就是你们 逼死了张翠山根因素素 张无忌不为父母报仇 也是事实 朕只是说出真相 你们少林寺做的 张无忌做的 朕说不得 朕堂堂大下皇帝 说什么 一言一行 难道还需要你少林寺 来指手画脚 告诉朕 是谁赋予你的权利 还是你觉得 你们少林寺很牛逼 朕不敢灭了你们少林 林凡眼含杀气地说道 这 这 这 玄慈慌了 真要是因为他的几句话 得罪了眼前这个煞心 导致少林寺被灭 他玄慈就是少林寺最大的罪人 阿弥陀佛 陛下 是老僧多嘴了 老僧知错 还请陛下不要动怒 放我少林一马 玄慈连忙说道 别他妈一天到晚跟朕阿弥陀佛 真以为当了和尚 你就是什么好人了 这天下德高望重的高僧友 但不多 你玄慈更加不在此恋 而且 别以为你做的那些事 没人知道 林凡看着玄慈 一字一句地道 要知道 如果不是玄慈搞大了叶二娘的肚子 又抛弃了叶二娘 叶二娘就不会变成那个疯子 就不会有那么多婴儿死于非命 陛下此话何意 平僧不知道 陛下在说些什么 叹号与问号平僧先告退了 听到林凡的话 玄慈立马想到了之前的慕容妇 想到了段玉 想到了张无忌 想到了他们三人的下场 于是他立马敷衍了几句 就准备退走 他怕自己再不走 林凡会像对付慕容妇 对付段玉 对付张无忌一样 把他的老底 也全都揭露出来 哼 朕让你走了吗 朕的话还没说完呢 你想走 是不是得问问朕 林凡冷哼道 陛下 老僧知道错了 还请陛下放老僧离去 玄慈慌了 也不阿弥陀佛了 也没了之前的嚣张 语气软了下来 用一副哀求的语气求饶道 希望林凡可以放他一马 晚了 吕布听令 给朕盯好他 他要是再敢动一下 你就给朕砍他一条腿 腿砍没了就砍手 直到他动不了为止 林凡命令道 是陛下 吕布领命 下一刻 吕布拔出长剑 就这样死死盯着玄慈 吓得玄慈一动不敢动 见玄慈老实了 不敢再乱动了 林凡这才继续开口说道 24年 整整24年 玄慈你可知道 这24年 有多少无辜的婴儿 惨死在叶二娘手上 林凡此话一出 很多江湖人士 都有些摸不着头脑 不知道林凡怎么话风一转 说起四大恶人之一的叶二娘了 唯有玄慈知道 林凡话中的意思 24年 叶二娘平均每天 要杀死一个孩子 一年365天 24年 那就是8000多个孩子 各位是不是觉得 这个数字很可怕 不用怀疑 因为很少有一个婴儿 能在叶二娘手上活过一天 不对 也还是有婴儿 能在叶二娘手上活过一天的 比如 跟她那个被人抢走的孩子 长得相似的 但大家想想 又有几个 孩子能跟她被抢走的孩子 长得相似 8000多个婴儿中 又能有几个 该死 这四大恶人之一的叶二娘 竟然杀死了如此之多的婴儿 郭静骂道 是啊 不算不知道 一算吓一跳 24年的时间 可不就是8000多个婴儿吗 黄荣感叹道 不行 等襄阳这边的事情处理完 我一定要去 将这叶二娘找出来 然后亲手将她碎尸万段 替那些无辜惨死的婴儿报仇 郭静捏紧拳头说道 听到郭静的话 黄荣也是点了点头 非常赞同 他也是做母亲的人 他又岂会不懂 那些孩子 被叶二娘抢走的母亲 会有多痛苦 另外 此时场中的江湖人士 也已经无人在纠结 林凡为何会突然提起叶二娘了 而是一个个摩拳擦掌 恨得牙根痒痒 恨不得亲手杀了叶二娘 想要将叶二娘找出来 除了叶二娘这个祸害 以免再有婴儿遭其毒手 见所有人消化得差不多了 此时林凡再次爆出了一个大褂 哼 只听林凡冷哼了一声 随后开口说道 各路英雄豪杰 可能还不知道吧 其实四大恶人之一的叶二娘 跟你们眼前 这位德高望重的少林方丈旋词 是有着一段路水情缘的 也是因为旋词的抛弃 再加上他与旋词的孩子被人盗走 叶二娘才会性情大变 成为了四大恶人之一 变得喜欢以盗取他人孩子为乐 顽腻了在残忍杀害 而作为少林方丈的旋词 消息何等灵通 各大皇朝都有他们少林寺的分支 所以他玄慈又怎会不知道 叶二娘都做了什么恶行 可他玄慈什么都不做 他就这样看着 看着那些孩子被叶二娘盗走 看着那些孩子被叶二娘顽腻了杀死 林凡直接戳破了玄慈与叶二娘的关系 哼 得知玄慈与叶二娘的关系 整个会场又炸了 所有人都用不可思议的眼光看着玄慈 看着这个德高望重的少林方丈 哎 阿弥陀佛 罪过 罪过 万万没想到陛下如此消息灵通 就连老僧二十多年前犯下的错 陛下都能查得清清楚楚 叹了口气 玄慈开口说道 老僧也自知自己罪孽深重 只不过这些事都是老僧的个人行为 与少林寺无关 还请众位江湖豪杰 不要因这件事迁怒于少林寺 玄慈一边说 一边往下脱家沙与僧袍 将僧袍与袈裟放好 玄慈双手合十口送阿弥陀佛 下一刻 玄慈自断心脉 然后一口血喷出 身体软倒在地 就这样死在了场中 方丈 方丈 方丈师兄 剑玄慈就这样死了 在场的少林和尚 一个个大喊着 扑到玄慈的尸身前 嚎啕大哭了起来 就连扫地僧也执了个佛礼 看了玄慈的尸体一眼 阿弥陀佛 第六十八章 大宋大军包围郭福 剑玄慈被自己说死了 林凡根本不为所动 他甚至还有点想笑 一句话说到底 他该死 他要是早早阻止叶二娘的行为 又岂会有那么多婴儿惨遭毒手 他玄慈又岂会有惊天 装瞎子也好 无脸面对叶二娘也好 故意放纵叶二娘也好 反正这都是他的报应 不过就这样 说了一个多时辰 林凡着实有些口渴 于是他取出一瓶肥宅快乐水 就喝了起来 咕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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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爽 林凡大哥 你喝的这是什么呀 怎么黑黑的 好喝吗 能不能给佛儿喝一点 还是个小丫头的郭福 见林凡拿出一瓶肥宅快乐水 一口气干掉了大半瓶 好奇之下跑怪问道 你也想喝 林凡问道 听到林凡的询问 郭福忙不迭点头 拿着 揉了揉郭福的脑袋 林凡又拿出一瓶肥宅快乐水 塞到了小丫头郭福怀里 谢谢林凡大哥哥 高兴地对林凡谢了一声 郭福就准备品尝肥宅快乐水 只是他弄了半天都没能打开 站在一旁的林凡 见郭福鼓弄了半天 都没能拧开肥宅快乐水的盖子 他呵呵笑了起来 感觉这小丫头不刁蛮的时候 还是蛮可爱的 呵呵呵 我来帮你打开吧 听到林凡的话 郭福羞涩地点了点头 然后将肥宅快乐水 重新递给林凡 接过快乐水 林凡轻轻一凝 扑之一声 肥宅快乐水的盖子被他打开 重新递给郭福 林凡开口说道 尝尝 味道还不错 好的 谢谢林凡大哥哥 再次道谢了一声 小丫头郭福 接过已经打开了的肥宅快乐水 对着瓶口 就小小地抿了一口 下一刻 他的表情变了 变得有些精彩 变得有些可爱 然后用他那萌萌哒的大眼睛 看着林凡 林凡大哥哥 这是什么啊 怎么这么好喝 福尔以前为什么从来没喝过 就连听都没听说过 说完不等林凡回答 他又大口大口灌了两口 然后打了个格 满脸写着满足跟幸福的表情 哼 这叫肥宅快乐水 是我们大厦专有的 或者说是镇这个大厦皇帝专有的 其他人也跟你一样没见过 喝不着 林凡笑呵呵地说道 一边的郭静 偶然转头看到这一幕 内心就是咯噔了一下 有种不好的预感 下意识地 就要上前将林凡跟郭福分开 只是还不等他行动 一阵嘈杂声从院外传了进来 隐隐还能听到甲州的碰撞声 就在所有人转头 看向大门方向的时候 一对全副武装的大军冲了进来 看到带头之人 郭静上前打招呼的同时 开口问道 吕文焕将军 你这是何意 郭静 本将军看错你了 你竟然勾结他国皇帝 此话一出 郭静明白过来了 原来问题出在了林凡身上 吕将军 这都是误会 郭静想要解释 只是还不等他说完 就被吕文焕打断 不要说了 本将不想听你解释 不过你放心 念你守护襄阳多年有功 本将不会把你怎么样 只是你不能再继续留在襄阳城了 郭静你回去 收拾收拾东西 尽快离开襄阳吧 吕文焕说道 为何 郭静不甘心地问道 要知道城外还有着近百万僵尸大军 他这个时候怎么能离开 你确定要赶郭走 没有郭静协调江湖人士帮你守城 你觉得你能挡住百万僵尸大军的进攻 注意到这边情况的林凡 见郭静被自己连累 要被驱逐出襄阳 于是开口说道 大下皇帝陛下 不光郭大侠要离开 你也需要尽快离开襄阳 毕竟您并没有向我大宋送出国书 我大宋皇帝更没有批准你入境 您留在襄阳城不合适 末将也承担不起 一旦有人追查下来 末将恐怕人头不保 吕文焕不卑不抗地说道 放肆 我大下皇帝陛下去哪里 什么时候轮到你们大宋来管了 吕布呵斥道 哼 你大下皇帝去哪里 确实不归我大宋管 但你大下皇帝来了我大宋 本将就不得不管了 吕文焕此话一出 吕布立马拔出腰间长剑 见此吕文焕也拔出长剑 双方士兵也同样举起武器 场中瞬间变得剑拔弩张 一副一言不合 就准备开战的架势 住手 都住手 两位吕将军有话好好说 不要做出轻者痛愁者快的事 城外可还有着百万僵尸大军 虎视眈眈呢 郭靖连忙上来劝道 奉仙 把剑收回去 既然人家不欢迎我们 我们走就是了 没有我们的帮忙 希望他们能挡住城外的僵尸大军 林凡知道 想要拿下大宋 现在还不是时候 只有等到他们顶不住僵尸大军进攻的时候 来求到自己的时候 才是自己真正接手大宋的最好时机 当然 林凡也不会真正离开 只是重新从明处转到暗处罢了 住在郭靖府上 难道还能有待在自己的豪华邮轮上乡吗 当然 林凡也可以直接强行拿下大宋 以林凡手上的兵力 完全能够做到 只是没那个必要 明明有兵不血刃的方法 又何必非要动用武力解决呢 等他们坚持不住了 林凡相信 大宋会做出正确的选择 毕竟其他皇朝 可没有多余的兵力帮他们 等他们求到自己头上 到那时 还不是林凡 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哼 收到林凡的命令 吕布哼了一声收回长剑 然后站到了林凡身后 另外 一边的吕文焕 见吕布把剑收了回去 他也是常常松了口气 他也知道 如果真正动起手来 别看吕布那边人少 他带来的人 还真不一定是对手 毕竟人家那边各个都是高手 六百人全都有着大宗师巅峰的修为 更就别提吕布跟下国皇帝了 国兄 实在不好意思 看来是朕牵连了你 害国兄要被驱逐出襄阳 既然大宋不相信国兄 国兄不如跟着朕去大厦吧 林凡邀请道 不了 谢陛下好意 我郭靖生是大宋的人 死是大宋的鬼 岂能因一点不白之冤 就脱离大宋 郭靖回道 算了 既然你执意如此 朕也就不多劝了 说完林凡转头看向周芷若 周姑娘 有缘再见 如果你哪天愿意做朕的妃子了 就来大厦林萧城找朕 朕会在那里等你 嗯 听到林凡的话 周芷若羞涩地点了点头 不过并没有直接 跟林凡走的打算 哈哈 好 朕等你 大笑三声后 林凡就准备离开 只是还不等他台步往外走 小丫头 郭福就跳了出来 然后开口 对郭靖黄荣说道 爹娘 福尔想跟着大哥哥 还请爹娘同意 第69章 一小川不知所踪 临时决定前往大秦 数天后 襄阳城上空的两万米高空之上 林凡的豪华邮轮 还有他的120艘非洲 隐身悬浮在此 此时的林凡 正躺在泳池边的堂椅上玩着手机 旁边放着一大堆饮料零食 不远处 吕布正带人摆弄着烧烤 香气肆意 而小丫头 郭福就躺在林凡旁边的另一张堂椅上 满脸写着惬意 没错 小丫头郭福 最终还是跟林凡跑了 最开始 郭靖是不同意的 还是黄荣站出来 说出了他的担忧 郭靖才同意 毕竟小丫头郭福 跟在林凡身边 总比留在襄阳城要安全得多 襄阳城不知道什么时候 就会再次受到僵尸大军的进攻 大小五在得知 郭福要跟林凡离开 他们立马也表示 也想跟着 只不过直接让林凡给拒绝了 林凡可不想带着那两个憨货 没点用也就算了 时不时还能惹点乱子出来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郭靖最终没有被赶离襄阳 至于原因 就像林凡说的那样 没有郭靖协调江湖人士帮忙守城 只靠大宋军队根本守不住 之后 武林大会也在第二天成功举行 只是这一次没有了金轮法王与霍多的捣乱 武林大会举办得非常成功 而且有黄药师跟红七公的鼎力支持 郭靖再次被选为了大宋武林盟主 至于黄肠跟扫地僧两名陆地神仙强者 他们并没有当武林盟主的想法 不然 以这二人的实力 武林盟主的位置根本轮不到郭靖 陛下 陈无能 没能在襄阳城中找到一小川的身影 高腰单膝跪地 跪在林凡面前汇报道 嗯 不应该啊 以锦衣卫的能力 只要一小川还在襄阳城 不可能找不到 林凡疑惑地说道 下意识地动用神识 再次扫描了一遍襄阳城 林凡果然也没找到一小川的身影 呵呵 运气还真是好啊 怪不得高腰没能找到一小川呢 原来那一小川早就离开襄阳城了 林凡笑着想道 好了 高腰你起来吧 这件事不能怪你 那一小川已经不在襄阳城之中 没能抓住他 不是你的错 林凡说道 该死 竟然让一小川给跑了 陛下接下来 我们该怎么办 高腰站起身问道 怎么办 当然是去找他了 林凡说道 可是陛下 我们并不知道一小川去了哪 这个世界又如此庞大 我们该如何寻找 高腰苦恼地道 哈哈 这还不简单 高腰你可还记得 正给你传书的记忆中 一小川离开项羽的目的吗 林凡问道 当然记得 陛下您是说 一小川去了汤屋山 反应过来的高腰回道 没错 而且可能性很大 另外 就算我们没能在汤屋山 找到一小川 这一趟 我们也不算白跑 我们可以训到去一趟秦皇宫 帮你把小月要回来 反正迟早都是要去的 林凡说道 大哥哥 我们这是 要去大秦吗 佛儿还没去过大秦呢 佛儿也要去 小丫头郭福说道 好好好 一起去 而且朕也没说过 不带你去呀 你激动什么 林凡回道 呵呵 佛儿这不是怕林凡哥哥 丢下佛儿吗 郭福撒娇道 好了好了 不说这个了 林凡哥哥 我们什么时候出发 郭福再次撒娇地问道 郭福已经有些迫不及待了 他早就听说过大秦那边的女侠 穿的衣服跟大宋这边不同 特别好看 听说还有什么高跟鞋 什么丝袜 好奇心特别重的小丫头郭福 早就想见识见识了 不着急 等朕做点安排 然后立马出发 林凡说道 下一刻 他一通电话拨给了项羽 主公有什么吩咐 电话那边接起电话的项羽问道 也没什么大事 就是朕要离开襄阳城几天时间 林凡说道 陛下 可否需要末将半价保护 项羽听说 林凡要离开襄阳城 于是开口问道 暂时不需要 没什么大事 朕身边有旅部就够了 项羽你就留下来 帮朕监视襄阳城的一举一动吧 顺便帮我保护一下几个人的安全 林凡说道 不知陛下 要末将保护的都有谁 还请陛下明示 项羽问道 嗯 有峨眉派的周姑娘 还有 林凡道 其实就是那些女侠们 那些女侠可都是林凡的目标 只是还没来得及接触 林凡又怎能不安排人 好好保护起来呢 是陛下 末将明白了 挂断电话 林凡命令道 奉先通知驾驶舱 我们去大秦 是陛下 不久后 豪华邮轮脱离了舰队 往大秦方向而去 就这样 林凡离开了大宋 时间过得很快 现在是第二天的中午 经过一天一夜的飞行 此时的豪华邮轮 也已经来到了大秦边境 豪华邮轮的餐厅中 林凡正在跟小丫头郭福 享用午餐 吕布突然走了进来 什么是这么匆匆忙忙的 林凡问道 回陛下 我们下方有一个城池 有数千僵尸正在进攻他们 其中有一只二代僵尸 几只三代僵尸 剩余的都是五代僵尸 看样子 他们快要坚持不住了 吕布说道 是大秦的城池吗 应该不是 无论是他们的建筑风格 还是服装 都不像是大秦的风格 倒是有些像西域那边的风格 吕布说道 哦 大秦边境 竟然还有这样一座城池 这倒是有些奇怪 林凡好奇得到 不过林凡有一个猜测 这下面的城池 会不会是图安国的某座城池 甚至就是图安王城 至于林凡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猜测 原因很简单 因为原著中图安国的建筑风格 就跟西域那边十分相似 而且这座城池出现在大秦的边境 不得不让林凡有这样的猜测 没有犹豫 林凡放下手中的筷子 就往外走去 他倒要看看自己的猜测 到底对不对 来到甲板上 林凡看着下面的僵尸围城 随后他动用自己的神石 就开始对下方的整座城池 扫描了起来 第七十章 僵尸图安国的危机 父王我们该怎么办 那些吸血的怪物已经进城了 金将军快撑不住了 要不了多久 那些吸血怪物就能杀到王公 玉树公主抓着他母后的手 看着自己的父王开口说道 唉 本王能怎么办 按照道理 我们图安国家在大宋跟大秦中间 在两国边境没有失守的情况下 那些怪物不应该来到我们图安国才对 图安王在王公中来回踱步 愁眉苦脸叹了口气说道 要知道 他图安就是一个小国 总人口不过七八十万 总兵力不过十万 又没有什么实力强大的高手 实力最强的金将军 也才宗师出其修为 怎么能挡得住数千怪物的进攻 那些怪物是今早出现的 短短数个时辰时间 他图安国的十万大军 就已经损失了大半 现在就剩四万多人在苦苦支撑 想必要不了多久 这四万多人也将会全军覆没 可图安王不知道的是 等到了晚上 那些被咬死的士兵 就会被尸毒控制 同样化作那些吸血的怪物 到那时 就不是几千吸血怪物了 而是数万僵尸大军 玉树 王后 本王是图安国的大王 本王不能抛弃自己的子民 本王必须留下来 跟自己的子民在一起 而你们不同 你们只是两个女人 留下来也只是白白送死 所以 本王希望你们可以离开 趁那些怪物 还没有彻底攻破王城前 这也是你们唯一离开的机会 图安王说道 王上 你是图安国的大王 不能抛弃图安国的子民 我身为图安国的王后 又岂能抛下图安国的子民 还请王上 让臣妾留下来陪伴您 一起面对那些怪物 就算死臣妾也要跟王上死在一起 说完 王后看向玉树 再次开口说道 玉树 母后不能跟你一起离开 你不要恨母后 母后也是没办法 毕竟哪有一国王后 抛弃自己的子民的 以后就剩你一个人了 你要好好保护自己 好好活下去 图安王后 眼中满是不舍地说道 同时 她眼中还有着化不开的担忧 毕竟玉树还有几个月才成年 一个女孩子在这样危险的世界 失去了她们的庇护 未来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 谁也不知道 父王 母后 玉树不走 玉树要跟你们在一起 玉树眼中的泪水 如珍珠般落下的同时 开口说道 胡闹 父王母后是不能离开 你留下来干什么 留下来送死吗 图安王呵斥道 不 我就是不走 我要跟父王母后在一起 就算是死我也不离开 玉树公主倔强地说道 哼 这可由不得你 金将军 图安王哼了一声 然后开口喊道 大王 听到图安王的喊声 金将军带着数十人走进了王宫 金将军 公主就交给你了 赶快带她离开 再晚就走不了了 是大王 末将这就带公主离开 还请大王王后保重 嗯 去吧 保护好公主 图安王点了点头说道 玉树 记住母后的话 好好保护自己 好好活下去 图安王后 最后看了一眼玉树公主 然后开口说道 来人 带上公主我们走 金将军命令道 是 将军 很快有两名侍卫 一人一边架着玉树公主 就往外走 不 父王母后 求你们了 玉树不要离开你们 被架着往外走的玉树公主喊道 同时 玉树公主还在拼命挣扎 因为她知道这一别就是永别 她将再也见不到她的父王母后 公主你就别挣扎了 王上王后也是为了你好 是为了能让你活下去 你真的要辜负他们的好意吗 金将军劝说道 不我不管 金将军你让他们放开我 我要回去跟父王母后在一起 公主这可不行 王上王后的命令 是让末将带你离开 所以 末将是不会放你回去的 还请公主安静一点 以免把那些怪物引过来 金将军说道 说完 他就准备强行带着玉树公主 离开王城 可就在这时 一个巨大的阴影 笼罩住了整个王宫 抬头看过去 金将军一行人被吓了一跳 只见一艘巨大的船 正悬浮在王宫的上空 没错 那艘船正是林凡的豪华游轮 下一刻 几道粗大的光束 射出的光柱 直接命中了那些 正在攻城的数千僵尸 豪华游轮转动方向 光束横扫过去 数千僵尸 瞬间被烧成灰烬 只有几只实力比较强的 还有一些攻入图安王城的僵尸 逃过了一劫 而且由于光束威力太大 温度太高 光束所过之处的地面 瞬间下陷了近百米 形成了一个半圆形的大坑 坑底的泥土 直接被烧成了结晶体 就像一大面镜子 我们活下来了 我们活下来了 看到这一幕的图安国剩余的士兵 全部举起武器欢呼 然后拼命地冲向那些 仅剩的百十只僵尸 奉献 你下去一趟 把那只二代僵尸 跟几只三代僵尸干掉 那些图安国的士兵 不是他们的对手 林凡命令道 是陛下 臣这就去 下一刻 吕布化作了一道残影 冲出了豪华游轮 直奔那只二代僵尸 不等那只二代僵尸 反应过来 一起将他的脑袋砍了下来 随后 吕布又找上那几只三代僵尸 以同样的方式将其削手 至于剩下来的近百只五代僵尸 吕布没去管 太垃圾 不值得他出手 天佑我图安 天佑我图安啊 图安王激动地喊道 喊完他立马跪了下来 对着林凡的豪华游轮 对着吕布就磕起了头 把吕布当成了下凡 拯救他图安国的天神 父王 母后 危机解除 跑回来的玉树开口喊道 快 玉树 快来跟父皇一起磕头 图安王说道 好的父王 答应一声 玉树公主就准备跟着图安王 一起给吕布磕头行礼 卧槽 可玉树公主这动作 给吕布吓得粗口都爆出来了 别人不知道 林凡为什么出手 她还能不知道吗 这玉树公主 未来绝对会成为她大下的皇妃 要是真让未来的皇妃 给自己磕了头 她吕布以后还怎么再大吓混 第七十一章 带走玉树公主 可还不等吕布上前阻止 同样看到这一幕的林凡 瞬间消失在了豪华邮轮之上 等林凡再出现时 她已经来到了玉树公主身前 直接一只手托住了玉树公主 阻止了玉树公主要下跪的动作 下跪的动作被人打断 双手被人托住 玉树公主抬头看了过去 下一刻 玉树公主的心脏扑通跳了一下 她何曾见过如此俊美的男子 玉树公主眼睛一眨不眨的 看着眼前的这个帅气男人 粉塞慢慢变红 内心小鹿乱撞 公 公子 男女瘦瘦不轻 你是不是先把我的手放开 玉树公主红着脸 强忍着不舍 开口说道 要知道 图安是个小国 处于偏僻之地 族人常年以放牧为生 每个人从小受尽了风吹日晒 个个长得是五大三粗 她什么时候见过如此俊美的男子 听到玉树公主的话 林凡确实松开了手 但看着玉树公主那红扑扑的小脸 林凡没忍住 直接上手捏了一下 嗯 真软 林凡在内心赞道 大胆 拿开你的脏手 我图安国公主 其实你的脏手 能随便触碰的 刚赶到这里的金将军 看到这一幕 拔出腰间 弯刀直指林凡 开口喝道 你大胆 你竟敢如此跟我大下国皇帝陛下说话 还敢拿刀指着我大下皇帝陛下 你是不想活了 而且 若不是我大下陛下仁慈 下令解决了那些僵尸 你图安国今日必定灭国 你不死感恩也就算了 既然还拿刀指着我家陛下 你简直该死 就应该 让你们 全部死在那些僵尸的手上 吕不怒道 不过没有林凡的命令 他也没有轻举妄动 误会都是误会 金将军还不赶快把刀放下 过来给大下皇帝陛下磕头认错 反应过来的图安王 连忙开口说道 您是大下皇帝陛下 被林凡捏了一把小脸的玉树公主 用水汪汪的眼睛看着林凡 语气软软诺诺地开口问道 是朕 玉树见过陛下 还请陛下饶过金将军这一次 他也是护主心切 玉树也开口求情道 呵呵 好 听爱妃的 林凡笑着说道 林凡此话一出 每个人的表现都不同 玉树公主是变得更羞涩了 图安王跟王后是内心窃喜 吕不心想 果然不出自己所料 只有金将军双眼喷火 要知道 如果林凡今天没有出现 他将有机会带走玉树公主 玉树公主也终究会成为他的女人 可林凡的出现改变了一切 金将军多么希望 林凡没有出现 哪怕代价 是图安国被灭国 只要能跟玉树公主在一起 他什么都不在乎 金将军你在想什么 还不快感谢大厦皇帝陛下宽宏大量 图安王见金将军跟个傻子一样站在那 不悦地说道 多谢大厦皇帝陛下不杀之恩 听到图安王的话 金将军不情不愿地给林凡行了个礼 林凡没有理会不情不愿的金将军 而是转头看向图安王开口说道 这欲册封玉树作镇的妃子 不知图安王如何看 这是玉树的福气 小女能被陛下看上更加是她的荣幸 本王自然没有什么意见 图安王说道 王后也是在旁边点头 表示她也没有意见 那你的玉树 愿不愿意做镇的妃子 听到林凡的询问 玉树先是羞涩地点了点头 然后开口说道 全凭陛下与父王母后做主 玉树没有意见 哈哈 那从今天开始你 就是镇的妃子了 林凡大笑着 将玉树公主搂进怀里 然后开口说道 搞得玉树公主 又是一阵脸红 笑过一阵后 林凡再次开口了 只听林凡开口问道 图安王可有儿子兄弟 儿子没有 弟弟倒是有一个 不知陛下为何会有此问 是这样的 玉树既然成了镇的妃子 镇自然不会继续 把你们夫妻留在这 你们自然也是 要跟镇去大厦的 可本王走了 图安怎么办 这就是镇问你 有没有儿子或兄弟的原因了 既然你没有儿子 玉树嫁给了镇 也不会回来继承你的王位 你还不如早点将王位 传给你那个弟弟 毕竟要是把你们夫妻留在这里 玉树也不会安心跟镇离开 林凡说道 听到林凡的话 图安王虽然有些不舍他的王位 但最终还是点了点头 同意了林凡的意见 至于王后 经过刚才的生死离别 他是再也不想跟自己的女儿 玉树分开了 所以他自然也不会拒绝 就这样 众人达成了一致 不久后 图安王的那个弟弟 还有图安国的文武大臣 被召进了王宫 随后在一个简易的仪式下 图安王将王位传给了自己的包弟 弟弟王位就交给你了 好好对待图安的子民 玉树的父亲 原图安王说道 大哥你就放心吧 我会好好对待图安国的子民的 大哥大嫂 你们保重 新任图安王说道 兄弟两个告别 回去收拾了一番 便宜老丈人丈母娘 便带着百十个护卫 几十个侍女 跟林凡上了豪华邮轮 要带走的东西 也被林凡收尽了储物戒指 其实就是一些金银珠宝 豪华邮轮再次升空 再次往大秦出发 来到大秦边境 林凡再次看到了 僵尸围城的场面 细细用神识扫描了一下 林凡得知僵尸大军的数量 分别是一代红眼僵尸三只 二代绿眼僵尸数十只 三代黄眼僵尸数百只 四代黑眼僵尸数千只 五代白眼僵尸就多了 足足有着二百多万只 大秦那边人更多 普通军队近五百万 各路武林高手也有着十几万 城头上还有着数千只机关兽 有白虎 有大蛇 有飞鸟 陆地神仙境强者有着 阴阳家东皇太一 道家老天师 儒家当代儒圣 三家天人强者 也不比僵尸那边少 同样有着数十位 至于大宗师强者 那就更多了 不会低于数百人 这也是他们能挡住 僵尸大军进攻的原因 第七十二章 三千锦衣卫包围一小川 豪华邮轮没有停留 就这样隐身跨过了下方的巨城 双方也都没有发现 豪华邮轮 发现林凡的存在 数天后 汤屋山上空 林凡的豪华邮轮 停在两万米的高空 观察着山顶上的一间茅草屋 等着一小川的出现 值得一提的是 好巧不巧 在赶往汤屋山的路上 林凡撞到了神话剧情中 吕宫一家遇到山贼的桥段 之后在林凡的一番操作下 数十名山贼被杀 吕制吕素二女 也成功被林凡收入后宫 因照顾一小川感染瘟疫而死 吕制也不用再嫁给刘邦那个地痞流氓 目前吕宫一家 也在林凡的豪华邮轮上住了下来 还有就是 林凡将在他小世界中的 小龙女 王雨嫣 阿珠 阿碧 召唤了出来 没有再让他们继续留在小世界里面 毕竟小世界里面太无聊了 林凡怕把他们给憋坏了 毕竟王雨嫣阿珠阿碧 可不像小龙女 能在古墓里面 一住就是十几年 陛下 这都一个星期过去了 一小川怎么还没有出现 拿着望远镜 看着下面茅草屋的高腰 开口问道 急什么 反正也无事可做 多等两天呗 而且一小川的速度 怎么可能有豪华邮轮的速度快 想必他现在还在路上呢 躺在躺椅上晒着太阳 玩着手机的林凡说道 林凡一脸写着惬意 丝毫不着急 就这样 时间又过去了十几天 终于在某一天的上午 有一人牵着一匹马出现了 来人不是别人 正是一小川 只见一小川牵着一匹马 嘴上叼着一根狗尾巴草 口里哼着不知名的小曲 目标直指山上的茅屋 一小川啊 一小川 你终于还是出现了 这次我可不让你再逃了 高腰兴奋的道 听到高腰的声音 不远处躺在躺椅上的林凡 也用神石扫了一下 确认了下方的正是一小川 陛下 我这就去带人把他抓起来 绝不给他再次逃走的机会 高腰迫不及待地说道 好你去吧 对了 别忘了 把那北岩山人也给朕抓起来 正怀疑他是一老川 林凡提醒了一句 是 陛下 山顶茅草屋 一小川来到了这里 看着空无一人的院子 一小川开口喊道 有人吗 有没有人啊 下一刻 一个小道童从草炉里面走了出来 只是当他看到只有一小川一个人的时候 小道童不由地皱了皱眉 心想 师父不是说会有两个人前来吗 怎么只有一个人 难道是自己听错了 小道童在内心想道 你好 请问这里是北岩山人的住所吗 见到小道童一小川开口问道 没错 这里正是家师的住所 另外请问先生是不是从千里之外而来 小道童问道 想要验证一下有没有弄错人 毕竟师父说的是两个人 现在只有一个 没错 你怎么知道 一小川好奇地问道 是这样的 家师不久前说过 今日会有贵客到来 而且是从千里之外而来 小道童拱手回道 卧槽 你师父这么厉害 竟然连我今天要来都能算到 那你师父在哪 能带我去见他吗 我有很重要的事情 想见一见北岩山人 向他询问 一小川震惊道 师父早就算准了 您今日会前来 会走进这个院子 还请您先喝了这杯银克茶 小道童给一小川 倒了一杯茶的同时 开口说道 你师父还真是厉害 不仅算到了我今天会来 竟然连茶都准备好了 厉害 厉害 不愧是高人 结果茶一小川一饮而尽 将茶杯里的茶水 喝得一滴不剩 一小川放下茶杯 胡乱用袖子擦了擦嘴 随后再次开口说道 小道童 现在能请你师父出来了吗 或者你带我去见他也行 恐怕不行 师父说 您今天是为了一件宝物而来 还请您再喝一杯安神茶 伤完物造后 才能告诉你答案 说完小道童 又给一小川倒了一杯茶 又喝茶 犹豫了一下 一小川还是端起了 那杯安神茶喝了下去 喝完一小川打了个宝格 再次开口说道 现在可以把你师父请出来了吧 其实师父一个月前 就出去云游四海了 现在并不在家中 小道童说道 什么意思 你师父既然算到了我要过来 他为什么不肯见我 而且还让我喝了这么多茶 算了 你也不要再故弄玄虚了 你就直接告诉我 你师父什么时候回来就行了 大不了我在这等几天 一小川说道 我也不知道师父的归期 不过师父留下一句话 请您一个甲子之后再回来相见 到时一定将宝盒交给您 小道童说道 你耍我是不是 你知道一个甲子是多长时间吗 你让我一个甲子再过来相见 我今年快三十岁了 你确定我能活到那个时候 一小川失去了理智 揪着小道童的衣领子 就是一阵质问 就是一阵怒吼 先生 还请您不要冲动 我也只是一个传话的 您跟我说 再多也没有用 同时 小道童心想 师父就在屋里 他不想见你 我能有什么办法 可以小川现在已经失去了理智 哪里还能听得近 小道童说的话 只是机械地摇着小道童 要知道 他可是横跨了数千里 才找到这汤屋山的 终于找到了线索 在小道童口中 听到饱和的消息 可现在小道童 却让他一个甲子之后再来 他怎么能不失去理智 就在这时 一队有着三千人 全副武装的锦衣卫 将整个草堂给包围了起来 三千锦衣卫的动静 很快就惊动了一小川两人 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转头看过去 注意到锦衣卫身上的装备 一小川傻了 因为他在这些人身上 看到了很多 M416步枪 比如那防弹衣防弹头 再比如锦衣卫脚上穿的皮靴 那可都不是这个时代的产物 你们是什么人 为什么身上会有这些东西 难道你们也是穿越过来的 那你们知道 怎么穿越回去吗 一小川放开小道童 迫不及待地问道 第73章 抓住一小川 一老川出现 见一小川一脸激动地凑过来 所有锦衣卫 同时举起手中的M416步枪 对准了一小川 咔咔咔 拉栓上堂声不绝于耳 别激动 别开枪 见到锦衣卫的动作 一小川连忙举起手往后退 同时开口说道 一小川算是怕了 作为一个现代人 他还是知道枪械的威力的 别说他的实力只有先天巅峰 就算跨入宗师 也就能挡住几把枪的同时射击 数千把枪还是算了吧 这时 锦衣卫中间让出一条通道 高腰同样穿着一身锦衣卫的作战服 单手压着腰间的手枪走了进来 脖子上还挂着一个望远镜 显得骚包无比 高腰怎么是你 他们是你的人 举着双手的一小川问道 没错 他们都是我的手下 怎么样威风吧 高腰看着一小川细血地说道 威风你大眼 快点让你的人把枪放下 我都快被他们吓死了 一小川放下双手 拍了拍胸口美好气得道 一小川 是谁让你把手放下来的 给我把手举起来 老子数到三 你要是不把手举起来 我就命令开枪 高腰眼神一利 拔出腰间的手枪 指着一小川开口说道 老高你什么意思 我们这么多年的兄弟 你这么对我 碰 一小川话音刚落下 高腰开枪了 一枪打在了一小川的腿上 哎呀呀 一小川不敢置信地 看了一眼高腰 看着高腰手中 还在冒烟的手枪 随后发出了阵阵惨叫 老高你疯了 你绝对是疯了 疼死我了 一小川抱着自己 被子弹打穿的那条腿 惨叫的同时 对着高腰 就是一阵怒骂 哈哈 没错 我是疯了 但那都是被你逼疯的 是你一步一步 把我逼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高腰向着大反派狂笑着 歇斯底里地说道 你在胡说什么 我什么时候逼你了 你不会因为我跟高兰分手 就这么对我吧 高腰 我们可是兄弟啊 你竟然开枪打我 一小川不解地说道 一小川都怀疑 高腰是不是疯了 就因为他跟高兰分了手 高腰就这么对自己 甚至对自己开枪 兄弟 狗屁的兄弟 你一小川 哪一点配得上 做我高腰的兄弟 还有你没资格 在我面前提高兰 高兰对你多好啊 你竟然甩了他 在外面鬼混 听到一小川提高兰 高腰更愤怒了 砰砰 又是两枪 打在了一小川 另外一条腿上 再次中了两枪 一小川的两条腿 鲜血鼓鼓流出 同时 他的惨叫声更大了 让一小川更没想到的是 他仅仅是提了高兰的名字 高腰就再次打了他两枪 同时 一小川还想不通 高腰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手下 而且还装备了这么多热武器 记住 不要在我面前提高兰 你一小川不配 高腰你大眼 老子就是甩了你妹妹 你就这么对老子 王老子一直把你当兄弟 我一小川看错你了 一小川怒吼着说道 哈哈哈哈 你把我当兄弟 一小川 你要不要听听你自己在说什么 你一小川多么自恃甚高 你会把我一个小厨子当兄弟 骗人也要有个限度 高腰被一小川的话气笑了 反讽道 我跟你一起 穿越到这个世界 应该有三年多了吧 你知道我这三年是怎么过的吗 我无时无刻不再找你 一边乞讨一边找你 脚下的鞋子磨破了不止时双 可你呢 你一小川摸摸你自己的良心 这三年中 你可曾找过我 哪怕有想起过 我这个你口中的兄弟 你说啊 高腰质问道 我我我 一小川被高腰问得无话可说 哈哈 无话可说了吧 承认吧 你一小川从来就没把我高腰当过兄弟 你一小川多么高贵 你一小川多么清高 你一小川多么了不起 我只是一个小厨子 你又怎么会承认有我这样一个兄弟呢 高腰肆意大笑 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他笑自己傻 他为自己感到不值 笑自己竟然把一小川这样的人当兄弟 还把自己的妹妹高兰介绍给他 不不不 你高腰就是我一小川的兄弟 我一小川也从来没有过瞧不起你 高腰你太自卑了 你太阴暗了 你怎么能这么想我 我一小川是什么人 相处了这么多年 你还不知道吗 一小川辩解道 哈哈 你不承认没关系 我有证人 给我上 把里面那老东西给我抓出来 高腰对着几名锦衣卫一挥手 命令道 是 几名锦衣卫领命就往草庐里冲 站住 你们站住 你们不能进去 你们不能进去 你们怎么能随便乱闯 见几名锦衣卫想要冲进草庐 小道童阻拦道 滚开 锦衣卫一脚踹飞小道童 直接冲进了草庐 哄 只听哄的一声 下一刻 刚冲进草庐的几名锦衣卫 以更快的速度倒飞了出来 随后 一个身形跟一小川 有着九成相似的老者 头上带着斗笠 从草庐里面走了出来 此人不是别人 正是北岩山人 或者说是老年一小川 师父 他们这些人太过分了 不仅擅自闯进来 他们还打人 见自家师父北岩山人 从草庐里面走出来 小道童开口告状道 为师知道了 你先退下吧 北岩山人回了一句 是师父 应了一声 小道童没敢再停留 躲进了草庐里面 等小道童进了草庐 北岩山人眼神复杂地 看了一眼高腰 他的眼神中有挣扎 有不解 也有一丝怨恨 如果不是高腰 天宫不会坍塌 玉树也不会死 这个世界也不会再进入轮回 他将会跟玉树 在二十世纪长相厮守 可现在轮回被打破了 高腰没有按原先的剧情走 未来也将变得不可控 剧情偏离 这一世的自己 是否还能在图安国 遇到玉树公主 又可否 还能在始皇帝 第三次巡游的时候 服下长生药 第七十四章 易老川说出真相 崩溃的易小川 哼 你终于舍得出来了 怎么不继续藏着了 高腰笑着说道 轮回既已被打破 我还有藏的必要吗 易老川揭开头上的斗笠 看着高腰说道 你 你是谁 你为什么会跟我长得这么像 看到易老川的容貌 易小川惊讶地问道 哼 陛下果然没猜错 真的是你 高腰死死盯着易老川说道 哦 有人猜出了我的身份 怪不得你没有按援助走 原来是有人指点 易老川说道 哈哈 按援助走 再变成那个无根之人 再成为那个大太监赵高 成为你的踏脚石 让你抱得美人归 让你获得长生药 你不要做梦了 高腰愤怒地说道 哼 这可由不得你 如果是两千年后的那个高腰 还能跟我斗一下 现在的你 还不是我的对手 虽然你手下这些人实力还不错 但还保不住你 只要你愿意按照援助剧情走 这一事 我可以保你不成为太监 我们还是好兄弟 如何 而且 你也不是不可代替的 只是麻烦了一点 易老川说道 语气中满含威胁 意思只要高腰敢说个不字 他就杀了高腰 然后找个人代替高腰 去走高腰的剧情 哈哈 提议不错 不过先不着急 易小川说我疯了 想知道我为什么对付他 你作为前世的他 知道一切 你跟他讲讲 让他知道 知道我为什么要对付他 为什么会开枪打他 高腰笑着提议道 有必要吗 易老川看了一眼高腰 开口问道 当然有必要 如果他不知道真相 我开枪打了他 他肯定会对我心存恨意 又如何走剧情 你不怕剧情走歪了 你可以不说 高腰用戏谑的语气说道 听到高腰的话 易老川皱了皱眉 不过他觉得 高腰说的有道理 如果易小川 对这一世的高腰心存怨恨 确实不利于剧情发展 于是 他便开始讲述起了 原著中的剧情 他说起了 前世的自己 跟前世的高腰一起穿越 说起了遇到项羽结拜的事 说起了救下旅公一家的事 听到易老川的讲述 易小川的眼睛瞪得越来越大 满脸写着不可置信 不过没人理他 易老川还在继续说 接下来 易老川说起了 他是如何感染上了瘟疫 吕肃又是如何为了救他 也感染上了瘟疫 是如何找到的 高腰跟催蚊子 又是如何将 唯一一份治疗瘟疫的 要让给他 自己却死了 不对 你之前说的确实 跟我的经历一样 但我并不认识什么吕肱 吕智 吕肃 更没有感染过瘟疫 我也不认识什么催蚊子 易小川出来打断道 哼 那不是废话吗 陛下早就知道了一切 又怎么会让你害死吕肃姑娘 吕肃一家早就让我们陛下 给救了 你自然不会碰到吕肃姑娘 就如同我也没有按照原著剧情 在那个被感染瘟疫的村子 跟你碰面一样 高腰嘲讽地说道 是这样的吗陛下 如果不是你救了我 我会为了那个男人 感染瘟疫而死 在豪华邮轮监控室中 通过锦衣卫生上的监视器 看着下面一切的吕肃 对着林凡开口问道 没错确实如此 因为他救了你们一家 让你免遭了山贼玷污 你全心全意地爱上了他 甚至不惜为他去死 放弃自己的生命 但你的爱并没有得到他的肯定 在你为他而死后 他在你的葬礼上说出了 你为我而死 但我却不是为你而生 林凡说道 混蛋 他怎么能这么无情 这个易小川简直该死 吕智搂着自己妹妹吕肃 开口骂道 同样看着这一切的 小龙女 王雨嫣 郭福 阿珠 阿碧 玉树公主 一个个都是义愤填膺 开始痛骂易小川那个渣男 视线重新回到下方草庐 高腰在回答了易小川的疑惑后 易老川 再次讲述了起来 易老川讲到了 两人一起上汤屋山 却得到 要等一个甲子 才能拿到饱和的消息 讲述了二人 是如何再次遇到刘邦 刘邦又是如何灌醉二人 将二人冲了摇曳 讲述了高腰成了太监 易小川被发配修长城 讲到了易小川 如何被图安国劫走 又是如何爱上了玉树公主 一直讲到了两千年后 讲述了自己是 如何跟高腰斗了两千年 不可能 那是骗我的对不对 易小川不相信地说道 怎么不可能 这就是未来要发生的事情 你伤害了那么多人 你害死了爱你的吕肃姑娘 你把我对你的兄弟之情 当成了利用我的工具 你还害死了你的结拜大哥项羽 你明明知道 鸿门燕杀不死刘邦 项羽就会被刘邦逼到乌江自问 你还是劝说项羽 在鸿门燕上放走了刘邦 你伤害了蒙田 蒙田把你当亲弟弟 你又何曾把他当成过大哥 小月喜欢你 你又是如何伤害小月的 你告诉我 我应不应该一枪打死你 住口 你再说他会精神崩溃的 易老川恶狠狠地瞪着高腰 厉声呵斥道 哈哈 这不是很好吗 反正我今天本来就是来杀他的 他要是疯了 还能少一些痛苦 死的时候不至于那么恐惧 高腰笑着说道 你想反悔 易老川眼神不善地看着高腰 开口问道 反悔 我答应过你什么吗 高腰反问道 哼 既然你不愿意配合按照原著剧情走 那我也只能来应的了 你也不希望小月死得不明不白吧 易老川威胁道 易小川你还是人吗 小月那么喜欢你 你竟然拿他来威胁我 高腰质问道 哼 我从头到尾喜欢的只有玉树 小月我最多拿他当妹妹看 但如果你不愿意配合 我也不介意少一个妹妹 易老川语气声冷地说道 咦 好恶心 这世上怎么会有这样的人 小丫头郭福说道 同时用可怜的目光 看着坐在旁边的玉树公主 同样的 玉树公主也被恶心到了 怎么也想不到 前世的自己竟然会喜欢这样的人 第75章 幕后黑手崔文子出现 易老川的实力 好了别那么多废话 做出选择吧 死 或者按照我给你写好的剧本走 不过在做出选择前 你要考虑清楚 选择死亡 要死的可不止你一个 还有小月 另外 你别忘了 宝盒可是在我手上 高兰能不能活 就看你接下来的选择了 易老川威胁道 甚至威胁高腰 要穿越道2000年后 杀死高兰 不可能 宝盒不是要等一个夹子后 才能使用吗 没有天心能量 你拿什么启动宝盒 高腰质疑道 哈哈 天真 你还真以为 宝盒要等一个夹子之后 才能使用 那都是骗你们的 轮回了那么多次 宝盒储存的能量 别说带我去2000年后 就算往返数十次 也不成问题 易老川哈哈大笑着说道 什么意思 什么轮回了那么多次 高腰皱着没问到 同时 高腰的脑海中 出现了一个可怕的猜测 哼哼 既然你问了 我也不妨告诉你 其实我并不是上一个轮回的易小川 上一个轮回的易小川 早就已经被我给杀了 杀了他之后 我代替他活了2000年 然后看着这一代的 你跟易小川出生 再跟你们一起穿越回来 等着天心坠落 等你们把剧情走完 到那时 就是这一世的易小川的死期 而再次吃下长生药的我 可以再活2000多年 而这才是真正轮回的意义所在 至于你将有幸 以残缺之身 活到2000年后 然后在天心能量 即将耗尽前 天宫坍塌的那一天 完成你最后的使命 衰老而死 哈哈 说完 易老川大笑出声 卧槽 你还真是个狼面 自己杀自己 我还是头一次听说 长见识了 听完一切的真相 高腰目瞪口呆的道 哼 杀了他又如何 只有我才是真正的易小川 他不过是我获得长生的道具罢了 只要杀了他 服下属于他的那一份长生药 我就可以再活2000多年 何乐而不为 易老川冷哼一声 看着已经心里崩溃 变成了一个傻子的易小川 没办法走剧情的易小川 他面色癫狂地说道 不过无所谓 高腰他可以找人代替 易小川的戏份 他也可以亲自出演 长生药他势在必得 只有得到长生药 再活2000年 他才可以把轮回继续下去 然后一直活下去 哦 是吗 怪不得我感觉这几次轮回 有些不对劲 原来你也在通过这种方式 获得长生 不过我很好奇 你是怎么想到这个办法的 崔文子拿着一个酒壶 走进院子开口问道 崔文子 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易老川惊讶地问道 当然是因为发现了你的不正常 我才会出现在这里 崔文子打开葫芦喝了口酒 然后开口说道 哼 你发现了又如何 你不觉得太晚了吗 虽然 你比我轮回的次数多 活的时间比我长 但这个世界的上限就是破碎虚空 十几次轮回我已经达到了这个级别 成为了一名破碎虚空强者 你现在奈何不了我了 而且我获得长生 对你也没什么影响 不如我们联手 将剧情恢复到原点 保障轮回继续进行 如此我们也能继续活下去 易老川说道 嗯 办法是不错 但这个世界的长生者 有我一个就够了 你还是去死吧 花音落下 崔文子出手了 身上爆发出来的气息强的可怕 什么陆地神仙强者 放在他面前 就如志同一般 不堪一击 别逼我 就算你比我强那也有限 毕竟我也跟你一样 是破碎虚空强者 逼极了大不了我们同归于尽 易老川见崔文子向他杀来 连忙再次开口说道 哈哈 同归于尽好可怕呀 做得到你就试试 崔文子一掌 拍向易老川的同时 开口说道 见崔文子油盐不尽 易老川也不再犹豫 同样运起破碎虚空的修为 一掌拍向崔文子 只可惜 他活的时间没有崔文子长 在破碎虚空这个境界的积累 也没有崔文子身后 也因此 两人虽然都是破碎虚空巅峰 易老川却根本不是崔文子的对手 两掌相对 真气涌动 他直接被崔文子一掌拍飞数千米 见自己不是对手 易老川稳住身形 就准备逃走 甚至连狠话都不敢放 可他想逃 崔文子又怎会同意 崔文子再次一掌拍了过去 打断了易老川准备逃跑的动作 不要逼人太善 易老川双眼喷火地说道 就逼你了 你待如何 长生要是我炼制的 你以为你逃走就有用了吗 得不到长生要 以你现在的修为 最多再活三百年 就算躲过了我的追杀 又有何用 三百年后 还不是要死 崔文子又拍出一掌的同时说道 欺人太甚 我跟你拼了 听到崔文子的话 易老川彻底怒了 也不想着跑了 转头就跟崔文子打了起来 一副拼命的架势 因为他知道 崔文子说的是事实 没有长生要 他最多再活三百年 所以他要拼一把 只有制服了崔文子 他才有机会获得长生要 继续活下去 不然有崔文子捣乱 他想要代替这一世的 易小川获得长生要 是不可能的 两人很快就站在了一起 可易老川就算拼命 也不是崔文子的对手 毕竟积累上的差距 战斗经验上的差距 不是一句拼命能弥补的 两人不断碰撞 易老川被崔文子压着打 一个不注意易老川 就会被崔文子 一掌或者一拳 轰出数千米 不过易老川 破碎虚空巅峰的境界 也不是假的 崔文子稳站上风是不错 但想要拿下一老川 也不是一时半会儿 能够做到的 陛下 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在下方看着 这场大战的高腰 面色铁青 拿过锦衣卫身上的对讲机 开口问道 你先回来吧 这件事 已经不是你能插手的了 甚至超出了我的预料 而且 你继续留下来 也没什么用 还有可能受到 两人大战的波解 对讲机另一头林凡说道 是陛下 臣明白了 挂断通讯 高腰不甘心地 看了一眼上空的大战 然后将目光转到了 如今像死狗般 已经疯了的翼小川身上 看着疯疯癫癫的翼小川 下一刻 高腰掏出腰间的手枪 对着他的眉心 就是砰的一枪 直接将其送走 哼 便宜你了 让你死得如此轻松 高腰看着翼小川的尸体 开口说道 走 我们撤 随后 高腰对着三千名锦衣卫 一挥手开口喊道 第76章 崔文子跟翼老川的大战 二人的博弈 看来这天心还真是个好东西 甚至比龙元也不差了 虽然自己用不上 但可以给自己女人的家人用啊 就拿便宜老丈人屡攻打比方 他一把年纪了 根本无法跨上修炼之路 想要通过修炼获得长生 基本上是不可能了 还有吕布他们以后也是要成家的 他们的家属 也可以通过天心 获得长生 而且自己的系统有复制功能 根本不需要进行什么轮回 也不需要担心长生药的数量 完全可以多复制几颗天心 能量耗尽了 直接丢掉 没了就再复制 不过想要达成这一切 前提是要先获得长生药的配方 不然就算得到天心也无用 毕竟自己可不会炼制什么长生药 挂断跟高腰的通话 灵凡想到 陛下 他们说的是真的吗 真的有人能活两千年 阿珠问道 没错 他们说的都是真的 这两人的古灵 我用神石扫过了 一个活了数万年 另一个也已经快一万年了 灵凡说道 听到灵凡的话 众女都是震惊无比 虽然他们不知道 灵凡口中的神石是什么东西 但作为武侠世界的人 古灵他们还是听得懂的 下一刻 众女眼中都写满了渴望 能活数万年 谁又不愿意呢 特别是吕智 注意到众女眼中的渴望 灵凡开口说道 好了都别瞎想了 那种东西对你们无用 未来正会带你们踏上修炼之路 让你们获得真正的长生 永远陪在朕的身边 哼 就算陆地神仙也才数百载寿命 还长生 活数百年就算长生了 而且也不是每个人的修炼天赋 都能支持他修炼到陆地神仙的 号称武林百科全书的王雨嫣 对灵凡翻了的白眼 开口呛道 虽然慕容赋不是灵凡杀的 但跟灵凡也脱不了关系 如果不是灵凡暴露了慕容赋的身份 暴露了慕容赋造反的想法 讲出慕容搏干的那些事 慕容赋也不会死在乔峰手里 因此 他对灵凡虽然谈不上恨 但也不像阿珠阿碧那两个叛徒一样 那么容易就接受了灵凡 成了灵凡的女人 自从被从小世界里面放出来 这还是 他跟灵凡说的第一句话 视线回到崔文子跟易老川这边 只见两人已经交手了数百个回合 山顶的草炉 也已经被两人交手的余波 轰成了渣 包括易小川的尸体 也被两人交手的余波 轰成了虚无 至于躲在草炉里面的小道童 他也不傻 见高妖等人撤走了 他也就跑了出来 不过在逃跑的途中 他还是被两人交手的余波掀翻 飞出去数十米 最后砸断了一条腿 幸运的是 小命保住了 不幸的是 他瘸了一条腿 又过了数十招 易老川终于坚持不住了 一招不慎 他被崔文子一掌从半空中 拍进了下方的大地 咳咳咳 从自己砸出的大坑里面爬出来 易老川翻了个身躺在地上 看着凌空而立的崔文子 又渴出了一大滩血后 易老川开口说道 哈哈 你还真是该死啊 为什么同样都是破碎虚空巅峰境界 我却不是你的对手 易老川不甘心地道 哼 你才活了多久 老夫已经活了数万年 数万年的积累 又岂是你一个活了不到一万年的人能比的 还想战胜老夫 简直痴人说梦 崔文子哼了一声说道 你得意什么 如果再给我一点时间 以我的天资 只要再轮回三次 我就有信心战胜你 将你杀死 只可惜被你发现了 一切谋划功亏一篑 易老川语气中有不甘心 有嘲讽地说道 是啊 我虽然早就对你产生怀疑 但并没有抓到你任何把柄 如果不是高腰 这次没有按照剧情走 让你露出了马脚 我还真是很难发现你的不对劲 崔文子说道 该死 我就知道 问题出在高腰身上 他怎么不去死 妨碍了我的长生大忌 有机会我一定要杀了他 易小川语气中 满含愤怒地说道 现在的他 恨不得将高腰碎尸万端 毕竟他的性格一直就是这样 自私自利 只做对自己有好处的事 所谓的圣母心 也是建立在对自己无害的立场下 要是有人触犯了他的利益 他可不会圣母 他只会将妨碍他的人杀的一个不圣 从他抛弃项羽 选择刘邦 就能看得出来 好了 你的遗言也该说完了 现在让我送你一程 等你死了 我会杀了高腰 让他去陪你的 凌空而立的崔文子说道 你不能杀我 现在这一世的易小川已经死了 你如果想要继续开启轮回 你就不能杀我 听到崔文子的话 易小川连忙说道 这就不用你操心了 虽然只有你易小川能打开宝盒 利用他穿越时间 但宝盒已经被这个轮回的易小川 从2000年后带了回来 所以你没用了 等你死后 我会找两个人代替你跟高腰 直到2000年后 会有新一代的易小川跟高腰 结果轮回的使命 崔文子说道 你以为我不知道这些 宝盒早就被我藏起来了 我死了 就算你花上2000年 一万年也别想找到宝盒 没有了宝盒 2000年后的 我就无法穿越时间 最关键的是 如果你不能再下一个轮回的易小川 也就是我死亡之前找到宝盒 轮回也将终止 你的长生也会终止在那一刻 你敢赌吗 易老川抛出了最后的筹码 哈哈哈哈 易小川你还真是不见黄河不死心 不见棺材不掉泪啊 你觉得我监视了你那么久 我会不知道你藏宝盒的地方 你藏宝盒的地方 我会不知道 你还真是天真啊 甚至天真的有些可爱 崔文子笑着说道 哈哈哈哈 崔文子话音落下 易老川也笑了 你笑什么 要死了还这么开心 崔文子问道 哈哈哈哈 我笑你傻 你难道忘了 宝盒是可以穿越时间的吗 你所知道的藏宝盒的地点 只是我抛出的烟雾弹 那里只有一个假的宝盒 真正的宝盒 早就让我送到了一百年前 我在一百年前藏的东西 你确定你能找到 你 听到易老川的话 崔文子怒了 他是真没想到 易老川会做到这个程度 你 你什么你 没想到吧 我早就留了一手防着你了 每一世轮回 我都会将宝盒藏到不同的地方 为了防着你 我不惜将宝盒送到了一百年前 然后从一百年前活到现在 你确定你能找得到宝盒 哈哈哈哈 易老川哈哈大笑着说道 第七十七章 瞬间镇压 宝盒我可不需要 哈哈 还真是 让朕看了一场好戏啊 见两人打得差不多了 林凡一个闪身出了豪华游轮 然后拍着手说道 谁 崔文子 易小川同时警惕地开口问道 朕是谁你们就不用管了 朕来取点东西 就走 说完林凡身上 化神七出七的威压散发而出 瞬间将两人镇压在了原地 不可能 你的实力怎么可能比我还强 我可是活了近五万年 修为也已经达到了这个世界的顶峰 崔文子惊恐地道 而易老川本来就受了重伤 被林凡的威压震压在原地 不但动弹不得 而且伤势变得越发严重 内脏受到挤压 他再次喷出了一口血 快住手 你也是为了宝盒而来的吧 杀了我你永远得不到宝盒 易老川强提着一口气 压下伤势开口说道 咳咳咳 说完 易老川又渴出了一口血 朕要的是长生药的配方 至于宝盒 对朕无用 你还是自己留着吧 林凡说道 别做梦啊 长生药的配方 我是不可能交给你的 你死了那条心吗 崔文子说道 不需要你交 朕想要的东西 朕自己会去 林凡一步一步来到崔文子身前 下一刻 他单只点在崔文子眉心 开始了读取崔文子的记忆 记忆被读取 崔文子的神魂受到了重创 面色也显得非常痛苦 就在他快要被林凡的神念 冲成傻子的时候 林凡的神念 一下子收了回去 因为林凡已经找到了 有关长生药配方的记忆 并且将其记了下来 呼呼呼 崔文子额头冒汗 大口喘着粗气 满脸写着不可置信 他一直以为 自己是这个世界的最强者 站在了这个世界的巅峰 可谁知 今天却遇到了林凡 在林凡身上 他感到了死亡的威胁 放我一马 缓过一口气的崔文子说道 至于他为什么刚才不求饶 现在却开口求饶 那是因为他知道 自己最大的筹码已经没有了 林凡已经从他的记忆中 得到了有关长生药的配方 刚才你不是很硬气吗 怎么现在软了 堂堂破碎虚空巅峰强者 也会求饶的吗 林凡细血地说道 只要您愿意放我一马 我愿意成为您的奴仆 不管怎么说 我也是一个破碎虚空巅峰级别的强者 想必对您来说 还是有些用处的 最关键的是 我可以帮助您炼制长生药 崔文子说道 哼哼 你的实力确实不错 比朕任何一个手下都不差 但是你这种人 朕用起来可不放心 将你留在身边 朕睡觉 都得睁一只眼睛 不然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所以 你还是去死吧 说完林凡不等崔文子有什么反应 运起真元使用五行绝中的火系神通 单只弹出了一个金色的小火苗 瞬间就将崔文子的肉身 包括神魂 烧成了虚无 就连一点骨灰都没能剩下 彻彻底底在这个世上消失 转身离开前 林凡再次弹出了一个小火苗 将躺在地上 已经奄奄一息的易老川 同样烧成了虚无 让易老川步了崔文子的后尘 数天后 咸阳城 林凡所乘坐的豪华邮轮来到了这里 没有开启隐身的豪华邮轮 瞬间引起了咸阳城百姓的躁动 哦 那是什么 好大 像一条船 而且它竟然能在天上飞 一名咸阳城的百姓 指着豪华邮轮 惊呼连连 其他百姓也是议论纷纷 不知道天上飞的是个什么东西 很快 豪华邮轮慢慢落了下来 落在了始皇的圣楼旁边 两相对比 圣楼被豪华邮轮秒成了渣 不久后 一对勤兵找了过来 来者何人 带头的将军开口问道 通报始皇 就说大夏皇帝临帆前来拜访 站在船头的吕布高声说道 原来是大夏皇帝陛下 末将有礼了 还请您在此稍等 末将这就差人禀报始皇帝陛下 带头的将军弯腰行了一礼 然后开口说道 去吧 同样站在船头的临帆挥了挥手说道 那对勤兵走了 很快临帆来了咸阳的消息 也传遍了整个咸阳城 咸阳宫 黑兵台首领张寒 丹西贵地正在向始皇禀报 临帆来了咸阳的事情 你是说 夏皇乘坐的船 比上楼还要豪华 还要大 还能在天上飞 始皇问道 是的陛下 包括陈在内 很多襄阳城的百姓都看到了 夏国皇帝 确实是乘坐着一艘会飞的船 来得我咸阳城 目前就停靠在圣楼旁边 张寒说道 好了朕知道了 你先下去吧 搞清楚夏皇前来咸阳城的目的 不到万不得已 不要让人跟他起冲突 另外让人告诉夏皇 明日正会去见他 始皇帝说道 诺 陈告退 另一边 咸阳城某间驿站中 来大秦求援的北梁二小姐徐卫雄 很快也得知了 有关临帆前来咸阳城的消息 二小姐 我们来到咸阳城 已经快一个月了 始皇帝并没有答应 出兵解救我北梁 一直以兵力不足推托 这样拖下去 也不是办法 王爷那边不知道还能坚持多久 此次夏皇前来大秦 二小姐 我们可否向夏皇提出求援 护送徐卫雄 前来大秦的一名将军 提议道 可以倒是可以 只怕夏皇不会答应 毕竟我们北梁跟大夏并无交集 贸然提出求援 无缘无故谁会帮助你 恐怕我们就算见到了夏皇 也只会得到 跟始皇帝给出的同样答案 女扮男装的徐卫雄说道 那我们该怎么办 王爷那边绝对撑不了多久了 难道我们就这样看着 看着北梁落到那些吸血怪物手里 看着我北梁的百姓 成为那些吸血怪物的谢时 刚才那名将军垂头丧气地说道 听到那名将军的话 徐卫雄握了握粉拳 像是做出了什么艰难的决定 随后只听他开口说道 其实办法也不是没有 突然听到徐卫雄的话 房间中几人立马抬头看向徐卫雄 眼中都冒出了希望的光芒 随后之前那名将军开口问道 二小姐 您快说 你到底想到了什么办法 连鹰 徐卫雄粉唇轻气 淡淡吐出了两个字 第78章 徐卫雄找上门 向史皇帝讨要小月 时间很快来到了第二天 史皇帝本来是想在秦皇宫接待林凡的 可他又对林凡的豪华邮轮产生了好奇 于是便亲自来到了林凡的豪华邮轮之上 夏皇 你这艘船 可比正的圣楼强多了 不知是如何打造的 可否给正来一艘 史皇帝厚着脸皮说道 没办法 林凡的豪华邮轮太符合他的心意 比他的圣楼不知道强到了哪里去 无论是豪华程度 舒适程度 还有他可以飞行这一点 都让史皇帝特别满意 呵呵 不好意思了秦皇 这种类型的邮轮 朕也只有一艘 朕恐怕无法答应秦皇的要求 不过 朕也不是小气的人 朕这里还有 另外一种邮轮 朕可以将其送给秦皇 林凡笑呵呵地说道 其实林凡说的 正是他在港中世界复制的富贵玩号 而且他一下子复制了好几艘 有了豪华邮轮 目前他也用不着 送一艘给秦皇也无所谓 哦 那朕就谢过夏皇了 不过朕也不是贪图小便宜的人 有什么条件夏皇尽管提 史皇帝说道 条件先不着急 秦皇还是先看看 朕送你的邮轮 你满不满意 满意的话再提条件也不迟 林凡说道 同时他手一挥 从小世界中将一艘富贵玩号召唤了出来 放在了豪华邮轮旁边 夏皇这是何等手段 怎会如此神奇 这么大一艘船手一挥就出现了 史皇帝无比震惊的道 哼 一些小手段罢了 秦皇无需在意 秦皇这边请 我们过去参观一下 看看你对这一艘富贵玩号是否满意 林凡随便搪塞了一下 然后提议秦皇去参观富贵玩号 好 史皇帝答应了一声 便跟着林凡一起下了豪华邮轮 往停靠富贵玩号的地方而去 可就在两人准备登船的时候 一名警戒的士兵前来通报 陛下 北梁二郡主徐卫雄求见 哼哼 夏皇 看来这丫头又盯上你了 听到士兵的汇报 史皇帝说道 此话怎讲 林凡问道 听到林凡的询问 史皇帝把徐卫雄前来向大秦求援的事情 跟林凡说了一遍 同样也说出了 大秦并没有支援北梁的想法 你是说 他是来向我求援的 林凡问道 十有八九正是如此 史皇帝回道 哼哼 有意思 让吕布去带他过来吧 林凡轻笑一声 然后对刚才那名士兵命令道 是陛下 哈哈 夏皇既然决定见那丫头 那朕就独自去参观夏皇宋镇的宝船了 那丫头最近烦得朕头疼 朕可不想见她 史皇帝笑着说道 既然如此 那朕就先失陪了 高腰接下来 由你负责接待秦皇 林凡说道 同时命令高腰 负责接待秦皇 陪秦皇参观富贵丸号 秦皇这边请 高腰在前引路的同时开口说道 就这样 高腰带着秦皇 还有张寒 跟黑兵台的数十人 上了富贵丸号 开始参观了起来 而林凡在原地等了大概一两分钟 女扮男装的徐卫雄 还有他的十几个随从 便在吕布跟几名士兵的引导下 来到了林凡面前 陛下人已带道 吕布拱手道 我等见过大下皇帝陛下 徐卫雄一行人 同样攻身行礼道 你就是徐卫雄 江湖传言所言非虚 北梁二郡主 果然长得貌美如花 就算穿上男装 也掩盖不住你的美貌 林凡看着徐卫雄说道 陛下谬赞了 小女子当不得陛下如此夸赞 徐卫雄谦虚了一句 好了 别谦虚了 说说吧 你来找朕所为何事 林凡直入主题开口问道 是这样的陛下 自从那些吸血怪物出现 黎阳基本沦陷 目前就剩我父亲徐骁 还在死守北梁 本次我们是来向大秦求援的 可大秦也同样受到了 那些吸血怪物的进攻 根本无法抽出兵力 支援我北梁 哼 所以 你就将主意打到了正的头上 林凡笑着打断说道 确实如此 徐卫雄也不避讳 直接承认了 嗯 你倒是坦诚 其实支援你北梁也不是不行 可这能得到什么好处呢 你不会觉得 正会无缘无故帮你吧 林凡细谑地问道 听到林凡的话 徐卫雄先是有些羞涩 随后他抬头看了林凡一眼 然后开口说道 大下皇帝陛下 如果你愿意出兵解救我北梁 解救家父徐骁 解救出北梁的百姓 我愿意成为陛下的女人 哪怕是让我为奴为婢 也未尝不可 哈哈 为奴为婢还是算了 从今往后你 就是朕的女人 朕会册封你 为我大下皇妃 至于北梁 朕会亲自带兵前往解救 等我跟秦皇要一个人 明月便出发 林凡哈哈大笑着 将徐卫雄搂进自己怀里 然后开口说道 徐卫雄被林凡搂进怀里 他也并没有反抗 先不说是他自己承诺 要做林凡的女人 而且他对林凡也并不反感 能成为堂堂大下皇帝的妃子 也并不委屈 他这个北梁二郡主 就这样 两人达成了交易 其实也可以说是双向奔赴 因为两人刚见面 就看对眼了 林凡贪图徐卫雄的美色 徐卫雄又何曾不贪图林凡的男色呢 当晚林凡在豪华邮轮上 摆下了晚宴 招待了始皇帝跟大秦的一干文武大臣 各种山珍海味 还有各种兴起的烹饪方法 让始皇帝 还有大秦的一干文武大臣 目不暇接 一顿晚宴下来 可以说是兵主惊欢 直到晚宴结束前 林凡才对始皇帝说出了 他此次前来咸阳宫的目的 秦皇事情是这样的 正此次前来咸阳 是为了向你讨要一个人 哦 不知是何人如此重要 还劳宁大下皇帝陛下 亲自跑一趟 始皇帝好奇地问道 高耀 你来说吧 毕竟要向始皇帝讨要的是你的妹妹 林凡看了一眼高耀 然后开口说道 听到林凡的话 高耀点了点头 然后对着始皇帝一拱手开口说道 大秦皇帝陛下 我有一个妹妹叫做小月 目前正在您的秦皇宫中 做一名宫女 我那妹妹笨手笨脚的 还请秦皇陛下将其放出宫 让我兄妹能够团聚 第79章 小月与高耀相认 准备前往北梁 哦 还有这种事 张罕你回宫一趟 找找看叫小月的宫女 找到了将其带来交给夏皇 始皇帝命令道 是陛下 臣志就回宫一趟 张罕领命而去 回到秦皇宫 张罕召来了管理宫女的女官 让她将宫女的名册拿了过来 很快 她就在名册里面找到了小月的名字 只见名册上写着 小月 幻一菊 下等宫女 好了 你去将这名叫小月的宫女带来 我要带走 记住快一点 陛下还在等着 张罕对女官命令道 是张将军 奴婢这就去将她带来 不久后 小月被带到了张罕面前 看着小月 张罕开口说道 小月是吧 跟我走 你哥哥来找你了 陛下 让我带你去见他 可 可是张将军 小月并没有哥哥 小月只有一个姐姐 而且 姐姐早在多年前 就跟小月走散了 不知所踪 听到张罕的话 小月畏惧地看了一眼张罕 然后开口说道 嗯 这是怎么回事 你不是叫小月吗 而且 整个名册本将都查过了 并没有发现 第二个叫小月的宫女 并不存在同名的情况 张罕疑惑地说道 奴婢的名字 确实叫小月 其他的小月不知 小月说道 算了 你跟本将军走一趟吧 如若是弄错了 你再回来便是 张罕想了想 开口说道 他也没办法 整个名册他都查过了 就没有其他 叫小月的宫女 是 小月回道 就这样 小月跟着张罕出了宫 往林凡的豪华游轮 而去 不多时 两人一同上了豪华游轮 陛下人已带道 只是不知是否是夏皇要找的人 据这名叫小月的宫女所说 他并没有什么哥哥 只有一个失散多年的姐姐 张罕会报道 夏皇 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是你们弄错了 听到张罕的汇报 始皇帝看着林凡开口问道 可还不等林凡回答 一旁看到小月的高腰 直接冲到小月面前 一把就将小月搂进了怀里 然后激动地开口说道 小月 老哥终于找到你了 你受苦了 老哥以后一定好好照顾你 做你喜欢吃的红烧肉给你吃 高腰哭着说道 在林凡给他传书的记忆中 他早就将小月 当成了自己的亲妹妹 小月在他心中的地位 等同于高兰 高兰与小月 在他高腰的心里 都是他的亲妹妹 谁也代替不了谁 也不存在谁是谁的替代品 大人 您弄错了 你肯定是认错人了 小月并没有哥哥 小月只有一个失散多年的姐姐 被高腰抱在怀里的小月 惊慌失措地说道 同时 他想要从高腰的怀里挣脱出来 毕竟古代 讲究一个男女瘦瘦不清 何况他还是秦皇宫的宫女 又岂能与男子如此亲密接触 好了高腰 你别吓着他 他现在并不认识你 还是让朕来帮帮他吧 林凡说道 话音落下的同时 林凡手指点出 将之前传给高腰的记忆 同样传给了小月一份 不过里面并没有有关项羽 跟易小川的那一部分 只有小月与高腰相处得点点滴滴 毕竟小月以后 肯定是要成为他的女人的 林凡又怎么会将项羽 跟易小川的那部分记忆 传输给小月 就算易小川已经是个死人了 那也不行 毕竟易小川在对付女人那一方面 还是有一套的 没有遇到林凡的屡志屡素 玉树公主 乃至于高兰小月 那都是很好的例子 所以能减少点麻烦 林凡又何必多此一举呢 另一边的小月 也已经开始 融合林凡传给他的记忆 在那段记忆中 他看到了他与高腰的第一次见面 高腰也是像这样 将他搂在怀里 之后他又看到了 高腰对他无微不至的照顾 完全把他当做了自己的亲妹妹 老哥 是你吗 小月好想你 融合完记忆的小月 一把扑进了高腰的怀里 眼泪啪哒啪哒地往下落 哭着开口问道 哈哈 是老哥 小月不哭 是老哥来找你了 高腰也哭着回应道 同时又高兴地哈哈大笑 高兴他找回了自己的妹妹 两人这一番操作 给史皇帝还有张寒整懵了 明明刚才还说不认识 现在却抱在一起痛哭流涕 像找到了失散多年的亲人 夏皇 这是怎么回事 史皇好奇地问道 没事没事 小月只是失去了一部分记忆 正刚才帮他恢复了而已 所以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林凡随便敷衍道 原来如此 想不到夏皇还有如此手段 竟然能让人恢复失去的记忆 史皇帝点了点头 一副原来如此的表情说道 就这样小月的事情被彻底解决 宴会也结束了 史皇帝带着他的文武大臣 离开了豪华邮轮 等所有人离开后 林凡回到自己的总统套房 开始考虑支援北梁城的事情 从大厦调兵并不现实 毕竟两国中间还隔着大秦跟大宋 无论是大秦还是大宋 都是不可能给他接到的 大宋先不说 就算是跟他有了一些交情的史皇帝 也不可能让他带兵从大秦 从大秦接到 就更别提大宋了 毕竟想要解救北梁 哪个皇帝会允许数十上百万大军 进入自己的国土 就算是戒道也不行 而且 大厦现有的几大军团 都负责驻守一方 有自己的职责 也无法随便调动 另外 项羽那边暂时也走不开 据最近传回来的消息 大宋已经快要坚持不住了 在其他皇朝 抽不出兵力支援大宋的情况下 大宋最后只能选择向林凡求援 到那时 就是林凡提条件的时候 也是项羽接管襄阳的时候 而且 项羽还要负责 保护在襄阳城的周芷若 阿紫 李莫愁 公孙绿厄 钟灵 穆婉青 陆无双 这些林凡还没来得及接触的女侠们 所以 项羽暂时是根本走不开的 无法调动原有的力量 林凡最终也只能选择 再次购买升级礼包 只是看着好不容易涨到 三亿两千二百多两的黄金余额 林凡有些不舍 这可是 他好不容易存起来的 港宗世界美丽国的黄金储备 减少了十分之一 才让他存到了现在这么多黄金 而且大量绿币流入港宗世界的市场 被发现也是迟早的事 估计也快了 到那时 想要再获得黄金 林凡就得想其他办法了 第八十章 再次购买四级礼包 算了算了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 而且 黎阳已经全线沦陷 自己花一点时间 清理掉上面的僵尸 那大片的国土 就将属于自己 属于自己的大厦 等大宋再落入自己的手中 国土也将连成一片 到那时 他就是整个宗武世界最大皇朝的皇帝 而且那些僵尸 可对黄金不感兴趣 等自己拿下黎阳 黎阳原有的黄金 可就是属于自己的了 另外 黎阳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人了 没被僵尸杀死的人 也全都聚集在了北梁 那些被僵尸占领的地方 那些被遗弃的黄金珠宝 还不是等着自己去拿 想到这里 林凡一拍脑袋 想起了同样沦陷的大园 要知道 大园的国土 可比黎阳大多了 被遗弃的黄金珠宝 肯定更多 决定了 等搞定黎阳跟大宋 林凡就出兵 将大园境内的僵尸全部消灭 占领大园所有的国土 至于加在大厦与大园中间的西夏该怎么办 那还不容易 等林凡收复了大园的国土 在大园找个地方 把西夏牵过去不就行了 西夏太后 还敢不同意不成 到那时 四大皇朝的领土合一 林凡就将成为宗武世界 国土面积最大皇朝的皇帝 想到了这里 林凡不再犹豫 开始呼叫系统购买 升级礼包 系统你出来 本宿主要买礼包 丁 本系统成志为您服务 请问宿主要购买什么等级的礼包 系统先给我来两个四级礼包 林凡的考虑是这样的 如果四级礼包里面开不出大量军队 他再去购买二三级的礼包 当然有本携手的暗箱操作 四级礼包里面 那是稳稳能开出大量军队 好的宿主 本次消费黄金一亿两千两 礼包购买中 礼包购买成功 两个礼包已放入系统空间 请问宿主是否打开礼包 是或否 先开一个 林凡说道 好的宿主 礼包开启中钉 礼包开启成功 钉 恭喜宿主获得 元英七巅峰修为 钉 恭喜宿主获得 元英七后七武将 武道天王冉敏 钉 恭喜宿主获得 元英七后七武将 白袍将军陈庆之 钉 恭喜宿主获得 元英七中期谋士郭凤孝 钉 恭喜宿主获得 元英七中期谋士寻遇 钉 恭喜宿主获得 金丹巅峰修士1000名 钉 恭喜宿主获得 铸鸡巅峰修士1万名 钉 恭喜宿主获得 现代化丹兵口粮1亿份 钉 恭喜宿主获得 炼器九层巅峰青旗兵15万 钉 恭喜宿主获得 炼器九层巅峰青旗兵15万 钉 恭喜宿主获得 炼器九层巅峰青步兵15万 钉 恭喜宿主获得 炼器九层巅峰青步兵15万 礼包开启完毕 所有物品已放入系统空间 请问宿主是否要开启另外一个四级礼包 是或否 继续开 林凡说道 好的宿主 礼包开启中钉 礼包开启成功 钉 恭喜宿主获得 元英七巅峰修为 钉 恭喜宿主获得 元英七巅峰修为武将 李元霸 钉 恭喜宿主获得 元英七后期修为武将 薛仁贵 钉 恭喜宿主获得 元英七中期修为谋士 贾许 钉 恭喜宿主获得 元英七中期修为谋士 徐述 钉 恭喜宿主获得 金丹七巅峰修士1000名 钉 恭喜宿主获得 铸鸡七巅峰修士10000名 钉 恭喜宿主获得 炼器九层巅峰重甲骑兵15万 钉 恭喜宿主获得 炼器九层巅峰重甲骑兵15万 钉 恭喜宿主获得 炼器九层巅峰重甲步兵15万 兵,恭喜宿主获得,炼器九层巅峰重甲步兵十五万 兵,恭喜宿主获得,六千年盘桃十枚 六千年盘桃,服用一颗可利地成就天仙 同样需要修仙功法辅助炼化 如无修仙功法辅助,服用者必将暴体而亡 兵,本次礼包物品发放完毕 所有物品已放入系统空间,请宿主自行查收 看到这里,很多读者大大可能就会说 同样是三国的武将谋士 为什么吕布他们的修为那么低 那没办法,他们是等级低的礼包里面开出来的 附带的修为自然就低 不过小携手后面会对他们的修为做调整 他们的修为会追上来 言归正传 说老实话,系统不想说话了 本来以为狗宿主运气用完了 礼包也开到最后了 这次开不出什么好东西了 谁知最后来了个大的 直接给他爆出个六千年盘桃 让系统十分无语 哈哈,狗系统这六千年盘桃 你多少黄金回收 同样看到六千年盘桃的林凡 哈哈大笑着开口问道 之前开出来的东西 他也觉得亏了 可没想到最后给了他个惊喜 哼,宿主你也别得意 你也不是每次运气都能这么好的 你没看到第一个礼包里面 你就没开出什么盘桃之类的东西吗 系统郁闷地说道 别废话 六千年盘桃多少黄金回收 林凡不管系统说的 再次开口问道 六千年盘桃 服用可获得天仙修为 本系统可以三亿两黄金一枚回收 当然,它的实际价值肯定不止于此 请问宿主是否要回收 系统再次郁闷地说道 总做亏本买卖系统也很无语 虽然四级礼包进货价 只有五千万两黄金 但看狗宿主赚钱 还一副得子的表情 他就很难受 哈哈,当然不回收了 你当我傻吗 开了四五个四级礼包 才开出这十枚六千年盘桃 回收掉 除非我脑子有毛病 而且,系统你自己也说了 盘桃不是每次都能开出来的 万一我回收了 以后开不出来了怎么办 林凡又不傻 一颗六千年盘桃 可以将它的修为送到天仙 等它去了修仙世界 获得了修仙功法 一颗盘桃下去 它就立地成天仙了 现在要是回收了 到时候开不出来 它哭都没地方哭去 第八十一章 北凉城岌岌可危 时间过得很快 从上次开礼包到现在 已经过去了三天时间 两万米高空之上 豪华邮轮正在以每小时 八百多公里的速度 往北凉方向急速飞行 目前距离北凉城 大概还有两三个小时的路程 总统套房 林凡的专属大卧室中 林凡还在休息 徐卫雄头枕在林凡的胳膊上 也同样正在酣睡 睡梦中的他 脸上还挂着甜甜的笑容 特别是他脸上的妹色还未散去 看来昨晚被滋润得不错 而另一边北凉城 却正在受到僵尸大军的进攻 对北凉城发起进攻的僵尸大军 其中有着一只一代红眼僵尸王 在十二大僵尸王之中 排名第四 二代僵尸八只 三代僵尸近百只 四代僵尸上千 五代僵尸那就多了 足足有着近百万 其实最多的还不是五代僵尸 最多的而是行尸 足足有着两三千万 至于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行尸 原因很简单 要知道黎阳皇朝 当前就剩下了一个北凉 还未被攻破 那些沦陷区的百姓 全都被转化成了行尸 不过还好的是 这些行尸实力并不强 大概也就跟普通人差不多 甚至还有所不如 毕竟他们没有智慧 也没有什么特殊能力 被砍下 脑袋就死 至于他们为什么 没有被转化成五代僵尸 原因那就更简单了 因为僵尸的尸毒也是有限的 跟高级僵尸的精血一样 同样不可能无限产生 也因此他们 并没有被转化成五代僵尸 另外 有这么多僵尸大军 北凉城到现在 为何还未被攻破 原因有三 其一 黎阳虽然已经沦陷 但大军并没有全军覆没 有着近一百万大军好了出来 撤入了北凉 再加上北凉原有的大军 其中还包括数万精锐大雪龙旗 其二 北凉城就那么大 僵尸大军再多 也不可能一拥而上 就算打消耗战 时间也才过去两三个月 北凉暂时勉强 还能顶得住 其三 撤入北凉的 不光有黎阳皇朝的大军 还有着黎阳皇朝的武林人士 其中有老剑神王先知 这名陆地神仙强者 天人强者 也有十几位 大宗师上百 宗师数百 至于先天后天的武者 那就更多了 不少于数万人 所以 北凉的高端战力 完全不弱于 盘古僵尸一族 至于盘古僵尸 为什么没有调 高端战力前来支援 其实是有的 只不过在西夏时 让凌凡给灭了 准确地说是 死在了张飞手上 一次性损失了 三只一代 红眼僵尸王 加江城那个僵尸真族 盘古一族 可以说是损失惨重 另外八只 红眼僵尸王 还要负责攻打大秦 大宋 大随 所以盘古一族 暂时也派不出 多余的高端战力 而且 北凉也早已经是 强弩之末 就算没有高端战力 前来支援 估计也坚持不了多久 盘古一族 又何必多此一举呢 所以 北凉能坚持这么久 也不光光靠的是实力 还有运气 如果不是有 三只一代 红眼僵尸王 在西夏死在了张飞手上 让盘古一族 抽不出 多余的高端战力 估计现在的北凉 早就被僵尸大军攻破了 父亲 不行了 这次对我们 发起进攻的僵尸 足有七八百万 大战了两个多小时 城墙下 已经堆满了僵尸的尸体 如果再这样下去 那些僵尸就快冲上来了 城楼上 站在许晓旁边的 徐凤年 开口说道 听到徐凤年的话 徐晓皱了皱眉 然后看向王先知 开口说道 前辈 还要劳烦您看住 那只一代 红眼僵尸王 我这就摔大雪 龙骑出城 清扫那些低阶僵尸 以免他们冲上城来 这也不是他们 第一次这么干了 不然以僵尸的数量 早就冲入北梁城了 嗯 你去吧 那只红眼僵尸王交给我 那些中间的僵尸 也会有我黎阳的 其他高手帮你挡住 王先知 硬为一声开口说道 话音落下 王先知冲天起 直往那只一代 红眼僵尸王杀去 剩余的二代僵尸 三代僵尸 四代僵尸 也被城中的天人强者 大宗师强者 宗师高手挡了下来 两方大战一触即发 在两方的高端战力 开始厮杀后 徐骁亲率两万多大雪龙骑 杀出了北梁城 大雪龙骑一人三马 所过之处 无数行尸被砍掉脑袋 被踏成肉泥 瞬间减轻了城防的压力 看到这种情况 正在跟王先知大战的一代 红眼僵尸王 仰天长笑了一声 下一刻 百万五代僵尸 立马动了起来 向大雪龙骑杀了过去 见此 北梁城中的数万先天后天高手 十几万的一二三流武者 也是不甘示弱地冲出了北梁城 直接对上了百万五代僵尸 原本的消耗战 瞬间被打成了决战 双方都在拼命 哪一方要是先坚持不住 结果那就只有一个 死亡 徐晓带领的大雪龙骑 挥舞着北梁刀 将胯下披着重甲的三匹战马 马速催到了极限 像坦克一样 在行尸大军中横冲直撞 手中的北梁刀每次挥出 都能砍下数只行尸的脑袋 王先知脚踩飞剑 身后数千把长剑不停旋转 跟那只排名第四的一代 红眼僵尸王大战在一起 就连南宫蒲叶也加入了这场大战 以他的十九亭大战一支二代僵尸 城楼上 徐凤年接过了指挥权 正在指挥着剩下的130万大军 将冲上城墙的行尸斩首 无数武林人士也是前赴后继 跟那些二代三代四代五代僵尸 展开了搏命之战 手中各式各样的武器不断挥舞 将那些僵尸的脑袋斩落 当然也有不少武林人士死在了僵尸的手上 就在两方大战震撼的时候 城中数百万百姓 其中的近百万轻壮 也终于看不下去了 一个个拿着锄头镰刀 甚至是家中的菜刀就冲上了城墙 开始跟士兵们一起守卫北梁城 只是他们并没有太多战斗经验 身上也并没有穿戴护甲 刚与僵尸接触 就出现了大量伤亡 一只只僵尸扑到百姓身上 咬住他们的脖子就开始吸血 被咬住的百姓发出绝望的惨叫 可就算是这样 剩余的那些轻壮 也并没有后退一步 因为他们知道 一旦自己退了 北梁城失守 他们家中的亲人 就会成为这些怪物的解食 被这些怪物咬死 然后变成跟他们一样的怪物 第82章 林凡终制战场 这场血战已经足足持续了快两个小时 除了那些高阶僵尸 普通行尸是越杀越多 近两三千万的行尸 全都被那只一代红眼僵尸王 投入了战场 北梁城前的地面上 已经铺满了行尸的尸体 也因此那些行尸 无需攀爬城墙 就可以直接冲上城墙 冲入北梁城 最关键的是 在这近两个小时的大战中 城防郡可以说是损失惨重 原先的130多万守城大军 目前还剩下不到100万 近百万的年轻轻壮 也只剩下了不到50万 如果不是有那些士兵 旱不畏死地挡在百姓前面 那些轻壮 可能连50万都胜不下 王先知 与那只一代红眼僵尸王的大战 短时间还分不出胜负 至于那些武林人士 那些天人强者 大宗师强者 宗师高手 先天后天的武林人士 还有十几万一二三流武者 也同样是损失惨重 在近两个小时时间的厮杀中 已经有近三分之一的人 死在僵尸手中 被僵尸活活咬死 甚至 就连许小青帅的两万多大雪龙旗 也有一万多人倒在了战场上 不过好消息是 那些攻城的僵尸 也没有好到哪去 同样是损失惨重 五代僵尸被杀了六七十万 二代三代四代僵尸 也被城中的武林高手杀了近一半 不过僵尸的数量还是太多了 北梁城估计坚持不了多久了 就在城防军人数减少 被行尸冲出缺口 被行尸冲入城内 行尸开始对城中的老弱 妇如下手的时候 一阵音爆声传来 下一刻 一艘巨大的船 出现在了北梁城上空 没错 上空的那艘船 正是林凡的豪华邮轮 经过三天多的日夜兼程 林凡终于赶到了北梁城上空 搂着徐卫雄站在船守的林凡 看着城中的惨状 他立刻开口命令道 凤仙 你去击杀那只一代红眼江狮王 是陛下 听到林凡的命令 吕布回应了一声 然后脚踩方天化戟 冲出了豪华邮轮 陛下 你的大军到了吗 只有凤仙将军一人 根本无法改变战局 同样看到城中惨状的徐卫雄 焦急地开口说道 可他不知道的是 就在他焦急询问的这一会儿功夫 林凡已经将 上一次开出来的120万大军 全都召唤了出来 下一刻 马蹄声滚滚而来 只见有四对骑兵 率先赶到了战场 其中两只骑兵 身穿重型黑甲 一人三马 直接杀入战场 对行尸展开了屠杀 另外两只身穿白甲的青骑兵 也是开始 在战场外围游走 不断拉弓射箭 身为炼器九层巅峰修饰的他们 射出的箭并不会落地 而是受他们的操控 不断在战场上游走 穿透一只只行尸的脑袋 将一只只行尸的脑袋 轰成血雾 苦苦支撑的徐晓 徐凤年等人 也是立马注意到了 这四对骑兵的加入 援军一到 兄弟们跟我杀啊 下一刻 徐晓 徐凤年 同时兴奋地开口喊道 哈哈 将军 我们的援兵终于到了 听到两人喊声的士兵们 也是大笑着开口喊道 挥舞手中兵器的动作 也变得有力起来 原本已经筋疲力尽的身体 也因看到了活下去的希望 爆发出了更强大的力量 就在这时 林凡召唤出的 两队重甲步兵 两队轻步兵 也是赶到了战场 他们沿着骑兵杀出来的道路 直接冲进了北梁城 两队轻步兵 直接杀入城内 开始肃清城内的僵尸 对那些僵尸展开了围剿 开始解救城中的百姓 两队重步兵 接管了城墙的防御 挡住了2000多万形式大军的进攻 自此 林凡的120万 有着炼气九层巅峰修为的大军 全部赶到了战场 也各自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开始对那些僵尸展开围杀 有着这120万 炼气九层巅峰修士大军的加入 战场形势瞬间被逆转 冲入城内的僵尸 很快被肃清干净 城外的僵尸 也在一个恐怖的速度不断减少 但如此 林凡还不满意 下一刻 他将李源霸 薛仁贵 陈庆之 然敏 郭凤孝 贾许 循玉 徐树 2000名金丹巅峰修士 20000名铸�巅峰修士 也全都召唤了出来 将他们投入了战场 甚至就连他自己 也穿着九龙套装 左手拿着九龙剑 右手拿着麒麟剑 冲入了战场中心 对那些低级僵尸展开了屠杀 林凡每挥出一剑 都会有数万道剑气飞出 将数万只僵尸 斩成虚无 不久后 吕布再斩杀了那只一代 红眼僵尸王 也挥舞着他的方天化己 加入了对低等级僵尸的屠杀 看到这一幕 徐晓傻了 徐凤年也傻了 无数武林人士 也都是嫩嫩地看着林凡 带着120多万大军 对僵尸展开屠杀 就连王先知 也因内力消耗过大 落到了北梁城头 一边恢复 一边看着这一幕 同样看到这一幕的 还有南宫蒲叶 青鸟 姜泥 红薯 还有其他几个 在雪中比较出名的女侠 就在他们痴痴看着林凡时 半空中的豪华游轮 也开始调整角度 下一刻 几道巨大的光束 被豪华游轮发射而出 光束所过之处 无数僵尸被烧成灰烬 其中步伐三四代僵尸 注意力被吸引到豪华游轮上 徐凤年一眼就看到了 站在豪华游轮船手上的徐卫雄 下一刻他惊呼道 卧槽 二姐这是 再拿请的援兵 也太牛了吧 自家二姐什么时候这么厉害了 竟然能请到 这妖牛逼的人来支援我们 徐凤年甚至连粗口都爆出来了 淡定 淡定 你二姐永远是你二姐 请来的援兵 都如此与众不同 雪小摸了摸下巴上的胡子 然后开口说道 嘴上这么说 其实他心里早就翻起了惊涛骇浪 他是怎么也没想到 徐卫雄能醒来这么厉害的援兵 以这些援兵的战斗力 今天消灭掉所有僵尸都不是难事 没看那只一代红眼僵尸王 瞬间就被那个使方天化级的将军干掉了吗 剩下的低等僵尸 还不是随便杀 第83章 盘古一族高端战力进出 就在凌凡沙的兴起的时候 上空突然传来了十二道怒吼声 好好好 好好好 下一刻 无论是二代僵尸 三代僵尸 四代僵尸 五代僵尸 还是行尸 都像是收到了什么命令 疯狂地往后退去 直到退出去三四公里 所有僵尸才停了下来 然后聚集在一起 张牙舞爪的 看着林凡的方向 看着北梁城 而他们的上空 有十二道身影凌空而立 最关键的是 那十二道身影的眼睛 全都是血红色的 这也代表着 他们全都是一代僵尸 至于他们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原因是因为 被吕布击杀的那只一代红眼僵尸 在被吕布击杀前 用盘古一族的秘法 发出了求援信号 小友 你是不是太过分了些 如此大事 屠杀我盘古一族的族人 你是不是要给我一个交代 站在最前面的那道身影 开口说道 交代 什么交代 盘古一族攻入这方世界 灭两国 对所有王朝发起进攻可以 我杀你一点族人就不行 这是谁定的道理 林凡不屑地说道 赵小友这么说 是不想给我一个 交代了 听到林凡的话 盘古一族的族长眼神一立 然后开口说道 老东西 别他妈给老子摆谱 想跟朕要交代 拿出你的本事来 没本事 就少他娘跟老子逼逼 林凡见指盘古一族族长 霸气地说道 吼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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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到林凡的话 盘古一族族长身后的十一道身影 瞬间怒了 一个个发出了愤怒的吼声 张牙舞爪的 一副一言不合 就准备动手的架势 别他妈鬼叫了 吵死个人 有本事放马过来 看我不一剑一剑 把你们砍成一块一块的 林凡不耐烦地说道 看来小友是铁了心 要跟我们盘古一族作对 那就别怪老夫不客气了 他的话音落下 下一刻 十一只一代红眼僵尸王 瞬间有了动作 同时化作残影 就向林凡杀了过来 找死 大胆 大胆贼子 竟然敢对陛下不敬 看到十一只红眼僵尸王的动作 李元霸 吕布 燃敏 陈庆之 薛仁贵 贾许 寻玉 郭凤孝 徐树 九人瞬间怒吼出声 然后同样化作一道道残影 迎上了十一只红眼僵尸王 李元霸对上了 四大僵尸真祖之一的银沟 燃敏对上了 四大僵尸真祖之一的后卿 薛仁贵对上了 四大僵尸真祖之一的汉拔 其余八只普通一代红眼僵尸王 被陈庆之 吕布 贾许 寻玉 徐树 郭凤孝 联手挡了下来 而且以六人的实力 对上八只一代红眼僵尸王 完全可以说是碾压 八只一代红眼僵尸王 被打得节节败退 三大僵尸真祖也不好受 同样被李元霸 燃敏 薛仁贵压着打 可以说是完全没有还手之力 看到这一幕 盘古族族长眉头皱了起来 想不到林凡手下 竟然会有如此多的强者 而且实力一个比一个强 就连三大僵尸真祖一对一 也不是对手 这时突然林凡开口了 老东西 你的那些手下也太没用了 完全不是我的人的对手 是不是还不服气 不服气 你要不要亲自下场 来跟我过两招 林凡用调侃戏谑的语气说道 哈哈 小子你很狂 不过你也有狂的资本 但你不会觉得 我们盘古一族 就这么点底蕴吧 听到林凡的话 盘古一族的族长大笑着说道 下一刻 一道传送门在他身后出现 随后有数十道男男女女的身影 从中走出 他们的眼睛全都是血红色的 等着数十道身影 从传送门中走出来后 又有数千个绿色眼睛的身影 从传送门中走出 在那之后 又有数万只黄色眼睛的僵尸 从中走出 很明显 前面那数十道身影 是一代僵尸 而那数千道身影 是二代僵尸 还有数万只三代僵尸 林凡还在其中 看到几个熟悉的身影 他看到的 正是原著中出现过的女娲 人王福西 还有瑶池圣母 等所有僵尸从中走出 传送门关闭 数十只一代红眼僵尸 数千只二代僵尸 数万只三代僵尸 瞬间向林凡这边杀了过来 一代红眼僵尸 冲向了李源霸等人的战场 而二代僵尸 跟三代僵尸 向林凡跟他身后的北梁城 杀了过来 看到这一幕 林凡也是手一挥 两千名金丹巅峰修士 两万名铸击巅峰修士 便迎了上去 对上了二代僵尸 跟三代僵尸 双方瞬间厮杀在了一起 但不论是李源霸 跟一代红眼僵尸一方的战场 还是金丹修士 助击修士 跟二代三代僵尸一方的战场 全都是林凡一方 占据上风 李源霸以一敌三 对上三大僵尸真组 丝毫不显颓势 而是越战越勇 雷鼓翁金锤 被他挥出了残影 吕布等人 也是不遑多让 每一个人都能压着 三四只一代红眼僵尸打 将他们打得节节败退 林凡手下的金丹修士 跟助击修士 同样是战力不俗 对上那些二代僵尸 三代僵尸 简直就是屠杀 短短时间中 已经有数百只僵尸 死在了他们手上 虽然自己这一方也有损失 但并不多 只有几人罢了 并没有出现多大的伤亡 这就是你盘古一族的底蕴 不过如此 林凡将九龙剑插在地上 屹立在战场中间 开口嘲讽到 每当有僵尸 想要靠近林凡 都会被李源霸等人 还有金丹修士阻拦下来 林凡身周数百米 布置了一个什么狗屁计划 想要捕捉命运吗 为什么又要跑到这方世界来 林凡好奇地问道 哼 既然有更好的选择 我们又何必要跟命运死磕到底 只要我们盘古一族 攻占了这方世界 我们就可以全族迁徙 摆脱命运的威胁 看着下方的战场 盘古一族的组长回道 想法不错 可惜你们碰到了我 注定你们的想法无法实现 林凡淡淡地说道 是吗 那可不一定 先不说这一战 还未曾分出胜负 现在你的手下 都被我的族人牵制住了 现在你没了人保护 你说要是我杀了你 结果会怎么样 盘古一族的组长 看着林凡开口问道 第84章 林凡大战盘古族组长 做得到 你可以过来试试 听到盘古族组长的话 林凡拔出九龙剑 往前踏了一步 然后开口说道 大言不惭 真以为老夫拿你没办法 老夫生于远古时代 活了数一年 岂是你一个小辈能挑衅的 盘古族组长愤怒地说道 哈哈 活得久有什么用 还不是被一个命运 逼得东躲西藏 林凡直接戳他废管子 小辈找死 盘古族组长忍不了了 直接向林凡冲杀了过来 怕你不成 林凡手持双剑 身上散发着化神中期的威压 赢了上去 没错在自动修炼的加持下 又吸收了两个原因巅峰的修为 现在的林凡 已经是化神境中期的超级强者了 在宗武世界跟港宗世界 林凡敢自称一具无敌 两个世界中 目前已经没有任何一个人 是林凡的对手 盘古族大长老 使用空间异能 不断在半空中跳跃 打开一个个传送门 想要给林凡致命一击 林凡九龙护体 九龙剑麒麟剑身化亿万 在半空中不断穿梭 每当有空间门出现 就会有无数九龙剑麒麟剑涌入其中 杀得盘古族组长 只能到处躲避 如果不是他的空间异能太诡异 他早就死在林凡的剑下了 小贝快住手 老夫愿意带领盘古一族 撤出这方世界 见自己不是林凡的对手 盘古族组长急忙开口喊道 晚了 当着阵的面说想杀阵的人 你是第一个 所以 你必须死 林凡淡淡地说道 该死的 老夫跟你拼了 空间绞杀 盘古族组长大喊一声 下一刻 林凡身周的空间 开始变形扭曲破碎 慢慢地往中间挤压 想要将林凡碾碎 哼 招式不错 只是你的力量不足 想要利用这招杀了阵 你还办不到 林凡不屑地说道 小小异能而已 又不是法则 林凡根本不拒 下一刻 林凡身上的九龙纹身浮现出 只见九条金龙像是活了一般 在林凡身上不断游走 伴随着九生龙营 九条金龙冲天起 每条金龙都伸长数千丈 在空中盘旋一圈后 九条金龙同时化作一道金光 钻入了林凡的眉心十海 随后只见林凡的身体开始产生变化 额头长出了两只龙脚 双手变成了龙爪 尾椎骨部位也长出了一条龙尾 全身布满龙铃 林凡的气势瞬间拔高了数个档次 一找轰出 林凡面前的空间瞬间破碎 抬脚跨入破碎的空间 林凡一眼就看到了 躲在空间裂缝里面的盘古族组长 尼尼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盘古族组长结巴地问道 同时 他满脸写着不可置信 之前他也不是没碰到过 比他强的强者 他能从远古时代活到现在 成为盘古一族的组长 靠的就是他的空间异能 每当他碰到打不过的对手 他就会利用自己的空间异能 躲在空间裂缝里面 然后寻找机会 偷袭杀死自己的对手 毕竟没有人能一直保持警惕 而且他遇到的那些对手 就算比他强也有限 只要被他偷袭得手 那就是死路一条 哼 这个世界只是一个 触及中间世界而已 只要力量够强 防御力够霸道 哪里阵去不得 寻着你的气息 找到你很难吗 林凡冷哼一声回道 该死 老夫跟你拼了 听到林凡的话 盘古族族长怒吼一声 开启僵尸怪兽形态 然后以一副拼命的架势 瞪着那血红的眼睛 冲向林凡 见盘古族族长向自己杀来 林凡身体一晃 瞬间消失在原地 待他再次出现的时候 他已经来到盘古族族长身后 林凡伸出一双龙爪 揪住盘古族族长的两只大蝙蝠翅膀 然后一脚踩在盘古族族长的腰部 下一刻 林凡双手用力 耳中只听撕拉一声 盘古族族长的一双大蝙蝠翅膀 就被他扯了下来 一双蝙蝠翅膀被扯下 盘古族族长惨叫一声 强忍着疼痛 他转身对着林凡就是一拳 想用他盘古僵尸强大的肉身 跟林凡打肉搏战 只可惜 他那一拳还没有轰到林凡身上 林凡就再一次消失了 他再次发现林凡的时候 林凡已经出现在他数百米远的地方 不等他再次发起进攻 只见林凡手一挥 由麒麟剑跟九龙剑化作的无数道剑气 已经向他杀了过来 搜搜搜 搜搜搜搜搜 剑气威力极强 瞬间穿透了盘古族族长的身体 只可惜这老家伙反应太快 刚有两把剑穿透他的身体 他就在自己身前开了一道传送门 将林凡斩出的剑气 传送到了别的地方 见此 林凡将九龙剑跟麒麟剑抛向半空 下一刻无数道剑气 向两把剑汇聚而来 两把剑的体型也越来越长越来越大 下一刻 林凡手一挥 两把剧剑一前一后 杀向了盘古族族长 前面的麒麟剑直接轰碎了传送门 后面的九龙剑 直接将盘古族族长的身体 斩成了两半 只可惜 还不等林凡有下一步动作 被斩成两半的盘古族族长的上半身 下方出现了一道传送门 直接将他的上半身给传送走了 想跑 哪有那么容易 只见林凡用力一脚跺在地上 下一秒 林凡脚下空间破碎 半径十公里的空间也开始震荡 还没逃出去多远的盘古一族族长 直接被林凡这一脚 从空间裂缝里面震了出来 小友 饶过老夫 老夫愿意帅盘古一族归顺你 只剩下上半身的盘古一族族长 见自己逃不掉 连忙开口喊道 老东西 你说的话 你自己信吗 别挣扎了 你还是去死吧 这种活了上一年的老怪物说的话 林凡是一个字都不行 下一刻 两把巨剑崩散 然后在林凡头顶聚集 慢慢形成了一条长万丈的五爪神龙 紧接着龙口张开 由剑气组成的五爪神龙 一口便将只剩下上半身的盘古族族长吞了下去 啊 老夫诅咒你 老夫诅咒你 不得好死 老夫诅咒你 灵魂永跎地狱 永世不得超生 盘古族族长在被吞进龙腹前 发出了不甘的诅咒 不过林凡并不在意 他是谁 他是大夏皇帝 修炼的是九龙诀 有国运护身 有九龙护体 想诅咒他根本不可能 去死吧 林凡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 随后只见林凡一握拳 下一刻 由剑气组成的万丈神龙体型 瞬间缩小了一倍 也因此瞬间被绞成了虚无 看了一眼盘古族族长的下半身 林凡手指一弹 金色火苗飞出 瞬间将盘古族族长的下半身 也烧成了虚无 自此活了数一年的盘古族族长 彻底被林凡绞杀 死得不能再死 而且 僵尸没有灵魂 想投胎转世也做不到 意识消散 死了就是真的死了 第85章 前往洪荒世界 三清昆仑山收徒 时间匆匆 转眼数年时光 在林凡击杀了盘古族族长后 连接宗武世界 跟港宗世界的通道 被彻底关闭 在那之后 林凡先是接管了整个黎阳 之后他又轻率大军 杀入了大元境内 花费数月时间 清理掉了大元境内所有僵尸 看着被僵尸破坏得 不成样子的两国城池 林凡也懒得修复 大手一挥直接回收 无论是村落 还是城池 全都被林凡整体回收给了系统 反正都是无主之物 原先的主人都被变成了僵尸 然后让林凡给杀了 将两国资源全部回收干净 林凡的黄金余额突破了百亿 现在林凡的黄金余额 有着137亿多两 足够给系统升级两次 还有盈余 搞定这一切后 林凡为了将打下的疆土连接在一起 他派出大军 强势拿下了整个大宋 然后他又在大元边境 画出一片地方 将西夏迁移了过去 自此 大夏领土彻底连接在了一起 林凡也成了整个宗武世界 领土最多 地盘最大的皇帝 在这数年时间中 林凡还做了两件事情 其中一件事情 不用说大家应该也能猜到 以林凡那老色批的性格 他怎么可能放过宗武世界的那么多女侠 没错 林凡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将之前提到过的女侠 全部收入了他的大夏后宫 让那些女侠成为了他的妃子 林凡做的第二件事 就是将坠落在大秦境内的天心弄到了手 之后用系统进行了复制 天心粉末炼制的长生药 林凡也同样进行了复制 现在跟林凡有亲密关系的人 还有整个大夏无品以上的官员 跟他们的直系家属 已经全都获得了长生 系统数年时间 我的修为提升缓慢 仅仅从化神中期提升到了化神后期 我们也是时候 开启第三次穿越了 站在浮空岛的边缘 林凡看着下方的林凡城 开口说道 穿越功能开启中钉 穿越功能开启成功 选择一 宿主可消耗一万两黄金 开启一次随机穿越 选择二 宿主可消耗十万两黄金 开启一次定点穿越 钉 宿主 可在两种穿越方式之中 任选一种 听到林凡的话 系统的声音在他脑海中响起 系统 消耗十万两黄金 真的可以选择任何世界进行穿越吗 林凡看着第二个选择开口问道 这是当然 逐天万界中 只要是宿主知道的世界 都可以定点穿越 系统回道 是不是也包括洪荒世界 林凡问道 当然 不过本系统不建议宿主 现在就穿越洪荒世界 由于宿主当前的实力太低 如果穿越到洪荒世界 就算有本系统的辅助 也不一定能保证安全 系统给出准确答案的同时提醒道 听到系统的话 林凡陷入了沉思 下一刻 他再次开口问道 系统 如果我要穿越洪荒世界 穿越的地点跟时间可以指定吗 可以是可以 不过要加钱 听到林凡的询问 系统在林凡的脑海中回道 加多少 加上定点穿越所需的十万两黄金 共计需要一百万两黄金 才一百万两黄金 那还等什么 系统我要穿越洪荒世界 要知道 林凡现在的余额 可是有着近一百五十一两 区区一百万两黄金 对现在的林凡来说 简直就是毛毛鱼 九牛一毛 宿主你确定 不再考虑一下 要知道 洪荒世界可是大罗满地走 惊仙不如狗 以你现在的修为 连个人仙都不是 穿越过去 就连一只最普通的妖兽都打不过 你确定 你要穿越洪荒世界 系统再次提醒道 现在的系统慌得一逼 要知道 他早就跟林凡绑定在了一起 林凡要是死了 他也得跟着一起死 没什么好考虑的 穿越其他世界 就是浪费时间 一个世界一个世界 慢慢提升修为 最后穿越顶级大千世界 就算能把修为提升到 大罗金仙巅峰 也只是多了一些自保之力罢了 跟花费的时间比不值一提 还不如直接去洪荒世界一步到位 而且 我已经有了万全的计划 系统你就放心吧 不会死的 林凡说道 说完林凡就走了 他要去安排一下 他离开后的事宜 不久后 以诸葛亮为首的文臣队伍 跟以白起为首的武将队伍 聚集在了大夏皇宫的大殿之中 分别站在了两侧 吴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所有人拱手行礼道 众爱卿平身 林凡一挥手开口说道 谢陛下 所有文武大臣 再次齐身回道 等所有人站起身 林凡再次开口了 孔明何在 臣在 请问陛下有何吩咐 嗯 事情是这样的 朕最近要离开大夏一段时间 在朕离开大夏的这一段时间中 大夏的一因事物 朕会将其全部交由内阁接管 孔明你作为内阁首辅 担子很重 要多费心才是 林凡说道 请陛下放心 在陛下不在的这一段时间中 内阁一定会处理好大夏的所有事物 不会让大夏出现任何问题 诸葛亮拱手回道 嗯 很好 这样朕就放心了 点了点头 随后林凡转头看向武将那一边 袁霸 项羽 吕布 你三人准备一下 明日 随朕一同出发 是陛下 三人齐声领命 搞定了朝堂上的事 之后林凡去了后宫 同样将自己 要离开一段时间的事 告诉了后宫众女 众女一个个都是 显得非常不舍 甚至有想要跟林凡一起去的 只不过让林凡给拒绝了 毕竟洪荒世界还是太危险了 林凡可不想让自己的女人 陷入危险之中 众女想要去洪荒世界 必须等她在洪荒世界 稳住脚才行 不然她没办法保证众女的安全 安抚好众女 一场大战不可避免 一晚上时间 林凡挑翻了众位女侠 第二天一早 林凡穿好衣服来到教场 李源霸 项羽 吕布 豪华邮轮 120艘非洲 还有上面的人员 早已等待在此 林凡大手一挥 将他们收进小世界 然后开口对系统说道 系统 目标洪荒世界 地点昆仑山 时间三清收图大典当天 宿主 你真的不再考虑一下 系统还是不死心 于是再次开口问道 没什么好考虑的 开启传送门吧 林凡不为所动 直接命令道 丁 扣除黄金一百万两 传送门开启中 目标洪荒世界 地点昆仑山 日期洪荒纪元某某 XXXXXXX年 三清收图大典当日 丁 传送门开启成功 第86章 穿越洪荒 三清昆仑山收图 洪荒 昆仑山 三清坐在云床之上 看着下方前来拜师的云云众生 而山下不有三座大镇 这三座大镇分别是由 太清老子 玉清原始 上清通天分别不下 想要拜师的生灵 可以选择一座大镇进行闯关 只要闯过大镇 就可拜师成功 这时 一道传送门突然出现 下一刻 灵凡一脚从中跨出 而他从传送门跨出的动作 引起了不少 想要拜师生灵的注意 要知道 空间法则可不是谁都能掌控的 整个洪荒 也就巫族地将少数人 掌握了空间法则 另外就是顿入混沌的杨梅道人了 在场众生灵 把系统开的传送门 当成了灵凡掌握了空间法则 只是当他们注意到灵凡的修为后 又全都打消了刚才的想法 因为灵凡的修为太低了 可以说是在场众人中 最低的也不为过 怎么可能掌握空间法则 就连看到这一幕的三清 也是皱了皱眉 不知道灵凡如此低的修为 是如何打开的传送门 掐指演算天机 也演算不出 他们当然演算不出 有系统帮灵凡遮掩 别说三清还没有成胜 就算三清成胜了 也演算不出灵凡的跟角 大兄 此子修为如此之低 为何我演算不出他的跟角来历 通天看着老子开口问道 为兄也不知 为兄也同样演算不出他的跟角 老子回道 二兄可算出什么结果了 见老子也没算出结果 通天又转头问向原始 本尊也没有演算出他的跟角 原始天尊回道 奇哉怪哉 大兄有着准圣后期修为 我与二兄也有准圣中期修为 为何会演算不出一个 小小化神修师的跟角 通天不解道 不解的同时 他打起了收灵凡 围图的想法 视线重新回到山下 灵凡环视一圈 发现了很多洪荒生灵 其中有些人他还认识 比如三肖 赵公明 玉鼎真人 太乙真人 还有在场唯一的人族 玄斗大法师 至于林凡为什么会认出他们 当然是前世在电视剧里面看过的了 很快 林凡又注意到了一个身影 是一名女修士 最关键的是 这名女修士 跟自家媳妇阿珠 长得有着九成相似 这让林凡对那名女修士产生了好奇 好奇她的身份 林凡可不记得 前世的那名大明星 演过什么洪荒大能 没有犹豫 林凡直接走了过去 平道林凡见过道友 来到那名女修士身前 林凡值了一礼道 道友好 平道慈行 林凡寡游也是来拜师的 不知林凡道友想拜三清哪位为师 女修士回了一礼 然后开口问道 女修士此话一出 林凡愣住了 随后嫩嫩地看着慈行道人 只把慈行道人 看得面红耳赤 道友这是何故 为何一直盯着频道看 被看得面红耳赤的慈行道人 开口问道 这时林凡也反应过来了 然后他连忙开口说道 哦 我刚才想到了一件重要的事情 所以突然就走神了 还请道友见谅 林凡随便找了一个借口敷衍道 卧槽 以前看的洪荒小说 不多说慈行道人是男的嘛 怎么现在变成女的了 林凡内心震惊道 大惊小怪 先不说先天生灵不分男女 慈行道人本来就是女的 未来佛门的观音就是慈行道人 感受到林凡的想法 系统跳出来开口说道 可那些洪荒小说不是这么写的 那些洪荒小说里面描述的慈行道人 不是在判出禅教之后 才幻化女像 变成佛门的观世音菩萨的吗 林凡说道 你都说那是小说了 还不是想怎么写就怎么写 比如 某个正在写小说的家伙 他就把慈行写成了女的 说到底 还不是缠人家身子 系统不屑地说道 系统你闭嘴 你要是再敢胡说八道 我手上的笔可不会留情 你信不信我直接给你写个系统自报 让你消失 某携手威胁道 听到某携手的威胁 童子哥慌了 连忙捂住自己的嘴 直接选择了装死 毕竟他可不想自报 剑系统突然没了声音 不知内情的林凡有些无语 下一刻 想起慈行道人之前的问题 看着跟阿珠有九成相似的慈行道人 然后林凡转头看向三座大镇 随后只听他开口说道 道友 凭道此次前来昆仑山 是想要拜入三清之一的 原始天尊门下 哦 道友好眼光 不瞒道友 平道也是想要拜入原始天尊门下 慈行道人说道 那还真是巧 如果我们都能拜入原始天尊门下 以后我们就是同门了 平道修为低微 以后还要劳烦慈行道友多多照佛 林凡说道 善 同门之间理应如此 林凡的话音落下 慈行回道 就在两人对话的这一会儿功夫 大镇也已经正式开启 林凡注意到之前看到的三霄 往通天圣人布置的大镇而去 想起他们未来悲惨的命运 林凡脑海中冒出了一个想法 下一刻 林凡一步跨出 就挡在了三霄面前 道友这是何意 为何挡住我三姐妹的去路 大姐云霄开口问道 穷霄必霄 也是有些奇怪地看着林凡 三位仙子 平道林凡有理了 事情是这样的 平道拦下三位仙子 是想邀请三位仙子 跟平道一同拜入原始天尊门下 不知三位仙子意下如何 林凡说道 没错 林凡想邀请三霄 跟他一起拜师原始天尊 只要三霄 拜入原始天尊门下 日后风神亮节 三霄就可以躲过前世 那悲惨的命运 至于林凡为什么选择拜师原始 不选择拜师通天 原因很简单 因为原始天尊足够互独子 甚至为了自己的弟子 不惜跟自己的弟弟闹翻 前世很多洪荒小说都写什么 写原始天尊 不要面皮以大欺小 写什么原始天尊 联合外人欺负通天教主这个弟弟 林凡表示 痴之以鼻 首先自己徒弟都被打成死狗了 要是做师父的原始天尊 还不出来帮徒弟找回场子 做徒弟的 要他这个师父有何用 再说说通天 原始天尊有说错吗 通天教主门下收的 竟是一些披毛带脚之辈 什么是披毛带脚之辈 用两个字可以形容 妖族 要知道 妖族为了炼制屠乌剑 可是将洪荒千亿人族杀的 剩下部族百万 近乎于灭族 林凡作为人族 能对妖族有好感 那就怪了 而结教里面收的99%都是妖族 林凡又怎会选择拜通天教主为师 又怎会选择加入结教 第87章 忽悠三霄 拜师 原始天尊 道友见谅 来昆仑山前 我三姐妹已与兄长赵公明商议好 要拜入上清通天门下 所以我三姐妹 只能辜负道友的好意 拒绝道友的邀请了 云霄说道 说完 他还看了一眼旁边的男子 那男子不是别人 正是他们的结拜兄长赵公明 看到云霄的动作 林凡也终于注意到了 站在三霄旁边的赵公明 嗯 这就是赵公明 风神亮节后 未来天庭的财神 看着三霄旁边站着的一个 外表有着三十多岁的中年人 林凡心中想道 道友 平道赵公明有底了 见林凡看着自己 赵公明直了一礼开口道 平道林凡 见过道友 林凡还了一礼 不知道有与我三位妹妹素未相识 为何要邀请我三位妹妹 与你一同拜入玉清原始门下 赵公明问道 这时此行也已经走了过来 听到赵公明的问题 他也看向了林凡 想知道林凡为何选择拜师原始天尊 而不是另外两位 见众人都用目光注视着自己 林凡想了想 然后开口回道 首先平道邀请三霄仙子 自然是平道觉得与三霄仙子有缘 想要跟三霄仙子成为同门 其次当然是平道觉得 拜入原始天尊门下 要比拜入上清通天门下要好一些 不然平道也可以选择 跟三霄仙子一起拜入上清通天门下 林凡说道 哦 道友此话怎讲 为何会觉得拜入原始天尊门下 要比拜入上清通天门下要好 听到林凡的话 赵公明来了兴趣 再次开口问道 此行 三霄仙女也是不解地看着林凡 等待着她的答案 见所有人都看着自己 林凡开口说道 说到这里 就不得不说说三清的教义了 原始天尊先不谈 我先跟你们说说 太清老子跟上清通天 首先我们先说说太清老子 要知道 太清老子修的是无为之道 也因此 他自然不会收太多弟子 据平道预计 太清老子大概只会收下一位弟子 用于传承他太清一脉 所以想要拜入太清老子门下 不是不可能 但希望十分渺茫 接下来 我们再说说上清通天 上清通天修的是剑道 剑道讲究的是个与天争与地争 另外 通天的志向 是为天下万物生灵 谋取一线生机 正所谓天道四九顿去其一 就是这个道理 也因此上清通天修炼的剑道 也能解释为是 逆天之道 一句话说到底 如果上清通天 不是有盘古遗则 不是他体内 有着盘古大神的开天功德 他上清通天 早就被天道抹除了 而想要为天下生灵 谋取一线生机 上清通天的弟子 自然是多多益善 这也就是说 他的弟子 将会是三清中最多的 可弟子多了 真的是好事吗 毕竟林子大了 什么鸟都有 弟子一旦一躲起来 源源不断的麻烦 就会自然而然的找上门 到那时 他的弟子谁又能置身事外 这是其一 另外收那么多弟子 其中肯定不乏败坏 气韵功德之辈 而洪荒恰恰非常讲究 气韵功德 还有因果 可上清通天 并没有镇压气韵的质保 一旦教派气韵流失干净 那些弟子要是还是不知收敛 接下来败坏的 就是通天身上的盘古气韵 等通天身上的盘古气韵流失干净 通天立下的教派 那时不须天道出手 他那些弟子结下的因果 都能让通天立下的教派灰飞烟灭 就算通天成圣也没用 毕竟洪荒可不止他通天一人能成圣 这是其二 赵公明道友 三肖仙子 听完频道的解释 现在你们还想拜入通天的门下吗 林凡问道 道友是否威严耸听了些 听完林凡的话 三肖中年龄最小的必肖 有些不相信地开口道 小妹不可无礼 林凡道友跟我们说这些 也是为我们好 云霄说道 说完他想了想又开口道 而且林凡道友说的 也未必不会成真 上古龙凤麒麟三族覆灭 不就是因为败坏了功德 因果缠身 引起三族大战 导致的最终灭亡 云霄的话音落下 又有一道清脆的女声传来 大姐说的有道理 修行不易 就算有一丝风险也要避免 何况林凡道友说的 十有八九会成真 我们不得不防 一直没说话的穷霄 也开口说道 赵公明跟慈航 听了林凡的分析 也是频频点头 非常有道理 此时山顶之上 一直注意着林凡的三亲 也同样听到了林凡刚才所说的话 三弟 你听到了吗 维兄没想到 一个小小化神经修士 都比你看得清楚 你却一直执迷不悟 是个生灵 你就收入门下 甚至不管他们的资质品行 三弟啊 真不是二哥不让你收弟子 可弟子多了 真的是好事吗 你收的那些披灵带脚之辈 真的能发扬叫拍吗 就像下方那小子说的一样 一旦你体内父神留下的 开天功德流失干净 你的下场 绝对不会比刚才那小子说的 好到哪里去 原始抓住机会 再次开口劝道 说老实话 原始作为通天的二哥 也真是为他操碎了心 只是他不懂得怎么去表达 最终才闹了一个兄弟反目的下场 通天 二弟说的对 你以后收弟子 真要好好把把关 不能什么样的生灵都收 收的弟子不说资质逆天 最起码也要品性纯粮吧 闭目养神的老子 也睁开眼睛 看向通天开口说道 大兄二兄 你们就别劝了 通天不为所动 开口说道 想必大兄二兄也该知道 修剑道者 做事不可半途而废 认定的事就要去做 不可退缩半步 一旦心中有了退缩的想法 心境就会有缺 到那时 我的剑道将再难有寸境 通天说道 哎 既然你不听劝 那就算了 希望你以后不要后悔 老子叹了口气 开口说道 大兄 原始不甘心地喊道 毕竟通天是他的三弟 他不想看到通天走上歧途 等到未来再去后悔 二弟不用再说了 陆氏三弟他 自己选的 我们也不好多做干涉 至于未来会承受什么样的因果 只能看天意了 老子见原始 还想说些什么 于是开口阻止了原始 说完 他抬头看向了林凡 心中也产生了 收林凡为徒的念头 毕竟林凡的眼光 不可谓不超前 未来必成大器 配做他老子弟子 只可惜 林凡好像没有败入他门下的想法 第88章 闯阵 连升两级系统 赵宫鸣道友 三肖仙子 评到说了这么多 四位可否做出了选择 林凡见很多人已经开始闯阵 于是开口问道 林凡语气中明显有些焦急 毕竟闯阵的生灵很多 万一三清收够了弟子 收徒大典结束了怎么办 道友可否再说说原始天尊 这样我们也好做出选择 云霄没有急着做出决定 而是想听听林凡对原始天尊的分析 然后再做出决定 毕竟拜师可不是一件小事 拜谁为师 可是能决定他们未来的发展跟命运的 原始天尊嘛 他没啥好说的 就一点互犊子 不过有这一点就足够了 有这样的一个师父 我们以后走到哪都不用担心 要是让人给欺负了 他可不会顾及什么面皮 顾及什么以大欺小 他会毫不犹豫地出手 帮我们找回场子 唯一麻烦的 就是原始天尊太过看重跟脚资质 跟脚不行的 浮原浅薄的原始天尊基本不可能会收 原著中也只有黄龙真人是个例外 不过他最后也成为了肆无真人 无徒弟 无本领 无法宝 无战绩 林凡想到 而这一点 你们完全不需要担心 无论是你赵公明 还是三肖仙子 不管是跟脚还是浮原 都无比深厚 完全有资格拜在原始天尊门下 林凡话音落下 山顶坐在云床上的原始天尊 脸皮抽了抽 心想 你他妈是来拜师的 还是来抱大腿的 还什么不顾面皮帮你出头 你是不是想多了 不过他也决定 只要林凡能闯过他布置的大阵 他就收下林凡 毕竟连他们三亲都算不出林凡的跟脚 林凡的跟脚 绝对不会差 视线重新回到山下 这时的云霄也已经有了决定 那就是 拜原始天尊为师 兄长 两位妹妹 我觉得林凡倒有说的有道理 不如我们就跟随他一起 拜入原始天尊门下 不知兄长跟两位妹妹意下如何 云霄看着赵公明 还有自己的两位妹妹 穷霄必消开口说道 好我听姐姐的 穷霄必消对视一眼点头道 赵公明纠结了一下 最终也点头同意了下来 原本他是想要拜入通天门下的 毕竟他有几位好友 已经拜入了通天门下 不过他也觉得 林凡刚才的分析有道理 而且自家大妹云霄 已经做出了决定 他自然不会反驳 既然已经做出了决定 那还等什么 万一等一下收徒大典结束了 那就什么都晚了 林凡催促道 听到林凡的催促 包括慈航在内 所有人同时点头 然后一起往中间那座大阵走去 中间这座大阵 正是原始天尊部下的 来到大阵前 几人没有再说什么 在互相点头后 林凡一脚便跨了进去 随后几人也一一进入了大阵 进入大阵的林凡 瞬间就感到了 一阵威压压在了他的身上 而且他没往前走一步 压在他身上的威压 就越来越重 原始部下的这座大阵 一共有三关 第一关考验的是毅力 第二关考验的是修士的跟脚与修为 不过这两关也可以说是一关 原因很简单 这座大阵直通山顶 因为每往前走一步 都需要极强的毅力 深厚的修为 还有强大的跟脚作为支撑 想要通过这座大阵的第一关 跟第二关 毅力 修为 跟脚 三者缺一不可 而第三关是一座幻阵 考验的是修士的品性 品性不行的人 会被困在幻阵中 在里面沉沦堕落 除非原始天尊放他出来 不然 他将永远走不出这座幻阵 可只要能通过这三关的考验 通过的生灵 就可以败入他原始门下 成为原始天尊的清传弟子 而灵凡现在处于的正是 第一关跟第二关的结合 只见灵凡正在步履艰难地往山顶走去 每一步都无比艰难 每跨出一步 灵凡身上所承受的威压 便会重上一分 很快移住将时间就过去了 而灵凡才走出去了十几步 没办法他的修为实在太低了 以灵凡现在的速度 想要登上昆仑山山顶 估计巫妖大劫都结束了 他才走到半山腰 而且 以灵凡现在的修为 能不能活到那个时候 还难说呢 哎 此子心性不错 眼光也够长远 就是修为太低 想要闯过本尊布置下的大阵 估计是不可能了 原始天尊叹了口气 开口说道 哦 此子如果不能闯过二兄 布置下的大阵 难道二兄就不准备收他 如此甚好 正好本座很重于这小子 如果二兄不要他 不如就让他拜在我的门下吧 通天说道 嗯 本座也有一收此子为徒 如果二弟不收他 可让他拜入我太轻一脉 老子开口道 大兄 你也看上了这小子 不过三弟可不会让这大兄 能否将其收入门下 那就要各凭本事了 通天对老子说道 善 收其为徒 为兄还是有信心的 老子不甘示弱地说道 完全忘记了 他修的是无为大道 而在旁听着两人对话的 原始天尊 不由地翻了个白眼 心想自己可从来没说过 不愿意收林凡为徒 想要抢他徒弟 门都没有 窗户也没有 视线重新回到山下大阵中 此时的林凡 通过不懈的努力 已经走出了一百多步 同时 林凡的修为 也因为打破自身极限 来到了化神巅峰 不然 他也走不出一百多步 不过 林凡现在 也已经到达了极限 体内真元几乎耗尽 没了真元支撑 现在的林凡 已经无法往前 哪怕再走一步了 甚至再往前走半步 他也做不到 到达极限了吗 感受着自己身体的情况 林凡在心中想到 不过林凡可不会放弃 下一刻 他呼唤出了系统 宿主有何吩咐 被叫出来的系统开口问道 系统 我能不能成功拜师 成功在洪荒站住脚 就看你的了 系统消耗一百一十亿两黄金 将系统升级到六级 林凡在内心喊道 丁 一百一十亿两黄金扣除成功 宿主当前余额 三十九亿八千二百万两黄金 丁 系统升级中钉 系统升级成功 当前系统等级五级 五级礼包发放中钉 系统升级中钉 系统升级成功 当前系统等级六级 六级升级礼包发放中 丁 礼包发放成功 两个升级礼包已放入系统空间 请问宿主是否打开 是或否 开启升级礼包 林凡用尽谨慎的力气开口说道 再晚一点 估计他就要快坚持不住了 丁 礼包开启中钉 礼包开启成功 丁 第八十九章 开礼包 大报 丁 礼包开启中钉 礼包开启成功 丁 恭喜宿主获得 金仙巅峰修为 丁 恭喜宿主获得 金仙后期修为提升卡X12 丁 恭喜宿主获得 神通 地煞七十二变 丁 恭喜宿主获得 巫族 修仙炼体功法 八九玄功 丁 恭喜宿主获得 菩提老祖所创功法 大品天仙诀 丁 恭喜宿主获得 后天极品领宝 十二件黄金圣衣 丁 恭喜宿主获得 后天极品领宝 法剑X12 丁 恭喜宿主获得 后天极品领根一百株 丁 恭喜宿主获得 满汉全席 一万份 满汉全席 洪荒改良版 每道菜都有增加法力 提高悟性 加速修炼的作用 丁 恭喜宿主获得 人足悬仙修士大军十万 丁 恭喜宿主获得 人足天仙修士大军一百万 丁 恭喜宿主获得 人足地仙修士大军一千万 丁 五级礼包开启完毕 所有物品已放入系统空间 请宿主自行查收 系统快帮我融合修为 我快坚持不住了 系统的话音落下 灵凡在内心中喊道 好的宿主 修为灌输中 下一刻 已经到达极限 真元枯竭的灵凡体内 突然涌出大量法力 伴随着的 使灵凡的修为 开始快速提升 大乘七 炼神七 反须七 和道七 轰 伴随着轰的一声 灵凡的修为 正是跨入了人仙 随后是地仙 天仙 玄仙 真仙 金仙 金仙初期 金仙中期 金仙后期 金仙巅峰 系统 灌输七十二遍 八九玄弓 大品天仙诀 突破到金仙巅峰的灵凡 再次开口说道 下一刻 大古记忆涌入他的脑海 不过灵凡有着金仙巅峰的修为 接收灌输很顺利 可让灵凡有些方的是 他的盘桃没用了 本来还想着拜师成功 获得了修仙功法 然后再用盘桃提升修为的 现在有着金仙巅峰修为的他 直接用不上了 所以 灵凡就很方 系统 你这不按套路出牌啊 说好的一级一级声 你怎么直接给我 干到金仙巅峰了 有着金仙巅峰修为的灵凡 一边闲听信步的往山顶走 一边在内心说道 宿主你想多了 这跟本系统无关 这全都是你自己的运气 其实说是你自己的运气也不准确 准确的说是洪荒人族的气运帮助了你 本系统也是刚知道 怎么说呢 之前你在宗武世界 你是大夏皇帝 有国运护体 运气好到爆炸 这也是你多次抽到盘桃的原因 现在 你到了洪荒世界 由于你身为人族 身上又有一丝地道法则 也因此 你自然的 便连接上了人族气运 这也是礼包一下子提升这么多的原因 不过这也不是没有坏处的 现在你跟洪荒人族扯上了关系 沾染上了因果 也因此 你现在跟洪荒人族 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 简单来说 宿主你现在就是洪荒人族的天命地者 你要对洪荒人族负责 宿主你也知道 洪荒是非常讲究气运因果的 一旦人族遭到重创 宿主你的气运也会受到影响 当气运低到一个程度 宿主你喝水 都有可能会被枪死 这么可怕 林凡震惊得道 感觉有点不划算啊 不过他是不可能看着妖族屠杀人族的 反正都要管 现在好像也没差哪去 反应过来的林凡 无所谓地说道 另一边 坐在云床上的三清 见林凡从一个不入流的化神修士 突然修为暴增 瞬间修为达到了惊鲜巅峰 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三清 也都被震惊了 正在屡须的老子 手一抖 揪下了自己一撮胡子 疼得他呲牙咧嘴 原始天尊也是手一抖 掉在了地上 通天最惨 正在挖鼻孔的他 一不小心把自己的手指 整个插进了自己的鼻孔里面 疼得他眼泪都出来了 大兄 三弟 林凡此子 你们就不要打主意了 他闯的是我不下的大阵 自然要拜入我御庆门下 捡起地上浮沉的原始 率先开口说道 荒谬 刚才他突破修为的时候 本尊明显感受到 林凡此子是一名人族 难道二弟忘了 此次收徒大典之后 我们三兄弟 就要建立人铲节三教 成就圣人 林凡作为人族 自然要拜入本尊的门下 听到原始天尊的话 老子先是心疼地看了一眼 自己手上被揪下来的胡子 然后开口说道 大兄 二兄 明明是三弟 我先看上林凡 想要收他为徒的 你们现在是什么意思 实在不行 我们三兄弟 就去混沌做过一场 谁赢了 谁收林凡为徒 通天也不甘示弱地说道 而且 手中有诸仙剑阵的他 一点都不须 自己大兄太轻老子 二兄欲轻原始 此事没得商量 林凡必须拜在我御亲门下 而且大兄先不说 三弟你觉得 林凡会拜你为师吗 你别忘了 刚才他在山下说的那些话 原始天尊冷哼一声说道 哼 本尊不管那么多 林凡这个徒弟 本尊今天收定了 谁来也不好使 至于林凡那小子的意见 他现在才精先修为 打一顿就老实了 本尊还就不相信 本尊堂堂准胜中期强者 还治不了他 一个小小精线 通天也同样冷哼一声开口道 通天话音落下 三清怒目相识 谁也不让谁 至于林凡的意见 他们表示 那重要吗 他们表示 一点都不重要 就在三清为了收林凡为徒 快要大打出手的时候 此时的林凡 仗着惊仙巅峰的修为 已经来到了昆仑山的半山腰 感觉到身上的威压越来越重 上山的脚步 已经不像原先那么轻松 林凡再次开口说道 系统 帮我开启六级升级礼包 好的宿主 六级升级礼包开启中钉 六级升级礼包开启成功 第九十章 再开礼包 三清互洽 丁 六级礼包开启中钉 礼包开启成功 丁 恭喜宿主获得 太乙金仙巅峰修为 丁 恭喜宿主获得 太乙金仙后期修为提升卡X12 丁 恭喜宿主获得 神通 天罡三十六遍 天罡三十六遍 玄门无上神通 其中包括 斡旋造化 颠倒阴阳 疑心患斗 回天反日 呼风唤雨 镇山汉地 藤云驾雾 画江成路 纵地金光 翻江脚海 指地成钢 五行大盾 六甲骑门 逆之未来 边山一时 起死回生 飞身脱骑 九夕福气 倒出圆阳 降龙拂虎 补天玉日 推山填海 点石成金 正立无影 太化一行 大小如意 花开请客 游神玉气 隔园洞剑 回风反火 掌握五雷 潜渊缩地 飞杀走石 斜山超海 撒斗成兵 定投七剑 丁 恭喜宿主获得 盘古大神 修仙炼体功法 九转玄弓 九转玄弓 盘古大神所创 无上炼体功法 功法级别大道集 丁 恭喜宿主获得 盘古大神 修仙炼神功法 九转圆弓 九转圆弓 盘古大神所创 无上圆神功法 功法级别大道集 丁 恭喜宿主获得 几品先天至宝 二十六品功德金莲 二十六品功德金莲 内含四十九道禁止 击出防御无双 可收人 可困人 可用于镇压弃运 粗暴点也可以拿来砸人 一砸一个准 不超过宿主一个大境界者 一击必杀 就算是圣人只要被击中 也可以砸到他眼冒惊心 晕眩三秒 祝 当前宿主修为不足 请谨慎使用 丁 恭喜宿主获得 几品先天至宝 人皇剑 人皇剑 来源诸天万剑 诸天万剑人足至宝 当前处于封印状态 几品先天至宝 未来可跟随宿主修为提升品级 丁 恭喜宿主获得 几品先天至宝 人皇印 人皇印 来源诸天万剑 诸天万剑人足至宝 当前处于封印状态 当前品级 几品先天至宝 未来可跟随宿主修为提升品级 丁 恭喜宿主获得 几品先天至宝 九龙人皇套装 九龙人皇套装 其中包括 九龙人皇帝甲 九龙人皇帝官 九龙人皇帝袍 九龙人皇帝配 九龙人皇帝袋 九龙人皇帝靴 来源诸天万剑 诸天万剑人足至宝 当前处于封印状态 当前等级 几品先天至宝 未来同样可跟随宿主修为提升品级 丁 恭喜宿主获得 几品先天至宝 九龙帝城 九龙帝城 几品先天至宝 内含四十九道尽至 古封帝都行建筑 可变大变小 最小可握于掌心 可用于镇压敌人 有护城大镇 圣人九重以下不可破 在城中宿主 可拥有圣人一重战力 九龙帝城 最大长宽面积 九百九十九公里 城墙高一百二十米 十道城门 每个城门都有一座军营 每座军营可容纳百万大军 城内有灵药园一座 灵果园一座 灵田一万亩 产出可轻松养活城中所有人 牧场一万亩 产出可轻松提供城内居民肉食需求 城中心有皇宫一座 内部设施齐备 水电网络齐全 丁 恭喜宿主获得 一万人足金仙初期修饰 一万人足金仙修饰 他们每一个都拥有金仙初期修为 装备有 后天下品 战甲一套 装备后天中品法宝常见一把 拥有对应金仙的功法神通 可自主修炼 上线准圣后期 丁 恭喜宿主获得 人参果一百枚 人参果一百枚 这一百枚人参果 全都是混沌未开始 人参果树第一批借出的果实 属于真正的极品先天灵果 效果强大 服用一颗 可增加一个圆会的寿元 一个圆会的法力 对准圣益有效果 无负作用 本次礼包开启完毕 所有物品已放入系统空间 请宿主自行查收 狗系统 幸亏之前没听你的 要是听了你的 去了其他事件 没来洪荒事件 同样花费一百一十一两黄金 两个礼包里面 肯定开不出这么多好东西 林凡翻了个白眼说道 内心十分庆幸 没有听狗系统的话 狗屁还不是某携手 怕你这狗宿主 再洪荒活不下去 帮你开挂 特意给你提高了待遇 而且还要找个合适的理由 不然你以为 你能开出这么多好东西 想屁吃呢 不过系统 也只敢在心里想想 并没有说出来 之前被威胁自爆的是 他可没忘 万一自己哪句话说错了 下一集被写死了 咋办 系统 帮我融合太乙金仙巅峰修为 见系统不理自己 林凡开口说道 系统还是没有说话 他现在不想理自家这个狗宿主 而是选择直接开始帮林凡融合修为 下一刻 林凡的修为再次开始暴增 直接冲破金仙的桎梏 凝聚出胸中武器 然后突破到了太乙金仙巅峰修为 再加上之前的金仙巅峰修为 在两相叠加下 林凡的修为再一次突破 突破后的林凡 修为直接来到了大罗金仙出气 伴随着的是林凡的头顶三花 浮馅出 紧接着 三花开始绽放 花开一品 花开二品 花开五品 一眨眼功夫林凡的三花 已经花开七品 至于林凡是普通人族跟角 开不出高品级三花 那不是扯淡吗 先不说林凡有系统 有系统的人 全都属于系统跟角 系统跟角 属于诸天万界最无敌的跟角 光前是林凡华夏人的身份 那还能普通的了 没看穿越的 都是华夏人 一句话说到底 华夏人就是了不起 诸天万界华夏为尊 这一点 不接受任何反驳 言归正传 视线重新回到林凡这边 只见此时的林凡 三花还在继续绽放 下一刻 林凡直接花开八品 紧接着花开九品 花开十品 花开十一品 花开十二品 短短几期时间 林凡的天地人三花 全部花开十二品 卧槽X3 注意到这一幕的三清 奇奇爆出了粗口 三观都碎了一地 要知道他们 三清身为盘古元神 突破大罗金仙时 也才花开九品 就这样 他们都有着圣人之姿 是天定的圣人 红军作为混沌魔神 转世 也才花开十品 只有扬眉老祖 石山老祖 那样的高等级 混沌魔神 才花开十一品 至于已知 唯一花开十二品的 他们也就知道 自己的父神盘古 三清面面相去 下一刻 老子率先出手 含皮通天教主 被老子一脚踹进了混沌 注意到这一幕的原始 立马有了防备 直接掏出诸天庆云 一脸防备地看着老子 见到这一幕 老子也掏出 天地玄黄玲珑宝塔 一副准备开战的架势 不打不行了 之前的林凡 他就想收入门下 何况现在林凡花开十二品 他老子势在必得 两个弟弟也不好使 谁跟他抢徒弟 他跟谁拼命 要知道 以林凡的资质 未来绝对不可限量 能成为林凡的师父 肯定也是好处多多 所以 老子没有犹豫 直接出手了 而通天这个三弟 就是第一个出局的 但兄弟太过分了 为了收弟子 你竟然偷袭自家弟弟 难道你忘了 我们三亲多年以来的兄弟感情了吗 原始一脸气愤地说道 兄弟感情归兄弟感情 这徒弟 本尊今天收定了 而且他是人族 本就该拜入本尊门下 你要是敢跟本尊争 你原始就是第二个通天 兄弟也不好使 另外二弟你别忘了 本尊是三亲之手 本尊可是有准圣后期的修为的 你才准圣中期 你拿什么跟本尊争 一副小老头模样的老子 哼了一声说道 听了老子的话 原始脸色十分不好看 林凡资质这么好的弟子 他可不舍地让出来 而且 林凡一直想拜入的 就是他原始天尊门下 他是有优势的 他怎么能让 大兄 你太过分了 就在两人对峙的这一回功夫 从混沌中飞回来的通天 拿出轻平剑 就是怒吼了一声 第九十一章 一脸懵逼的林凡 就在三亲为了收林凡为徒 拿出各自的林宝 准备大打出手的时候 有一人从山下走到了昆仑山山顶 来人不是别人 正是林凡 只见此时林凡手上 还拿着一只烤羊腿在啃着 那只羊腿 正是满汉全席里面的其中一道菜 咬一口 不光可以加速修炼 提高悟性 还能大量恢复法力 林凡之前闯阵上山消耗的法力 在咬了两口羊腿后 就瞬间被恢复满了 效果十分强大 我是不是走错了地方 看着准备动手的三亲 林凡有些猛逼地问道 没有 没有 如果本尊没看错 小友应该是人族吧 只要小友愿意拜入我太亲门下 本尊便将先天至宝太极图赐予你 听到林凡的声音 老子第一个反应过来 然后开出了自己的架码 直接利诱林凡拜他为师 甚至不惜拿出他唯一的至宝太极图 这时通天也反应过来了 只听他也开口说道 林凡 本尊通天教主 你若愿意拜本尊为师 本尊门下有精灵归零两位徒儿 本尊可将他们介绍给你做道理 如果不够本尊 还有诸仙剑阵 也可赐予你 你看如何 通天见林凡在山下 跟三肖聊的火热 猜想林凡好色 于是直接祭出杀手锏 把自己两位清传弟子给卖了 甚至还搭了一套诸仙剑阵 大兄 三弟 听到两人开出来的条件 原始极了 生怕林凡受不住诱惑 答应了两人其中一人 沉吟了一下 原始天尊也开口说道 林凡 本尊原始天尊 你若愿入我欲亲一脉 本尊不单将盘古番赐予你 你日后要是看上哪位仙子 本尊亲自帮你去提亲 听到三人开出的架码 林凡有些梦了 卧槽 自己这么吃香的吗 三清每一个都想收自己做弟子 甚至不惜拿出自己的质保 还要给自己介绍道理 通天最狠 连自己的两位清传弟子 都贡献出来了 这 自己该怎么选 林凡懵逼的想道 很快林凡有了决定 只听他开口说道 你们也别争了 首先罚宝我不去 道理我也会自己找 另外 我可以同时拜你们三个为师 做三清守徒 但我有条件 什么条件 听到林凡的话 老子原始通天三人对视一眼 传音沟通了一下 想了想 感觉也不是不行 然后老子 开口问道 很简单 既然我是三清守徒 以后你们收的弟子 就都得听我的 特别是你通天 不经过我同意 你不能乱收弟子 林凡说道 如果通天还像原著一样乱收弟子 收一堆妖怪做自己的师弟 林凡可接受不了 如果通天不答应 林凡绝对不可能拜师通天 就这么简单 还有没有其他条件 听到林凡的条件 通天仙是纠结了一下 然后他开口问道 当然有 只见林凡守一挥 吕布 李元霸 项羽 还有一万金仙初期修士 十万玄仙巅峰修士 全都被他召唤了出来 召唤的同时 吕布 李元霸 项羽三人的修为 已经被林凡用修为灌输卡 提升到了太乙金仙后期 这些人都是我的手下 想让我拜师 你们就必须把他们也收了 卧槽 三个太乙金仙后期 一万金仙初期 十万玄仙巅峰 老子抱粗口道 特别是这些人还都是人族 一个个资质也不差 要是将这些人全都收了 自己人教的气运 最起码翻上几十倍 通天跟元始 也是眼睛放光 质量这么高的弟子 可遇不可求 那一万金仙看资质 每一个都有准胜的潜力 这哪是提条件啊 分明是给自己送福利来的 想想他三教以后 拉出一万准胜 那是何等壮观的场面 另外 那十万玄仙资质也不差 每一个都有大罗金仙的潜力 十万大罗金仙 妖族跟巫族两族 加起来的大罗金仙 当前也不会超过一万吧 这还有什么好纠结的 收必须收 这图他们收定了 三清同时在内心想到 就这样 林凡成了三清守徒 项羽败入了老子门下 被收为清传弟子 吕布败入了原始门下 被收为清传弟子 李源霸杀器最重败入了通天门下 同样被收为清传弟子 另外一万金仙修士 十万玄仙修士 也分别带入了三清门下 被收为了内门弟子 下一刻 老子看着项羽 取出了两件法宝开口道 徒儿 此两件法宝 一为极品先天领宝十二品 竟是白莲 一为极品先天领宝阴阳剑 今日为师便将它赐予你 作为防身之用 徒儿项羽谢过老师 拜谢过一番 项羽从老子手上 接过了两件极品先天领宝 等老子给项羽赐下法宝后 原始天尊也看向吕布 取出两件法宝 开口道 为师今天便将 极品先天领宝诸天庆云 极品先天领宝祖龙几次于你 作为你防身之用 谢老师赐宝 吕布道谢接过两件宝物 特别是祖龙几 非常符合他的心意 这时 通天也取出两件宝物 开口道 徒儿 这是为师赐予你的宝物 一位极品先天领宝紫电锤 一位极品先天领宝水火葫芦 此两件法宝 今天老师便将它们赐予你 谢老师 李源霸谢了一声 然后李源霸就从通天手上 接过了紫电锤跟水火葫芦 下一刻 三清同时看向林凡 老子取出了他的先天至宝太极图 原始取出了先天至宝盘古藩 通天也取出了沙伐至宝诸仙剑阵 别别别 这三件法宝 老师你们还是自己留着吧 要是没了它们 老师你们的战力 最起码下降三成 而且徒儿并不缺法宝 你们看 没有犹豫 林凡将系统礼包里面 开出来的法宝 全都拿了出来 全套至宝九龙仁皇套装 被林凡穿在了身上 二十六品功德 今年被他踩于脚下 林凡左手捧着仁皇印 右手持着仁皇剑 就连九龙地成 也被林凡顶于头顶 整个昆仑山山顶 瞬间保光异役 这么多至宝穿在身上 衬托的林凡尊贵无比 再加上 他英俊挺拔的身姿 女修士看一眼 绝对当场成为林凡的小迷妹 卧槽 先天至宝套装 看到林凡身上装备的通天 没忍住卧槽出生 老子与原始天尊 也是被宝光刺得睁不开眼 第九十二章 暴怒的通天跟原始天尊 至于林凡 为什么要拜三清为师 为什么又不要他们的法宝 原因很简单 还不是因为洪荒世界太危险 林凡自己修为现在没起来 想要获得庇护 想让三清给自己做免费的打手 要是林凡把三清的法宝拿走了 他们的实力不就下降了 没了这三件法宝 自己这三个便宜师傅的实力 最起码下降三成 最关键的是 林凡自己也不缺法宝啊 而且 林凡身上的每一件法宝 别看等级跟盘古翻 太极图一样 但实际功能跟战力 可要比两件法宝强上很多 另外 林凡身上的法宝 可是可以伴随着他的修为提升品级的 等林凡的修为达到准胜级别 他身上的法宝 全都能提升到下品混沌灵宝的层次 所以他根本看不上三清手上的法宝 之所以拜三清为师 也只是为了获得三个免费的打手罢了 嗨嗨 既然徒儿有这么多强大的质宝 那为师的诸仙剑阵 就留着自己用了 通天收回诸仙剑阵的同时 一脸尴尬地说道 原始天尊跟老子听到通天的话 也将盘古翻跟太极图收了起来 脸上有些骚得慌 他们是怎么也没想到 林凡身上会有这么多先天质宝 而且看样子 林凡拿出来的那些先天质宝 可比他们手上的 盘古翻跟太极图两件质宝 威势强大多了 没有再继续这个话题 林凡将自己身上的质宝 全都收进自己的三花之中 酝养了起来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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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刚才的宝光冲天 在山下看守大镇的多宝道人 精灵圣母 龟灵圣母 还有燃灯 全都被吸引了过来 老师 刚才发生了何事 为何山顶宝光冲天 身为多宝鼠画形的多宝道人 率先开口问道 是啊老师 刚才山顶宝光冲天 我们还以为有什么宝物出事呢 怎么现在宝光不见了 龟灵圣母好奇的道 燃灯也是在一边看着三清 想知道 是不是三清星 获得了什么厉害的宝物 没事 不该问的不要问 通天脸一板说道 他自然不可能把林凡 有多件质宝的事情说出来 毕竟怀必其罪的道理他 还是懂的 以林凡现在的修为 一旦消息走漏出去 就算是他们三清其出 也不一定能帮林凡 守住那些质宝 可刚才的宝光 见通天这么说 燃灯不死心的 还想再问 可还不等他把话说完 原始天尊冷哼一声开口了 哼 燃灯 通天刚才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你还想问什么 说完 原始天尊眯着眼看着燃灯 好了 都不要再问了 此事以后也不要再提 不然别怪本尊不客气 老子也瞪了一眼燃灯 开口说道 通天懂得道理 老子跟原始又岂会不懂 是 我等谨尊法旨 老子话音落下 几人攻身一拜 然后恭敬地开口说道 就在这时 突然的林凡开口了 我乃三清守徒 今日我宣布 将多宝道人 逐出三清门下 同样的燃灯跟多宝一样 你二人现在可以下山去了 徒儿这是为何 听到林凡要将多宝跟燃灯赶下山 还不等多宝跟燃灯发出质疑 通天先急了 要知道 林凡没上山前 多宝可是他的开山大弟子 于是通天连忙开口问道 听到通天的询问 林凡没有解释 而是直接将多宝成为多宝如来的那段记忆 打入了通天的脑海 通天也没有反抗 等接收完记忆 通天瞬间暴怒 然后开口骂道 滚 赶快滚 你的白眼狼 再不滚本尊今天就斩杀了你 想了想 林凡又将燃灯是如何背叛铲交的记忆 打入了原始天尊脑海 不过其中并不包括 慈航那一部分 毕竟慈航跟阿珠长得那么像 未来是必将要成为他林凡的女人的 另一边 原始天尊在接收完记忆后 眼中瞬间变得杀意涌动 下一刻 他直接取出三宝玉如意 就朝燃灯砸了过去 一副想要一击把燃灯干死的架势 原始跟燃灯 可不像通天跟多宝 多少还有点感情 不好直接下手 他跟燃灯也就是 在紫霄宫见过几面 让他做未来铲交的副教主 也只是因为 他有着大罗巅峰的实力 真正说 交情根本没有多少 也没有师徒之情 于是原始天尊直接下手了 而且 下手毫不留情 出手就是杀招 敢背叛自己 还敢拐走自己的弟子 不杀留着过年吗 至于怀疑林凡 传输给自己记忆的真实性 林凡又为何会知道 未来会发生的事情 原始天尊根本不考虑 而是选择无条件相信林凡 因为林凡根本没必要骗他们 骗他们 林凡也得不到什么好处 老师快住手 不知弟子犯了何错 老师要对弟子下杀手 燃灯 祭出鸿蒙梁天尺 挡住三宝玉如意的同时 开口问道 可他只有大罗巅峰的修为 怎么可能挡得住 原始天尊这个准胜中期 强者的出手 没几下鸿蒙梁天尺 就被三宝玉如意 砸得宝光黯淡 飞回了燃灯手中 哼 别叫本尊老师 你堂堂过去弗燃灯佛祖 我原始又齐配得上 你称一声老师 原始冷哼一声说道 听到原始天尊的话 燃灯的内心咯噔了一下 他没想到 自己这么快就暴露了 没错 燃灯早就跟准题建议说好了 只要他帮佛门卧底铲教 未来佛门有他一尊佛祖之位 而且说好的 就是过去佛之位 下一刻 他反应过来 知道原始天尊不可能放过他 于是他架起顿光 就往昆仑山下冲去 想跑 哪有那么容易 原始天尊冷笑着说道 随后他取出盘古帆 随意在空中挥了几下 法力涌入盘古帆 下一刻 盘古帆宝光大圣 紧接着几道开天气刃 从盘古帆中击射而出 直接就像半空中的燃灯杀了过去 不 燃灯只来得及喊出了一个不字 就被几道开天气刃搅成了虚无 连个全尸都没能留下 原地只留下了几件法宝 其中就包括 鸿蒙凉天赤 看到这一幕的多宝 被吓了一个哆嗦 还不快滚 等本尊反悔了 你可就走不了了 通天瞥了一眼 被吓了一个哆嗦的多宝 语气森寒地开口说道 虽然现在通天还没有建立结教 多宝也还没有背叛结教的想法 但事实就是事实 未来的他背叛了结教 成为了佛门的现在佛多宝如来 最关键的是多宝 对那些被镇压在佛门的结教弟子 也是毫不留情 这让通天十分寒心 要知道 那些结教弟子 曾经可都是他的师弟妹 第九十三章 拿美食诱惑三清 等一下 就在多宝被吓了个半死 准备架起顿光 离开昆仑山的时候 林凡出生道 徒儿 怎么了 通天见出生的是林凡 与其温和地开口问道 便宜师尊 你是不是老糊涂了 就算你不愿杀他 让他离去前 你是不是也该废去他的修为 收回你赐下的法宝 还有您传下的上卿仙法 不然岂不是便宜了他 林凡美好气得道 听到林凡的话 通天一拍脑袋 开口说道 徒儿说的是 确实是为师大义了 至于林凡管他叫便宜师尊的事 通天丝毫不放在心上 反而觉得 林凡这样称呼他 比较清静 让两师徒之间 少了一点陌生感 而另一边的多宝 在听了林凡的话后 他看向林凡的眼神 瞬间变得怨毒 一副 要生吞了林凡的表情 眼神中充满了怨恨 下一刻 通天出手了 只见通天守一招 原先他赐给多宝的法宝 瞬间化作流光 飞到通天手中 足足有着数十件 其中不乏中品先天领宝 上品先天领宝 甚至还有一件极品 先天领宝穿新锁 收回法宝后 通天剑指点出 瞬间废掉了 多宝利用上清仙法 修炼出的法力 这让多宝的修为 从原先的太乙金仙初七 跌到了金仙初七 随后通天第二指点出 便删除了多宝脑海中 有关上清仙法的记忆 还有拜师通天后的所有记忆 搞定这一切 通天大秀一挥 多宝便被他传送到了 数百万里之外 一直站在旁边 看着的精灵圣母 还有归灵圣母 见到燃灯之死 跟多宝被废去修为的一幕 两女被吓得一句话都不敢说 见此通天开口安慰道 你二人无需担心 此事与你二人无关 燃灯是佛门派到 你二师伯门下的奸行 而多宝为师算出 他未来也会投入佛门 背叛为师 所以为师才会出手惩治于他 通天开口解释道 听到通天的话 两女恍然大悟 随后也是恨得咬牙切齿 没想到多宝竟然是这样的人 未来竟然敢背叛师尊 师尊 您刚才就不应该放过多宝 像他那样的叛徒 您就应该直接将其斩杀 以井效尤 精灵圣母咬牙切齿地说道 是啊 师尊 您为什么不杀了多宝那个叛徒 归灵圣母也开口说道 哎 算了吧 未来的事情毕竟还没有发生 而且他跟随为师多年 还是有一些感情在的 收回法宝 废去他的修为 抹除记忆 将其逐出山门也已经够了 就当为师从未收过他这个徒弟 通天叹了口气 开口说道 其实 通天对多宝是寄予厚望的 从他赐给多宝那么多法宝 就能看得出来 只可惜他看走了眼 没想到多宝未来会背叛他 就在通天还在伤春悲秋的时候 林凡已经来到了燃灯陨落的地方 看着地上的鸿蒙凉天池 还有燃灯的半生法宝阵天关 以及七八件上品后天灵宝 林凡直接大手一挥 将其收了起来 虽然这些东西对他无用 但是林凡可以将其拿来回收啊 特别是鸿蒙凉天池 那可是盘古开天时 大到降下的一成开天玄黄功德所化 要是将其回收 获得的黄金 让系统再升一级 绝对不成问题 原始也注意到了林凡的动作 不过他并没有在意 虽然鸿蒙凉天池 是一件不错的法宝 但自家徒弟想要拿去便是 他还能跟自家徒弟争不成 一步跨出 林凡瞬间回到山顶之上 见时间已经来到了正午时分 林凡大手一挥 一桌子满汉全席 就被他召唤而出 也不管其他人 他就自顾自地吃了起来 吕不见此 不客气地凑了过来 抄起筷子 就加入其中 丝毫不跟林凡客气 李元爸跟项羽对视一眼 下一刻 二人也同样走到桌前 一人拿起一双筷子 开吃 虽然他们现在已经成仙 林凡更是有着大罗金仙初期的修为 李元爸 项羽 吕布 也有着太乙金仙后期的修为 已经不需要进食了 达到了壁谷的境界 每天吸收天地灵气 就可以维持身体运转 但倒点吃饭 已经是他们多年来养成的习惯 更何况 谁能抵挡得住美食的诱惑呢 没看一边的 精灵圣母 归灵圣母 眼睛都直了吗 小鼻子还一秀一秀的 一副口水 都快要流下来的样子 其实也不能怪他们 洪荒世界仙人参风引路 富裕一点的 平时也就吃一点灵果 鲜果冲击 巫族甚至还在吃生肉 两女又哪里见过 这么丰盛的菜肴 特别这还是系统奖励的 洪荒改良版满汉全席 用的食材 全都是一些选择 不化形大腰的肉 还有一些后天先天灵果 跟一些珍稀食材 那效果 那味道就别提了 正在胡吃海塞的林凡抬头 见两女一副 想吃又不好意思的样子 于是她开口发出了邀请 二位师妹如果不嫌弃 就一起来吃一点吧 反正有很多 师兄也吃不完 真的吗 真的可以吗 精灵归零对视一眼 归零开口问道 呵呵 当然 林凡微笑确认道 太好了 谢谢师兄 那师妹就不客气了 两女道谢一声 然后来到餐桌前 迫不及待拿起筷子就吃了起来 夹起一块鹿肉吃下 归零眼睛瞬间亮了 师姐 这个好好吃啊 你也快来尝一口 真的吗 让我试试 精灵也举起筷子 夹了一块鹿肉送进口中 用小嘴慢慢咀嚼了起来 表情十分享受 师姐我没骗你吧 这个真的很好吃 说完归零 又夹了一块清蒸熊掌放进口中 下一刻 她的眼睛更亮了 熊掌软烂入味 胃鲜滑不腻 好吃到爆炸 一旁的老子 原始 通天 见自己几个徒弟 吃得这么香 也是不自觉地咽了口口水 特别是那些用灵果酿的酒 他们一闻就知道是上品 只是林凡没有邀请 他们作为师尊也拉不下面子 去跟徒弟抢东西吃 抢酒喝 下一刻 老子抿了鸣嘴 然后转头看向通天 递给通天一个眼神 示意他说话 收到老子的眼神 通天把头摇得像波浪鼓一样 他也同样拉不下面子 跟徒弟开口要东西吃 虽然他也很馋 见通天摇头 老子又将目光转向原始 大兄 你别看我 本尊可拉不下那个面子 你要是实在馋了 你还是自己开口 跟林凡那小子说吧 原始咽了口口水 开口说道 听到原始的话 老子恶狠狠地瞪了原始一眼 心想你们拉不下面子 本尊作为三清之首 就能拉得下面子了 第九十四章 长尔定光仙想拜师 门都没有 其实老子原始通天的动作 林凡早就注意到了 见三人一副缠得不行的样子 林凡都快笑疯了 他没想到堂堂三清 竟然也顶不住美师的诱惑 不过三人终归是自己的便宜师尊 就这样 让他们看着 总归有些不厚道 于是林凡手一挥再次召唤出 一桌满汉全席 然后只听林凡开口说道 三位师尊快入座 都是徒儿不好 怎么把您三位给忘了 罪过 罪过 还请三位师尊 不要跟我计较 哼 算你有眼力 原始天尊冷哼一声 率先入座 善 随后 老子通天也看了林凡一眼 然后笑着点了点头 坐了下去 眼神异味不明 卧槽 这几个老帮菜 心也也太小了吧 不就是让你们多馋了一会儿吗 你们那眼神啥意思啊 不会因为这点小事 就记恨上自己吧 看到老子跟通天的眼神 林凡心中一惊 然后在内心想道 哎 我他妈真是大冤种 请人吃饭 还得让人记恨 这年头好人难做啊 好好的请客吃饭 竟然还请出问题来了 就在林凡还在感叹 自己是个大冤种的时候 只听轰轰两声 随后两道气息席卷而出 林凡转头看去才发现 原来是精灵归零两女 由于吃了太多满汉全席 修为突破 两女的修为从原先的金仙巅峰 突破到了太乙金仙初期 谢师兄助我二人突破 反应过来的二女 知道自己刚才吃的东西不普通 可以帮助领悟功法突破修为 于是欠身毅礼 对林凡开口感谢道 都是小事 反正都是自己人 两位师妹不要在意 林凡歪嘴一笑 摆了摆手说道 嗯 林凡歪嘴一笑的动作 有都市龙王那位了 徒儿 你这些食材都不普通吧 就连为师现在的修为 在吃下这些菜肴后 修为都有明显的增长 这时 老子赞叹地说道 一般 一般 这108道菜 里面的肉类食材 最低都是大罗金仙妖兽的肉 至于素食 那就不值一提了 也就是一些后天极品零根 先天零根什么的 再结合特殊手法烹饪而成 效果味道也就一般 三位师尊要是喜欢 可以多吃一点 吃完了 徒儿这里还有 听到老子的询问 林凡 凡尔赛地说道 听到林凡的话 老子嘴角抽了抽 看看 看看 这说的还是人话吗 什么叫最低大罗金仙妖兽的肉 你自己猜什么修为 还什么一般一般 也就后天极品零根 先天零根 你是懂凡尔赛的 老子抽着嘴角想到 就在这时 一阵嘈杂声从不远处传了过来 众人转头看去 只见一个头顶上 顶着一个大包的人 带着数千人 从山下走了上来 带头那人不是别人 正是南极先翁 至于他身后跟着的数千人 就是今日闯过大阵 想要拜师的数千生灵了 南极先翁 见过大师伯 见过师尊 见过师叔 这三千多个生灵 就是今日闯过大阵的全部生灵了 来到三清面前 南极先翁 公身行礼开口道 别找我们 找你大师兄去 以后谁能拜师谁 不能拜师他说了算 通天端起一杯酒 一饮而尽的同时 开口说道 原始天尊跟老子 也是一边饮酒 一边点头 表示通天说的没错 可听了通天的话 再看看老子跟原始 南极先翁有些梦了 他都不知道 就这一会儿功夫 三清什么时候 多出来个守徒 还请老师两位师叔师伯名士 告知南极 哪位是大师兄 那 就是他 他以后就是三清守徒 你们的大师兄了 你们都得听他的 就连谁能拜师谁 不能拜师 也是他说了算 通天又喝了一杯酒 然后指着林凡开口说道 卧槽 这大师兄 权力这么大的吗 就连老师师叔师伯 收徒他也要管 看来以后自己 不能得罪他 不然自己死都不知道 是怎么死的 南极先翁 在内心震惊地想到 另外一边 林凡一眼就看到了 在人群中的 慈航 三霄仙子 还有赵公明 下一刻林凡招手喊道 慈航 三霄 还有公明道友 你们快过来 我们一起吃一点 听到林凡的喊声 几人虽然一头雾水 不知道怎么拜师拜得 好好的 突然开上席了 但还是走了过去 林凡道友 这是怎么回事 你怎么还吃上了 赵公明不解地问道 别废话了 赶快坐下一起吃 今天我请客 这些可都是好东西 吃了能促进 你们的修为增长 还能帮助你们领悟功法 真的吗 那我可就不客气了 性格最为活泼的必消 在听了林凡的话后 立马就抄起筷子 加入了其中 剩下几人对视一眼 也是拿起筷子吃了起来 可刚吃没几口 他们的修为就齐齐突破了 赵公明从金仙巅峰 突破到了太乙金仙初七 三霄从金仙中七 突破到了金仙巅峰 慈航也从金仙巅峰 同样地突破到了太乙金仙初七 五人内心十分震惊 没想到就吃了点东西 自己的修为就突破了 但 你等好大的胆子 想必这应该是三清祖师 摆下的宴席吧 应该是用来招待成功拜师的弟子的 你等既然不等待拜师大典结束 就开始享用 你等是何意 人群中的长耳定光仙 以为宴席是三清百下的 又见这些美食 有助于修为突破 于是愤怒地开口说道 滚一边去 别说你是佛门派过来的卧底 就是个二五仔 不可能让你拜师成功 甚至你今天能不能活着走下昆仑山 都是个问题 另外又是谁告诉你 这些东西 是用来招待你们这些拜师的生灵的 你倒是说来听听 林凡看了一眼 长耳定光仙这个二五仔 然后用不耐烦的语气 细血地问道 说完林凡就这样 看着长耳定光仙 而长耳定光仙 现在已经开始浑身颤抖了 是被吓的 他是佛门卧底的事 就他跟准提接引之道 可他想不通 林凡为何也会知晓 不远处另外一桌上坐着的三清 也同样听到了林凡刚才说的话 三清脸色都十分不好看 大兄 准提接引这两个无耻之徒 现在胆子是越来越大了 派出一个燃灯不算 现在又来了个长耳定光仙 看来我们三兄弟也是时候 该出手好好教训教训他们了 通天眼含杀气地说道 善 三弟说的没错 是该好好教训 教训那两个不要脸的家伙了 不然他们 还以为我们三清好欺负 原始天尊也是附和地说道 而二人的话音落下 老子也没有反对 这就是代表着他也同意 原始跟通天两位弟弟的想法 老子无为 不代表他没有脾气 准提接引 这都欺负上门了 他怎么可能还默不吭声 第九十五章 人族二五载 玄都 知死 不 你不要胡说 我长耳定光仙 非常仰慕三清 今日是真心来拜师的 怎么可能是佛门的卧底 长耳定光仙 颤抖着身体反驳道 呦 不承认 还想垂死挣扎一下 那我就让你看看证据 话音落下 林凡将他未来是如何背叛结教 如何在万仙阵道走六魂帆 又是如何成为了佛门的定光欢喜佛的记忆 强势打入了他的脑海 融合完那些记忆 长耳定光仙的脸独下白了 虽然那些事情 现在他还没有做 但大能者推算过去未来 得知他是卧底 又岂会放过他 另外 林凡将同样的记忆 给便宜师父通天 也传送了一份过去 卧槽 死来 融合完记忆通天大喝一声 诸仙剑都拿出来了 通天是怎么也没想到 一个小小长耳定光仙 会成为他结教覆灭的最大诱因 在通天融合的记忆中 结教万仙来朝 被称为洪荒第一大教 如果不是长耳定光仙 在最关键的时候背叛他 偷走六魂帆 结教不至于覆灭 他通天也不会输 想到这里 他对长耳定光仙的杀意 压都压不住 老师饶命啊 看在未来我成为您的弟子 侍奉了您数个元会的份上 您就饶我一命吧 长耳定光仙 扑通一声跪地求饶 磕头如捣酸 去死吧 我通天可没有你这样的弟子 还想让本尊放过你 你就别做梦啊 通天的话音落下的同时 长耳定光仙的肉身 已经被诸仙四剑 轰成一团血物 就连神魂也被彻底绞杀成虚无 彻底消失在了洪荒世界之中 未来佛门 也不会再有什么定光欢喜佛 原地只留下了一件中品 先天灵宝定光珠 真他妈穷 林凡满脸嫌弃 挥手将珠子收起的同时 想到 听到林凡嫌弃的话语 通天嘴角抽了抽 怎么说 那也是一件中品先天灵宝 在洪荒中 也是不可多得的宝物 很多大罗巅峰修士 想要一件都不可能 以为谁都像你那么土豪 出手就是先天至宝套装 想完这些 通天转头看向老子跟原始的眼神 变得有些古怪 在林凡刚才 传给他的那段记忆中 自己的这两位兄长 可是联合接引准提两个外人 一起破了他的诸仙见证 怎么了三爹 见通天看自己的眼神有些古怪 原始开口问道 林凡也注意到了通天的眼神 为了不起内讧 于是他连忙开口解释道 便宜师尊你别想太多 另外两位师尊会做出那样的事 完全是被天道前一末化改变了想法 被天道给控制了 你们三亲的感情 你自己还不了解吗 而且便宜 师尊你想啊 如果另外两位师尊是那样的人 我会选择拜他们为师吗 别忘了 那些记忆可都是我传输给你的 我会不知道记忆的内容 至于林凡说出这些 会不会被天道感知到 那自然是不会的 林凡体内的系统可不是摆设 有系统帮他遮掩 天道根本感知不到 林凡说了些什么 叹号与问号 林凡周身百公里 就算天道亲至 也只能看到 林凡想让他看到的 不想让天道看到的东西 天道啥也看不到 就算大到来了 也是同样的待遇 见林凡都这么说了 通天又想了想 他与老子跟原始 这么多年来的兄弟感情 于是他选择了相信林凡 相信三亲多年来的兄弟感情 通天 到底发生了何事 原始天尊再次开口问道 老师 你就别问了 这里人多眼杂 等收徒大点结束 我会将一切都告诉你们的 林凡站出来说道 善 老子点了点头道 见老子都点头了 原始也没有选择继续再问 接下来就是三亲收徒的事了 在南极先翁的带领下 林凡来到了闯过大阵的 三千多生灵面前 林凡第一眼就将目光 放到了玄斗身上 随后只听他开口说道 你我虽然同为人族 你的资质也不错 先天道体 女娲造出来的第一批人族 但我并不喜欢你 你下山去吧 三亲不会受你为徒 听到林凡的话 玄斗皱了皱眉 给我一个理由 我们之前并不认识 也不存在有矛盾 你为何要阻止我拜师 玄斗皱眉开口问道 玄斗不死心 他好不容易来到昆仑山 又好不容易闯过大阵 终于站到了这里 他不想功亏一篑 就算最后不能拜师 他也想得到一个 他能认可的理由 没有理由 赶快滚 谁能拜师谁 不能拜师 是我说了算 你还不配让我给出理由 要是在座纠缠 今日便让你生死到消于此 林凡眯了眯眼睛 眼含杀气地开口说道 要知道玄斗这家伙 在原著中拜师老子 成为老子守徒 更是老子唯一的弟子 未来西游时期 拥有准圣巅峰实力的大能 巫妖大劫时 他也已经拥有了准圣初期的实力 可人族被妖族追杀时 人族被妖族抽魂夺破 炼制成屠巫剑时 他做了什么 以他当时的修为 再加上他老子守徒的身份 他如果愿意出手 庇护全部人族 那是扯淡 但只要他想 庇护住一批人族 还是没有问题的 可他选择了视而不见 就那样看着人族被屠杀 所以就看这一点 今生林凡就不可能 让他拜师成功 我不服 你也说了 我的资质并不差 而且我闯过了大阵 凭什么因为你的喜好 我就不能拜师 玄斗恶狠狠地 盯着林凡开口说道 哼 不服那就去死 下一刻 林凡一掌拍出 大罗金仙初期的法力 被他调动起来 玄斗被这一掌拍得肉身崩散 灵魂崩灭 死得不能再死 而且 杀了玄斗这个人族的二五仔 林凡一点心理负担都没有 反正就算他不死 未来的他也不会对人族 做出什么贡献 活着也只是浪费资源 大兄 那可是你之前看好的弟子 准备收来做太清一脉的传承者的 现在就这么死了 通天再次抽了抽嘴角说道 同时 通天害怕林凡把他看好的弟子 也给杀了 第九十六章 林凡挥手送出十二件黄金圣衣 杀了就杀了吧 林凡小子杀他 自然有杀他的道理 既然我们已经放权了 就无需再管太多 全权交由林凡小子处理即可 而且 我现在并不缺少传承者 无论是项羽 还是那数千那门弟子 都能传承我太清一脉 太清老子内心毫无波澜地说道 听到老子所说 通天看了一眼 站在林凡旁边的李源霸 满意地点了点头 随后也没有再继续说些什么 最终三千多人 林凡只选出了广城子 赤金子 太乙 慈航 玉顶 道衡 清须 赵公明 三霄 还有同样为先天人族的文仲 至于其他人 全都被他赶下了山去 而且有玄斗的前车之鉴 也没人敢在林凡面前诈刺 没被选中的人 全都老老实实地下山去了 宝贝徒弟啊 三千多人闯过大阵 你才选中了十二个人 是不是太少了点 通天不甘心地问道 要知道被赶下山的那些人中 有很多人 他都在林凡传书给他的记忆中见过 是他未来结教的弟子 能有十二个 已经不少了 以这十二人的资质 全都是有资格作为三清清传弟子的 而且那门弟子 有我刚才召唤出来的那十一万人 难道还不够吗 你还想要多少 你交得过来吗 林凡说道 便宜师尊 你要是实在还想收弟子 我手下还有一百万天线 你要不要 只要你交得过来我立马将他们召唤出来 林凡似笑非笑地说道 别 别别别 一次性收一百万弟子 你个逆徒 你是想累死为师不成 还是算了吧 以后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为师不管了 还不成吗 说完通天落荒而逃 心想 开什么玩笑 一次性收一百万个弟子 不把他通天累死才怪 于是通天直接选择了拒绝 等通天落荒而逃后 林凡撇了撇嘴 心想 便宜师尊你这就怕了 我可还没说 我手下还有千万弟先呢 接下来收徒大典正式开始 三清坐于云床之上 最终在林凡的安排下 道衡天尊 清虚道德真君 赵公明 文仲 败在了通天门下 慈杭 云霄 碧霄 穷霄 败在了原始天尊门下 广城子 赤金子 太乙 玉顶 败在了老子门下 随后三清各自赏赐下了宝物 在林凡的要求下 虽然三霄不是通天的弟子 通天还是将金胶俭混原金斗 两件宝物赏赐给了三霄 当然 原始天尊也是有赐下宝物的 另外 赵公明由于是直接拜师通天 24颗定海珠 还是像原柱中一样 落到了他的手中 其余人也各自获得了不同的法宝 什么九龙神火照 什么阴阳镜 什么玉须琉璃灯 什么八井宫灯 什么魂天灵 什么乾坤圈 什么六魂帆 什么烽火轮 什么火尖枪 什么玉镜瓶 什么捆仙绳 什么金刚灼 什么烽火灵 整整数十件中品上品 极品先天灵宝 被三清赏赐了下去 三清不可谓不是大厨写了一把 十二人各自都得到了 自己心意的法宝 就在这时林凡也开口了 作为三清守徒 三教大师兄 既然三位师尊都赐下了宝物 我自然也不能小见 下一刻 只见林凡手一挥 十二件黄金圣衣 被他召唤而出 十二个黄金打造的箱子 整整齐齐摆放在了 广城子 赤金子 太乙 慈杭 玉顶 道衡天尊 清虚道德真君 赵公明 云霄 穷霄 碧霄 文仲 等人面前 白羊座 被林凡给了云霄 金牛座 被林凡给了玉顶真人 双子座 被林凡给了慈杭 巨蟹座 被林凡给了道衡天尊 狮子座 被林凡给了清虚道德天尊 处女座 被林凡给了碧霄 天秤座 被林凡给了广城子 天蝎座 被林凡给了赵公明 射手座 被林凡给了文仲 摩羯座 被林凡给了赤金子 水瓶座 被林凡给了穷霄 双鱼座 被林凡给了太乙真人 这十二件黄金圣衣 全都是后天极品灵宝 未能不属于极品先天灵宝 准确来说 他们也只是比极品先天灵宝 少了一道先天不灭灵光 损坏后不能自动修复 但这十二件黄金圣衣 防御力强大 想要在战斗中将其损坏 除非对方比你们高出两个大境界 不然绝对无法将其破坏 另外穿上他们 以你们现在太乙金仙的修为 穿上你们面前的黄金圣衣 你们可以发挥出大罗金仙的战力 等你们的修为达到大罗金仙巅峰 穿上他们 也可以帮助你们提升一个小境界的战力 就算你们是准圣巅峰修为 穿上圣衣 也可以提高你们两成战力 当然这些黄金圣衣 各自还有其他妙用 不过 那就要你们自己慢慢去发掘了 作为你们的师兄 这十二件圣衣 你们的见面礼了 听到凌凡的话 十二人全都拿起自己面前的圣衣 把玩了起来 一个个面带兴奋 都非常高兴 可嗨嗨 你们几个 还不赶快谢谢你们大师兄 在太乙金仙级别 可帮助你们提升一个大境界的宝物 为师可也拿不出来 三清一同开口道 听到三清的话 十二人也是从兴奋中转醒了过来 然后立马齐齐对着凌凡恭敬地感谢道 我等谢过师兄赐宝 谢过之后 性格最为活泼的必消 还跑到凌凡面前 在凌凡脸上亲了一口 三妹不得无礼 云霄立马呵斥道 不过听到云霄的话 必消只是吐了吐舌头 然后给云霄做了个鬼脸 略略略 之后 三清又各自给自己的弟子传下了 太清仙法 太清神雷 单道传承 玉清仙法 玉清神雷 炼器传承 上清仙法 上清神雷 震道传承 等三教主要传承的功法仙法 最后三清环传下了八九玄功 不过并不完整 好了 该给你们的也给你们了 该教你们的也都教你们了 暂时你们就先各自去开辟自己的洞府 各自好好修炼 现在为师们 还有重要的事情 要跟你们大师兄商议 你们就多先退下吧 是师尊 包括项羽 李元霸 吕布在内的十五人 躬身行礼 然后就各自开辟洞府去了 等所有人走后 老子微笑点了点头 然后看向林凡开口说道 徒儿 现在这里就我们四人 不会有人偷听 我们也已经遮掩了天机 之前你说的天道是怎么回事 现在能不能跟我们详细说说 老子开口问道 老子此话一出 原始跟通天 也将目光放到了林凡身上 第九十七章 林凡说天道 林凡见自己三个便宜师尊 都将目光放在自己身上 他想了想开口道 三位老师 其实你们早就 被天道给算计了 而且是从三位师尊 为诞生灵治之前 天道的算计就开始了 另外被天道算计的 可不止三位师尊 巫族的十二祖巫 妖族的帝君太医 也在天道的算计之中 至于天道为什么要这么做 原因很简单 因为天道诞生了自己的灵治 他做这一切 是为了抹除盘古大神 在洪荒世界的所有印记 从而阻止盘古大神归来 毕竟洪荒世界 是盘古大神开辟的 盘古大神 才是这个洪荒世界 真正的主人 而天道 说到底只是一个管家而已 宝贝弟子 照你这么说 盘古父神并没有陨落 林凡的话音落下 通天开口问道 我说便宜师尊 你是不是傻 盘古大神是谁 半步大道极强者 是那么容易陨落的吗 你们不会连这些 常识都没有吧 大罗金仙一正永正 命运寄托时光长河 就算被杀死 在未来某个时间节点 也会重新归来 除非有更强者 去时光长河中 抹除有关他的所有印记 不然是 无法将其彻底杀死的 盘古大神什么级别 半步大道极 盘古大神什么身份 大道之子 这妖牛逼的修为 这妖牛逼的身份 盘古大神又怎么可能会陨落 在这个洪荒乃至混沌中 想要彻底杀死盘古大神 除非大道亲自出手 可大道会那么做吗 那自然是不会的 毕竟盘古大神 可跟三千魔神不同 三千魔神是混沌法则孕育 而盘古大神 是由大道亲自孕育而出的 盘古大神就相当于 是大道的孩子 又有谁会杀死自己的孩子呢 鉴于这一点 我可以肯定地 说盘古大神并没有陨落 目前只是陷入了沉睡 而且我可以肯定地 告诉三位师尊 盘古大神的真灵 就在布周山之中 布周山的盘古威压就是佐证 林凡白了一眼通天开口道 各位读者大大 你们还别不信 要知道 后土以生化轮回 布还是活得好好的 盘古大神什么修为 又怎么可能会陨落 盘古总不能连后土都不如吧 同样是没了身体 至于元神 巫族有那东西吗 再说了 谁又能确定 幻化三清 盘古消耗掉了所有元神 嗯 有道理 宝贝徒儿你继续说 不要理通天那个憨货 他就是一个没脑子的 元始白了一眼 通天开口说道 通天听到元始的话 也同样白了元始一眼 心想我不知道 搞得好像你就知道似的 还好意思说 本尊是憨货 不过元始毕竟是他二哥 他并没有在林凡面前拆穿元始 给元始留着面子呢 另一边老子也是点头 认可了林凡的说法 听了林凡的分析 老子现在已经可以确定 盘古父神并没有陨落 就像林凡说的那样 只是陷入了沉睡 至于之前他们 为什么没有想到 那只是因为他们 陷入了思维误区 没有去考虑那些问题 也有可能是天道 对他们做了手脚 之前我说过了 天道之所以要算计 三位师尊 是为了阻止盘古大神归来 想要阻止盘古大神归来 就要抹出盘古大神 在洪荒的所有印记 但天道并不能直接出手 妖族也就算了 像三位师尊 还有十二祖屋 身上都是 有开天功德的 只要天道敢对你们出手 大道一定会降下大道神雷 将天道抹出 也因此 天道只能通过算计的办法 来对付三位师尊 而天道的第一个小动作 就是在三位师尊 还没有诞生灵之前 抽取了原始师尊 跟通天师尊的两道本源 打入了老子师尊的体内 想要以此分化三位师尊 当然没有我出现 天道也做到了 在天道的控制下 未来三清将会分家 三清之明也将不复存在 甚至三位师尊会反目成仇 还有这种事 为何从未听大兄提起过 平白多出两缕本源 大兄不可能没察觉到吧 听到林凡的话 原始狐疑地看向老子 开口问道 不知道 老子为什么要瞒着他们 另一边通天也是转头 将目光放在老子身上 内心产生了一个不好的猜测 你们都别用这种眼神看本尊 本尊也不是故意瞒着你们的 主要是本尊敢说吗 本尊诞生灵智的时候就发现 体内多出了两缕本源 谁知道是天道做的手脚 本尊还以为是本尊自己 在没诞生灵智前 无疑是抽取了二弟三弟你们的本源 而且当时我们修为低微 本尊根本无法将多出来的两道本源 分割出来还给二弟三弟 所以本尊就一直没敢说出来 怕说出来会伤害我们三亲之间的感情 到时候连兄弟都没得做 老子说道 说完老子使出仪器化三亲之法 召唤出了三个跟三亲 长得一模一样的道人 现在我这里有两个选择给你们参考 一是直接将你们的本源还给你们 你们将其融合补弃本源 二是本尊发现 我们三亲的本源融合 有相互促进的作用 可以大幅提升跟角资质 本尊的修炼速度比二弟三弟快很多 就是这个原因 本尊可以分出两缕太亲本源 交给二弟三弟 二弟三弟也在各自再分出一缕本源交给对方 相互融合用于提升跟角资质 另外 本尊可以将仪器化三亲之法 传给二弟三弟 用于提升战力 二弟三弟你们看如何 是直接补弃本源 还是相互交换本源 善 就按大兄说的办 原始跟通天没有多做犹豫 就直接选择了二 毕竟能提升跟角资质 还能修炼仪器化三亲之法 大幅提升自己的战力 谁又会不愿意呢 最关键的是 三亲同为盘古元神所化 用这样的方式 也同样能补弃本源 并不会出现本源缺失的问题 还能得到莫大好处 就这样 三亲互相交换了本源 老子也将仪器化三亲之法 传给了原始跟通天 搞定这一切 三亲三人再次将目光放到林凡身上 等待着林凡的下文 第98章 揭露红军天道阴谋 斩三师之法的弊端 注意到三亲的目光 林凡再次开口了 三位师尊 在之后的时间中 天道不断出手 比如龙汉大劫 天道为了抹出 由盘古大神杨根所化的龙族 他不惜勾结 由混沌魔神转世的 魔道魔神罗侯 先到魔神红军 发动了龙汉亮劫 凤族跟麒麟族 只是天道为了消灭龙族培养出来的炮灰 为了让三族开战 罗侯跟红军在里面 可是出了不少力 最后很明显 天道成功了 龙族几近于覆灭 剩下的少数龙族 也是业力缠身 若不是祖龙向大道启示 涌震东海海眼 龙族已经不会存在于洪荒了 不过就算是这样 龙族应该也撑不了多久 等到了末法时代 那些业力缠身的龙族 将会集体死亡 没想到 红军竟然是仙道魔神转世 跟天道还有勾结 更没想到的是 我们三清 竟然拜了红军这个仙道魔神为师 原始眼睛一眯 开口说道 同时 他已经开始怀疑 红军收他们为徒的目的了 下一刻 他的怀疑得到了验证 只听林凡继续开口说道 三位师尊 其实红军收你们为徒 也是有目的的 什么目的说来听听 通天问道 第一个目的 红军跟天道 是想通过收三位师尊为徒的方式 分润三位师尊身上的开天功德 还有气韵 毕竟三位师尊败了 红军为师 三位师尊的气韵 便跟红军连在了一起 等三位师尊通过红蒙紫气成圣 天道就有办法利用天道功德 取代三位师尊体内的开天功德 让三位师尊以天道功德成圣 三位师尊可以想想 简简单单立一个教 天道怎么可能会降下那么多功德 多出来的功德是哪来的 多出来的功德 其实就是借款 而还款的方式 就是三位师尊体内的开天功德 等三位师尊体内的开天功德耗尽之时 也就是天道对三位师尊出手的时候 到时天道会让红军 找一个借口 给三位师尊服下允圣丹 允圣丹之所以叫这个名字 就是因为他能毒死圣人 允圣丹属于天道一宝一裂 就算是天道圣人服下 也是百死无生 服下允圣丹的圣人 会被抹除原神真灵 只留下一个躯壳 到那时 三位师尊留下的躯壳 会被天道掌控 至此三清不在 听到林凡的话 三清个个都是额头冒汉 要知道 如果林凡没有出现 收徒大典结束之时 就是他们 三清立教成圣之时 到那时 也是他们三清彻底落入 天道跟红军的圈套之时 好险 就差一点 一旦我们立教成圣 天道的算计就成功了 平时无为而至的老子 被吓出一身白毛汗的同时 开口说道 是啊 如果不是林凡小子及时出现 我们三清就会落入天道的圈套之中 被天道利用 兄弟反目 最终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原始天尊也是被吓得不轻 用充满感谢的眼神 看着林凡的同时 开口说道 该死的红军 该死的天道 竟然敢如此算计我们三清 这件事 一定不能这么算了 通天气愤地说道 三弟不要冲动 以我们现在的实力 别说天道 就算红军 我们也不是对手 此事还要从长计议 其实 其实三位师尊在拜红军为师的那一刻 就已经落入了天道与红军的圈套之中 三位师尊还记得红军给你们的太极图 盘古藩 还有诸仙四剑 还有那三道鸿蒙紫器吗 林凡突然开口说道 怎么了 这三件宝物 还有鸿蒙紫器 难道有什么问题不成 听到林凡的话 原始开口问道 是的 确实有问题 而且问题很大 先不谈鸿蒙紫器 就说那三件质宝 红军不但在三件法宝中留下了后手 随时可以将其收回 甚至反过来对付三位师尊 最关键的是 红军通过将这三件法宝 送给三位师尊的方式 已经在三位师尊身上 各自获得了 不少于三分之一的开天功德 也就是说 三位师尊现在身上所剩的开天功德 只各自剩下了三分之二 另外通过拜师赐下法宝的方式 三位师尊身上的气韵 也同时被红军分润走了不少 而且这一点无需怀疑 红军第一次讲道的时候 他刚成圣实力 只有圣人一重天 而三讲结束后 他获得了圣人九重天的实力 红军能这么快达到圣人九重天 就是因为分润了 三千红尘客身上的功德气韵 利用功德气韵快速修炼 特别是三位师尊身上的开天功德 要知道三位师尊身上的开天功德 总量加起来 可是能造就三位圣人的 而且不是普通圣人 岂不就是圣人五重天 听到这里 三清都是怒不可遏 恨不得提刀砍了红军 可不等他们把愤怒压下 林凡已经再次开口了 另外 红军传下来的斩三师之法也有问题 首先想斩出自我师 基本上不可能 自我也就是执念 修炼三师之法 越想斩出自己的执念 执念就越深 导致成了一个死循环 最终导致自我师无法斩出 第二红军并没有传下三师合一之法 就算有大毅力之辈 凑巧斩出了自我师 没有三师合一之法 同样无法三师合一 也就无法成圣 而且 就算有了三师合一的方法 想要三师合一 斩三师所用的灵宝 还必须要同根同源 这样的法宝洪荒不是没有 但极其稀少 就比如大师傅手上的盘龙扁拐 二师傅手上的三宝欲如意 三师傅手上的清平剑 就是同源法宝 也只有用这样同根同源的法宝 斩出的三师 才能三师合一 所以 斩三师之法 就是一个坑 本我不全和谈成圣 特别是斩出第三师没了执念 人会变得无欲无求 想要成圣的想法 也会变得越来越淡 直至彻底放弃 没办法 没了执念 也就没了追求 没了追求 也就没了信念 没了信念的人 怕不会直接变成一条咸鱼 最终摸鱼摸到死 就更不谈成圣了 也就是说 修炼斩三师之法的人 最终会成为一个无欲无求的废人 等待寿命耗尽 没有进取之心 等待死亡 当然 天道跟红军可不止这么点手段 下一个亮节 被称之为巫妖亮节 三位师尊不妨猜一猜 天道跟红军 想要做些什么 叹号与问号 哎呀 不容易啊 今天卡文了 平时四千多字 四个小时也就差不多了 今天足足花了六七个小时 才终于把剧情想出来 脑子都快想炸了 各位帅气美丽的读者大大们 看在小邪手今天这么辛苦的份上 能不能帮小邪手点一下催更 免费礼物为爱发电支持一波 谢谢 小邪手非常感谢 第九十九章 接老婆们来洪荒事件 听到林凡的问题 老子想了想 然后开口说道 本尊猜测结果应该跟龙汉亮节一样 巫妖两族高端战力 几乎全部覆灭 巫族体内的开天功德耗尽 十二祖乌生死 得知了天道的目的 结果就很好猜了 大师傅说的没错 巫妖第一次大战 就在妖族快要被巫族覆灭的时候 红军老鹰逼出来拉偏架 定下妖掌天 巫掌地 一万年之内不得开战的规矩 而在巫妖两族不得开战的一万年中 红军会私下给妖族开小灶 花了一万年时间 红军将妖族的实力提升到了 跟巫族同一个级别 给了妖族能对抗巫族 都天神煞大阵的周天星斗大阵 也因此一万年后的 第二次巫妖大战 两族打了个同归于尽 妖族帝君太义伏袭 三大妖皇战死 十大准圣妖帅 只活下几个 数千大罗金仙妖 将死得死逃得逃 数万妖族活下来的 不足十分之一 巫族也差不多 十二祖巫除 开辟轮回 被困于地府之中的后土 其余十一祖巫也全部生死 活下来的大巫也是 屈指可数 数千亿巫族 也同样是实不存一 值得一提的是 掌握水之法子的贡公 本来是不需要死的 可他最后被红军控制 一头撞在了布州山上 导致贡公直接生死 布州山柱断裂 洪荒天塌地陷 天河之水倾覆 无数混沌刚风 灌入洪荒之中 洪荒无数生灵 死于这场灾难 红军为什么要这么做 这对他有什么好处 要知道 布州山柱断裂 洪荒可是有 重归混沌的风险 原始天尊好奇地开口问道 呵呵 红军自然有他自己的目的 因为只有洪荒世界变弱 他才有办法挣脱天道的控制 掌握主动权 然后吞噬天道 成为洪荒世界的主人 最终吞噬盘古大神的道果 成就大道极强者 听到原始天尊的问题 林凡说出了自己的猜测 其实也不算是猜测 基本上八九不离十 因为前世很多网友 都是这么分析的 没想到红军的野心 竟然如此之大 竟然打上了 附神道果的主意 老子感叹道 不行 我们一定要阻止红军 阻止天道 通天说道 其实想要阻止红军跟天道并不难 只要三位老师 还有十二祖屋体内的开天功德不失 红军与天道就拿三位师尊 还有十二祖屋没有办法 红军能控制共工 也是因为巫妖大战 对洪荒破坏太大 巫族的开天功德耗尽 共工体内没了开天功德的庇护 才会让红军轻易得手 听到通天的话 林凡站出来说道 看来我们三清 也是时候该去巫族一趟了 巫族再这样下去 迟早中了红军与天道的圈套 等部舟山被共工撞到 一切就都晚了 太清老子说道 善 通天跟元始 也是点头表示同意 对了三位师尊 能不能将你们的三道 红蒙子气给我 那东西被红军跟天道做了手脚 只要三位师尊 用那三道 红蒙子气成圣 三位师尊就会被控制 虽然不会被彻底控制 但也会潜移默化 改变三位师尊的想法 就在三清准备起身去巫族的时候 林凡突然开口说道 至于林凡要那三道 红蒙子气干什么 当然是回收给系统啊 那三道红蒙子气 如果没被红军做手脚 可是真正的好东西 想必应该能回收不少黄金 宝贝徒儿 你要红蒙子气有何用 你刚才也说了 那三道红蒙子气 都被红军做了手脚 弊端如此之大 你要之何用 见林凡想要红蒙子气 通天不解地开口问道 当然有用了 虽然那三道红蒙子气 都被红军跟天道做了手脚 但还是很值钱的 反正放在那也是放在那 三位师尊又不准备用他成圣 所以拿去换钱不香吗 算了 为师也不管你要他有何用啊 既然你要 那就给你吧 正好你拜师时 为师也没有给出什么拜师礼 为师这道红蒙子气 就当是给你的拜师礼了 老子取出自己体内的红蒙子气 挥手递给林凡的同时 开口说道 原始跟通天见状 也同样取出自己体内的红蒙子气 挥手递给了林凡 好了 你在山中好好修炼 为师三人去一趟巫族 很快回来 见林凡挥手 收下三道红蒙子气 老子再次开口说道 下一刻 老子原始通天三人 消失在了大殿之中 见自己三个便宜师尊都走了 林凡也出了大殿 在后山找了一处空旷之地 林凡大手一挥 九龙地城从他的三花中飞出 然后以一个极快的速度开始变大 最终变成了999公里大小 坐落在了这处空旷之处 随后林凡又召唤出了 百万天仙 千万地仙 让他们入住了城中的军营 一万金仙巅峰修士 十万玄仙巅峰修士 还有项羽吕布里原霸三人 也让林凡叫了回来 负责驻守皇宫 来到皇宫中的一处密室 林凡打开了连接宗武世界的通道 将如今已经十几岁的小朵朵 自己的皇后 赵敏跟其他妃子 还有系统召唤出的文成武将 全部接到了林霄城中 至于这些人 都被召唤到了洪荒世界 宗武世界那边怎么办 林凡表示 他大厦可不止这点人才 没了系统召唤的人才 还有本地人才 有那些本地人负责治理 大厦不会出现任何问题 而且也不需要担心 他们会背叛林凡 要知道 林凡可没有将召唤的军队 召唤到洪荒世界 要是谁敢起一心 留在宗武世界的军队 会教他们做人 另外有天心在 这些军队 也不需要担心寿命的问题 搞定这一切后 林凡开始闭关了 此次闭关 一是融合系统奖励的功法 二是他准备将鸿蒙良天池 还有三道鸿蒙紫气回收了 看能弄到多少黄金 再开几个礼包 目前林凡手上的 太乙金仙后期修为卡 就剩了九张 别说手下的文武大臣了 就连自己的老婆都不够分 这也是他迫不及待 想要再次开礼包的原因 第100章 系统升级到7级 来到龙椅旁边盘腿坐下 林凡在内心开口 对系统说道 系统 复制鸿蒙紫气 鸿蒙良天池 需要多少黄金 丁 按现在1%的比例 复制三道鸿蒙紫气 加鸿蒙良天池 需要40亿两黄金 照你这么说 回收三道鸿蒙紫气 加一件鸿蒙良天池 我可以获得4000亿两黄金 没错宿主 听到系统准确地回答 林凡眼中闪过一丝兴奋 那可是4000亿两黄金啊 不过 这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事情 要知道 鸿蒙良天池 可是一成开天功德所化 三清 也不过各自分得了一成开天功德 一成开天功德彻底练化 可以将一个普通人 推到圣人五重天 这也就是说 鸿蒙良天池 就相当于一个圣人 还是一个圣人五重天的圣人 可鸿蒙良天池 就是鸿蒙良天池 没办法再重新变回 那一成开天功德 不然林凡还真设不得将其回收掉 不想太多林凡开口命令到 系统 先帮我将定光珠回收掉 林凡当前余额还剩39亿多万两黄金 想要复制三道鸿蒙紫气 加一个鸿蒙良天池还差一点 于是林凡决定先回收定光珠 凑点钱 叮 回收成功 恭喜宿主获得黄金30亿两 宿主当前余额69亿8700万两黄金 嗯 复制三道鸿蒙紫气 鸿蒙良天池 林凡再次命令到 对了 系统 记得在复制鸿蒙紫气的时候 别把红军跟天道留下的后手 也复制过来 林凡提醒道 安啦 宿主 本系统又不傻 这点小事 还需要你来提醒 钉 复制中钉 复制成功 此次供消费黄金40亿两 鸿蒙良天池 与三道鸿蒙紫气 复制成功 是不是看起来很不划算 其实很划算 有了没有被留下后手的鸿蒙紫气 无论是给三清使用 还是等林凡到达准胜巅峰自己使用 都是无比划算的 要知道 将系统升到六级 就花了100亿两黄金 而六级礼包里面开出来的修为 也只能让林凡达到太乙金仙巅峰 想要获得七级礼包 林凡就要花1000亿两黄金 而开出来的修为 也只不过是个大罗金仙巅峰 花万亿两黄金 才能让林凡的修为 突破准胜巅峰 想要成就圣人 那可是要10万亿两黄金 所以 鸿蒙紫气对林凡还是有用的 虽然他不会自己用 但他可以给自己的手下用啊 比如那些没办法靠自己突破圣人的 至于林凡自己 他决定走混元大罗金仙的道路 毕竟混元大罗金仙 才是最强的正道之路 而且有系统帮助他根本不担心 等帝君太一队先廷动手的时候 先廷宝库林凡 完全可以谋划一下 等时机成熟了 自己的实力起来了 林凡决定统一人族联合巫族 然后一起灭了妖族 顺势拿下妖族宝库 到那时 林凡还就不相信 他凑不齐成胜 突破混元大罗金仙的黄金 要知道 洪荒资源无数 几个园会的时间 妖族收集的宝物 简直可以用海量来形容 系统 帮我回收掉原先的鸿蒙亮天池 与原先的那三道鸿蒙紫气 复制完后 林凡命令将原先的鸿蒙梁天池 还有那三道鸿蒙紫气回收掉 他已经有些迫不及待的 想要看到自己的余额 突破千亿两黄金了 丁 收到宿主命令 回收中丁 回收成功 此次宿主共获得四千亿两黄金 宿主黄金余额 四千零二十九亿八千七百万两黄金 系统 消耗两千零二十亿两黄金 升级一次系统 再购买一个七级礼包 两个五级礼包 好的宿主 系统升级中丁 系统升级成功 恭喜宿主获得七级礼包一个 恭喜宿主购买七级礼包一个 五级礼包两个 接下来 林凡先开了两个五级礼包 五级礼包开出来的东西 跟之前那个五级礼包大差不差 林凡获得精先后期 修为提升卡100张 后天极品灵宝三十件 后天极品灵根十珠 天先修饰二百万 真先修饰二十万 系统 开启两个七级礼包 看完五级礼包里面开出来的东西 林凡让系统帮他打开七级升级礼包 丁 礼包开启中丁 礼包开启成功 丁 恭喜宿主获得 大罗金仙巅峰修为X2 丁 恭喜宿主获得 大罗后期修为提升卡10乘以2 丁 恭喜宿主获得 太乙金仙巅峰修是一万乘以2 丁 恭喜宿主获得 金仙巅峰修是十万乘以2 丁 恭喜宿主获得 悬仙巅峰修是一百万乘以2 丁 恭喜宿主获得 真仙巅峰修是一千万乘以2 丁 恭喜宿主获得 天仙巅峰修是一亿乘以2 丁 恭喜宿主获得 夏品先天领宝非洲X1000000搜X2 丁 恭喜宿主获得 极品先天领宝 空间非洲十搜X2 丁 恭喜宿主获得 夏品混沌灵宝升级卡一张X2 夏品混沌灵宝升级卡 可将任意一件物品提升到夏品混沌灵宝层次 丁 恭喜宿主获得 大罗金仙巅峰坐骑 灵宠修为提升卡一张X2 大罗金仙巅峰坐骑灵宠修为提升卡 宿主可以给自己的坐骑或者宠物使用 使用后 坐骑或宠物修为将提升到大罗金仙巅峰 看到这个奖励 让林凡想起了 自从有了豪华邮轮 就一直没骑过的火麒麟 至于宠物林凡暂时还没有 不过火麒麟现在一直跟着小丫头躲躲 林凡也不好意思抢过来 算了 给他提升修为救 留在躲躲身边 给躲躲做个保镖吧 反正刚才还开出了两张夏品混沌灵宝升级卡 自己还是将豪华邮轮升级一下 继续用豪华邮轮吧 至于多出来的一张 林凡准备用来升级鸿梁天池 也不知道鸿梁亮天池升级到夏品混沌灵宝 会展现出多强的威能 林凡想完这些 礼包的最后一件物品也发放了出来 丁 恭喜宿主获得 混元大罗金仙巅峰体验卡一张X2 混元大罗金仙巅峰体验卡 时长一个时辰 使用后宿主可暂时获得 混元大罗金仙巅峰实力 丁 本次所有物品发放完毕 所有物品已放入系统空间 请宿主自行查收 第101章 集体融合功法突破修为 接下来林凡开始融合修为 两个七级礼包 开出两个大罗金仙巅峰修为 加上之前林凡就拥有的大罗初期修为 最后再加上盘古大神所创的九转元宫 九转玄宫两门神宫 最终在两门神宫同时修炼到五转的情况下 林凡的肉身与法力得到了大幅度的增强 也因此融合完所有功法修为 林凡的元神修为与肉身修为 奇迹突破到了混元金仙中期 这也代表着林凡在洪荒有了自保之力 另外混元金仙中期 可比准圣中期强的不是一点半点 也因此 目前整个洪荒修为比林凡高的 就剩三人 老鹰逼红军算一个 刚造人成圣的女娲算一个 自家便宜大师傅太清 老子也算一个 其余人一对一 基本上不可能是林凡的对手 要知道 其余三千红尘客最强一批 此时也就跟他的另外两个便宜师傅 通天元使一样 修为刚到准圣中期 而且并不多 也就仅有几人而已 例如帝君太一 帝先之祖镇元子 血海明和老祖 另外就是修炼法则的十二祖屋了 其中几人 有着混元金仙中期的实力 不过也只是肉身修为 毕竟巫族并没有元神 第三梯队 像男仙之首东王宫 女仙之首西王母 北海昆鹏老祖 老好人红云老祖 未来人黄福西 太阴女神西和长西 这些人 当前只有着准圣初期的实力 剩余的三千红尘客 还在大罗金仙后期 或巅峰徘徊 比如之前被原始杀掉的燃灯 他同样是三千红尘客之一 修为就是大罗金仙巅峰 另外 既然临凡来了洪荒 他就不可能再让福西 再次成为那个人族天皇福西 因为他不配 原因也很简单 因为他是妖族 转世了也不行 凭什么你转世我人族就要接纳你 凭什么 要知道 妖族屠杀人族的时候 他福西并没有阻止 甚至未必没有参与 因此 他又有什么资格成为人族天皇福西 难道就因为他是女娲的哥哥 难道就因为 人族是女娲创造的 对于这种想法 林凡嗤之以鼻 要知道 在诸天万界中 又有多少世界不是人族统治的 人族在哪个世界 又不是主角的存在 一句话说到底 没有他女娲创造人族 还会有其他人创造人族 人族终将会出现在这个洪荒世界 另外 女娲创造人族 可是获取了大量功德的 而女娲也用这些功德 成就了圣人之位 所以 人族并不欠他女娲什么 叹号与问号 最关键的是 没有女娲同意 他帝君太义吃了雄心豹子 唐唐圣人创造出来的种族 是想屠杀就能屠杀的 圣人最爱面皮 没经过同意你试试 所以 女娲肯定是同意了的 由此也可看出 人族在女娲心中 并没有什么地位 就像某些妖族说的那样 人族就是女娲创造出来 给妖族当口粮的 就跟人族圈养生出一个道理 他女娲终究是妖族蛙皇 毕竟妖族多么强大 人族又何其弱小 人心如此 谁又不是捧高踩低呢 由此可推断出 人族圣母的身份 在她女娲心中算个屁 屁都不算 人族被杀光了 她也不会心疼 说到底 人族只是她用泥巴捏出来的 又不是 她生出来的 能有多少感情 就像你在场里上班 做了个人形玩具出来 你对她会有感情吗 女娲看待人族 又何曾不是同样心态 她是高高在上的圣人 而人族只是洪荒的最底层罢了 除了给妖族当口粮 人族在她女娲心中 没有一点价值 毕竟女娲可不知道 人族在诸天万界 是天地主角 妖族在诸天万界 才是真正的弟弟 被人族修饰追杀的存在 被驯服成为坐骑 最后总结 我华夏老祖宗 有一句话说得就非常好 非我族类 齐心必义 种族之争不是开玩笑的 蛋糕就那么大你 吃了我就没有了 好了 言归正传 我们的视线 重新来到林凡身上 此时的林凡 正盘腿坐在笼椅上 稳固刚突破的 混元金仙中期修为 两久林凡睁开眼睛 感受着体内汹涌澎湃的力量 林凡嘴角浮现出一个邪魅的笑容 有了混元金仙中期的修为 还有两张混元大罗金仙巅峰体验卡保命 林凡也已经有了足够的底气 出去搞事情了 毕竟他可没忘了 人族的命运是跟他绑定的 只有人族发展的越好 他的气运才会越好 以后开礼包才能开出好东西 不过在出去搞事情前 林凡先要把自己手下的实力提升一下 不然 以他混元金仙中期的实力 还是有可能翻车的 如果同时遇上帝君太医 或者同时遇上金银准提 以林凡现在的实力 最多也就打个平手 到时万一再有其他人身一脚 他就危险了 接下来林凡江 白起 项羽 李元霸 吕布 燃敏 陈庆之 关羽 张飞 赵云 马超 黄忠 义干武将 还有 诸葛亮 刘伯温 长孙无忌 庞统 徐树 郭佳 贾许 房玄龄 义干文臣 赵明四五十名妃子 妹妹朵朵 座妻 火妻灵 全部召唤到了 御书房义士大殿 接下来 林凡先是给所有人使用了 金鲜后妻 修为提升卡 不多时 在场众人集体突破到了 金鲜后妻修为 等所有人稳固了修为 林凡又给除了吕布 项羽 李元霸三人在外的 义干武将 还有自己的皇后赵明 使用了太乙金鲜后妻修为提升卡 至此十一名战将 自家皇后 全部有了太乙金鲜后妻的修为 最后林凡拿出了 二十张大罗金鲜后妻修为提升卡 一张大罗金鲜巅巅宠物 灵宠修为提升卡 给皇后赵明 还有系统 召唤的十九人 白起 项羽 李元霸 吕布 燃敏 陈庆之 关羽 张飞 赵云 马超 黄忠 义干武将 诸葛亮 刘伯温 长孙无忌 庞统 徐树 郭佳 贾许 防玄灵 义干文尘 加一只火七灵 使用了二十一张卡片 下一刻 二十人一兽的修为 再次开始突破 而且由于 有之前金鲜后妻修为提升卡 太义金鲜后妻修为提升卡的叠加 以白起为首的义干武将 还有皇后赵明 十二人全部突破到了混元金鲜初期 火七灵由于融合的是 大罗金鲜巅巅峰座齐 灵宠修为提升卡 他的修为也突破到了混元金鲜初期 至于义干文尘 由于没有融合太义金鲜后妻修为提升卡 他们的修为突破到大罗金鲜巅峰 就停了下来 不过想必也要不了多久 义干文尘的修为还会再次突破 等凌凡将大品天仙诀 八九玄弓 地煞七十二遍 两门功法一门神通传下 以他们的资质 最多修炼百年 就绝对可以突破到混元金鲜初期 第102章 建立东南西北中五大军团 开始接管洪荒人族 等所有人融合完功法神通 稳固好修为 凌凡将两个五级礼包里面开出来的 三十件后天几品灵宝分了下去 优先给武将文尘 随后才是后宫妃子 至于不够的 以后再说 当然 妹妹朵朵 做起火七灵 还是优先分得了法宝的 至于火七灵能分到 那是因为 她要保护朵朵 朵朵这个妹妹 对凌凡太重要了 可不能出一点意外 皇后照命 凡凡使用了一张 夏品混沌灵宝升级卡 将鸿蒙梁天齿升到了 夏品混沌灵宝级别 然后交给了她 毕竟她是凌凡的皇后 总归要有一点特殊待遇的 至于用黄金多复制 几件鸿蒙梁天齿 给其他人使用 凌凡暂暂时没想过 太贵不划算 复制一件 就需要十亿两黄金 另外由于凌凡的修为 达到混元金仙中期的原因 凌凡身上 包括九龙地城在内的 所有的先天至宝 品级全都上升了一个层次 每一件都变成了夏品混沌灵宝 特别是九龙地城 无论是威能 还是面积 都足足翻了百倍 现在九龙地城 可以轻松容纳 十二亿人居住生活 看着殿下的人 凌凡闭闭眼沉思了一会 两久凌凡睢开眼睛 然后只听她开口道 孔明关羽何在 沉在 陛下有何吩咐 两人一步跨出 来到大殿中央拱手道 孔明关羽震调给你二人 几品先天灵宝 空间非洲两搜 夏品先天灵宝 非洲两万搜 太乙金先修士一千 金先修士一万 玄先修士十万 真先修士百万 天先修士千万 地先修士二百万 组建中陆军团 去东海之兵中部建成 收拢洪荒人族 清理当地妖族 保障人族发展 陈领命 林凡话音落下 两人齐声回道 点了点头 林凡再次喊道 张飞庞统何在 陈在 两人一步跨出来到大殿中央 张飞庞统阵 同样调给你二人 极品先天领宝空间非洲两搜 夏品先天领宝非洲两万搜 太乙金先修士一千 金先修士一万 玄先修士十万 真先修士百万 天先修士千万 地先修士二百万 组建东陆军团 去东海之兵东部建成 收拢洪荒人族 清理当地妖族 保障人族发展 我二人领命 嗯 赵云贾许何在 赵云在 贾许在 赵云贾许镇同样调给你二人 极品先天领宝空间非洲两搜 夏品先天领宝非洲两万搜 太乙金先修士一千 金先修士一万 玄先修士十万 真先修士百万 天先修士千万 地先修士二百万 组建南陆军团 去东海之兵南部建成 收拢洪荒人族 清理当地妖族 保障人族发展 是陛下 二人齐声回道 马超凤孝何在 陛下臣在 马超凤孝镇 同样调给你二人 极品先天领宝空间非洲两搜 夏品先天领宝非洲两万搜 太乙金先修士一千 金先修士一万 玄先修士十万 真先修士百万 天先修士千万 地先修士二百万 组建北陆军团 据东海之兵北部建成 收拢洪荒人族 清理当地妖族 保障人族发展 我二人领命 二人拱手领命 好 黄中徐树何在 建国陛下 黄中徐树镇 同样也调给你二人 极品先天领宝空间非洲两搜 夏品先天领宝非洲两万搜 太乙金先修士一千 金先修士一万 玄先修士十万 真先修士百万 天先修士千万 地先修士二百万 组建西路军团 据东海之兵西部建成 收拢洪荒人族 清理当地妖族 保障人族发展 谢陛下 承等二人 一定完成好陛下吩咐的任务 绝不让陛下失望 二人躬身一礼回道 听到两人的话 之前几人齐齐翻了个白眼 心想 就你俩屁话多 事还没做呢 就开始拍马屁了 好 事不宜迟 妖族对人族虎视眈眈 你们速速各自调兵潜将出发吧 坐在龙椅上的林凡道 是陛下 臣等这就出发 十人同时躬身一礼 开口说道 嗯 去吧 林凡点了点头说道 很快 十人退出了大殿 开始清点兵马 准备出发前往人族 不久后 五支舰队从昆仑山中飞出 往人族现在居住的东海之兵而去 这批人派出去后 林凡当前手上还能调动的力量还有 白起 项羽 李元坝 吕布 陈庆之 燃敏 六个混员精仙初七 刘伯温 长孙无忌 房玄灵 三个大罗精仙巅峰 另外还有太乙精仙一万五千 精仙十六万 玄仙一百六十万 真仙一千五百万 天仙一亿五千零一百万 极品先天领宝空间非洲十艘 夏品先天领宝非洲 一百九十万艘 至于皇后赵明 妹妹朵朵 火七灵 还有她的一干妃子 林凡没有算进去 毕竟除了火七灵不算 其余都是她最亲的人 林凡可舍不得把他们派出去 与人争斗 最后十艘极品先天领宝空间非洲 被林凡分给了 皇后赵明一艘 剩余的九艘 被林凡分给了白起 项羽 吕布 李元坝 陈庆之 燃敏 刘伯温 长孙无忌 房玄灵九人一人一艘 一百九十万艘夏品先天领宝非洲 被林凡发放到了军队之中 由那些太乙金仙 金仙 玄仙的将领负责操纵 至于林凡自己 她将最后一张夏品混沌灵宝升级卡使用了 用在了豪华邮轮之上 豪华邮轮以后就是她的专属作驾 值得一提的是 豪华邮轮晋升夏品混沌灵宝后 无论是她的攻击力 还是防御力 都变得极为可怕 以林凡现在的实力操控 攻击力可轰杀准胜巅峰 防御力可防御圣人五重天以下全力攻击 就连上面的数百仿生机器人 一个个也都拥有了大罗金仙初期的实力 不可谓不强 搞定这一切 林凡搂着赵敏就回了后宫 至于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各位读者大大不妨猜一猜 猜中了有惊喜哦 第103章 林凡前往巫族 与巫族结盟 转眼时间过去了数天 林凡神清气爽地从后宫走了出来 从后宫走出的林凡 在昆仑山逛了一圈 见自家三个 便宜世尊还没回来 林凡决定自己也去一趟巫族 顺便跟十二祖巫谈一下 跟人族结盟的事情 想到就做 林凡神念传音 让项羽 吕布 李源霸三人准备一下 随他一同出发 另外 此次林凡还带了 太乙金仙三千 金仙三万 玄仙三十万 真仙三百万 天仙三千万 下品仙天法宝非洲三十三万三千搜 毕竟排场不能丢 项羽 吕布 李源霸 三人各自统领一千太乙金仙 一万金仙 十万玄仙 一百万真仙 一千万天仙 下品仙天领宝 非洲十一万一千搜 最关键是 想要跟巫族结盟 不锈一锈肌肉 亮出一点资本 人家巫族也不会搭理你 所以林凡组建了这三支轻卫军团 很快一切准备完毕 林凡飞身登上了豪华邮轮 可让林凡无语的是 朵朵小丫头跟火麒麟 竟然也在豪华邮轮上 朵朵你怎么在这 快下去大哥要出去办正事 不能带着你 林凡揉了揉小丫头的脑袋 开口说道 哎呀 臭哥哥你坏死了 朵朵的头发都被你弄乱了 小朵朵鼓着个包子脸 用一副气呼呼的表情说道 还有 臭哥哥 你是不是又准备丢下朵朵 自己一个人偷偷跑出去玩 你是不是忘了 你答应过朵朵 去哪都带着朵朵的 臭哥哥 你说话不算数 朵朵不要理你了 小丫头撅这个嘴不开心了 呃 好像是有这么回事 可哥哥这不是要出去办正事吗 带上你不方便 林凡想起来了 有些尴尬的说道 确实有这么回事 他确实答应过朵朵这小丫头 自己不管去哪都带着她 朵朵不管 朵朵也要出去玩 皇宫里面闷死了 都没人陪朵朵玩 听到林凡的话 小丫头脾气上来了 对着林凡就是一阵撒娇 非要跟林凡一起出去 好了 好了 小丫头别生气了 之前是我错了 这次哥哥 带你一起出去总降了吧 好了别闹了 堂堂大下公主 还耍小孩子脾气 成何体统 林凡被小丫头闹得没办法 最终决定带小丫头一起出去 而且有自己 在旁边 小丫头应该也不会遇到什么危险 带她出去转转 也就无所谓了 哼哼 这还差不多 臭哥哥要是以后再这样 自己一个人偷偷跑出去玩 不带朵朵 朵朵 以后就再也不理你了 小丫头哼哼两声 再次威胁地说道 好好好多一年 林凡无奈地回了一句 七八年时间过去了 她还是拿着小丫头 没什么办法 搞定小丫头后 舰队正式出发 林凡的豪华邮轮打头 向于吕布里员罢的 三艘空间非洲紧跟其后 再往后是 33万3000艘 夏品先天领宝非洲 舰队很快出了昆仑山 往布州山方向 屋族领地而去 打开空间通道 目标布州山屋族领地 舰正常飞行太慢 坐在主控室的舰长椅上的林凡 开口对驾驶豪华邮轮的 仿生机器人命令道 是 负责操控豪华邮轮的 仿生机器人副官开口回道 下一刻 一道激光从豪华邮轮中射出 紧接着虚空撕裂 一道门户出现在舰队前方 没有犹豪 豪华邮轮直接驶了进去 跟在后面的项羽等人 也同样带着舰队跟了进去 进入空间通道的豪华邮轮 加速十万艘非洲 全部打开了能量护照 以免被空间风暴卷入其中 通道中五光十色 显得十分瑰丽美丽 不过由于洪荒世界太大 就算是穿梭空间 想要抵达不周山 抵达巫族领地 恐怕没有个几个月的时间 也是不可能的 无聊的林凡 就跟朵朵一起吃吃零食 看看剧打打游戏 林凡现在觉得 把朵朵带上也不错 最起码有朵朵在 他不会觉得那么无聊 而火气灵就趴在一旁睡觉 显得有些慵懒 林凡都觉得自己 把这神兽积养废了 时光荏苒 转眼数个月时间过去了 林凡的舰队 也终于到达了不周山上空 到达了巫族的领地 神石扫过 林凡并没有发现三清的身影 这让林凡有些奇怪 自己那三个便宜师尊 不是来巫族了吗 现在这是啥情况 关键是 林凡并不认识巫族的人 没有三清引荐 自己又带了这么多人 巫族不会以为自己 是来找他们开战的吧 果不其然 下一刻 林凡就见巫族部落骚动了起来 一个个大块头抄起家伙 脸上显露着兴奋 一副准备开战的架势 妈的 这巫族不愧是好战的种族 也不说派个人出来 他们都派啥的 上来就准备干架 林凡无语地想到 不过林凡也不会惯着他们 跟谁俩张牙舞掌呢 元爸 你不是喜欢打架吗 下面那些大块头就交给你了 不过记住 别把人干死了 打残了就行 反正这洪荒世界宝物 众多打残了 也能治好 林凡命令道 好嘞陛下 好长时间没打架 末将手早就痒了 这些大块头正好让末将松松筋骨 李元爸兴奋地回了一句 然后他立马冲天起 举起紫电锤 混原精先初七级别的法力 注入其中 下一刻 紫电锤不断变大 无数闪电在紫电锤上跳动 然后只见李元爸咧嘴一笑 紫电锤被他猛地挥出 砸向了下方的大地 紫电锤与大地接触 大地瞬间碎裂 产生的冲击波 将数千身体巨大的巫族 吹飞出去数千里 不等那些被惊呆的巫族反应过来 李元爸提起重新变小的紫电锤 便杀入了已经被吓傻的数万巫族之中 每一秒都有数十个巫族 被紫电锤砸飞 不过李元爸并没有违反林凡的命令 那些被砸飞的巫族 也就断个手断个脚 断上几根肋骨什么的 脑袋还好好的 李元爸的紫电锤 并没跟他们做亲密接触 所以并没有巫族被打死 毕竟林凡是来结盟的 并不是来开战的 真要是打死一两个巫族 再想要结盟可就难了 第104章 初见十二组巫 大胆 是谁胆敢来我巫族闹事 就在李元爸一脸兴奋 出手如电 一锤砸飞一个巫族的时候 巫族部落中冲出两个巨大的身影 而其中一人发出了一声怒吼 发出怒吼的巫族不是别人 正是巫族大巫 战神行天 另外一位大巫 是未来与轩辕云争雄的吃油 下一刻 行天左手举着行天盾 右手拿着开山斧 就直接冲向了 正战的兴起的李元爸 可让堂堂巫族大巫战神行天 没想到的是 他与李元爸刚碰面 紧紧接了李元爸一锤 他就被李元爸一锤砸飞了出去 而且飞得还挺远 足足飞出去了数万里 直到砸在布州山上 他才停了下来 另外吃了李元爸这一锤 行天直接受了重伤 躺在布州山上爬都爬不起来 其实这也很正常 李元爸怎么说 也是一个混元金仙初期的强者 而行天才只有大罗金仙后期的修为 两者差距不可谓不大 石油见此情况 他知道自己不可能是李元爸的对手 要知道 平时切磋 他连行天都打不过 就更不要说 一锤能把行天干费得李元爸了 于是他果断选择了稳一波 脚步匆匆地退了回去 他要去盘古神殿 将这里发生的事情 告诉十二祖屋 好了 元爸收手吧 再打下去等一下见面 不太好看 林凡见石油退了回去 知道十二祖屋 也是时候该出现了 于是便传音让李元爸收手 是陛下 李元爸一脸意犹未尽的表情 回应了一声 然后收起极品先天灵宝子电锤 便重新飞回了豪华邮轮 陛下 怎么不让末将继续打了 末将还没过瘾呢 而且说句老实话 那帮大块头是真扛揍 手感一个比个好 回到豪华邮轮上的李元爸 咧嘴笑着说道 呵呵 打这些小虾米 有什么意思 等一下巫族十二祖屋出来了 你要是想打 可以向他们发起挑战 他们一个个实力不俗 其中有几人与你一战 你未必能胜 林凡笑呵呵地说道 同时 他的神识跟着吃油 来到了巫族盘古神殿 这时他也终于知道 为什么自己的神识 扫描不到三清了 盘古神殿可以隔绝一切探查 就连天道都没办法 更何况自己的神识呢 而且 盘古神殿确实是一个 谈事情的好地方 在其中有盘古大神的威压庇护 谈什么事 不容易被天道跟红军探知道 想必自己的三个便宜师尊 现在正在里面跟十二祖屋 聊着一些什么不见不得人的事情 比如 如何干翻天道 如何干翻红军 另一边吃油 已经进入盘古神殿 没多久就有十二道身影 从盘古神殿中走出 带头的正是帝将 帝将 身如黄囊 势如丹火 六足四溢 浑沫无面目 空间速度之祖屋 勾芒 轻弱翠竹 鸟身人面 足成两龙 东方木之祖屋 祝容 兽头人身 身披红绫 耳穿火蛇 脚踏火龙 南方火之祖屋 入收 人面虎身 身披金铃 甲生双翼 左耳穿蛇 足成两龙 西方金之祖屋 贡宫 蟒头人身 身披黑铃 脚踏黑龙 手蝉青蟒 北方水之祖屋 玄冥 人面鸟身 两边的耳朵上 各旋一条青蛇 脚踏两条青蛇 冰之祖屋 后土 人身蛇尾 背后七手 胸前双手 双手握藤蛇 中央土之祖屋 强梁 嘴里咸蛇 手中握蛇 虎头人身 四提族 长手肘 雷之祖屋 朱九阴 人手龙身 全身赤红 时间之祖屋 天吾 八手人面 虎身八尾 风之祖屋 西姿 人面鸟身 耳挂青蛇 手拿红蛇 垫之祖屋 蛇笔师 人面瘦身 双耳四拳 耳挂青蛇 毒之祖屋 除了十二祖屋外 从盘古神殿中走出的 还有林凡的三个便宜师尊 太清老子 玉清原始 上清通天 见此 林凡带着项羽 吕布 李元霸 飞出豪华邮轮 往十二祖屋 跟三清方向而去 臭哥哥你跑什么 等等躲躲 小丫头叫了一声 然后连忙爬到了火麒麟背上 骑着火麒麟 冲出了豪华邮轮 朝着林凡方向追了上来 无奈地看了一眼小丫头 林凡等她追上自己 然后同样夸坐在火麒麟上 往下方飞去 你呀你呀 真是拿你没办法 林凡无奈地说道 然后林凡的大手 按在躲躲的小脑袋上 就是一阵揉 把小丫头的头发 都给弄乱了 臭哥哥快松手 我的头发 小丫头大叫一声 可见自家臭哥哥不理自己 还是在摧残自己的头发 下一刻 小丫头小脑袋一歪 举起一双玉手 抱着林凡的大手 然后张开自己的小嘴上去 就是一口 直接咬在了林凡的大手上 这次小丫头是真生气了 下口是一点都没留情 只可惜林凡是谁 她堂堂肉身 原神双重的 混元金仙中期强者 又怎么可能被小丫头伤到 要知道 小丫头融合完修为提升卡 现在也才金仙后期 咬死你 臭哥哥让你再欺负朵朵 小丫头咬着林凡的大手 嘴中含糊不清地说道 不过她也知道 她根本伤不到林凡 现在她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林凡的修为她 还是知道的 之所以咬林凡 小丫头也只是为了出口气罢了 谁让林凡没事就喜欢揉她的头发 每次都把她的头发弄得乱糟糟的 这些年 通往港宗世界的通道 林凡一直没关 小丫头可是偷偷让扫扫牙子 带她过去玩过 发型这个词 也是小丫头那时 在港宗世界学的 好了 小丫头你要够了没有 口水都弄到我手上了 快松口 看了一眼自己手上沾着的口水 林凡单手无脸 无奈地开口说道 再看看旁边的吕布向羽里原罢 林凡感觉自己的脸 在自己手下面前 算是丢尽了 哼 今天就放过臭哥哥你一次 臭哥哥 你要是下次再敢弄乱朵朵的头发 朵朵可就真生气了 小丫头气呼呼地哼了一声开口说道 表情之萌 林凡的少女心差点被激活 没办法 朵朵实在太可爱了 也有可能是妹妹的滤镜在起作用 毕竟前世的林凡 就很想要一个妹妹 只可惜 老妈的肚子不给力 怀孕两次 给她生了两个臭弟弟 两个家伙调皮得很 林凡看了就讨厌 恨不得一天打他们十顿 不久后 五人一兽飞到了三清身前 项羽里原罢吕布 对着三清公身一礼开口道 见过老师 至于林凡不但没有行李 嘴巴还特别毒 只听他开口说道 嗯嗯 没死就好 刚才用神识没扫到你们三个便宜师傅 我还以为你们被巫族干掉了呢 害我还跟巫族打了一架 林凡没好气地说道 顺便也给刚才那一站找了个借口 噗 听到林凡的话 三清一口老血 差点没喷出来 勉强把要喷出来的那口血压回去 三清同时在心中想到 不生气 本尊不生气 这是自家徒弟 这是自己徒弟 不能打死 本尊不生气 虽然心里这么想 不过三清看向林凡的眼神 还是有些不善 最终他们决定等回去后 一定要打林凡一顿 让林凡知道知道什么叫做尊师重道 只可惜 三清不知道的是 林凡不但自己现在拥有了 混元金仙中期的修为 手下还有十一个混元金仙出期的 强者 他们三清加起来 也根本打不过 所以 打徒弟还是要趁走 现在三清已经没有机会了 第105章 三清成胜 打上林山 威胁准提接引 交出鸿蒙紫气 好了三位便宜师尊 别生气了 看我给你们带什么好东西过来了 林凡见三清脸色不好 也知道自己玩笑开过了 于是将那三道复制的鸿蒙紫气 拿了出来 三道鸿蒙紫气 化作三道紫色幼龙 在林凡的掌心中 不断穿梭游走 这不是本尊跟你另外两位师尊 给你的鸿蒙紫气吗 你现在怎么又还给我们了 原始好奇地问道 不一样的三位师尊 这三道鸿蒙紫气 已经被我去除了 天道与红军的后手 现在你们用这三道鸿蒙紫气成道 只会引动三位师尊体内的开天功德 让三位师尊开天功德成圣 而且用这三道鸿蒙紫气成道 三位师尊体内的开天功德 不是被消耗掉 而是会凝聚成大道功德光轮 有大道功德光轮在 三位师尊也就无需将真灵寄存天道 因此也无人敢对三位师尊动手 谁敢对三位师尊动手 必将受到大道的惩罚 最主要的是 三位师尊修炼了红军的斩三师之道 现在非但无法三师合一成就圣人 就连会员大罗金仙之路也已经被断绝 也因此三位师尊只能走功德成圣之道 所以这三道鸿蒙紫气 是三位师尊唯一正道的希望 还请三位师尊赶快将其收下 成就圣人之位 毕竟我们的实力还是太弱了 只有三位师尊成圣 我们才有实力跟天道还有红军斗一斗 林凡开口解释道 好徒儿 你有心了 原始天尊开口说道 善 老子跟通天教主也是点头 非常感激林凡给他们做的一切 不但帮他们躲过了红军跟天道的阴谋 现在又帮他们解决了鸿蒙紫气的隐患 三亲都感觉林凡这徒弟收得非常直 对了 三位师尊带你们成圣后 立马去一趟西方 就算不说西方准题接引 敢往我们昆仑山安插卧底的事 那两个老兔驴可是天道跟红军的人 天道跟红军的算计中 他俩可以出了不少力 无论是不久后挑起巫妖大战 导致巫妖两族同归于尽 还是风神亮节 西游亮节 都有那两个老东西的影子 两个不要脸的家伙 也是最后获得好处的人 西游亮节后 佛门可以说是在洪荒一家独大 也因此我们绝对不能放任他们两个成圣 必须把他们手上的鸿蒙紫气抢过来 而且我可以驱除鸿蒙紫气的隐患 未来我们这边也可以再多出两位圣人 善就这么定了 三清觉得林凡的想法非常好 都是非常赞同林凡的想法 好 我巫族也可以出力 在你们三清前往西方 抢夺鸿蒙紫气的时候 我们十二族屋会带领所有族人 攻上妖庭 吸引红军的注意力 听到林凡的想法 递将开口说道 就这样 所有人的意见达成了统一 三清进入盘古神殿 开始融合无副作用版鸿蒙紫气 十二族屋开始整顿巫族大军 准备攻打妖庭 另外 在等待三清突破成胜的时间中 李元霸 项羽 吕布三人 逐一向十二族屋发起了挑战 除了掌握空间法则的地江 还有掌握时间法则的主九英 其余族屋包括后土 全都败在了三人手上 毕竟三人跟林凡一样 都是同时修炼元神与肉身 岂是巫族单恋肉身能比拟的 地江跟主九英 如果不是仗着法则上的优势 还有压了三人一个小境界 他二人也未必是李元霸三人的对手 时间一点点过去 很快三年时间过去了 盘古神殿的大门也再次打开 三清从中走出 此时的三清已经全部成圣 太清勉强突破到了圣人四重天 而原始跟通天 只突破到了圣人三重天 如果不是被红军老鹰逼抽走了 三分之一的开天功德 三清原本都是能突破到圣人五重天的 接下来 所有人按计划开始行动 三清坐上豪华邮轮 跟林凡一起 整支舰队往西方林山而去 十二组屋也带着所有巫族 开始对妖亭发起进攻 飞往西方林山的豪华邮轮上 林凡突然像是想起了什么 然后只听他开口说道 三位便宜师尊 差点忘了 你们把你们 从红军那边获得的所有法宝 全部给我一下 我帮你们去除法宝上 红军留下的后手 听到林凡的话 三清点了点头 林凡不提他们也忘了 他们手上的法宝 可都是被红军做了手脚的 下一刻 太清老子一挥手 取出了数十件法宝 其中极品先天领宝 就不下十件 剩余的也都是中上品先天领宝 下品先天领宝一件没有 接下来是原始 原始取出了一百多件 各类先天法宝 其中同样拥有极品先天领宝 时数件 上品先天领宝二十多件 剩余的基本上 全都是中品先天领宝 下品先天领宝 只有几件而已 至于通天的法宝那就多了 极品先天领宝 上品先天领宝 中品先天领宝 下品先天领宝 所有加起来 足足有着数百件 全都是红军三奖后 他从分宝衙上获得的 至于他为什么能分得这么多法宝 那也是在天道跟红军的算计之中的 没有这么多法宝 通天如何组建结教 没有结教未来的风神 又如何进行 林凡大手一挥 将所有法宝 全部收进了自己的系统空间 然后他在心中开口 对系统命令到 系统复制所有法宝 丁 收到宿主命令 复制中丁 复制成功 丁 本次复制共消耗黄金九十亿两 宿主当前账户黄金余额 一千九百一十多亿两 林凡再次手一挥 将复制出来的法宝还给三清 然后他便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现在的林凡非常激动 要知道 复制比例是一比一百 复制消耗了九十亿两黄金 这也就是说 只要林凡将原先的那些法宝 全部回收掉 他就可以获得九千亿两黄金 再加上余额的一千九百一十亿 林凡已经凑够了 将系统升级到八级的黄金 你说 林凡能不激动吗 现在林凡唯一不确定的就是 他自己本身混原金仙中期的修为 加一个混原金仙巅峰的修为 是否能让他突破混原大罗金仙一重天 毕竟想要突破混原大罗金仙 不单要有足够的法力 可还要将一条法则 感悟到七重 这也就是林凡不确定的原因 但有没有一种可能 系统升级到八级的礼包里面 能给林凡开出一条 感悟到七重的法则 第106章 三清中至灵山 欲夺鸿蒙紫气 激动的心颤抖的手 林凡回到自己的房间后 立马把房间门关好 找个沙发坐下 随后林凡打开了系统面板 看着系统仓库里面那么多法宝 林凡开口命令道 系统 回收 把这些有问题的法宝 全都回收掉 好的速着 系统回应了一声 下一刻回收程序启动 钉 回收中钉 回收成功 此次供回收 极品先天领宝31件 上品先天领宝75件 中品先天领宝126件 下品先天领宝328 共获得黄金9684亿两 宿主当前 黄金余额11594亿两 系统 扣出1万亿两黄金升级 将系统升到8级 看着余额 林凡一咬牙开口命令道 钱中就是钱 钱就是用来花的 反正放在那也只是个数字而已 能增强实力 再多的钱花掉 又有何不可 林凡在心中安慰自己 不然一下子花出去这么多黄金 非得把他心疼死不可 要知道 林凡前世就是个守财奴 有一句话说得好 钱难正使难吃 前世林凡为了省钱 感冒发烧从不上医院 吃药都很少 正常都是 喝点白开水 蒙着被子睡一觉 扛一扛就过去了 丁 收到宿主命令 系统升级中 叮叮叮 恭喜宿主 系统升级成功 丁 恭喜宿主 当前系统等级8级 本系统将发放8级升级礼包 丁 礼包已发放 礼包已存入系统空间 请问宿主是否打开礼包 一连串的系统播报声 在林凡脑海中响起 当听到礼包已经到账 林凡开口命令到 系统 开启8级升级礼包 好的宿主 礼包开启中丁 礼包开启成功 兵 恭喜宿主获得 混元金仙巅峰修为 兵 恭喜宿主获得 人物秦始皇 修为混元金仙后期 始皇帝 装备 极品先天领宝太阿剑 极品先天领宝和氏璧 极品先天领宝黑龙护甲一套 兵 恭喜宿主获得 人物朱元璋 修为混元金仙后期 朱元璋 装备 极品先天领宝大夏龙雀刀 极品先天领宝巨宝盆 极品先天领宝金龙护甲一套 兵 恭喜宿主获得 人物李世民 修为混元金仙后期 李世民 装备 极品先天领宝巨鹊天宫 极品先天领宝林燕阁 极品先天领宝白龙护甲一套 兵 恭喜宿主获得 夏品混沌领宝世界珠一颗 夏品混沌领宝世界珠 空间细宝物 可跟随宿主修为提升进阶品级 当前内含一方大千世界 当世界珠品级提升到混沌质宝时 内部将存在一个永恒世界 兵 恭喜宿主获得 夏品混沌领宝 时间轮盘 夏品混沌领宝时间轮盘 时间细宝物 同样可伴随宿主修为提升提升品级 功能时间停止 时间加速 时间倒流 宿主法力越雄厚 持续时间越长 对高速主义的大境界者 基本无效 只能短暂操控对方时间 兵 恭喜宿主获得 大罗金仙巅峰修为提升卡X100 兵 恭喜宿主获得 太乙金仙巅峰修士10万 10万太乙金仙巅峰修士 装备 夏品先天领宝长枪一把 夏品先天领宝护甲一套 夏品先天领宝非洲1000艘 兵 恭喜宿主获得 金仙巅峰修士100万 百万金仙巅峰修士 装备 后天上品领宝长枪一把 后天上品领宝护甲一套 夏品先天领宝非洲100万艘 兵 恭喜宿主获得 悬仙巅峰修士1000万 千万悬仙巅峰修士 装备 后天中品领宝长枪一把 后天中品领宝护甲一套 夏品先天领宝非洲10万艘 兵 恭喜宿主获得 真仙巅峰修士1亿 1亿真仙巅峰修士 装备 后天下品领宝长枪一把 后天下品领宝护甲一套 夏品先天领宝非洲100万艘 兵 恭喜宿主获得 感悟到七重的时空法则一到 时空法则 空间法则与时间法则的结合 真正的至高法则 兵 本次物品发放完毕 所有物品已放入系统空间 请宿主自行查收 自此所有物品发放完毕 系统的播报声也停了下来 哈哈哈哈 系统你太好了 果然没有让我失望 哈哈 看着最后开出来的 那道时空法则 林凡大笑出声 同时还不忘记夸系统一句 没办法系统对他太好了 自己最需要什么 礼包里面就能开出什么 系统 别谢我 本系统不配 老子也只是工具人罢了 具体能给你什么东西 还得是那个拿笔的说了算 系统在内心想到 高兴过后 林凡开始闭关 准备融合开出来的修为 还有时空法则 时间转眼即逝 距离林凡闭关 已经过去了快一年时间 值得一提的 是在这一年时间中 小夺躲成了三青的团宠 被三青收为了关门弟子 为了讨小丫头开心 三青每人都送了小丫头 三件几品先天灵宝 三件上品先天灵宝 三件中品先天灵宝 就连火气龄三青 也是爱屋即屋 为了让他更好地保护小丫头 火气龄也得了不少好处 分得了七八件下品先天灵宝 终于又过了一月时间 舰队跨过了西方平级的大地 来到了灵山上空 灵山大雄宝殿八宝功德池中 正在参悟鸿蒙紫气的准提接引 立马感应到了舰队的到来 下一刻 接引准提缓缓睁开眼睛 二人视线穿过穹顶 向舰队看去 师兄可知天上飞的是何物 为何师弟从未见过 看着空中的舰队 准提对接引问道 阿弥陀佛 为兄也不知 不过对方肯定是来者不善 我二人要好生应对才是 接引致恶的佛里开口说道 善 准提回应了一声 他也同样从舰队中感应到了杀气 而且他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感觉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即将发生 第107章 愤怒的红军 不知是哪位道友前来我灵山 我二人未能远迎 还请恕罪 准提接引 飞出大雄宝殿 看着眼前的豪华邮轮 准提上前一步开口说道 准提话音落下 三清同时闪生出了豪华邮轮 哦 原来是三位师兄 不知三位师兄来我灵山所为何事 见三清出现 接引直了个佛里 开口问道 哼 我师兄弟三人为何前来 难道你会不知 看到准提接引原始天尊 就烦 他一甩衣袖开口说道 原始师兄 你此话何意 你三清为何前来 我二人怎会知晓 准提装糊涂地说道 其实三清为何前来 他还是知道的 在燃灯跟长尔定光先被斩杀的时候 他跟接引就猜到 三清会来他灵山兴师问罪 毕竟 他俩好歹也是堂堂准胜中期强者 还是在燃灯跟长尔定光先身上 做了一些手脚的 死没死报没暴露 他们还是知道的 哼 二兄 不要跟这两个不要脸的东西废话了 像我们昆仑山派卧底的事 他们肯定是不可能承认的 直接让他们交出鸿蒙子气 要是他们不愿意 我们三兄弟就直接荡平他们的灵山 让这两个无耻之徒知道知道 什么叫三清不可辱 通天暴脾气上来了 取出复制版诸仙四剑 直接开口说道 善 听了通天的话 老子直接点头同意 另外 刚才通天说的话 接引准题也一字不落地听了去 知道三清是来抢他们的鸿蒙子气的 两人都感觉非常不妙 通天你大胆 我兄弟二人的鸿蒙子气 乃是老师赐下 是谁给你的胆子前来抢夺 难道你们就不怕老师怪罪下来 准题对通天怒目而逝 同时开口说道 拿红军来威胁我们 准题建议你们打错算盘了 他红军就是一个小人 你觉得我们三清会怕他 今日 我通天再次立誓 大道在上 我通天从即日起 跟红军断绝一切因果 从此不再为师徒 从今日起退出悬门 善 二弟 我们也立誓吧 不然红军还会在我们身上 不断获得契约 老子见通天向大道立誓 于是看向原始开口说道 大凶此言有理 大道在上 今日我原始在此立誓 我原始从此跟红军断绝一切因果 自此不为师徒 从此退出悬门 等原始立完誓 老子也开口了 大道在上 今日我太清老子在此立誓 即日起我太清不再是悬门弟子 与红军断绝一切因果 即日起不再为师徒 太清老子话音落下 洪荒天空风云变色 大道之眼出现在了洪荒上空 随着轰隆三声 代表三清的誓言已被大道记录 同时大道也帮三清 斩断了与红军的因果 准 一字落下 大道之眼消失 扑 怎么会这样 三清怎么敢 他们怎么敢的 该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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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在紫霄宫打坐修炼的红军 由于他跟三清的因果 被大道强行斩断 导致他被反噬 一口老血喷出 掐指一算 红军知道了前因后果 顾不上擦拭嘴角残留的鲜血 红军失去理智的开口骂道 红军能不失去理智吗 要知道 三清各自身上 还有着三分之二的开天功德 只要三清按照他的谋划继续走下去 这些开天功德 要不了多久 就全是他红军的 有了这些功德的辅助 他红军就有把握 突破到天道境 是谁 是谁破坏了自己的谋划 天道通过鸿蒙紫气 干扰了三清的思想 三清不可能猜到自己的谋划 肯定是有人从中作梗 就在红军无比气愤 想要找出破坏他谋划的人的时候 天庭那边也出事了 十二祖乌带领着 所有乌族打上了妖厅 该死 这又是谁倒的鬼 乌妖第一次大战 不应该在这个时候开始才对 不行本尊要去阻止乌族 现在的妖族根本不是乌族的对手 要是妖族被灭了 接下来的乌妖谅节 还如何进行 下一刻 红军强行挣脱河道状态 也因此他再次受到了反噬 红军又一次大口大口吐了几口血 不过红军暂时可顾不上自己 因反噬受的伤 他要立即前往妖庭 他怕去晚了 妖族就没了 没了帝郡太医 他拿什么对付乌族 自己亲自出手是不可能的 乌族身上也同样有开天功德 所以帝郡太医这两个工具人 暂时还不能死 第108章 诸仙剑阵起 红蒙子气到手 当然 红军对三清做的事 肯定也不会置之不理 只见出了紫霄宫的红军 立刻换出了自己的善师恶师自我师 你们去把三清给本尊带回来 顺便查清楚 是谁在幕后捣鬼 本尊倒想知道 是谁不把本尊放在眼里 赶来破坏本尊的魔化 召唤出自己三师的红军 眼神阴逸地开口说道 是本尊 红军的三师同时答应了一声 下一刻 红军与他的三师开始分头行动 红军本尊亲自赶往了妖族天庭 而他的善师恶师自我师 也往灵山赶去 另外由于红军有着圣人巅峰的实力 他的三师各个实力 也都达到了圣人五重天 比现在的三清还要高出一两个小境界 视线重新回到灵山这边 此时的灵山 三清在立下大道誓言 跟红军斩断一切因果后 太清老子 玉清原始 上清通天 全都是感觉身体一阵 像是打破了什么枷锁 就连灵台也变得清明了起来 身体更加是感觉到了一阵轻松 原本被红军掠夺走的气韵 瞬间回到了三清体内 在气韵的加持下 三清的境界变得更加稳固 甚至刚突破的修为 也应有气韵的加持再次突破 太清老子 突破到了圣人五重天 原始天尊跟通天 也突破到了圣人四重天 突破完的通天 瞥了一眼准提接引 而通天这一眼 把下方的准提接引下的亡魂大貌 圣人突破阵仗何其之大 用天花乱坠地勇金莲 已经无法形容 准提接引全程看着 又岂会不知 三清已经成圣 而成圣的三清 想要抢夺他二人的鸿蒙紫气 他二人拿什么阻挡 两个不要脸的家伙 纷纷相视苦笑 眼中满是凄苦之色 准提接引二人知道 他们的两道鸿蒙紫气 今天是不可能保住了 可还不等他们做出什么反应 是直接交出鸿蒙紫气 还是抵死不从 就见通天袖袍一挥 瞬间有四道流光 从通天体内射出 伴随着四道流光闪过 下一刻 四道流光分别射入了 灵山的东南西北四个方位 伴随着的是灵山一阵晃动 紧接着 通天大喝了一声震气 随后只见通天手上 一块螺盘出现 没错 这块螺盘正是诸仙剑阵的阵图 通天手往上台 螺盘瞬间射出 一个跳跃空间 螺盘已经来到了灵山上空 紧接着 螺盘开始不停旋转 开始不断变大 直至螺盘覆盖整座灵山 咔 咔咔咔咔咔咔 旋转的螺盘 不断发出咔咔咔的声音 在零点几秒后 咔咔声停止 同时螺盘也停止了旋转 慢慢的螺盘中 不断有血色幽光闪现 下一刻 螺盘光芒大放 通天的口中 也不断有口诀念出 朱仙丽 陆仙王 献仙四处起红光 绝仙变化无穷妙 大螺金鲜血染肠 震起 口诀念完 通天大喝一声震起 下一刻 灵山四个方向 有四道剑光冲天起 开始跟螺盘交相呼应 自此朱仙剑阵布置完成 看似时间很长 其实这一系列动作 通天连一秒钟时间都没用完 要知道强者对决 分秒必争 一秒钟的时间 已经足够强者奋出胜负了 另外 随着朱仙剑阵布置完成 整座灵山 瞬间被朱仙剑阵 溢散出的杀气笼罩 灵山的各处空间 直接被无数剑气封锁 就算是帝将这样的空间法则大成者 也无法打破空间 从中逃出 想要逃出朱仙剑阵 唯有破阵依法可行 可别说是现在的准题接引 就连当初的红军 如果没有杨梅老祖 乾坤老祖 阴阳老祖三人相助 他也无法打破罗侯部下的朱仙剑阵 要知道当时的罗侯 可还没有成胜 只是一名混元金仙巅峰强者 准题接引 浇出鸿蒙子气 朱仙剑阵一旦发动 你二人绝无生还的可能 隔着朱仙剑阵的屏障 通天看着阵内的准题接引 开口说道 通天师兄 何至于此啊 接引满脸苦涩地说道 不要废话 鸿蒙子气你二人交是不交 通天眼神一利 再次开口问道 原始天尊也是用冷漠的眼神 看着准题接引二人 一副准题接引 要是敢说一个不字 下一秒就让他们灰飞烟灭的表情 见此准题接引不敢再犹豫 两个突驴生怕再犹豫下去 会小命不保 下一刻 准题接引二人 连忙取出体内的鸿蒙子气 推手向三清方向送出 在通天的控制下 两道鸿蒙子气 顺利穿过朱仙剑阵的屏障 缓缓落到了太清老子手中 善 伸手接过鸿蒙子气的老子 点头道 大兄 鸿蒙子气已到手 该如何处置 这两个不要脸的家伙 见鸿蒙子气已经到手 通天开口问道 听到通天的询问 老子没好气的 白了通天一眼 心想你小子想杀人 坏名声还想让老子替你背 虽然没明说 拿到鸿蒙子气 就放了那两货 但人家东西都交出来了 你再动手 确实就有点不讲武德了 不过 老子也没跟通天计较 而是直接给通天 递了个斩草除根的眼神 要知道 他老子可也不是什么良善之辈 在这洪荒世界混 像红云那样的烂好人 早晚会被人吃干抹尽 准提借引这两道鸿蒙子气怎么来的 还不是从他红云手上骗过来的 收到老子的眼神 通天哪里 还会犹豫 直接就准备催动诸仙剑阵 将整座灵山移为平地 送两个老家伙归西 毕竟 落叶还是要归根的嘛 第109章 暴怒的红军三师 通天 你不讲信用 红蒙子气我师兄弟二人已经交出来了 你还想怎么样 通天跟老子的交流 被准提借引二人尽收眼底 知道通天 还想对自己二人下杀手 准提气愤地质问道 哼 对你师兄弟二人这样的无耻之徒 本座无需跟你们讲什么信用 敢往我昆仑山派卧底 今日就是你二人的死期 话音落下 通天不理会准提借引二人 一年沟通诸仙剑阵 就准备将二人斩杀 下一刻 诸仙剑阵中剑气纵横 血光冲天 无数剑气向准提借引二人攻杀而去 血光照耀整座灵山 修为低者 被血光扫到 直接就化作了一滩浓血 神魂肉身崩灭而死 准提借引二人 更是诸仙剑阵的重点照顾对象 此时的准提杖六金身 已经千疮百孔 被无数剑气穿透而过 剑影的修为 虽然比准提强一点 但也同样无法挡住诸仙剑阵 释放出的剑气 十二品功德金莲被打得宝光暗淡 半生法宝苦竹 被剑气掌为两半 接引被反噬得连连吐血 师兄我不甘啊 明明我二人在紫霄宫 获得了鸿蒙紫气 乘胜之路一片坦途 未来洪荒必有我两兄弟的一席之地 可现在为何会搞成这样 跟接引被靠背 抵挡着剑气的准提不甘的开口说道 听到准提的话 接引面露苦涩 心中更苦地开口说道 师弟 可能这就是我们的命吧 我师兄弟二人出身 便在这洪荒贫瘠之地 经历千难万足 才好不容易有一点成就 可今天却要死在这里 天道不公啊 花音落下 接引闭上眼睛 准备等死 彻底放弃了抵抗 下一刻 无数剑气穿透了接引的身体 紧接着一道血光照在接引身上 未来的佛门二圣之一接引 就此神魂崩灭而死 师兄 见接引被斩杀 准提悲呼一声 扑 下一刻 准提也同样被诸仙剑阵中的剑气 穿凶而过 准提勉力维持的杖六精深 也因此瞬间崩溃 露出了他的本体 见此通天手一挥 更多的剑气向准提杀了过去 想要就此将他终结 哼 准提受死吧 你二人向我昆仑山拍卧底的时候 就应该想到会有今天 调动剑气杀向准提的同时 通天冷哼一声开口说道 住手 就在通天准备对准提下杀手的时候 临山上空空间一阵扭曲 紧接着三个老道从中跨出 看到场中的情况 其中一名道人开口喝道 而这三个老道正是红军的 善师 恶师 自我师 只可惜他们来晚了 不久前接引已死 而准提就在刚才 也同样被诸仙剑阵彻底抹杀 甚至就连准提接引在时光长河中 留下的痕迹 也被老子跟原始 用大神通 全部抹除 彻底断绝了二人复活的一切可能 至于临山上的佛门生灵 更是无意活口 早就在准提接引之前 被诸仙剑阵绞杀干净 至于通天 为何会下手如此狠啊 原因很简单 还记得临帆传输给通天的记忆吗 万仙镇宗准提接引 可不光是拐走了三千结教生灵 死在他们手上的 更是不计其数 结教号称万仙来朝 可真正算起来 何止万仙 万仙只是一个笼统的称呼罢了 洪荒何其大 一万人够干什么的 这么说吧 结教最鼎盛的时候 整体实力绝对不会输给巫族 跟妖族任意一族 要知道 妖族千亿大军 布下周天星斗大阵 才能勉强 与一个低级圣人对抗 万仙大阵 跟周天星斗大阵相比如何 如果结教人数真的少的话 援助中结教 又凭什么以一个万仙大阵 去对抗圣人 再说了通天讲道 又哪一次 不是数以圣灵前来听道 所以 结教怎么可能只有一万多人 至于最后 为什么结教只剩下了 那些被接引准提 拐走的三千结教圣灵 还有那一部分 上了风神榜的人 其余人哪去了 还不是在风神最后一战中 在万仙大阵中 死在了四大圣人手上 死在了准提接引手上 这也是通天对灵山下手 如此狠辣的原因 至于老子跟原始 他们是被鸿蒙紫气影响了 潜移末化中 被红军跟天道控制了 甚至就连通天 也受到了鸿蒙紫气的影响 不然三清不可能分家 要知道 三清从诞生灵智 再到化形 那可是相处了数十个园会 兄弟之间的感情 和其深厚 要是三清没被控制 以三清这么多年的兄弟感情 怎么可能会反目 那么多元会的感情 又怎么可能 说没有了就没有了 那不扯淡吗 大胆 三清你们好大的胆子 背叛师们 善杀同门 你们可治罪 红军的恶师 手持是神枪 眼神阴奕地 盯着三清开口质问道 红军的善师跟自我师 也是无比愤怒的 盯着老子原始通天三人 内心恨不得立即将三清斩杀 只是他们不能这么做 本尊还需要三清体内的开天功德 后续的几个亮节 三清也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哼 如果本座没猜错的话 你们三个老东西 应该就是红军的三师了吧 他自己怎么不来 他红军不会以为 就凭你们三个 就能对付我们三清吧 通天冷哼一声 细血地说道 丝毫不把红军的三师放在眼里 要知道 通天现在拿的是 系统产出的复制版诸仙剑阵 而红军的三师的修为 通天一眼就能看出 只比他高一个小境界而已 所以他通天根本不待怕的 只要红军本尊不来 眼前这三个祸 他通天一人就能解决 第110章 乌妖两族的血腥厮杀 另一边 此时的布州山山顶南天门处 乌妖两族 正在展开一场血腥的拉锯战 双方底层 战力实力相差不大 妖族人数众多 数量何止万亿 而巫族虽然只有数千亿族人 但巫族各个肉身强大 以一敌二敌三都不是问题 也因此在乌妖两族高层 没有参与大战前 双方打了一个势均力敌 战场中无数大乌小乌 幻化出自己的乌族真身 正在冲击妖亭的守护大阵 拼死对南天门 发起了猛烈的进攻 而妖族这边 真仙以下的妖族 在拼命给大阵提供法力 维持大阵的运转 而真仙以上的妖族 各个手持法宝 冲出大阵 跟巫族展开了血腥的拼杀 战场中每一秒 都会有成千上万的巫妖 两族族人惨死 大哥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巫族儿狼本来就少 再这样拼下去 损失太大了 目前已经有数百万儿狼战死了 一直注意着战场的后土开口说道 看到下方死去的巫族儿狼 后土无比痛心 他本来就是一个善良的人 不然援助中 他也不会抛弃肉身 幻化出轮回地府了 要知道 巫族没有原神 一旦失去肉身 也就代表着死亡 彻底死亡的那种 巫族没有原神 可没办法在时光长河中留下印记 可就算是这样 后土最终也没有选择退缩 还是以自己肉身崩灭为代价 给了洪荒生灵一个轮回的机会 如果不是当时 后土体内还参与有一部分开天功德 那部分开天功德帮他凝聚了原神 未来也就不会有什么地府平心娘娘了 至于天道功德帮后土凝聚原神的说法 那不扯淡吗 要知道 最想让巫族从洪荒消失的是谁 没说的肯定是天道还有红军 至于原因之前说过了 所以各位试想一下 天道跟红军又岂会 帮助后土凝聚原神呢 现实是天道跟红军 不但不会帮助后土凝聚原神 相反在后土拥有原神后 天道还让红军出手将后土 封锁在了地府之中 要是后土没有被禁足 巫族有后土这尊圣人作证 巫族最后又岂会落到一个灭族的下场 当然 妖族的待遇也差不多 女娲也同样被禁足在了蛙皇宫 没办法参与巫妖大战 天道跟红军最终的目的 就是想让两族同归于尽 就像上古三族一样 为了这个目标 红军可不止一次帮助妖族提升实力 就是想让两族实力达到一个平衡 让儿郎们放缓攻势 别忘了此次我们攻打妖族的目的 并不是想要拿下妖族 而是为了吸引红军的注意力 给三清抢夺红蒙子气 争取时间 至于收拾妖族的事 可以先放一放 现在还不是时候 如今我们巫族已经跟三清结盟 而三清都已成胜 以后我们想收拾妖族 有的是机会 当前只要那两个扁毛出生不下场 我们就不动 以免把红军逼急了 直接对我们吓死手 十二族屋的大哥蒂江开口说道 大哥此言有理 蒂江话音落下 掌握着时间法则的巫族智者 竹九英赞同地开口说道 听到蒂江跟竹九英的话 其他族屋也点头表示了同意 就连脾气火爆的祝容跟贡公 也没有表示反对 毕竟死掉的巫族儿郎中 也有他们两个部落的儿郎 他们也不想看到自己部落的儿郎 无意义地白白去送死 就像大哥蒂江跟竹九英说的那样 他们此次的目的并不是彻底消灭巫族 只是阳攻而已 所以自然是能减少伤亡就减少伤亡了 很快十二族屋的命令传达了下去 正在带领族人对妖族发起猛烈进攻的 大巫行天 大巫后裔 大巫夸父 还有吃油等人全部收到了命令 收到命令的所有大巫 虽然心中不甘 但还是忠实地执行了蒂江等人的命令 开始慢慢放缓了攻势 大哥 这是怎么回事 巫族明明还有再战之力 怎么攻势突然放缓了 手持东皇中的太医 不解地开口问道 听到自家弟弟东皇太医的话 帝郡皱眉陷入了沉思 他也很不解巫族的做法 不管他 既然他们放缓攻势 那我们就加强攻势 正好我妖族的周天星斗大振 也是时候该亮亮相了 虽然周天星斗大振 目前还不算完整 但对付巫族应该也够了 想了半天 没有想出结果 帝郡眼神一利 开口说道 帝郡对周天星斗大振 特别有信心 大振的威力他也测试过 仅仅是目前还不完整的周天星斗大振 测试出的威力 也已经勉强能跟圣人 一重天二重天的圣人对抗了 至于周天星斗大振 为何会不完整 原因是 帝郡还没有迎娶太阴女神 因此 他还没办法掌控太阴星 缺少了太阴星这颗主星 周天星斗大振自然不可能完整 另外 帝郡不知道的是 就是因为他的自信 做出的这个愚蠢的决定 直接逼出了十二祖屋的 都天神煞大振最终导致妖族损失惨重 当然 巫族在周天星斗大振的攻击下 也损失了不少族人 不然十二祖屋也不会失去理智 在无比愤怒的情况下 翻出了都天神煞大振这张底牌 在帝郡的命令下达后 妖族立马行动了起来 东皇太医亲自飞往了太阳星 手握东皇中镇守镇眼 365名大罗金仙巅峰妖族 一人手握一面大周天星辰番 负责镇守洪荒星空365颗主星 14800名大罗金仙忠厚七妖族 手握14800杆小周天星辰番 负责镇守洪荒星空14800颗复星辰 随着帝郡一声令下 东皇太医祭出混沌中 365位大罗金仙巅峰妖族 开始摇动365面大周天星辰番 紧接着14800名大罗金仙忠厚七妖族 也开始摇动他们手上的小周天星辰番 下一刻 一颗颗星辰开始串联 周天星斗大阵也正式布置完成 无数星辰之力被传输到了 帝郡手中的河图洛书之中 第111章 十二都天神煞大阵 盘古真身降临 下一刻 帝郡手托河图洛书腾空而起 伴随着他的操控 先是太阳星开始闪烁 温度上升了十倍有余 无数火球从天而降 紧接着365颗主星辰 各自凝聚出了星神法乡 向巫族大巫杀了过去 随后14800个复星辰 开始按周天方位移动 下一刻 巫术光柱从14800个复星辰中射出 目标直指下方的巫族 被射中的大巫直接中伤 被射中的小巫瞬间被弃化 瞬息之间 巫族可以说是损失惨重 该死的扁毛畜生 你们该死 看到这一幕的十二组巫 齐齐发出怒吼 目自欲裂 帝郑大哥 我忍不来了 今天我就要射那两个扁毛畜生 朱镕眼中喷火地说道 作为火之组巫 他的脾气一向火爆 妖族杀了他这么多族人 他又岂能忍受 听到朱镕的话 其他组巫也全都看向了帝江 帝江大哥 所有人焦急地喊道 等待着帝江的决定 帝江大哥 别犹豫了 脾气第二火爆地 共公开口催促道 看到弟弟妹妹们焦急的神色 帝江终于做出了决定 战 都天神煞大震气 下一刻 帝江率先冲天起的同时 开口喊道 听到帝江的声音 剩余的十一组巫 没有犹豫 也立马冲天而起 开始催动身上的足乌血脉 勾连盘骨印记 紧接着 无数煞气 开始向整个战场弥漫 仅三夕时间 那无数暗红色的煞气 就遍布了整个战场 那些被煞气沾染到的妖族 由于抵抗不住煞气的侵蚀 先是感觉到了法力运转不畅 慢慢地身体失去掌控 随后一个个直接晕了过去 下一刻 无数妖族从空中落下 那场景就跟下饺子一样 无数妖族被摔死 摔成一滩肉泥 特别是那些修为不高的妖族 而这还不是最可怕的 只见幻化出祖乌真身的十二祖乌 口中齐齐发出一声怒吼 辅来 伴随着十二祖乌口中 齐齐喝出的一声辅来 下一刻 东皇太医的半身至宝东皇中 开始嗡名 如果不是东皇太医 用大法力压制 东皇中已经脱手而出 而远在灵山的老子跟原始 手中的复制版太极图 还有盘古帆 也同样感受到了盘古真身的召唤 只可惜 他们是复制版 并不会响应盘古真身的召唤 只会听从他们主人的命令 而他们的主人 首先是灵凡 其次才是老子跟原始 大兄 原始天尊喊了一声 意思是 询问老子 是否要借出两件至宝 既然已经结盟 我等怎能袖手旁观 没有犹豫 老子直接取出太极图 抛向了半空 善 原始也没有反对 取出盘古帆 同样抛向半空 下一刻 两件至宝穿梭空间而去 不周山顶 此时盘古 盘古真身已经凝聚而出 就在这时 盘古真身头顶空间破碎 两件法宝从空间里面飞了出来 而那两件法宝不是别的东西 正是盘古翻根太极图 下一刻 两件至宝 融入了盘古真身 手中盘古府的虚影之中 此时的盘古真身 拥有着圣人六重天的实力 盘古府虚影 也因融入了两件至宝 品级达到了中品混沌领宝的级别 一辅出 周天星斗大阵直接破碎 维持大阵的东皇太一 365名大罗金仙巅峰妖族 14800名妖族大罗金仙中后期 瞬间受到了反噬 齐齐喷出了一口血 手中的星辰番也出现了道道列文 可就在盘古真身 准备挥出第二幅的时候 迟迟未到的红军也终于赶到了战场 没有犹豫 红军直接挡在了盘古真身面前 剑撞十二祖屋没有收手 一抚头直接就像挡在面前的红军劈了过去 现在的红军有着 会员大罗金仙九重天的实力 而由十二都天神煞大阵凝聚的盘古真身 有着会员大罗金仙六重天的实力 再加上手中的盘古府 十二祖屋也不是没有一战之力 大胆 是谁给你们的勇气向平道出手 看到十二祖屋的动作 红军眼睛眯了起来 口中立合出声 随后只见红军同样取出了一件混沌领宝扶尘 就想要挡下盘古真身批出的那一幅 只可惜 那件混沌领宝扶尘 仅仅只是一件下品混沌领宝 根本挡不住盘古府的那一击 第112章 大战再起 只能勉励用伏西琴撑起一个护照 将自己保护在其中 可大战了这么久 他的法力早就消耗得七七八八 想必要不了多久 他的法力就会耗尽 到十遍就是他的死期 果不其然 伏西在又坚持了几株香后 法力彻底耗尽 护照没了法力的攻击 直接被祝容一拳洞穿 伏西惨叫一声被砸飞了出去 紧接着 祝容跟贡公 同时从口中喷出祝容神火 还有悬阴之水 杀向的伏西 祝容神火摧毁肉身 悬阴之水泯灭元神 仅一息时间 伏西就彻底消失在了洪荒之中 这时 正在挖皇宫打坐的女娲 突然心中一痛 嘴角也溢出了一丝鲜血 心中突然变得十分慌乱 圣人全知全能 女娲立马掐指算了起来 哄 算出结果的女娲 体内圣人三重天的气势 压制不住瞬间爆发 整座挖皇宫 被女娲的气势一冲 直接崩碎 其实 挖皇宫是一个中千世界 世界里面也是有生灵存在的 而挖皇宫的崩塌 代表着世界的毁灭 中千世界中的李逍遥 刚长大 还没来得及去仙灵岛 就伴随着中千世界的毁灭 一起湮灭了 下一刻 女娲直接从混沌中 杀向了洪荒 这一幕 被在混沌中大战的老子 跟原始看到了 两人瞬间心中大吉 能缠住红军 已经是他们的极限 现在的他们 根本抽不出身去支援巫族 豪华邮轮的房间中 林凡收敛气息 此次闭关 他不光吸收了系统奖励 给他的法力 跟那一条七层的时空法则 他还将九转玄弓 跟九转玄弓 突破到了第六转 也因此 他的修为跟肉身 齐齐突破到了 混沌大罗金仙三重天 伸了个懒腰 林凡从打坐的沙发上站了起来 长时间没吃东西的他 让船上的保姆机器人 给他准备了一桌丰盛的大餐 可还不等他开动 他就感觉到 洪荒在震动 有一股圣人三重天的气势 铺天盖地地 向洪荒压了过来 神石扫过 林凡才注意到 自己闭个关 洪荒出了多大的事 自己三个便宜师傅 跟红军还有他的三师 打了起来 巫族也跟妖族杀得不可开交 看着面前的美食 林凡一脸无奈 他知道 这顿美食 他是享受不成了 没有犹豫 时空法则运转 林凡消失在了豪华邮轮之中 下一刻 林凡出现在了布州山上空 只见他轻轻一挥手 从女娲身上散发出来的气势 瞬间消散 不久后 人手蛇身的女娲 穿过洪荒与混沌的隔膜 降临在了洪荒世界 降临的女娲 一眼就注意到了 挡在他面前的林凡 你是何人 为何要挡住本宫的去路 感受到林凡身上 不弱于他的气息 女娲强行压下冲动 开口问道 人族林凡 林凡淡淡地开口回道 既是人族 见了本圣母 为何不跪 哼 朕可没说过 朕是洪荒人族 林凡吃笑地道 什么意思 女娲不解地问道 没什么意思 朕的话很简单 朕并不是洪荒世界的生灵 所以朕并不是 你造出来的人族 就这么简单 现在听明白了吗 不可能 人族都是本宫所造 你也不会例外 还什么不是洪荒的生灵 如果你不是洪荒的生灵 天道岂会容你 女娲根本不相信林凡的说法 无所谓 信不信有你 反正我又不会少一块肉 林凡摊了贪手开口说道 哼 还不赶快给本宫让开 女娲再次开口说道 那可不行 你是要去找巫族的麻烦吧 巫族现在可是我人族的盟友 朕怎么可能让你过去 林凡坚定地说道 怎么可能让 自己要是让了 十二祖屋可就危险了 而且 后土跟玄冥长得那么漂亮 林凡还想勾待一下呢 最关键的是 后土竟然跟自己的皇后赵明 长得极为相似 这简直就是注定的姻缘 你好大的胆子 竟然敢忤逆本宫 再敢阻拦 别怪本宫不客气 女娲暴怒地开口道 第114章 万界人族 女娲的震惊 哼 好大的口气 你女娲还真把自己 当成人族的缔造者了 简直可笑 林凡瞥了女娲一眼 淡淡笑着说道 哼 难道不是吗 这洪荒人族 难道不是本宫所造 没有本宫哪来的人族 女娲不服气得道 哼 你也太小看人族了 井底之蛙 洪荒在诸天万界中 也只不过是个大千世界罢了 还没有你哪来的人族 没错 洪荒人族确实是你所造 但你可知 在诸天万界中 又有多少个像洪荒这样的大世界 人族又在其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林凡问道 见女娲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林凡十分不爽 还想让自己给她行礼 在自己面前摆出一副 只要是人族 就都得对她毕恭毕敬的姿态 谁给她的勇气 不说自己现在的修为 就已经跟她是同一个级别 光林凡的潜力 也不是她女娲能比的 要知道 林凡可是有系统的挂逼 未来自己能走到什么样的高度 林凡自己都想象不到 她女娲拿什么跟自己比 嗯 诸天万界 人族 女娲口中喃喃自语 琢磨着林凡话中的意思 可琢磨了半天 她也没明白 林凡刚才那话 到底是个什么意思 于是下一刻 她直接开口问道 说清楚 什么是诸天万界 还有人族是什么意思 见女娲一副不解的表情 林凡懒得开口跟她解释 于是她直接将诸天万界的概念 还有人族到底又在诸天万界中 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以记忆传输的方式 凝聚成了一道记忆洪流 打入了女娲的脑海中 记忆洪流钻入脑海 女娲愣住了 她是怎么也没想到 洪荒世界之外 竟然还有其他世界 简直不可思议 另外 世界还被分为了 微臣世界 小千世界 中千世界 大千世界 混沌世界 鸿蒙世界 永恒真界 而洪荒也只不过 介于大千世界 跟混沌世界之间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因为洪荒 还并没有超脱混沌世界 当前 还在混沌世界之中 哼 说到底 你也不过只是个工具人罢了 没有你来创造人族 也会有其他人来创造人族 诸天万界中 哪个世界缺少过人族 另外在诸天万界中 又有多少世界 我人族不是天地主角的存在 你们简直无知 还有难道你们就从来没想过 为什么盘古一出生 便是先天道体 不会吧不会吧 你们不会真的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吧 是不是不知道 朕来告诉你 那是因为盘古其实就是一个人族 而郁郁盘古的大盗 也同样是人族 只不过 大盗是更高世界的人族罢了 还人族圣母 你当得起吗 你也配 不怕大盗一个大盗神雷劈死你 看来朕以后走路要离你远一点 朕怕被你连累 毕竟你都想给大盗当妈了 大盗不劈你劈谁 将记忆洪流打入女娲脑海后 林凡用一副戏的语气开口说道 不久后 女娲彻底消化完了 林凡打入她脑海的记忆 而消化完记忆的女娲 满脸写着不可思议 整个人都陷入了呆滞 林凡传书给女娲的记忆有很多 里面讲述了诸天万界的概念 万界体系 还有世界等级划分 在其中 女娲看到了各种各样的世界 有科技世界 有魔幻世界 斗气世界 魔法世界 武侠世界 武魂世界 普通世界 另外 林凡传书给女娲的记忆中 还有这一段有关洪荒世界的记忆 比如 妖族是怎么屠戮人族的 又比如她女娲 是怎么对人族见死不救的 当然也仅此而已 林凡可不会把洪荒世界未来的发展 全都告诉她女娲 毕竟熟悉世界未来的发展 也是林凡的优势之一 说是另一个外挂也不为过 第115章 战场再起变化 再次睁开眼睛的女娲 神色十分复杂 她是怎么也没想到 从未被她放在眼里的人族 竟然是诸天万界真正的主角 而她重视的妖族 却只能在诸天万界中偏安易于 可女娲并不后悔 她终究是妖族 她也只会考虑妖族的发展 仁族与她合肝 现在女娲只知道 自己的兄长福西 死在了巫族手上 她要去替自己的兄长报仇 于是她看着眼前的林凡开口说道 道友 本宫兄长惨死于巫族之手 所以还请道友让开 不要妨碍本宫替家兄报仇 想过去可以 拿出你的实力击败朕 朕说过 仁族已经跟巫族结盟 朕不可能放你过去 林凡道 好那就做过一场 家兄的仇本宫不可能不报 巫族必须付出代价 伴随的话音落下 女娲动手了 山河设计图 红袖球 宝莲灯 三件极品先天灵宝被她取出 红袖球被她直接砸向了林凡 看着飞过来的红袖球 林凡六重天的九转悬弓运转 一拳轰出 红袖球被她击飞 紧接着 林凡七身上 再次一拳轰在了宝莲灯形成的护照上 将女娲跟宝莲灯砸出了洪荒世界 砸到了混沌之中 自此 混沌中的战场又多了两名圣人 在其中大战 而就在混沌中大战不止的时候 布州山巫妖战场局势再次发生了变化 东王公的先庭出手了 明和老祖也带着他的阿修罗族赶到了战场 至于他们为何会掺和巫妖两族的大战 原因是因为 红军那个老鹰陛下的命令 得到命令的东王公不敢违抗 只好前来 明和老祖也是同样如此 妖族得到了先庭跟明和老祖的支援 瞬间扭转了颓势 开始对巫族发起反攻 一时间巫族损失惨重 好你个东王公 好你个明和 你们竟然敢帮助妖族 简直是找死 正在跟帝军大战的帝江 愤怒大喝 看着那些惨死的巫族儿郎 帝江更是焦急万分 帝江 我们此次前来 是奉了红军盗祖的命令 你们巫族只尊盘古不尊天道 早就该消失在这洪荒世界了 今天就是你们巫族的灭族之日 站在云头 东王公开口说道 说完他寄出纯阳剑 还有龙头拐两件极品先天领宝 便杀向了十二祖屋 跟妖族高层的战场 展开了对巫族的围攻 明和老祖一言不发 只见他化作了一道血光 踢着原图阿比 两件极品先天领宝长剑 脚踩着十二品夜火红莲 便加入了战局 不仅如此 东王公跟明和老祖手下的 十几名准胜初期强者 也同样提着各自的法宝 分别加入了一个个战场 一时间十二祖屋被打得节节败退 帝江大哥 现在该怎么办 妖族得到外援 这样下去 我们坚持不了多久 主九英一边跟昆鹏大战 一边开口说道 哼 我巫族儿郎战天斗地 还怕了他们不成 战 帝江道 没办法 巫族性格如此 就算战死也不可能认输 听到帝江的声音 所有巫族气势大震 口中大喝 战 战 战 两方大战继续 巫族虽然人少 却一个个发挥出了 超乎自己本身的战斗力 开始压着妖族 先庭的天兵 还有阿修罗族打 不过这种拼命的打法 巫族损失也非常大 正在混沌中 跟女娲大战的林凡 很快也注意到了 洪荒世界的情况 不用猜他也知道 肯定是红军那个老鹰逼搞的鬼 看着损失惨重的巫族 林凡没有犹豫 直接一年勾连系统 将八级礼包里面开出来的 嬴政 李世民 朱元璋 三个混元金仙后期强者 召唤了出来 同时被他召唤 而出的还有 太乙金仙修士十万 金仙修士百万 玄仙修士千万 真仙修士一亿 这些人直接被林凡 召唤到了布州山附近 而他们的任务 是去支援巫族 很快 111万1000艘 夏品先天领宝非洲 载着十万太乙金仙修士 百万金仙修士 千万玄仙修士 一亿真仙修士 在嬴政 李世民 朱元璋 三人的带领下 赶到了布州山战场 看到赶来的这支舰队 巫族 妖族 还有仙庭 阿修罗族四方的注意力 瞬间被吸引了过去 怎么可能 先天领宝都是有定数的 这些人乘坐的非洲 怎么可能全都是夏品先天领宝 一个妖族大罗金仙巅峰强者 惊呼道 不仅是这个妖族大罗金仙 其余战场中的大能 也纷纷发出了自己的惊呼 一具具卧槽从他们口中吐出 下一刻 三道人影从舰队中飞出 身上各自散发着 混元惊心后气的威压 哈哈 我巫族的儿郎们 人族前来支援我们了 给本祖巫继续杀 杀光那些妖族的畜生 注意到前来的是人族 地将大笑着开口说道 特别是那些前来支援的人族 简直富得流油 就连乘坐的非洲 那可都是夏品先天领宝 第116章 大战再次升级 我主有令 诛杀妖族 站在三人中间的嬴政 语气淡漠地开口道 下一刻 只见嬴政 李世民 朱元璋三人同时大手一挥 发出了进攻的信号 紧接着 一百多万艘夏品先天领导非洲 便从他们头顶上越过 撑起护照 马力全开 直接就撞入了妖族大军之中 只要是被撞到的妖族 无意不是粉身碎骨 神魂想要逃离 非洲上修士就会出手 将其湮灭 注意到十二祖屋 有快要坚持不住的趋势 嬴政 李世民 朱元璋 忽视一眼 下一刻 三人出手了 嬴政头顶先天至宝和势臂 手握先天至宝太阿剑 对着帝郡 斩出了无数剑气 李世民头顶先天至宝 林燕阁 拉开先天至宝巨鹊天宫 一剑射出 射出的箭矢 直奔东王宫 朱元璋头顶 先天至宝巨宝盆 手握先天至宝大下龙雀刀 一刀挥出 杀向了最难缠的明和老祖 帝郡 东王宫 明和老祖三人 直接被嬴政 李世民 朱元璋三人压着打 毕竟修为上的差距放在哪 手上伐宝也不是一个级别的 战场中有了三人的加入 十二祖屋瞬间压力大减 得到了喘息的机会 帝郑大哥 这三个人组好厉害啊 每一个人修为都达到了会员金仙后期 比我们的修为高多了 我才会员金仙出气 十二祖屋中为二的女性 玄明开口说道 也不知道这些人族是怎么修炼的 出世还不到万年 就能拥有如此修为 不远处的贡公 在听到玄明的话后 发出了一阵感慨 帝郑跟其他祖屋 也是点头表示 赞同玄明跟贡公的说法 可惜十二祖屋并不知道 嬴政三人 其实并不是女挖灶的人族 而是林凡从系统里面召唤出来的 好了 都少说两句 现在还在大战 不是聊天的时候 人家来帮忙 我们也不能松下了 帝郑突然开口说道 走 继续杀 今天就灭了妖族 帝郑大喝一声 然后直接找上了东皇太医 跟东皇太医大站在了一起 紧接着其他十一祖屋 也各自找上了自己的对手 一时间战场上 各种法则神通 各种灵宝满天飞舞 不久后 一声惨叫传来 听到这声惨叫的人 纷纷神石扫了过去 下一刻众人发现 原来是东王宫被李世民 一箭射中了眉心 神魂被锁在了肉身之中 只来得及发出了一声惨叫 便从空中坠落了下去 兄长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那三个人族太厉害了 我们根本不是其的对手 东皇太医用东皇中 护住他跟帝郡 然后他开口说道 该死 你们这些该死的人族 明明是我族圣人女娲 赋予了你们生命 你们竟然恩将仇报 反过来对付我们妖族 简直岂有此理 东皇太医的话落下 帝郡生气地怒吼道 我想你可能弄错了 朕虽然是人族 但朕可不是什么女娲造出来的 另外 朕也并不是洪荒生灵 就更跟他女娲没什么关系了 听到帝郡的怒吼 嬴政淡淡地说道 说完他 祭出先天至宝和势碧 砸向了东皇中 两件至宝碰撞 一阵巨响瞬间传出 帝郡跟东皇太医 由于是在东皇中的笼罩之下 瞬间被震得气血翻涌 神魂不稳 两人同时吐出了一口鲜血 在混沌中跟林凡大战的女娲 在看到这一幕后 立马大击 手上的攻击变得越发凌厉 想要尽快摆脱林凡 前去支援 只可惜他不知道的是 林凡到现在还没有使出全力 只是想拖住他而已 毕竟女娲是圣人 就算杀死了 天道也会将其复活 这就是圣人的好处了 所以 知道这一点的林凡 也就不费那个力气了 反正也杀不死 拖住他就行 可林凡没想到 女娲这个小娘皮 竟然跟他玩婴的 林凡自己也忘了 女娲修炼的 是红军的斩三师之斗 是有三师存在的 不过女娲只斩出了 善恶两师就是了 此时女娲的善恶两师 偷偷潜入了洪荒 往不舟山战场赶去 想必要不了多久就能抵达 果不其然 在帝郡跟东皇太医 快要坚持不住的时候 两个跟女娲长得 有九成相似的女子 出现在了战场之中 一女子一身黑衣 是女娲的恶狮 一女子身穿白衣 是女娲的善狮 唯一相同的是 两女都有着准胜巅峰的修为 感到战场的女娲善恶两师 没有犹豫 恶狮手持一件极品先天领宝 挡在了帝郡太医面前 跟嬴政展开了大战 可很快她发现 自己手上的极品先天领宝 根本不是嬴政手上的 两剑至宝的对手 东皇太医 借混沌中一用 注意到这一点的女娲恶狮 对她身后的东皇太医开口说道 娘娘接法宝 东皇太医没有犹豫 直接将混沌中 抛给了女娲的恶狮 另一边 女娲的善狮 直接找上了祝容跟贡公 然后跟二人打了起来 她仗着自己修为更高 将祝容贡公打得节节败退 第117章 五大舰队出动 女娲善狮准胜巅的法力 被她催动到了极致 而她的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 杀了祝容跟贡公 替兄长福西报仇 毕竟福西就是陨落在 祝容跟贡公手上 受死吧 只听女娲善狮大喝一声 下一刻 极品先天领宝鸿鸿剑开始变大 一瞬间就长到了 跟祖物真身同样的大小 然后直接穿透了贡公的身体 将贡公死死定在了 布舟山之上 为了彻底杀死贡公 女娲的膳师也是发了狠 伴随着她的手绝掐动 极品先天领宝鸿鸿剑 直接自爆了 极品先天领宝 自爆威力何其之大 贡公的祖物真身 伴随着鸿鸿鸿剑的自爆 直接被炸成了一团血污 同时湮灭在了鸿荒之中 连一丝痕迹都没能留下 原地只留下了一个大坑 再也不见贡公的身影 兄弟 兄长 其余十一祖物见状 琪琪大喊了一声 特别是后土跟玄冥眼泪 已经流了下来 为贡公的身死盗销 感到了悲伤 我杀了你 离女娲膳师最近的祖容 直接冲向了女娲的膳师 二话不说就准备自爆 想要跟女娲同归于尽 别看她跟贡公天天打 嘴上也是不饶对方 但感情就是打出来的 她跟贡公的关系 是旁人无法理解的 祖容你要干什么 快回来 见祖容想要跟女娲的膳师 同归于尽 蒂江开口喊道 不 五个 后土也是嘶吼出声 他已经失去一个兄长了 他不想再失去第二个兄长 其余祖物也是心急如焚 可他们都被自己的对手缠着 根本抽不出身去 阻止祖容 灵燕阁镇压 就在祖容力量积蓄到顶点 下一刻就准备自爆的时候 李世民感到 直接祭出先天至宝灵燕阁 将祖容给镇压了 阻止了她的自爆 哎呀 放开我 被镇压的祖容 疯狂大吼 不过她被灵燕阁镇压 身上一点力量都掉击不起来 想自爆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其余祖屋健壮 也是纷纷松了口气 虽然公公的死他们 也很悲伤 但现在还不是他们悲伤的时候 他们不会像祖容一样失去理智 现在的情况很明显 他们 是占据上风的 根本无需用自爆的方式去报仇 接下来 女娲膳师的对手 换成了李世民 李世民有着混元精先后期的修为 又有两剑至宝的加持 完全不需女娲膳师这个准圣巅峰 两人每一次交手 那都是毁天灭地 一散出的余波将方圆数万里 移成了平地 跟女娲的膳师拉开距离 李世民再次拉开拒绝天宫 一剑便射向了女娲的膳师 女娲的膳师也不甘示弱 造化法则涌动 紧接着一面面盾牌 被她造化而出 手段堪比凭空造物 有准圣巅峰的法力供应 那一面面盾牌坚韧无比 就在布州山这边大战不休的时候 林凡之前派往仁族的五支舰队 已经悄无声息地来到了蓬莱岛 仙庭的大本营 至于他们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当然是受林凡的指使 没错 林凡也同样耍了一些小动作 毕竟仙庭的宝库 早就被她给惦记上了 现在仙庭前往布州山支援妖族 东王宫不在 正是仙庭空虚的时候 五支舰队抵达后 诸葛亮以十艘极品 仙天领宝空间非洲 作为阵眼 一万艘夏品 仙天领宝非洲作为阵机 布下了改良版仙天八卦大阵 直接将整个蓬莱岛笼罩了进去 好了行动吧 在我改良版仙天八卦大阵的笼罩下 里面绝无一人可以逃脱 诸葛亮摇着扇子开口说道 脸上满是装逼之色 要知道 为了研究出这改良版仙天八卦大阵 她可是 费了不少功夫 你们是什么人 来我仙庭所为何事 蓬莱岛被改良版仙天八卦大阵笼罩 正在蓬莱岛中修炼的西王母 立马发现了不对劲 于是她立刻出关查看情况 刚才那一声询问 便是从西王母口中发出 慢慢的 西王母身后 也开始聚集起了数百万女修 这也是西王母能调动的所有力量了 大部队都被东王公 带去支援妖族去了 想必你 就是西王母了吧 我等奉我家陛下之命 今日前来覆灭仙庭 现在我们给你两个选择 要么投降 要么死 关羽青龙眼月刀前指 单手捋了吕长然开口说道 大言不惭 我西王母 好歹是三千红尘客之一 准胜中期强者 就凭你们也想让本宫投降 简直不自量力 赶快给本宫滚 不然别怪本宫不客气 西王母娇和一声开口说道 哼 敬酒不吃吃罚酒 傻 下一刻 只见关羽单凤眼一眯 瞬间冲天起 第118章 覆灭仙庭 活捉西王母 在关羽的一声令下 大战一触即发 不过在孔明的提醒下 林凡一方的人 并没有对那些女仙下杀手 而是将她们一个个打晕收入法宝之中 毕竟林凡的宫殿中 现在还空着呢 连一名宫女都没有 这些女仙刚好可以用上 另外一边 有着会员精先初期修为的关羽 一人对战准胜中期的西王母 关羽手握后天极品林宝 青龙眼月刀 每一刀回出 就是一条条青龙杀向西王母 西王母头顶 极品先天林宝 西方速色云界齐 挡下关羽一道道攻击的同时 也是手掐法印 然后一道道大神通 被她施展而出 直接杀向关羽 两人之间的战斗 可以说是势均力敌 谁也奈何不了谁 虽然准胜之道 不如混元精先之道 但西王母终究比关羽高出一个小境界 而且 法宝上也占据了一定的优势 但林凡这一方 可不止关羽 这一名混元精先初期强者 张飞 赵云 马超 黄中四人 也同样是混元精先初期的强者 见关羽九宫不下 张飞大喝一声 手握后天极品领宝杖八蛇矛 便加入了战局 有了张飞的加入 西王母被打得节节败退 不多时便被直接拿下 被封住法力的西王母 直接被收入了空间非洲的一处空间之中 等待交给林凡处理 下方的战斗也很快结束 数百万女修 全部被打晕抓了起来 留作日后 作为宫女使用 这边战斗很快结束的同时 布州山那边还在继续大战 两方都是损失惨重 妖族的万亿大军 已经死伤大半 巫族的数千亿大军 也损失了一千多亿 高端战力也是同样损失惨重 妖族十大妖圣如今 只剩下了白泽一人 东王宫带过来的几名准圣 也已经全部陨落 明和老祖的血海 被朱元璋的聚宝盆 整个收了起来 本尊被朱元璋打得四处逃窜 巫族这边 也是同样损失惨重 之前陨落的贡公就不说了 大巫夸父战死 大巫后裔战死 这还是有名有姓的 其余大巫更是战死不计其数 就连号称战神的行天 也是被人砍下了脑袋 不过他并没有死 仍在继续作战 正在混沌之中 跟老子还有原始大战的红军 注意到布州山战场的情况 他终于坐不住了 下一刻 他直接甩开了老子跟原始 然后直接穿梭空间 往灵山而去 注意到红军的动作 老子跟原始立马猜出了他的意图 立马就想重新缠住红军 红军前往灵山 很明显是想要破除通天的诸仙剑阵 将他的三师解脱出来 看出他意图的老子跟原始 又岂能让他得逞 只可惜红军想走 二人根本缠不住 毕竟修为差距放在那里 就在两人着急的时候 林凡的声音传了过来 两位便宜师尊 你们一人挡住女娲 一人去帮助通天师尊 红军这老杂毛交给我就行 下一刻 林凡直接使用了 混元大罗金仙巅峰修为体验卡 瞬间林凡的修为 提升到了混元大罗金仙九重天巅峰 不过体验卡只能坚持一个小时 林凡必须要抓紧时间才行 只见林凡一拳轰碎面前空间 然后直接踏入其中 待林凡再出剑时 他便已经来到了红军面前 看到挡在面前的林凡 红军眯起了眼睛 之前林凡出现时 他便已经注意到了 但当时林凡的修为 只有混元大罗金仙三重天 连他的三师都不如 但现在 再看林凡的修为 已经达到了跟他同一个级别 达到了混元大罗金仙九重天的地步 这让红军对林凡产生了一点兴趣 不过还不等红军说些什么 林凡便已经杀向了他 毕竟林凡的体验卡 只有一个小时时间 他可没时间跟红军这个老杂毛逼逼 没有犹豫 林凡法力推动 夏品混沌灵宝人黄印不断变大 然后在林凡的操控下 直接向红军镇压而去 红军见状 直接祭出了造化御碟 两件法宝不断在混沌中碰撞 人黄印被挡住 林凡再次祭出了夏品混沌灵宝时间罗盘 杀向了红军 红军也不甘示弱 祭出了因果罗盘 两件混沌灵宝法则涌动 时间罗盘掌控时间空间 因果罗盘掌控因果 法则之力不断碰撞 无数小世界在其中产生 然后再湮灭 不单法宝在碰撞 就连红军跟林凡也是全权倒肉地站在了一起 第119章 大结局 有林凡拖住红军 老子跟原始就腾出了手来 随后在林凡的提醒下 原始却截住了准备返回洪荒的女娲 而老子赶往了灵山 灵山这边通天诛天剑阵之威 一人大战红军的三师 诛仙剑阵又号称非四胜不可破 所以 红军的三师并没有占到什么便宜 全都被困在了诛仙剑阵中 待老子赶到后 局势彻底发生了逆转 刚赶到战场的老子 便施展出了一气化三清之术 此术虽然对红军本尊 构不成威胁 也同样使出了一气化三清之术 老子会员大罗金仙五重天 一气化三清 召唤出来的太清道人 上清道人 玉清道人 全都有着会员大罗金仙四重天的实力 通天会员大罗金仙四重天 一气化三清之术 召唤出来的太清道人 上清道人 玉清道人 全都有着会员大罗金仙三重天的实力 而会员大罗金仙本就强过圣人 就此一尊五重天 四尊四重天 三尊三重天 对上了红军的三师 同时被八名会员大罗金仙强者围攻 红军的三师被打得节节败退 本尊救我 红军的善师 在向红军发出一声求救后 没有等到回应 便被彻底绞杀 随后的十几分钟时间中 红军的恶师跟自我师 也陆续死在了老子跟通天手上 大兄接下来 我们该怎么做 干掉红军的三师后 通天收起诸仙四剑 开口问道 红军有反而拖着 女娲那边有你二兄 这两处地方 暂时都不需要我们支援 我们去布州山 先灭了妖族再说 听到通天的问题 老子分析道 那我们就去布州山 正好本尊早就看妖族不爽了 没有犹豫 二人直接冲天起 往布州山赶去 而两人的动作 被红军跟女娲尽收眼底 女娲跟红军都是非常焦急 可他们一个被灵反给拖住了 自己的三师被斩杀 都无法前去救援 另一个 也同样被原始给拖住了 原始也同样使出了 仪器化三清之术 现在的女娲 被玉清道人 太清道人 还有上清道人 打得左之右处 现在只有防守之功 没有进攻之力 想必 如果女娲不是圣人 死了可以复活 原始天尊早就亲自下场 将其斩杀了 另一边通天跟老子 在太极图画作的 金桥的帮助下 很快便来到了布州山战场 来到布州山战场的二人 直接释放出了自己 混元大罗金仙五重天 跟混元大罗金仙四重天的威亚 混元大罗金仙强者威亚扫过 无数修为低下的妖族 被直接震成了血雾 一瞬间 整个妖族仅剩下了 不到一万的高层战力 也就是大罗金仙以上的强者 接下来 有老子跟通天亲自出手 剩余的那些妖族强者 也是被擒的被擒 被杀的被杀 帝郡 东皇太医 昆鹏 明和老祖 白泽 在通天的诸仙剑阵下 直接连同身体神魂 一起被绞杀成了虚无 女娲的善师恶师 被老子生情 不周山之战结束 至于红军 随后也在林凡等人的围攻下 被封印入了一宝阵天关 永无出头之日 女娲林凡念 在她创造人族还算有功 又是一介女流之辈的份上 在严令她不得进入洪荒之后 便放她离去了 自此洪荒大事结束 全剧终 请不吝点赞 订阅